秦燃美美地吃了些东西 然后才跟着孙长老一起去存放丹药的地方 昨天说的都是些闲话 没有谈论正事 今天却是要正式言谈购买丹药的事情了 秦燃和孙长老并排着走 走着走着 他忽然叹道 飞燕走了 可真不习惯 是啊 那么漂亮的女娃 孙长老顺着他的话说 孙长老知道 封飞燕就是秦燃杀了 所以秦燃有个屁的不习惯 他知道秦燃这么说 不过是起个心而已 重要的是他马上要说的话 以前的采购清单 账目都是飞燕做的 这回却是要自己做 秦燃道 直到自己上手 才知道其中的难处 虽然知道这种场合下 秦燃这种人的话 是半个字都不能信 但听秦燃这么说 孙长老心里还是有点暗喜的 因为知道做账难 那就说明 秦燃可能不擅长这些 也就说明 往后还有的操作 这个事情确实难 孙长老点头 但又假意问秦燃 但你不是有这位严小友吗 他也不会吗 哎 秦燃摇头叹道 别说了 他比我还不懂 什么都得从头学 严一听到这话 惭愧地低下了头 孙长老欣喜 笑道 难是难 但慢慢学 还是没事的 不过 好在你们都是来我们这里采购 我们两家几百年交好 已有惯例 却不会亏欠你们 账目也好做 我自然是相信孙长老的 秦燃点头道 但他随即皱起眉头来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很棘手 我作为新手 总是出错 比方说 有些药材 一年四季 因成熟的季节不同 会有四个甚至十二个不同的价位 这个东西会导致相同品质的丹药的价位不同 我就处理不来 听到这里 孙长老慢慢回顾未来 秦燃果然不是一语的祸 多得不说 就说他接手道件门的丹药几百年 从没有说哪一种丹药一年会有四个价位的 秦燃在话语里藏了刀子 但他同样是老狐狸 知道这话不能应接 只说道 这一点 秦长老却是不需要担心 我们支生股的药材储量大 足以保证每一种丹药的价格趋于稳定 不会随着外在的变化变化 而我们给你们道件门的 从来都是最良心的价位 然而 孙长老不知道 秦燃对道件门每年在支生股的丹药花费 心痛不已 早已下定决心 今天说什么也要压一压其中价格了 所以 孙长老话音未落 他那里就已经掏出账策了 强行要把事说开 翻开账策 指着一味药与孙长老说道 比方说这个天心草 它虽然是二品灵药 但还是遵循了天后四时 春天时生长 秋天时枯萎 所以 春天和夏天时 天心草的价格为四颗零食一两 但到了冬天时 天心草的价格就飙升到了七颗零食一两 天心草是炼制聚气丹不可缺少的一种草药 所以聚气丹的价格也呈现冬夏不同 夏天才十八块零食而已 冬天已经卖到了二十一块零食 秦燃的话 让孙长老的弟子迷惑不已 他忍不住出声问道 可是现在是冬天啊 我们卖你们的聚气丹均价才二十 你们还赚了 他这一搭话 让秦燃那边连连点头 笑起来 回头与他说道 对呀对呀 我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每颗聚气丹 已经卖到二十一零食了 你们支生股才卖二十零食 你们亏损了 我们两宗交好 让你们亏损 我总是心里不忍 这弟子心下忍不住得意 正准备再说两句 却忽然看到自家师父 阴侧侧地盯着自己 他不由得一惊 到了嘴边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唉 亏点就亏点嘛 制止了自己徒弟乱说话 孙长老连忙与秦燃笑道 我们百年交好 不必说些外人的话 我的家乡有句话 说是亲兄弟名算账 这等涉及财物的事 不可以不仔细 秦燃认真道 他不及孙长老说话 又指着另一个药材 长老你看 这是宁百果 春天开花 秋天结果 冬天方才采摘 所以 这种果子 也呈现冬夏两异性 夏天少时 能卖到十颗零食一颗 冬天多了 却十颗零食一斤 也卖不出了 宁百果是炼制破账单的 重要药材 以此影响了破账单的价格 据传 秦燃越说 孙长老的脸色越难看 等秦燃说到价格时 已经可以感受到他深周的寒霜了 据传 破账单在夏天的时候 市场价能卖到两百零食一颗 但冬天 秦燃却不管孙长老 自顾自地说 冬天理应卖一百零食一颗 一百零食 那个弟子忍不住又惊出生来 冷哼道 你莫不是在说梦话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道建门从知生谷 买一颗夏品破账单的价格 都是两百零食 好多年没变过了 这要是春夏一价 他们得少赚多少 后生你莫要惊慌 秦燃笑着安慰他 本作只是基于市场调查 说些实话而已 嗯 后生 孙长老的弟子 少说也上百岁了 孙长老 你看 还有这冰山雪莲 秦燃还准备与孙长老介绍些 冬天和夏天价格不一样的 或者因各种各样的原因 近段时间降价了的药材 但孙长老忽然伸手过来 按在了他的账策上 孙长老的脸色极为难看 因为再让秦燃这么说下去 他这次得亏损百万零食以上 他眼里有血丝 盯着秦燃说道 说个数 我们 秦燃只当不懂 继续道 还是按标准的来 八折 孙长老咬着牙 孙长老 你看这个血莽一退 六折 秦燃收了账策 点头道 成交 其实他也不敢逼迫太深 毕竟 知生谷这边搞得乃是丹药垄断 真逼急了 不卖丹药给他 他也指得傻眼 剑好就收了 何况 他深知登门槛原则 这次能打六折 那下次就能打五折 再下次 大家就按标准市场规律来 呼 孙长老松了一口气 孙长老毕竟是孙长老 他不需要事后 他当场就回过神来了 他意识到 自己被秦燃理直气壮 合情合理的讨价还价给影响到了 认为自己太过离谱的价格 是有问题的 认为跟着市场价走 才是正确的 但他现在反应过来了一件事 那就是 秦燃凭什么跟他嚣张 整个北楚国 能买到大宗丹药的就只有知生股 知此一家 别无分号 你秦燃要是觉得知生股的价格有问题 那你去其他地方买啊 孙长老终于明白 自己良心未明 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些良善的社会价值观 这很有问题 得及时修正 秦长老 我觉得刚才 他决定说些什么 以挽回损失 孙长老 但秦燃出声打断他的话语 直接将一本账册递到了他手上 不给他说话的时间 自顾自说道 我们刚刚敲定 此次丹药将以六折的价格进行交易 这是我拟定的账册 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孙长老下意识接下了账册 便要翻开来看 但他立马反应过来 不由大惊失色 好恐怖的秦长老 他又在无形之中 被秦燃影响了 他还是处于秦燃的节奏之中 还是被秦燃牵着鼻子走 他整个人都言行举止 都在不知不觉中 被秦燃掌控着 而孙长老之所以觉得恐怖 却还是因为秦燃做到这一点 不是使用了什么幻术 法术 只是使用了言语而已 孙长老急忙收敛自己脸上的表情 压下心里的波涛 随手翻开仗册 看了起来 然后没看多久 他就又绷不住了 只见他唰的一声抬起头来 盯着秦燃鹤问道 不是说六折吗 怎么是世价的六折 啊 秦燃一愣 问道 不是世价的六折吗 是 孙长老顿了顿 压住心里的火 一字一顿地说道 是以往价格的六折 哦 对 是这样啊 秦燃这才懂了孙长老的意思 伸手将孙长老手里的账册拿回来 再从乾坤代理取出另一份账册 递给孙长老 笑道 那应该是这个账册 你看看是不是 孙长老将新的账册接过来 翻开来仔细看了 确定是以往价格的六折 这才松了一口气 松个屁的气啊 他看着账册 看着看着 忽然惊恐地抬起头来 看向秦燃 秦燃一脸微笑 又看向自己手里的账册 是什么时候 这账册 到底是什么时候做好的 是提前做好的吗 难道秦燃早已经算到了 他最终会退到六折的地步吗 而且他还有闲心 做了两份账册 一份市场家的六折 一份以往家的六折 难道一切都在秦燃的计算之中吗 他啪的一声合上账册 忍不住心计 他到底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怎么样 孙长老 账册有问题吗 见他合上账册 秦燃连忙微笑问道 孙长老又花了好大力气 才将心计压下去 恢复正常状态 他看了看秦燃 点头道 没有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秦燃似乎真的为孙长老担忧 之后 在前往储藏丹药的楼阁期间 整个队伍在无人讲话 颇有些压抑 到储藏丹药的楼阁 还是老地方 秦燃上前检查丹药 都检查了 确定无误 才将零食交给孙长老 而将零食乾坤袋挂到自己腰间 交易完毕 自当离去 孙长老送走秦燃 而后在心下暗自计算 这一次相比起原本与简元杰交易时 少说亏损了上百万零食 住 孙长老与简元杰交易时 其一是固定价格 这个价格大多是按市场价的峰值取 其二 孙长老卖给简元杰的 是劣质丹药 劣质丹药很便宜 他心在滴血 同时下定决心 一定要尽快铲除秦燃 此子断不可久留 哎 只是他不知道 离开了支生谷的秦燃 还回头叹息了一声 首座阴和叹息 严毅出声问道 经历了这一次出差 严毅的心里经历了一次锤炼 现在 整个人有了些坚毅的意味在里头 秦燃摇摇头 没有回答他 因为秦燃是在恨自己前世太懒 没仔细研究 资本论 没法让孙长老这种人 见见资本这个怪物的恐怖之处 首座 我不理解 秦燃不说话 严毅却看着他的背影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为什么知道 孙长老会给我们打六折呢 秦燃和孙长老讨价还价的过程 严毅全程观看 对秦燃惊为天人 我并不知道 然而秦燃如此回答 那为什么 严毅不解 秦燃忽然自乾坤代理 取出厚厚一达账策 递给严毅 笑道 我只是对所有的可能性 都做了相应的账策 锁 所有 严毅抱着沉甸甸的账策 整个人都梦了 这些账策就送你了 你拿着学习 秦燃拍了拍严毅的肩膀 勉励道 这里面 同一种账策我做了四份 一种是普通的给孙长老 他们看的账策 一种 是我教你的那种记账手法 你对比起来看 学得会快一点 嗯 嗯 严毅太过震惊 以至于说不出话 只知道点头了 一路再无话 两人也未曾遭遇劫匪 安全地 回到了道建门 秦燃再去将零食 丹药交付 完成这次采购任务 掌财堂 掌财长老一手拿着账策 一手提着退回来 但是装在乾坤袋里的零食 目送着秦燃离去的背影 走到掌财堂门口 他有些怀疑人生 六折 他又一次低声问自己 可能吗 支申谷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怎么会凭空降幅度这么大的价 这 他首先排除简原杰是内鬼这个正确答案 而后顺理成章地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答案 他怀疑到 莫非这掌药长老采购的丹药是劣质品 还是说 支申谷单单是对秦长老有特别优惠 秦长老背叛了宗门 他心下一惊 得赶紧去告诉掌门 早点将秦长老处理掉 李世音这段时间有些困惑 自己的心神眼是不是出问题了 之前 不管是出于心理因素 还是因为师父确实强 总之 在李世音的心神眼之下 师父都是完美的 是没有破绽的 可是这段时间以来 他有时候会看到 师父身上有破绽 什么力量不够强 什么灵魂比较弱 什么法力不够纯粹等等 有时候会觉得 师父浑身都是破绽 特别弱 好像他吹口气 师父就会倒下一样 但也有时候 师父又确实没有破绽 比如现在 蹲在世吉摩柳树下 等着凤一虎头风出生的师父 就是一个没有破绽的师父 嗯 是的 师父的凤一虎头风 种到土里 已经有五个月了 到今天 终于有一只风 要破勇而出了 师父和追风两个 人像两个大傻子一样 蹲在世吉摩柳树下 像看什么宝贝似的 等着凤一虎头风出生 凤一虎头风 李世音坐在湖边梨树的树叉上 他看着师父和追风的样子 气呼呼地撅起嘴巴 他听追风说 凤一虎头风 之所以叫凤一虎头风 是因为师父是看着追风的大脑袋取的名字 为什么不叫凤一世音风 或者凤一剑仙风 或者诗一阴头风 哼 臭师父 他很不服 哇 爸爸 你看 你看 他的手 他的手要出来了 追风在那里叫喊 像地主家的傻儿子 嗯 等他咬破辣风 从里面挤出来 就算是成虫了 师父用很好听的干净的嗓音回复追风 看起来像个小傻子 为什么追风是大傻子而师父是小傻子呢 因为追风长得太大了 师父在追风面前看起来非常非常小 爸爸 你帮他一样 你看 他出不来了 没力气了 追风忽然焦急起来 拿大爪子指着土里朝师父喊道 出什么意外了吗 李诗音皱眉 从树上跳下 往那边走过来 他听到师父说 这是正常情况 他要自己咬破辣风 才能出来 如果我们帮他 他就会变成一只残缺的风 可是 追风于心不忍 他快死了 他死了 也怪不得别人 师父说道 你想 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 在横断山脉中 哪有人帮他们 李诗音刚好走到这边 连忙接一句 道 横断山脉中有野人或者妖人帮他们呗 他这话一出 师父和追风 齐齐瞪了他一眼 李诗音吐了吐小舌头 站在秦燃身边 向土坑里的风潮看去 此时 风潮的景象 颇有些甚人 风潮里本身就是密密麻麻的蜂蛹 再加上有很多蜂蛹正在破茧 小蜂像蠕虫一样 在潮里蠕动 又肯捏蜡蜂的声音 咳咳喳喳喳 咦 他下意识到 好恶心 他话音未落 追风的脑袋滴下来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头锤 不准你这么说我的宝贝 追风凶巴巴说道 李诗音的脑袋很坚硬 被追风撞了一下也没事 只是有点痛 他捂着脑袋 回瞪着追风冷哼道 是我的宝贝 他叫我的名字 就是我的宝贝 追风有理有据 他们叫凤义虎头疯 李诗音很急 却没办法反驳 便一把抱住秦燃的脑袋 喊道 师傅 你快给他改名 改成凤义诗音疯 不准改 追风连忙把大爪子 搭在秦燃肩膀上摇晃 爸爸你不要改 两个武力直爆表的天才傻孩子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但凡换个普通的金单初期修饰 蹲在这里 说不定就被这两个家伙拆了 别吵 秦燃舍不得打李诗音 但追风皮糙弱后的不怕打 他反手就是一拳 打在了追风的大猫头上 然后 追风纹丝未动 就追风目前的脸皮厚度 一般的剑修 都不一定能切开 何况是秦燃那不带法力的拳头 追风 退后 他又大吼一声 才把追风吼开 至于傻徒弟 又香又软的怀抱 他倒是可以忍一忍 叫什么名字都要吵 你们幼不幼稚 秦燃皱眉鹤骂道 都几岁了 一天天的不省事 爸爸 我四岁 追风巧声道 秦燃气得又给他一拳 于是 追风低着猫猫头 但猫猫脸上 看不出半点惭愧的表情 傻徒弟在背后 秦燃也看不到他该有的惭愧 师父 那他们叫凤一诗音峰好不好 李诗音低下头 下巴搁在秦燃的脑袋上 撒娇道 不好 秦燃冷着脸回道 哎呀 师父 李诗音抱着秦燃的脑袋 摇啊摇啊摇 秦燃跟着傻徒弟一起摇 但始终坚持原则 就是不改名 他们几人在边上打闹时 那只凤一虎头风 竟然没事 最终还是正常爬出来了 他是第一只出生的 基本就是这一窝蜂巢中 最健康最强壮的 只见他在蜂巢上抖擞翅膀 很快就从毛毛虫一样的黏糊状态 变成了一只威武凶猛的 小凤一虎头风了 他将翅膀张开 明黄色的金丝如网一般交织在他翅膀上 一眼望去 宛如凤一 他抬起头 黑色的脑袋 火红的眼睛 虎头风的网状附眼 便如火焰一般燃烧着 他在取尾 黑红色的毒针一身一缩 那光泽看起来坚硬恐怖 仿佛钢丁 他这个样子 无怪别人将他取名凤一血头风 确实有几分堕落凤凰的模样 师父 看着这只凤一虎头风衣后 在那里搔手弄姿 李诗英在秦然耳边轻声道 他好漂亮啊 然后 凤一虎头风衣后 仿佛是听到了李诗英的话 停止了抖擞 忽然翅膀扇动 往他们这边飞了过来 啊 女孩子对这种东西 有来自血脉的恐惧 哪怕是李诗英 哪怕他上一秒还在说这虎头风漂亮 但当这东西真往他脸上飞来时 他依旧害怕了 尖叫出声 然后 羞羞羞 一瞬间 有几百道细小的星辰剑气 迎着虎头风飞了过去 李诗英当时的位置 是在秦然身后 见凤一虎头风飞来 他连忙 把头从秦然后面 埋到秦然胸前 同时 他身上有星辰剑气自动激发 迎着虎头风射了过去 于是在见先李诗英的剑气之下 没有意外 这只凤一虎头风一号 活了将近两分钟 师父 李诗英没有去看结果 还埋在秦然胸前 呜呜呜呜地害怕 哎 秦然无奈地伸手 还住傻徒弟的脑袋 轻轻抚摸他的头发 安慰道 他是冲我来的 我以灵宠的方式 饲养他们 所以 他们是我的灵宠 刚才那是来认主的 哦 李诗英这才反应过来 但他依旧以一个奇怪的姿势 趴在秦然怀里 不起来了 刘晓吉听到恐怖的剑气的动静 从柳树中出来 看到李诗英的样子 跳到追风身上 悄悄与追风说道 这个女人好恐怖啊 追风重重地点了点大脑袋 表示强烈认可 十月过半 天气转冷 喜闻乐见的 龙七七如漆进入了冬眠状态 这副黑小萝莉 当年不知道是从哪里搞来的劣质化形功法 不仅让身体的经脉穴位骨骼肌力什么的都出错了 导致身体很难长大 他吃了这么多年的脆骨丹 也就长大了一点点 然后 他都变成人了 蛇类的习性 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 他还仿佛蛇形态一样 是冷血生物 天气一冷 就变得软绵绵 懒洋洋的 再一冷 就整天想冬眠了 龙七七十分未冷 这才十月 他就裹上了大衣 唯一在老林槐树下的椅子里 如果没有其他人 这里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秋风萧瑟 枯黄的落叶飞舞 龙七七仿佛一个孤苦伶仃 行将旧木的老人 孤孤单单等在秋天 等着冬天到来 当然了 就算蜷缩在椅子里的那个小萝莉 看起来再唯靡不振 再可怜巴巴 周福也不敢多言 他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一是 他见过那个小萝莉的厉害之处 也见过他的恐怖之处 小萝莉练丹知识很丰富 练读知识也很丰富 二是 这里是丹风 是擒手座位下 他没有任何资格说话 是的 周福已经通过了秦然的药理考核 变成了丹风的外门记名弟子 有资格到丹风学习练丹知识了 又很显然的 秦然又偷懒了 引周福进练丹的门的任务 被他丢给了龙七七 怎么样 练丹的步骤 都记熟了吗 蜷缩在椅子里的小萝莉 忽然懒懒散散地出声问道 周福神色一正 老老实实回道 还没有 哎 抓紧时间吧 小萝莉叹道 你本来也不是练丹师 修炼的功法 是一门练弃士的功法 往后无法采集丹火 练起丹来的难度 又比别人高了无数倍 小萝莉是一副成熟模样 与周福教训道 你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 在炼丹的手法上 以控制药力精华 和外界的炼丹火焰 别人是用丹火 你却得用外界的火 外界的火和自己的丹火比起来 你应该知道 哪个更难控制 而像你这样 没有丹火的炼丹师 更容易炸炉 小萝莉继续说道 炸炉极其危险 重则丧命 轻则重伤 再怎么谨慎也不过分 做再多的准备也不过分 是 周福赶紧行礼 以表感谢 他知道这是前辈的经验之谈 十分珍贵 扑 然而就在这时 边上传来了 女子忍受不住的扑斥笑声 周福看过去 见到是丹风的青传弟子 李诗英 从河边走了过来 这不是周福第一次 在丹风见到 天交榜第三的女剑仙了 他已经来丹风学习很多次了 所以也见了女剑仙很多次 周福早已发现 女剑仙跟他印象中的形象 很不一样 他印象中 李诗英应该是清冷如霜 风华绝代 一见清澄的绝世剑仙 可是 他在丹风见到的 却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 还有点小调皮 女剑仙蹦蹦跳跳的 很可爱 很调皮 很少女 见过李前辈 他急忙行礼 李诗英朝他挥了挥手 示意他不必多礼 你在笑什么 龙七七瞥眼过去 看到李诗英 他就觉得不爽 这小妮子 就是捏坏捏坏的 很烦人 你自己第一次练丹就炸炉了 还叫别人不要炸炉 果然 这妮子一上来就接他的黑历史 还刮他脸皮 羞羞羞 龙七七脸一下子黑了下来 他突然有了精神 做起来争辩道 我那是意外 意外你懂吗 炼丹师的事 怎么能叫炸炉呢 你个见羞莽夫 不懂就不要乱说 某人还哭了呢 李诗英又火上浇油 碰 龙七七急地直拍桌子 贺道 走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我就不走 李诗英就喜欢腹黑小萝莉不爽他 但又打不过他的样子 他坐到老林槐树下的秋千上 大幅度晃荡着 他坏坏地笑 盯着龙七七与周福看 他在等龙七七讲课 他好挑刺 哼 龙七七七坏了 裹了裹身上的厚衣服 又躺回椅子上 气急败坏 不讲了 李诗英晃啊晃啊晃 也不走 自己的炼丹课 就这样没了 周福不由得悠悠地 看向了李诗英 你看我干什么 李诗英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他看向别处 我又不会炼丹 嗯 道剑门第一炼丹师的弟子 不会炼丹 这很合理 唉 周福能怎么办呢 他只能坐下 老老实实看书 只希望明天的操练 不会出错 老林槐树下又安静了下来 秋风轻轻地吹 李诗英哗啦啦地摇晃着秋千 过了好一会 护山大阵外有声音传来 打破了此处的安静 担扬李家 前来求见仙人 担扬李家 李诗英的秋千停下 那不是他家吗 难道家里出事了 想到这 他身形一晃 在原地消失 再出现 已经到了护山大阵 形成的雾气之外了 好恐怖的身法 周福下了一惊 简直顺意一样 他记得李诗英跟他一样 都是助击后期的修士 可是 这也能是助击后期 谁家的助击后期长这样 难怪人家是天交榜上的人物 他知道自己一招也接不住 虽然他是个老牌助击后期修士 别看了 那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窝在椅子里成一团的龙七七瞥他一眼 说道 像那种天才 这座小破山里 还有三个 周福听到了浓浓的怨气 他仔细一想 资质平凡之辈 总是跟那种资质绝顶的天才往来 哥谁都有怨气 怪老天不公 他顿了顿 只憋出一句 龙师父 你也很厉害 呵呵 龙七七冷笑一声 李诗英打开阵法 到外门的石板路上 看见路边站着一个身披战甲的将士 他认得出 那是他们李家军的战甲 大小剑 那将士见了李诗英 急忙过来见李 哦 知道喊大小剑 看来还是他们李家亲信 李诗英点点头 问道 家里出事了 家里安康 将士回道 那你来干嘛 将士在行礼 道 大少爷下个月出八 将与玉斥家的小姐完婚 将军特地派我来与大小姐通知一声 李诗文要结婚了 李诗英睁大眼睛 李诗英今年十九岁 李诗文比他大四岁 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 北楚国是一个封建国度 尽管有仙有神 但李诗文却是凡人 所以 以他的年纪 早应该结婚了 其实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出意外的话 李诗文三年前就已经结婚了 但 三年前 是吉摩柳大爆发 李诗文率领天侧军 镇守横断山脉 拦截横断山脉中的妖兽 最终全军覆没 而他所镇守的西南边境 也死伤了数十万百姓 至于财产经济损失 不可计数 他理应已死谢天下 但最终 诸多利益博弈之下 他人没有死成 只是心死了 一个二十岁的少年将军 其实雄姿应发 有望封侯败相 但突如其来的大败 让他变成了北楚的罪人 受天下人唾弃 其中滋味 只有李诗文知道 这样一个李诗文 他连活着都觉得是煎熬 又何况是结婚成家呢 但现在他要结婚了 不是因为他年纪太大 必须得结婚了 而是 要打仗了 他要在上战场之前 为李家留个后 十一月初六 李诗文在大雪中喝醉了酒 跪在雪地里 向西南方向连磕了十八个响头 磕到头破血流 跪伏在雪中 这一夜的雪 跟三年前的柳絮 何其相似 他李诗文没有死 还要娶妻生子 而在西南边境 有七万三千八百一十四个兵 被永久地埋在了大雪之中 他们跟他一样年轻 但他们 没有机会结婚生子了 是他不自量力 是他骄傲自大 是他要带着他们去送死 是他对不起他们 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最该死的人是他 但他没有死 那他就必须带着 七万三千八百一十四个魂魄活着 带着他们的遗志 继续保家为国 十一月初七 李诗文在丫鬟们的帮助下 理了头发 刮了胡子 换了衣裳 吞去了他这三年以来的邋遢形象 稍微恢复了一点 少年将军的色彩 他穿着喜庆的婚袍 于十一月初八的凌晨 将自己的新娘接了回来 这三年 丹阳李家起起伏伏 先是北楚的几辆李空和老将军去世 李家遭受重创 接着是北楚的耻辱李诗文小小将军失利 李家势力倒塌大半 眼看着李家就要分崩离析了 忽有绝代剑仙李诗英横空出世 一人一剑站平了北楚剑神 又为李家争回了几十年契余 于是到现在 丹阳李家到底还是北楚朝堂之上 将门最强家族 但就是这样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的唯一继承人结婚 婚礼却办得极其简单 一切礼仪从简 所有客人从亲 一个王侯世家的婚礼 行至几乎等同于普通百姓 而客人方面 文官那边基本没有收到邀请 武官这边也只请了一些亲信 一些老将而已 一场婚宴 几百人吃习 在偌大的李府 显得有些空旷了 而李诗文娶的姑娘 也不是什么大家族的姑娘 只是一个小家族 玉池姓 勉强可以称之为书香门第 姑娘名叫玉池珍 却见李诗文穿着大红袍 身骑高头大马 她体型魁梧 又相貌堂堂 就算整个人少些精气神 但看着还是那么回事 她领着接亲的队伍 到李家大门前 在鞭炮声中 以红绸带 将新娘玉池珍迁进李家大门 与玉池珍先拜天帝 再拜父母 最后夫妻对拜 总算李诚 从这一刻起 他们就是夫妻了 为双方父母认可 为世俗法律保护 为天道地刚见证 李诗文弯着地腰直起来 他看着红绸带内头的那个女人 那个盖着红盖头的女人 那个他完全不认识的女人 那个他还没见过的女人 但在这一刻 像是天地之间有了感应 他们的生命被连接在了一起 仿佛手里的红绸带 就是他们命运的连接线 这是他的夫人 他想 然后心脏一记 而在他看她的时候 他发现 他也隔着盖头在看她 他好像能通过红色的盖头 朦胧地看到那一双 四秋水剪桶一般 默默深情的眼眸 这让他心里发痒 他想 这一定是个极漂亮的女人 别看了 以后 有的是时间看 有人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这时有个不合时宜的打去声音 从边上传来 影响了他们之间的美妙气氛 他一听就知道 是他那个不靠谱的妹妹 他转眸看过去 看见他的爵士剑仙妹妹 笑盈盈地从旁边对列走出来 这丫头今天的装扮简单而有朴素 显然是想要低调 免得抢了他们的风采 但 这丫头自从修行后 出落得越发漂亮了 就算再简单的衣裳 也遮盖不住他的爵士先姿 他身为哥哥 从小嫌弃到大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自家妹子四天仙一般 李诗英走到堂下 叫这对新婚夫妻面向他 他仔细瞧着红盖头里的新娘 不比李诗文 他是看得见新娘的 新娘很漂亮 有一种知书达理的温婉的美 是他学了二十年 也没学来的美 嫂子真好看 他赞道 他又看向李诗文 李诗文比他高了半个头 他半仰的头 叹道 哎 时间不饶人啊 这才一转眼 你就要结婚了 叫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我印象中 还是你十一二岁的时候 拉着我去教方司 听漂亮姐姐唱歌 李诗文的脸黑了下来 他挟视李诗英 说道 不会说话你可以不说 好 都好 结婚了就好 李诗英到底还是给李诗文留面子了 没有细数他逛青楼和逛青楼 被老爹揍的事迹 也没有往更小时候 李诗文撒尿和泥巴的是说起 稍微活跃了一点气氛 李诗英在自己腰间 那个土土的乾坤袋里翻了翻 翻出一个淡绿色的 玉衣般的 小指大小的珠子递给新娘 说道 这颗是定年珠 据涂山悠悠说 可永保青春 就是他送的 让我给你 说 就算是成青了 也要漂漂亮亮的 哦对了 涂山悠悠是一只狐狸精 就是画本小说里的那种狐狸精 它有五条尾巴 非常漂亮 能永保青春的珠子 对于凡人来讲 这就是鲜物 实在太过珍贵 玉衢真不敢接 他隔着盖头去看李诗文 无声询问李诗文的意见 李诗文感受到了 玉衢真的视线 心里砰砰跳 点头道 拿着吧 也不是送我们的 其实是送诗音的 有一女人将以自己为中心 这种注视不同于围将士 将士们的注视 让李诗文感觉紧张 听了李诗文的话 玉衢真还是犹疑了一下 然后才把珠子接了过来 李诗音深具心神眼 把李诗文的紧张 心跳 看得一清二楚 他忍着笑 隐秘地向李诗文挑了挑眉 然后不等李诗文反应 他又从乾坤代理 翻出了一节柳枝 也递给玉衢真 介绍道 这是担风神术的枝条 能定神 驱邪 除魔 有诸多神奇的效果 他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当着李诗文的面 说了是吉摩柳 你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 也可以试着栽种一下 种活了的话 就是一棵神术 这是那棵神术的树林送你们的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家伙 李诗文没听出李诗音话语里的不妥 只以为真的是担风的柳枝 只让玉衢真接下来 等玉衢真都拿稳了 李诗音又翻出一小坛酒来 他知道李诗文最近喜欢喝酒 直接递给了他 撇嘴道 这是七七送你们的喜酒 七七最没有诚意了 这酒其实是别人送给他的 结果他转手送给你们 不过这酒是零酒 能改善体质 很有用 哥你稳着点喝 别醉S 虽然关系很亲密 但这种场合 他到底还是没把死字说出来 酒 李诗文喜滋滋地接过来 笑道 这个我很喜欢 你少喝点 李诗音再次告诫 他说着 又翻出一个词评来 递给李诗文 解释道 这里面是一滴精血 是追风自己的精血 唉 追风最穷了 把自己的血 当成宝贝送给你们 不过追风是八级妖兽 这血确实很宝贝 哥你可以拿来自己增强体质 也可以以后 用来改善孩子的体质 追风 李诗文还记得 丹丰那只大猫 那只大猫的名字 跟与他们从小长到大的狗 是一个名字 他知道 那是李诗音取的 追风也送我礼物了 他问道 仙门的柳树会送礼物 仙门的猫 也会送礼物 有机会带追风出来玩 让你看看现在的追风 现在的追风 已经快有账续高了 李诗音伸手给李诗文 比划追风的头高 追风 李诗文点点头 那家伙是八级妖兽 他只能想象 八级妖兽是怎样的恐怖 李诗音又翻出一个词评 他从中 倒出一颗拇指大小的水纹丹药 递向玉池针 介绍道 这是我师父炼制的丹药 说是对下一代有好处 我没听明白 好像是说 等你以后怀上宝宝了 宝宝会受到保护 宝宝会在你肚子里温养体质 然后保证宝宝平安出世 好像还说 母亲也会跟着宝宝温养体质 身体变好 虽然祝福新人早生贵子 是正常祝福 但像这样送一个这样的丹药 还是叫人羞涩 玉池真没好意思 去问李诗文意见 自己柔柔弱弱地问道 现在服下吗 嗯 师父说尽快服下 免得被别人抢了 李诗英点点头 又担心玉池真不相信 补充道 我师父很厉害的 玉池真笑了笑 伸手拿过丹药 根本没有迟疑 直接吞了下去 对于他来讲 李诗英就是仙人一般的存在 虽然这个仙人看起来很随和 但他拿出来的东西 样样都是西式珍宝 神仙一样的人物 他平生警戒 只会觉得自己服原身 又哪里会怀疑呢 好了 送完了礼 李诗英不再翻乾坤带了 向自己的哥哥嫂子 这儿八斤的行礼祝贺 祝哥哥嫂嫂新婚快乐 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举案其眉 白头偕老 然而他乱七八糟的贺词还没念完 李诗文就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 所以你的呢 什么我的 李诗英装傻 你给我的礼物呢 李诗文问道 别人都送了 就你不送是吧 嘿嘿 李诗英狡黠地坏笑一声 向李诗文挑了挑眉 说道 笨蛋李诗文 我逗你玩呢 怎么可能没有呢 他说着 好看的右手抬起来 如春笋一样 嫩白的手指交错 啪 他弹了个响指 然后整个大堂都按了下来 屋顶凭空变成了夜空 在整个大堂的人都惊慌失措时 两道银河从那夜空中弯弦下 两道银河在屋内转悠一圈 变成两把剑的模样 而后钻进了李诗文和玉池珍的身体里 黑夜降临又退去 李诗英背对着堂内其他人面朝着自己的父母和歌手 楚声说道 我参悟的剑气是星辰剑气 我参悟的剑意是守护剑意 这两道本源剑气会像星辰一样守护着你们 星河不灭 剑气不散 他抬头凝视李诗文 伸手抓起李诗文手 又拿到玉池珍的手 将他们的手在自己手上交叠 他前所未有的认真 坚定地说道 我会永远守护你们 这样傻的妹妹 李诗文心下感动 虎目微红 一把将李诗英抱入怀中 久久不语 直到李官高鹤 及时已到 新郎新娘入洞房 他才松开李诗英 牵着自己新过门的小娇妻 入洞房去了 李诗文结婚之后 李诗英在这个家 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上有父母 下有 嗯 中有哥哥嫂嫂 家里进进出出都是成双成对的 就他李诗英是孤家寡人一个 父母道好 老夫老妻的只是会在不经意间给李诗英贩卖狗粮 比如娘亲扬言其喜欢吃甜食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 那些甜食都会被父亲大人摆到娘亲面前去 比如 父亲每每忙碌到晚还不睡觉 娘亲就知道带上一碗温热的汤或者粥之类的去书房找他 比如 父亲年轻打战时腿受了伤 上坡下剑时 娘亲都会有意识地搀扶他一把 这种老夫老妻之间的默契 乃是实实在在的狗粮 而李诗文和玉池真两人新婚燕儿 那真是过分之极 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还有什么如沐春风 春风得意马蹄疾之类 总之是那么个意思 李诗文结了个婚 仿佛换了个人 几天下来 一扫这几年来的颓废为民 整个人瞬间变得开朗 积极 希望 阳光了起来 原本是个负面的人 现在变成了一个正面的人 却看那对小夫妻 此时在小粮厅里依偎着 厅外还下着额毛时的大雪 他们就只有个火盆 也不觉得冷 知道的看得到 他们手里有本书 他们是在看书 不知道的 还以为 他们是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新婚夫妻忍耐不住冲动 在那凉亭里 白日轩迎了 李诗英的眼力不用说 那是极好的 他看得到李诗文手里的书 但同时 他也看得到李诗文眼睛里的龌龊 呸 他那哪是在看书啊 他那分明是在看人 书上的字没看清几个 每人唇里有几颗背尺 他倒数得清清楚楚 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 那大家就多别活着 李诗英这么想着 气呼呼地 嘎吱嘎吱地踩着雪 一溜烟跑到了亭子里 哎呀 这雪里赏亭 可真是一件浪漫的事 他装模作样地站在亭边 覆手而立 背对着李诗文和玉池珍 看着外面絮絮之下的大雪 大声感叹 然而他看了一会雪 却没等到任何回应 他回头一看 李诗文和玉池 真正耳病思磨 眼里哪里有他 他们寒酸地 挤在同一件雕容披风里 看着书 不知道还以为 他们李家已经破产了呢 哼 李诗英一屁股 坐在亭边椅子上 抱手在胸 又大声道 喂 李诗文 你那把钢枪在哪里 拿出来耍耍吗 你以前不是最爱 在雪中舞枪耍帅吗 再露一手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李诗文才回过神来 他抬起头 惊觉李诗英在亭内 他笑问道 诗英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李诗英气急 他表演了好一会 感情别人都没看见他 他偏过头去 斜眼看李诗文 鼻一回道 我来这里好久了 在你的手伸到别人怀里取暖之前 我就在这里了 咳 李诗文干咳一声 不动声色地收回手 责怪道 还是杂杂呼呼的 来了也不说一声 我就差扯着你的耳朵喊了 李诗英辩解道 好吧 玉池真害羞 这回已经红着耳朵 钻进李诗文怀里去了 李诗文抱着他 问李诗英 你找我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不能找你了 李诗英皱眉反问 也不是 李诗文道 就是 没什么事 最好不好找我 见色忘有的家伙 李诗英哼道 你要那把钢枪是吧 李诗文问道 枪在我房间挂着 你自己去拿 祸 原来他听到了 只是不想理自己而已 李诗英气坏了 扭头看着亭子外 不屑道 谁要你那把破枪 行 不要你就走远一点 不要打扰 我们看说 李诗文连忙道 啊 李诗英气呼呼地站起来准备溜 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又回过头问李诗文 我师父教你的枪法你 练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 马马虎虎 李诗文道 确实是神仙术法 我这两年比之前强了好多 哦 李诗英眼睛一亮 这么说 你现在很厉害咯 我们练练 指点指点我 不不不 李诗文想都不想拒绝了 他当年少年将军 看到李诗英挖湖 以为自家妹妹受到了虐待 不知天高地厚的 要教训秦燃 然后反手就被才修行跃鱼的李诗英教训了 之后 他又经历了世纪魔柳事件 再到李诗英占平北楚剑神 于是他非常清楚地明白 凡人和修士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也明白 自己绝对不是李诗英的对手 我不用剑气和剑意 李诗英是真的想揍李诗文 开始让步 李诗文坚定地摇头 我不用法朔 李诗文依旧不上当 我不用法力 李诗文这次没有摇头 他暗自计算 李诗英不用法术 不用法力 不用剑气 不用剑意 那就相当于纯肉身力量跟他打 仙人也是人 他好像不是没有机会 你说好了 不骗人 他确定道 李诗英高兴坏了 说好了 说好了 他笑着 身形一晃 就从亭子里消失不见 死 这动静 吓了李诗文一跳 他感觉自己上当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后悔 李诗英又出现在亭子内 抬手把他的钢枪丢给他 笑道 走 哎 李诗文伸手握住钢枪 极不情愿地从温柔箱里钻出来 他轻柔地帮玉池珍包好袍子 当心漏风了冷到他 有柔声道 我去去救回 嗯 玉池珍更是有万千柔情 看着李诗文的眼眸都能拉丝了 李诗英这辈子还没见过李诗文这么温柔 极度叫他拔出了剑 跺了跺脚 当先飞出了亭子 在雪地里等着 这几年来 李诗文虽然颓废 但到底还是在练情然交给他的枪法 他目前的身体素质 说他已经到了凡人的极限 还真没有夸大其词 而以他的战斗天赋和战斗经验 若是一般的助击器修士 一个不注意 是极有可能被他反杀的 哈 他轻贺一声 将钢枪一甩 翻身出庭 再帅气落地 不管打不打得过 他这派头已经拉满了 不过 李诗文到底还是年轻 也还是有些自傲在心里头 同时他也不了解 他的妹妹到底是一种什么存在 他只是知道 自家妹妹有些修行天赋 但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天赋 他更是不知道 李诗英在秦然的调教下 已经在往修行界最顶尖那一层攀登了 别说是纯肉身站立了 就算是李诗英连肉身都不用 就站在那里 他也还有极其强大的元神 就算李诗英元神也不用 站在那里唇让李诗文打 毫不夸张地讲 李诗文破不了房 所以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殴灭 来自FFF团的报复 揍了李诗文 李诗英神清气爽 他从乾坤代理 拿出一瓶上好的疗伤丹药 像青楼贵客丢上钱一般 丢给李诗文 大笑道 拿去 拿去 然后他像带恶人 一般笑着 拍拍手转身离去 颇有试了服一去 身藏功与名的味道 李诗文堂堂八尺男儿 此时像个被白嫖了的小媳妇 可怜兮兮地抱着自己 又紧了紧被李诗英打破衣裳 防止走路春光 他眼神闪躲着 直到李诗英消失在远端了 才恢复正常 妹妹是不知道疼人的 只想着 怎么踩到他头上去做姐姐 只有自家妇人知道疼人 亭内的御迟真看到 李诗文被打成了那样 心疼得很 小跑过去 将袍子给他披上 又小心翼翼地 把李诗文搀扶起来 慢慢走回亭子里 御迟真的身材 就是正常女孩子的身材 如果单独看他 其实还显得高挑 将他的身高 简单换算一下 大约是一米六出头的样子 但当他站在李诗文身前时 就显得小巧玲珑了 因为李诗文的身材 大约是一米九出头 然后一百九十斤那种 又因为他浑身都是肌肉 重量其实 往两百大计跑去了 就他这个体格 哪里是 御迟真服的洞呢 不过是李诗文在 装模作样罢了 与其说是 御迟真在搀扶他 不如说是他抱着御迟真 与其说是 御迟真把雕容袍 披在他身上 不如说是 他用雕容袍 把御迟真裹在自己怀里 到了亭子里 李诗文又是让御迟真情去 为疗伤丹药 又不怕冷得坦胸露乳 要御迟真为自己涂疗伤膏药 明明因为秀恩爱 被李诗英抱捶了 但被捶了之后 两人之间的恩爱 却秀得更恶臭了 而这一切 都被远处的李诗英 看得清清楚楚 他握了握拳头 又想回去揍李诗文了 但他想着想着 心下忽然升起挫败 他看着李诗文 那副情场老手的恶心样子 不由地想到了自己师傅 要是师傅有李诗文 十分之一的手段 不 要是师傅 把他那些的心机诚服 用万分之一在他身上 他现在也不至于觉得 亭子那边恶心 哎 他叹一口气 然后把思路转回来 要是师傅在感情上 不是那么单纯可爱 他也不会喜欢师傅 如果真的把心思 用在了女人身上 那可能也等不到他了 虽然是逼不得已这么想 但这么想了 他心里终于稍微好过了一些 李诗文是不能在一起 愉快地玩耍了 李诗英在府里转了转 最终找到自己娘亲 他发现娘亲正在房里看书 便推门走了进去 外面是冰天雪地冷得要死 屋里却暖乎乎地宛如春天 娘亲燃了香 沏了茶 靠在椅子里 看着书 神态安逸 惬意 听到他进来了 娘亲抬眼看他 问道 今天没出门去疯 娘 他轻轻地关门 嘟嘟嘟 欢快地跑到娘亲边上 娇声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 我可是女孩子 他这个样子 哪里有刚刚揍李诗文的大魔王样 也没有传言中的见仙姿态 杨延祺拿食指点了点他的额头 称怪道 就你最调皮 还女孩子 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 嗯 李诗英把脑袋 搁在杨延祺大腿上 像小狗一样 但他脑子里想着 师父没有向他主动出击 是不是因为 他没有一点女孩样 可是女孩子又是什么样子呢 他脑子里江湖一般地想着 又想到了小时候 李诗文带着他去教方寺的经历 教方寺里的漂亮姐姐 就是女孩样吗 杨延祺的贴身丫鬟 为李诗英倒了一杯热茶 又分了一些瓜子水果 在他边上 他随手摘下一颗蹄子 在嘴里含着 歪着脑袋 去看杨延祺手里的书 好奇地问 娘 你在看什么书 随便看看 打发时间 杨延祺回道 李诗英便扯着杨延祺的手下来 撑起脑袋 去看杨延祺手里的书 写的是什么 他看到些将士 地形 安营扎寨之类的词 于是知道是兵法 他又趴下 懒洋洋地问道 看兵法做什么 杨延祺拿书轻轻地拍他的脑袋 问他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嗯 李诗英想了想 打战的吗 将军家里 不看兵法看什么 杨延祺道 也是哦 李诗英点点头 他像那小孩子一样 趴在杨延祺大腿上 又是吃零食 又是喝茶水的 搞得杨延祺不得安宁 书也看不下去了 他抖抖大腿 晃动李诗英的脑袋 责怪道 多大的人了 还像小孩子一样 嘿嘿嘿 李诗英傻笑 我在娘亲面前 永远都是小孩子啊 杨延祺对这个臭不要脸的 实在是没什么办法 他将书放在李诗英脑袋上 顿了顿 问道 什么时候回山里去 过完年了 李诗英道 你们到剑门 就没有什么下山县令吗 难道想回去就回去 想不回去就不回去 杨延祺问 对啊 李诗英点点头 我不回去 天天待家里也可以 不过师父说 这样不好 师父 杨延祺捕捉到这个词 他便问道 你跟你师父怎么样了 你都二十几岁了 老姑娘了 都 哎呀 李诗英又觉得羞涩 又觉得烦躁 终于坐起身来 从杨延祺大腿上起开 他嘟囔着嘴 说道 修士的事情你少管 杨延祺是何等的了解自己女儿 他一眼就看出 恐怕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了 他试探着问道 莫非你师父看不上你个小丫头 不是 李诗英断然否决 像我这么可爱 师父喜欢我还来不及呢 那你们是什么情况 杨延祺疑惑 难道你们修士 神仙也顾忌师徒伦理 屁的师徒伦理 那些修士能活几百几千岁 怎么顾忌师徒伦理 李诗英痴笑道 而且 师父就比我大九岁 看起来比李诗文还年轻 哥哥还差不多 师父 大九岁 也是二十八九 年近三十了 也不小了 杨延祺道 李诗英拿过一杯茶水 端在手上喝 烟烟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师父其实也不排斥我 我向他亲近的时候 他也不拒绝 我知道 师父也喜欢我 在意我 但是 他也不主动 不排斥 也不主动 我不知道 师父在想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李诗英的错觉 好像今年的丹阳城 年味格外的淡 弱大一个丹阳城 住着大几十万人 却让人感觉冷清 街上来往的人很多 但却很少有高声说话的 有声音 但不够热闹 奇怪 李诗英皱眉 问在路边摊子挑事物的李诗文 为什么都这么严肃啊 什么 李诗文拿起一个发饰 回头问李诗英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 适不适合真真 哎 好看好看 适合适合 李诗英敷衍道 指着街上的人 就街上的人 大家都很沉闷 为什么 马上过年了 不开心吗 李诗文随手把发饰 带在自己头上 他顺着李诗英手指的方向看去 看见满街的人 都忧心忡忡 他当然知道 是什么原因导致丹阳城的人 变成这样 因为要打战了 玄秦日渐强大 野心勃勃 趁北楚遭劫而示弱 将以铁骑问边 又拉拢大烟 严汉 叫这两个与北楚相邻的国家 也给北楚压力 这一波玄秦来犯 要是处理不好 北楚有亡国之险 李诗文笑了笑 没有回答李诗英的疑问 而是指了指自己 笑问道 怎么样 好看吗 他一个一米九的操汉子 带着一个少女发饰 还比划出妖娆的姿态 要多恶心 就有多吓人 咦 你好恶心 李诗英撇嘴摇头 伸手把李诗文头上的发饰摘了下来 李诗文任由着李诗英抢走发饰 自己在摊上继续找寻 他一边试看其他的发饰 一边不经意地问 你什么时候回到建门 听到李诗文这么问 李诗英皱起了眉头 因为前几天娘亲 也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以往时候 他们从来不问这事的 因为这是他家 他想待多久 就可以待多久 但是今年一个二个的 都来问他什么时候走 着实奇怪 过完年再说啊 他回到 还是问李诗文 你怎么也这么问 李诗文一愣 问道 还有谁问你了 娘啊 他前面也问我 什么时候回山里 哦 李诗文笑道 大家都很关心你 有什么稀奇的 李诗英摇摇头 在摊位上 拿起一个紫色的头花 带着自己头上 与李诗文道 你给珍珍买 也要给我买 呵呵 李诗文冷笑 自己付钱 然而李诗英 不听他多说 拿着头花 转身就钻进了人群 独留李诗文一个人 在风中凌乱 还是得他付钱 两兄妹在街道上 走走停停 玩耍了一上午 到正午时候 才回家 而刚进门 他们就看见了 等在照避前 焦急的管家 他们还没来得及问话 管家就急声 与李诗英道 大小剑 剑神大人 等你好久了 剑神大人 这个称谓 李诗英初听 只觉得陌生 然后才醒悟过来 有个北楚剑神 江小白 于是他很好奇 他等我做什么 不过 他问也是白问 管家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北楚剑神 在北楚凡间 到底有莫大威名 他的到来 让整个李府都肃穆 空气中充满杀气 府内每个人 都严阵以待 那些战场上下来 做了家丁的将士 虽手握着兵器 但眼里却有恐惧 李诗 他虽然是北楚大将军 是能与成立血相抗衡的人物 但当北楚剑神降临时 还是压得他 整个李府都喘不过气 一路走来 所见所闻 都是如灵大敌的样子 让李诗英觉得莫名其妙 他巧声问李诗文 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 李诗文是见过 江小白的手段的 所以他这事也已经严肃了 他回道 那可是剑神 谁人不害怕 对于北楚来讲 剑神二字就够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他很猜的 李诗英疑惑道 游记满天飞剑 顺杀千百将士 李诗文摇头 这就是剑神 李诗英听得直翻白眼 问李诗文 你怕我吗 怕你做什么 我比他厉害多了 李诗英很认真地说道 李诗文多看自家妹妹几眼 他是知道 他有些骄傲自满在性格里头的 便告诫道 诗英 你虽然有些天赋 虽然两年前侥幸与剑神占平 但要记得保持谦虚 对强者 对前辈保持尊敬 敬畏 哎 李诗英叹道 没救了你 兄妹俩说着话 来到了接待贵客的大堂门口 他们往里面看 里面只有他们老爹李战 和剑神江小白在 两人正在交谈 李诗英发现 虽然他爹李战 是坐在主位的 但其言谈之中 姿态却放得非常低 这让他直皱眉头 非常不爽 在李诗英眼里 江小白就是一个 他随手可灭的小菜鸡 但现在 这样一个小菜鸡 跑到他家来耀武扬威 然后还真的得到了他父亲 哥哥这些他很在意的人的尊敬和畏惧 这谁受得了 要是被修行界其他人知道了 让他的漂亮脸蛋 往哪里搁 所以 李诗英进屋时 带着的气场 就已经很不对劲了 他已然不是那个李家大小姐了 而是那个清城绝世的女剑仙了 李诗文先进屋 正要行李 忽然感觉身后有杀气 他还没回头看 就被跟着他进屋的李诗英 扒拉到一边去了 所谓何事 李诗英上前 姿态非常高 结问江小白 李诗文见着架势不对 便急着要说些好话 然后他看见坐在主位上的李诗 再给他识眼色 他犹豫之下 还是退下了 三年前一战 江小白见了李诗英来者不善 却也不服输 他端着剑神的风范 抬起下巴 与李诗英争锋相对 我们不分胜负 三年过去 我已恢复至巅峰实力 我们再战如何 光听江小白这话 李诗英就想笑了 都快维持不住高冷健鲜的人设了 首先 不分胜负是指 如果他们不是切磋 而是在敌对双方 打起来 他会被他顺秒 其次 他用了三年时间 才走出那次失利 如此心静 若成渣子了都 最后 他用三年恢复了他原本的实力 而他李诗英 三年过去 他实力强了多少倍 他自己都不好说 就这 江小白还想跟他打 在道界门 像江小白这样实力的人 想挑战李诗英 排队得从主风轮到台 排到山门前 但在家里 李诗英决定给他的面子 道 给你的机会 李诗英这等高傲姿态 让江小白直皱眉 但他终于还是点头 道 择日不如撞日 这就是过一场吧 快乐就是 猫吃鱼 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 虽然李诗英 只是区区助击后期 但必须再强调一次 对于他来讲 境界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跟金丹中期的江小白对战 那就是奥特曼打小怪兽 当时大雪 扑速速落于停下 李诗英与江小白相聚三丈对立 他与江小白道 请出剑 雪很大 被风吹得很乱 遮蔽了江小白的视线 明明对面的女孩 与他隔得很近 他却看不清 他知道自己的修为比他高很多 当他听到他让他先出招时 他很想拒绝 秉持前辈高人气度 让他先出招 但他最终没有 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 他恐怕是真的打不过它 他没有多说话 静止欲使剑绝 将自己的七十二柄本命飞剑 都换了出来 当飞剑凌空 灵力庭院 满天飞雪都被遮挡 森森剑气如寒气 叫人更冷 雪花落在飞剑上 飞剑也变得白了 江小白看不见对面女孩 但他分明感受得到 他浑身上下散发着的轻视 请接见 他断喝一声 空中那七十二柄飞剑 便随雪花一起 向那个女孩落了下去 而在他这七十二柄 威力巨大的飞剑之下 他看到对面女孩 迎着天空张开了右手 他的手像最美丽的百合花 在雪中盛开 掌心由紫黑色的耀眼光芒亮起 鱿鱼一般的剑气 从他掌心飞出 迎着他那七十二柄飞剑飞了上去 他抬头 看到白色的飞剑 与黑色的剑气 在雪中交集 忽然有一种飞鸟 与鱿鱼在海面相处的宿命感 他是困于海底的鱿鱼 他是翱翔于天空的飞鸟 江小白知道自己有可能打不过他 但他不知道 他们的差距有那么大 当他的本命飞剑 与那四鱿鱼一般的剑气一接触 下一秒 飞剑被冻穿 仿佛锋利刀刃 冻穿了血肉之躯 仿佛神兵利器 与普通道剑 他的飞剑与那剑气 根本不在同一个等级 一招 他一招就败了 对面甚至连剑都没出 只是剑气而已 本命飞剑被毁 他心神受损 仰天喷出一大口血 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血 在半空交汇 格外的美 他无力半跪而下 勉力抬头 看见他那被毁的飞剑 伴随着雪一起落下 像雪一样落在那个女孩身边 这一幕也格外的美 破损的飞剑 密密麻麻地插在那个女孩身周 好像是他围在他身边一样 他忽然感觉满足 他低下头 看着他的血滴落在雪里 一滴一滴 像一朵一朵晕开的梅花 有人踩着雪走近了 他不用抬头去看 知道是那个女孩走近了 因为就算大雪寒冷 嗅觉失灵 他也闻得到他的美丽 能死在你的手里 是我最好的归宿 他低声叹道 李诗英看着跪在雪地里的剑神 疑惑道 我又没打算要你的命 江小白抬起头来 仰望女孩露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笑 他嘴唇边有血 笑着说道 我本来就要死了 你现在出手 于是就是你杀了我 李诗英文言启动心神眼 看了看江小白 回道 我只用了剑气 控制了剑意 你只是心神被反射而已 休养些日子就好了 不过以你的心性 或许要一年半载 但总归不会死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江小白明白了 李家的人没与李诗英说当下北楚的危局 他想了想 摇头叹道 这样也好 你什么意思 李诗英皱眉 他怎么感觉 这次回家来 一切都怪怪的 连这个不知所谓 搞笑的剑神 也很奇怪 哈 江小白苦笑一声 挣扎着站起来 蹒跚而步 绕过李诗英 去捡自己的剑 他一边从雪地拔剑 一边问道 就算再到剑门 你也一定是最顶尖的天才 对不对 同辈中比我厉害的 还有很多 李诗英却没有说谎 陆军行 柳白云河东重园 都是他打不赢的 江小白怀抱着几把剑回头 去分辨李诗英话语的真假 然后他得到了真话 他自顾自摇头 这等大宗门 真是不可想象 他继续拔剑 又细细碎碎道 这次来挑战你 一边想在 死前了却此生残怨 一边是心有念想 说到这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 顿了顿才继续说 是心有妄想 我还想着 有没有机会得到 仙子你的恩泽 结果试过了才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听江小白这话语 李诗英大吃一惊 他静一问道 你喜欢我 江小白伸手拔剑 一失利 没拔动 他手握着剑柄 没回头 道 喜欢你很奇怪吗 不喜欢才奇怪吧 可我们才见过一次面 李诗英确实奇怪 还打了一架 喜欢一个人 乃需要什么道理 江小白拔起剑 也抱在怀里 继续向前走 去拔下一把剑 神仙也好 妖怪也罢 只要没绝情绝义 总会喜欢上一个人 我只是刚好喜欢了 一个不该喜欢的人而已 李诗英文言 不由地想到了自己的师父 初见师父时 他还很嫌弃他 但慢慢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发现自己 早已喜欢师父了 他点点头 喜欢一个人 似乎真的不需要道理 江小白将自己的剑 一把一把地拔起来 都抱在怀里 破破烂烂 总共是72把剑 而他也受伤了 摇摇晃晃地 抱着这72柄飞剑 落寞地出了礼服 来时是剑神 去时 李诗英目送他的背影出门 觉得他好像一条狗 一条流浪的野狗 李诗文和李战一直在廊下观战 这时 剑神将小白落败而走 他们走到李诗英身边 李诗文敬意地问李诗英 你这就赢了 李诗英转头看他 翻个白眼 没好气到 早跟你说 我很厉害了 谁知道你这么厉害 亲眼目睹神仙斗法 李诗文上觉得不可思议 连声问道 一招吗 你们是交手了一招 他就输了吗 算一招吧 李诗英点点头 李诗文这才对自家傻妹妹的厉害程度有了些感觉 他暗自点头 看向了李战 李战知道他的意思 但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 李诗文便也作罢 李诗英这时却问起来 为什么这个剑神说 他要死了 李诗文沉默片刻 然后答道 或许 他还跟谁约了架 你们修士之间的事情 我不懂 头一年十一月成得轻 到第二年一月时 新年初开 李诗文信心苦苦耕耘两个月 终于是把玉池针的肚子搞大了 新生命随着新年一起到来 李诗英看着玉池针的肚子 感受着里面的新生命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然后就是 他是要当小姨了 当那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 他就凭空大了一倍 可是 要当小姨的人了 以后怎么算都是大人了 李诗文站在玉池针身边 看着他笑道 此去道剑门 回了修行界 就不可再像以前那样 任性顽皮了 要成熟一些 哥 你在说什么呢 李诗英感觉李诗文怪怪的 有些伤胆过头了 我一向是最听话 最乖巧的那个好吧 是是是 李诗文硬喝道 你最乖了 他又指着玉池针肚子里的孩子 与李诗英交代 这个孩子 如果是男孩 就叫李安 如果是女孩 那就叫李平 你要记住这两个名字 不要忘了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李诗英皱起眉头 再问李诗文 哥 你到底怎么了 没有 就是怕你没心没肺 记不得自家侄子 李诗文以笑眼去悲伤 李诗英到底不是一个悲伤的人 尽管他感觉不对劲 但也只往离别伤感方面去想 还让自己尽量不过表现出在意来 他便笑起来 与李诗文道 其实我能看出是男孩女孩哦 要不要我告诉你 不必告诉我 男孩也好 女孩也罢 都是李家血脉的延续 李诗文摇头道 生子如我 最终一事蹉跎 又有何用 生女如你 成仙成神 何其荣耀 哥 你也很厉害啊 李诗英连忙安慰道 他知道 李诗文是走不出那次失败了 李诗文叹道 要走就快走吧 娘舍不得送你离开 在屋里哭 爹在陪娘 只有哥和嫂子来送你 你不要多心了 奇奇怪怪的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年末就回来了 李诗英回道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 只是 我确实不适合一直待在家里 剑神江小白的来访 让李诗英彻底明白了 为什么师父说 修士不能与凡人待在一起 江小白是个正道人物 他想挑战李诗英 是堂堂正正上门来 打完打输了之后 也坦然从正门离开 倘若有那么一个邪道人物 也要挑战他 也找到他家里来 但却以李诗文 李战 扬言其他们 来限制他的实力 或者直接将李家的人都杀了 以扰乱他的心境 他该如何 李诗英已经不是那个 刚入修行界的小白了 他早已明白 修行界的修士 是没有道德的概念的 屠戮满门这种事情 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 他不能长时间待在家里 适合也好 不适合也罢 李诗文道 你在家也好 不在家也罢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都爱你 会一直记得你 一 李诗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剑指一招 唤出清新剑 清月至剑上 在剑上蹲下 笑问李诗文 你要试试预剑吗 很好玩哦 李诗文摇头 不用了 你早点出发 早点叨叨剑门 哎 你今天这么正经干什么 李诗英觉得没劲 预剑往天上飞 但飞到一半 他想起什么 又回到地面 向李诗文道 嗯 有个失望了 什么 李诗英指着 玉池珍的肚子 问李诗文 你想要他走修行路吗 修行 李诗文一愣 却拿不定主意 偏头去看玉池珍 珍珍你说呢 我的宝宝 也可以变成神仙吗 玉池珍睁大眼睛 问李诗英 如果你们想 他有没有灵根都可以 李诗英道 但是走修行路 有好有坏 他看向李诗文 哥你大概知道一些 一是 修行路不好走 二是 一旦踏上修行路 从此亲人是路人 他李诗英 纯粹是运气好 碰上了秦燃 四年修行生涯 回来还是少女 李诗文沉默 还是看向了玉池珍 这种事情 他一个人不好决断 但玉池珍哪里知道 问题的严重性 他只知道 神仙高来高去很厉害 连忙兴奋的点头 自然是神仙更好 好 李诗英深吸一口气 与李诗文和玉池珍说到 修行的第一步 是要感气 找到自己体内那一道先天之气 而后以这一道先天之气 引天地灵气入体 两者融合 扎根丹田 成为法力种子 以此助击 法力种子 极其重要 影响修士一整个修行生涯 而这个种子 可以是自己引入的天气灵气 也可以是某些特殊的天才地宝 还可以是高阶修士的法力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引一道我的剑气种子 种进宝宝的丹田 做它的法力种子 这样 在我师父丹药的作用之下 他一出生就是助击器修士 他以我的剑气助击 又是天生的剑道修士 他凝出一道紫黑色本源剑气 在指尖旋转 最后与李诗文确定到 如果他以后足够优秀 那这一道剑气 就是他的踏板 让他走得更高 如果他天赋不足 那这一道剑气 就是他修行的保障 让他走得更稳 李诗文点了点头 李诗英手指一点 手中剑气飞入了 浴池真肚子里 溶进了那个 还没成型的孩子的体内 哼 如果他助击器 能有我这样厉害 那也不错了 做完之后 李诗英却臭屁地拍了拍手 再道 这就是我送他的礼物了 他出生 我就不回来了 我尽量少回家 嗯 李诗文点点头 与李诗英挥手 保重 李诗英站在剑上 一本正经地与李诗文行礼 但理行完之后 他自己却绷不住了 先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而后也挥挥手 道 你们也保重 年底再见 说完 他遇见而去 眨眼便至高空 再一晃 便去了远空 李诗文看着李诗英远去的背影 慢慢有眼泪自眼脚滑过 李诗英只到是寻常的生离 他却知道 很有可能是死别 诗英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让他留下来 对抗玄情军队呢 玉池真抱着他的手 为他拂去眼泪 不解问道 因为玄情的修饰更多 李诗文叹道 李诗英现在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从丹阳城飞回道剑门 就算不着急赶路 也不过用了三个多时辰而已 早上还在丹阳城 下午便到了丹丰 他以身份令牌 通过了道剑门的护山大阵 抬眼便见 前面有五座高山 主峰 气峰 剑峰 丹丰 以及另一座不知道干什么的山峰 而在这五座山峰之上 正有一把散发着黑白剑芒的剑 悬在空中 那正是陆军行的山峰剑 此时已然变成了道剑门的一种常态化的东西 道剑门弟子对此剑怪不怪了 剑修弟子也只当多了一个魔力剑气的去处 陆军行 李诗英看着那把剑不由地赞叹 他已经爬过了剑山 也走过了剑河 将陆军行的剑气都感悟了一遍 对他剑气有极大的提升 但他依旧远远不是陆军行的对手 而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除了陆军行 没人敢把自己的剑气堂而皇之地拿出来 让人家研究 他李诗英也不敢 但这就是陆军行 沾仰了山河剑之后 李诗英便静止回了丹峰 他下意识地要以剑行信武 通过丹峰的护山大阵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起一事 就是关于师父为什么不对 他主动这事 据他分析 其中一个原因是 可能是因为 他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 意识到这一点 李诗英急忙收回信武 落到地面去 他不能粗鲁地从空中直接落下去 那太不女孩子了 他应该思思文文地 淑女一般地 从丹峰的石板路走回去 在护山大阵行程的迷雾前 李诗英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样子 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毛躁 然后他拿出信武 打开迷雾通道 他也不像以往那样 大大咧咧 蹦蹦跳跳地跑进去 而是学着自己嫂子走路的样子 柔柔弱弱低着头 脸部轻摇 小碎不一样 往丹峰走进去 这迷雾通道 以往的他 这通道只能勉强捕捉到他的影子 但今天 这长长的通道他 足足走了近两分钟 他一步一摇啊 走出了通道 来到丹峰的草坪 抬头向前看去 在李诗英的设想中 最好是师父正好在老林槐树下看书 又刚好看到了他的改变 因为师父现在是长要长老 一天天的很忙 其实不一定在 其次是师父不在 他就当演习一次 等下次师父在时 他再做给他看 但他万万想不到 师父不仅在 不是 不仅师父在 其他人也在 今天的丹峰非常热闹 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 丹峰自己的人自然都在 而除了他们 陆军行 东仲元 柳白云 田文景 炎毅 周福这些人也在 此时此刻 他看到 那边一大堆人 十几双眼睛 都睁到最大的看着他 他们震惊到说不出话 他们眼球都在颤抖 丹峰女剑仙 是这样的 一定是阵法的打开方式不对 一时间 李诗英也棱住了 本来热热闹闹 热火朝天的丹峰 没有半点声音 好一会 还是师父爱他 及时站出来 向他这边走过来 笑道 诗英回来了 哎呀 羞死人了 李诗英大叫一声 脸红的滴血 一个机灵 直接扑到秦燃怀里 整个人埋进去 再也不想说话 也不想见人 他没脸见人了 有一点是 需要指出来的 丹峰的护山大镇 其实只阻碍了 外面看进来的视线 而没有阻碍 从里面看出去的视线 也就是说 从里面向外面看 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李诗英是从一开始 飞到丹峰的时候 就被丹峰内的人看见了 这些人本来是在忙活着 准备元宵节的物事 包汤圆 煮连粥 备美酒之类 只是在不惊异见 看到了李诗英的表演 他们看着李诗英 在护山大镇前停下了 仔细思索 落到正面 整理衣物 打开通道 学着小女生的样子 扭扭捏捏走进来 他们是从头看到尾 关于这一点 李诗英没有太长时间 就反应过来了 当时他刚刚缓过来 坐在鞦韆上 吃师傅包的汤圆 然后他偶然抬头 看见了蓝天白云 师傅 他端着汤圆 看向秦燃 欲哭无泪 别嘴道 我不想活了 师傅给他一碗莲藕排骨汤 笑道 吃这个吧 师傅 你是不是也在笑我 他委屈巴巴地问道 但还是接过了排骨汤 秦燃是坚决不能承认的 他把李诗英手里的汤圆接过来 正色道 怎么会 我家诗英娇寒可爱 我怎么舍得笑话他呢 李诗英看了看秦燃认真的样子 半信半疑 然后他喝了一口汤 很好喝 于是他完全信了 秦燃也端来一碗汤圆吃 他走到李诗英身边 好奇问道 你怎么想起要那样走路 他这么一问起来 李诗英便又想起刚才那一幕 他冷哼一声 瞥一眼秦燃 道 还不是因为你 任秦燃再聪明 也想不通其中联系 他莫名其妙道 怎么跟我有关系呢 就怪你 李诗英不好意思说清楚其中原委 只这么说 秦燃看了看李诗英 不好再变 直到是李诗英在家里学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家里人都还好吗 他问李诗英 都很好啊 李诗文澄清 然后都有了宝宝了 李诗英点点头 这么快 秦燃稍微有点惊讶 这李诗文身体果然可以啊 那你岂不是要当小姨了 是啊 李诗英道 我还给了宝宝见起种子 他以后也是见修 然后一出生就是住机修士 嗯 也不错 秦燃点头 要是有意修行 以后接到担风来也可以 等后面问过李诗文了再说 李诗英道 他说着说着 又想起家里的那些奇怪的事 皱起眉头来 其实也有些奇怪 怎么奇怪了 秦燃问道 李诗英摇摇头 道 我说不上来 但感觉不是什么好事 秦燃伸手摸摸他的脑袋 笑道 自己吓自己 大过年的 说些吉利的 射死归射死 但由于某人在家吃了太多狗粮 其实春心蒙动 还是要计划把师傅拿下才是 那个臭师傅 他必须想办法 把他娶回家 而在计划拿下师傅之前 有些东西是李诗英需要确定的 首先最紧要确定的 就是他自己的心意 他必须要想明白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师傅 是不是此生非师傅不可 是不是没有师傅 他就活不下去了 对于这个问题 李诗英花了三秒钟时间确认 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得不到师傅他就要死了 没有师傅的世界 就是不完美的世界 此生修行 不畏成仙 只为在红尘中与师傅相遇 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那么其次要确认的 就是师傅的心意了 虽然李诗英大概知道 师傅是喜欢自己的 但那毕竟是师傅 他知道师傅的心肝肚肠都是黑的 谁又能保证 师傅对他的喜欢 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某种手段呢 但是 要想知道师傅这个大坏蛋 心里在想什么 对李诗英来说 可就太难了 他自己想了半天 总是想不出来 便决定跑去后山问 屠山悠悠 专专业的事情 找专业的人做 屠山悠悠是狐狸精 专门勾引男人 这种事情找他帮忙 肯定没错 怎么确定 一个男人喜不喜欢你 屠山悠悠听到李诗英这么问 注意力从书桌上的正法模型中出来 他异样地看向李诗英 怎么 道剑门 还有其他人 敢对你动心 在屠山悠悠看来 这两师徒郎有情切有义 平时拉拉扯扯的 也不藏着掖着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李诗英要确定的 肯定不是秦燃 而在当前道剑门 不只是他屠山悠悠看得清楚 但凡认识 这对师徒的人 都这对师徒的关系看得清楚 不会徒增笑料 要来追求李诗英 而那些不认识这对师徒的 还来追求李诗英动心的人 便可用一个杆字 哎呀 不是 李诗英否认了屠山悠悠的问题 想要解释 却又觉得羞涩 看李诗英这个样子 屠山悠悠回过身来做好 仔细打量 才慢慢回过未来 这是春天到了 少女怀春 春心萌动了 哦 她顿时笑起来 是一副老司机的我懂的笑容 她接着说道 这要确定男人喜不喜欢你 确定男人的心意 其外在的方式 是多种多样的 但其内在的核心 其实只有一个 果然是行家 没找错人 李诗英眼睛一亮 连声问道 是什么 男人的心意 要看男人 对你感不感兴趣 屠山悠悠也不卖关子 她笑着 笑容很狐狸精 若有所指的说道 一个人的心 或许会骗人 但人的身体 往往会很老实 李诗英眨了眨眼睛 没有听懂 什么心什么身体 什么骗人 什么老实的 身体会怎么老实 她追问道 怎么评价李诗英 找屠山悠悠 做爱情导师这件事呢 答案是 她大约可能也许找错人了 确实 屠山悠悠是狐狸精 最懂人心欲望 最会勾引男人 但是 屠山悠悠 可是狐狸精啊 她想得到的是 男人的身体 是男人的精血 修为 修为灵魂 而不是感情 她只在乎的 只是男人的肉体 不是情感 而李诗英要的是什么 她要的是师父的情感 她想知道的是 她喜欢师父 师父喜不喜欢她 一个在问罗曼蒂克 一个在答金平梅 如果李诗英 是一朵从那儿外的 洁白无瑕的小白花 那么屠山悠悠 就是外表 是一朵色彩斑斓的七色花 而那里 是一朵单纯的小黄花 不过 完全的黄色 也应该是单纯 身体会怎么老实 屠山悠悠 眉笑着 与李诗英挑了挑眉 道 男人的某个器官 会在特定的情况下 出现好多倍的大小变化 就算她满嘴仁义道德 但那里 才是她的真实想法 李诗英文言 正色思索 不一会 她就明白 屠山悠悠说的是什么了 要知道 她李诗英 可是拥有心神眼的女人 对战之时 对手的任何一丝微妙的变化 都逃不过她那一双眼睛 瞳孔 是不是 当她们害怕的时候 不管她们说些什么好听的 她们的瞳孔 都会急剧放大缩小 会有好几倍变化 严重影响了战斗视野 她点点头 表示明白了屠山悠悠意思 师父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可以通过师父的眼睛 来确定她对我的心意 屠山悠悠 整个一大无语 眼睛 就秦然那一双死于眼 李诗英这么单纯 她能看出个屁来 施阳 她正准备揭露正确答案 但忽然想到什么 再次上下打量李诗英 这个单纯的跟白纸一样的少女 迟疑了一下 出声问道 你 就是 你知道男人和女人怎么生孩子吗 知道啊 李诗英自信笑道 就结婚吗 男人和女人结婚了 女人就会怀宝宝 我哥哥去年年底结婚 今年年初 我嫂子就怀孕了 有宝宝了 然后就可以生孩子了 我就知道 屠山悠悠 无语宁焰 需要说明的是 李诗英到现在 是没有人教过她两性知识的 十六 七岁的时候 她要嫁人了 正是扬言其教她这些知识的时候 但这时候她 跑到了道界门 也没有相关的书籍 隐试等 来帮助她学习了解 所以 她一点也不知道男女那点事 你知道怎么动房吗 屠山悠悠不死心 再问 喝酒 然后和女人睡觉 李诗英道 她所见所闻 都是这样 你知道怎么和女人睡觉吗 就那样睡啊 李诗英奇怪地看着屠山悠悠 睡觉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一朵举世清廉 纯洁无瑕的小白花 屠山悠悠 无法再与她交流了 因为她感觉自己将要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对她的玷污 同时也是 在诉说着她的污浊 我无法教你 她认真与李诗英说道 你去找龙七七吧 师父 你喜不喜欢诗英 单峰小木屋 二楼 书房门口 李诗英推开书房门 向秦燃直求问出了这个问题 关于怎么确定 师父喜不喜欢自己这件事 李诗英先去去问了屠山悠悠 但屠山悠悠 没有给她一个解决办法 只是让她去问龙七七 她又到研究楼去找了龙七七 龙七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给她的建议 你师父极其恐怖 心机手段 阴谋诡计 我们几个加起来 也玩不过她 如果你想要以间接的方式证明 那么一定会失败 所以你要抛弃所有手段 与她袒露真心 一对一 完全真实 反正你的脸皮足够厚 你直接去问她吧 于是 李诗英就禁止跑来问秦燃了 不玩阴谋 不玩虚的 只玩真实 秦燃不知道 李诗英这又是在玩哪一出 她还符案写着字 随口回道 当然喜欢了 那师父 我们这就成亲生孩子吧 李诗英直接说道 好 嗯 秦燃一个机灵 手里的笔 被她一把捏碎 她回头确认 你说什么 我们成亲吧 李诗英水灵灵的大眼睛 看着秦燃的眼睛 与之对视着 认真说道 秦燃咽了咽口水 把手中的笔的残渣 倒到桌子上 她坐着身体 搬动椅子 转动椅子和徒弟面对面 认真看着门口的傻徒弟 傻徒弟今年二十岁 身体发育已然成型 修长笔直的腿 翘臀细腰 颇具规模的胸脯 如此身材 只有完美可以形容 她的信念陶塞 更是完全退去的婴儿肥 瘦剪下来的下巴 少女的绝美容颜 她肌肤嫩白 仿佛吹弹可破 又有三千青丝如扑扑下 黑白之间 美得惊心动魄 然而最动人心的 却又是她那 盈盈益汪的深情眸子 里面看着她时 含着的情意 能叫钢铁绕纸柔 到这时就刚好发育到完美 各方面的完美 她又穿了一身粉紫色长裙 叫她更多了几分 少女的娇嫩和娇憨 左边腰间挂着她送的乾坤袋 右边腰间挂着她送的健行信物 她浑身上下 都在诉说着对她的爱意 这样一个完美到极致的 少女的求爱 没有男人能拒绝 情人心脏砰砰砰乱跳 她在心里无数次地答应了 好 我们这就结婚 她张开嘴 也想答应 可以 我们这就去生孩子 但她喉咙发出声音 说出的却是 你知道成亲是什么吗 就是举办一个婚礼 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 然后动辅 然后李世音本来勇气很多 胆子很大 她也确实很大方 但这是她说着说着 终于羞涩了 她微红了脸 低下头去 吞吞吐吐道 然后 然 我 我就是你的 妻妻子 你就是 相公 这只是成亲的表面仪式 秦然看着羞涩时 更动人心的李世音 心里乱得更厉害 她故作镇定地问道 成亲 更是一种责任 你做好做妻子的准备 然后履行妻子的责任了吗 你做好做母亲的准备 然后履行母亲的责任了吗 如果我们成亲 就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与你父母在丹阳城 组成的一样的家庭 你能像你母亲一样 经营好这个家庭吗 这一连串问题 把李世音问猛了 她那简单的脑瓜子 哪里会想那么多 她睁着大眼睛抬起头来 看向秦然 看向一脸严肃的师父 脑子里迷迷糊糊的 只是成的亲而已 有那么复杂吗 妻子母亲家庭的一半 秦然看着这个天真的少女 继续说道 你显然没做好准备 李世音张张嘴 这才明白 原来不是相互喜欢就能成亲 她愣了好一会 然后才问道 那要怎么才能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 秦然摇头 我是男的 哦 李世音失望地低头 又脑袋晕乎乎地转头出书房 她走到走廊上 低声问道 所以 师父你不想和我成亲吗 秦然看着那个失望的少女 自己心里也在叹气 于此再次强调一次 秦然从一开始收李世音为吐起 她心里就没干净过 作为一个现代灵魂 师徒什么的伦理道德 在她心里就不算什么事 只会让她刺激一些 她看到李世音的第一眼想到的就是 以后要与这么漂亮的美少女 一起过没修没骚的二人修仙生活 还不得没死 那她为什么养了李世音 四年都没动手呢 刚开始 有一部分小原因是李世音那时才16岁 还没成年 她稍微有些负罪感 16岁的少女 虽然有幸同意能力了 但处于信任关系时 依然算犯罪 比如监护人和师父这种 当然了 这是异世界 这个实质上的影响也不大 真正的原因是 情然是一个异世界的魂魄 虽然她在这个身体 还在母体时就穿越过来了 但她的灵魂 依旧与这副身体的融合程度 不到百分之百 她总感觉 其中有问题 一方面是 她总想着 这算自己绿自己吗 另一方面是 她害怕她这种状态 会影响到下一代 要是怀孕 下一代与灵魂有关系 那她和李世音的孩子 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她不是李世音 她会想很多很多 关于结婚 李世音现在才在想 而她早已经想了几百几千遍了 秦然喜欢李世音吗 那能不喜欢吗 还是养成戏 她都为她改变一切了 如果她这一世 要娶一个老婆的话 那只能是李世音 所以 看着李世音失望 她其实也很难受 失忆 她出声喊住李世音 李世音又转过身来 秦然从椅子上站起 走过去 双手捧起李世音的脸 她看着不敢与她近距离 对视的傻徒弟的眼睛 又垂眸去看傻徒弟诱人的薄唇 然后低头下去 轻轻含住了她的嘴唇 她拿牙齿 轻轻咬了咬她的唇 又用舌头点了点 在双唇对双唇 吻了吻 一吻 而分 她抬起头 看见李世音的洁白的脸蛋 已经粉红了 粉红色一直蔓延到她的血景 她轻声问道 澄清比这个厉害一千倍一万倍 你准备好了吗 李世音眼睫毛动了动 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师父 始终还是觉得羞涩 她听见自己应了一声 但发现师父没有反应 才知道自己没有答应出声来 而等她再想发出声音时 却感觉自己没有机会说出来了 她还是转身逃跑了 秦燃看着跌跌撞撞跑下楼的李世音 摇了摇头 心道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高宫低房了吧 攻击力高到一上来 就要和她结婚生孩子 让她都招架不住 但防御力低到 只是轻了一下 就羞红脸逃跑了 当然了 她舔了舔嘴唇 唇间还有少女的芳香 舌尖甜滋滋的 这感觉属实不错 秦燃在原地回味了好一会 傻徒弟施软的唇般的滋味 才回身到书桌前坐下 她看了看桌上摆放着的纸张 把被她捏碎的笔的碎渣整理了一下 然后在抽屉里拿出一支新的笔 俯身写了起来 桌上是很大一张纸 纸上最显眼的是那一幅巨大的阵法效果图 阵法图上的阵线密密麻麻 阵纹繁乱复杂 直看得人眼发花 这个效果图的上方 写有这个阵法的名字 是超距离单向传送阵法 是的 这就是秦燃这两年来 一直在研究的跑路阵法 虽然这两年也在为道剑门做贡献 但这跟她做跑路计划 一点也不冲突 这个传送阵法 现如今已经在丹丰的地底布置下了 只差一些细枝末节 和最后的核算 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而这个阵法 之所以能布置得这么快 又得益于秦燃当上了 长要长老这个职位 因为从他当上那个职位后 他就不再缺布阵材料了 居然有人在问 秦燃怎么贪污了 那必然是贪污了 不会还有人觉得 秦燃是个好人吧 这家伙 只有那一层皮是干净的 稍微往里面扒一点 都是去黑的 他坐在这样一个油水充足的位置 还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纯熟扯淡 他只不过没有像简元杰那样嚣张 那样明目张胆而已 该做的账面 他稳稳当当地做好 但该落入他口袋里的东西 却一样也跑不了 毕竟 就这个世界的数学水平 哪有人能查他的账 他就是光明正大的 用到建门的钱 为他买他所需的材料 所以 布置护山大镇时 他求爷爷告姥姥 到处找材料 才勉勉强抢凑齐 而布置一个 比护山大镇复杂得多的 传送阵法时 他却没有一点材料危机 他现在在做的 是构思传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 该做什么办 而那个阵法效果图的下方 便是他做的计划 第一点 传送到目的地后 确定周边环境 保证传送点的安全 第二点 要将传送点隐藏起来 保护起来 第三点 上面本来已经零零散散地列了 有十六条之多了 但现在 秦燃提笔 在上面写下第十七条 找寻荣灵丹 或者更加方便地炼制 荣灵丹的单方 傻徒弟都主动了 他也得感觉行动起来才是 他的生理功能 毕竟没有障碍 面对着这样一个绝世美少女 他心里一片火热 恨不得立马让李诗英 给他生个宝宝 所以他得赶紧消除 他心里那点小隐患了 紧接着 他在纸上写下十八条 收集双修功法 李诗英跑下楼 冲出小木屋 然后他猛然停下 愣住了 因为此时在木屋前 书房的窗户下 正整齐地站着大大小小四个妖怪 屠山悠悠 龙七七 追风和刘小吉 他们看着李诗英 捂着脸跑出来 都不明觉厉地 哇哦了一声 脸上是一副刺激 过瘾 意犹未尽的样子 于是 李诗英慢慢反应过来 感情这几个家伙 一直在外面偷看 偷听 他羞急而怒 看向龙七七 却见龙七七变成一副 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甚至歪头看向天空 吹起了口哨 好啊 他又醒悟过来 龙七七是故意的 故意让他来跟师父摊牌 他好看戏 哎呀 这副黑小萝莉 实在是太卑鄙了 啊 七七 你该死啊 我要杀了你 顿时 木然见出窍 李诗英提着 就朝龙七七冲了过去 木然见都出来了 龙七七大惊失色 差点吓回原形 他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了追风的大脑袋上 喊道 追风快跑 本来追风正看热闹看得起劲 恍惚间 就看到李诗英提着木然见 杀气腾腾地朝他冲了过来 不是 不管我的事啊 他怪叫一声 但羞愤的李诗英可不管 一到星辰见起劈头盖脸 就朝他劈了过来 他不得不闪身避开 笨胡 往那边跑 龙七七爬在追风搏梗上 双手拽着他的两只耳朵 遥控式地指引方向 追风来不及多想 只得跟着龙七七所指的方向跑去 于是 他逃 他追 又一场血腥厮杀 在丹风上演 情然做好计划 将指收起来 他面色沉静 站在书房的窗前向外看 看见外面丹风 是如末日一般的恐怖景象 八级玄冥灵虎 和爵士见到天才又打了起来 真是叫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风云突变 当然了 他一点也不慌 这两个调皮的家伙 要是哪天没打架 他才需要想一想 是不是出事了 这两个都是顶级天才 都得他的教导 打起来其实收敛得很 只是看起来恐怖 其实他们没有一丝禁力外泄 毕竟他们都知道 以他们的实力 要是哪一道剑起劈歪了 哪一只虎爪挠歪了 都可能对丹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他们也是爱丹风的 他们舍不得破坏他 两个不安分的家伙 又打了两九 最后是李世英先认输了 他提着剑从天下飞下来 看到书房窗前的秦燃 嘴里轻声念叨 我要做淑女 要学会做妻子 要学会做母亲 要温柔 念叨着 他落到了地面 心里又道 我一定要做师傅的妻子 合格的妻子 怎么不打了 追风落下来 疑问道 你不止这点实力啊 我以后要温柔了 可不能跟你一般野蛮 顽皮 李世英放缓语速 放低语调 放柔音色 追风直接皱眉 抬起大爪子 按在李世英额头 你不会被人夺射了吧 你的爪子脏死了 不要碰我 李世英一把把 追风的爪子拍掉 一个合格的女孩子 是很爱干净的 这个味道对了 虽然爪子被李世英拍掉 但追风松了一口气 还是李世英 没有被夺射 秦燃在窗前 看着草坪上这一幕 不由叹了一声 他却不是叹息其他 而是想起了前世 那个世界 什么都需要证 老师 需要教师资格证 护士需要护士证 学生需要四级证明 毕业证明 结婚需要结婚证 却唯独最重要的生孩子 养孩子 做父母不需要证件 轻轻是一件会上瘾的事情 自从李世英 被秦燃亲了一次 他就对那种感觉上瘾了 总是要找机会试一试 不管秦燃在忙什么 这天 秦燃和龙七七 正在大棚里面研究着什么 李世英突然嘻嘻笑着 从大棚外面走了进来 师父他逆声喊道 你们在做什么呢 龙七七直接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嫌弃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学习练丹 李世英理直气壮 他师父是练丹师 他学练丹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会练个屁的丹药 龙七七直翻白眼 然而 不管龙七七再嫌弃 李世英还是垫着脚 狗狗碎碎走到了他们这边 而一到这边 他就仿佛失去了骨头 直接就趴到秦燃尖头 他从秦燃尖头向前看去 去看秦燃和龙七七 在研究什么东西 他们面前 正有一个花盆 花盆里面栽种着一株橘子树一样的植株 那植物跟橘子树长得一样 但是很小 能种在花盆里 而且 枝叶上有如雾一般的灵气 李世英打眼一看 看到的确是花盆里面的泥巴 他惊讶道 这 不是那块灵土吗 那块灵土 是他特意给秦燃搞来的 而那棵橘子树 正种在那灵土里 是啊 你有意见吗 龙七七反问道 李世英哪有什么意见 他就是想找秦燃清清了 跑过来瞎掺祸而已 他歪歪头 看见龙七七手里报了几份文件 而最上面哪一份 正画着一颗小小的植株 而那株小小的植株上 长着六七颗红彤彤的小果实 他又往哪灵土一看 灵土里面种植的植株 正是龙七七文件里画的植株 这是什么灵药 他没在意龙七七的态度 直接问道 诸国 龙七七道 听过没有 笨蛋 没有 李世英摇头 便问秦燃 师父 诸国有什么用 秦燃还没来得及答 龙七七便在手里的文件上翻了翻 翻出一颗丹药来给李世英看 诸 自己看 李世英看过去 只见那纸上画着一颗红黄相应 花纹十分华贵的丹药 这颗丹药 黄色那边画着一条龙 红色那边画着一只凤凰 而在凤凰和龙之间 画着的又是面前跟橘子树一样的诸国树 这同样是一幅效果图 在其边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是炼制这颗丹药需要的所有药材 每一种药材的作用 以及每一种药材的处理方法 李世英看一眼只看到了那幅效果图 而那些字被他自动忽略了 这是什么 他还是问 龙七七抬起头来 与脑袋隔在秦燃肩膀上的五股生物李世英对视 而后说道 这就是你要的长生丹 这样 长生丹 李世英愣住了 他最初败入秦燃门下 就是为了学习炼丹 他想要炼制长生丹 让家人长生不死 而后他实在没有炼丹的天赋 师父让他去炼剑 他帮他炼制长生丹 已经四年过去了 他从没有听师父提起过 他都以为师父忘了 甚至他自己都忘了 该说不说 当时的李世英 是处于爷爷去世的极度悲伤的情绪中的 他想要炼制长生丹 其实是那种状态下的一种天真的想法 但他没想到 师父一直没忘记 还真的把这种丹药研究出来了 师父 他动情地喊了 秦燃一声 脑袋又在秦燃耳边蹭 你别听七七瞎说 秦燃抬手抱住他 又在他手臂上轻轻拍了拍 笑道 这只是一种设想中的效果 实际能不能炼出长生丹 还不一定 毕竟龙血和凤血我都没找到 只有这诸果的你的领土 重活了 但他到底能不能开花结果 还不一定 只能说 关乎生死 实在是太难了 我其实还没有参透 哼 龙七七抱怨了半天 其实是想用领土来种点其他东西的 没想到最后 却吃了一嘴的狗粮 他恶心坏了 瞪了李世英一眼 抱着那几份文件 倒腾起小短腿 跑出了大棚 而见碍事的人走了 李世英也就没那么矜持了 他从侧面清了清秦然的耳根 又湿又敏感美妙滋味 从耳边传来 少女重重的鼻息 也打在脖子处 而后那鼻息化作淡淡的温热的香味 便钻进了秦然的鼻子里 他深吸一口气 把李世英拉到身前 他盯着李世英的眼睛 看见少女水灵灵的眼睛 被火蒸腾出雾气 少女的眼眸雾蒙蒙地 诱惑极了 他敢肯定 自己眼里也有火 他说道 女人 你在玩火 他又问 你知道什么是玩火吗 李世英当然不知道 他轻轻一跳 将结实有力有弹性的 大长腿盘在秦然腰间 而后双手搂住秦然的脖子 憨憨地问 什么火 如果秦然不极力压制 以李世英此时的姿势 他应该会有疑问 有什么东西 在顶他的大腿 还好秦然的毅力是顶级的 李世英没有感觉到异样 他继续懵懂地挑逗秦然 嘴唇上前去 先清了秦然的鼻子 给秦然鼻子上 留下一个泣泣的唇印 而后又用自己的小鼻子 去顶秦然的鼻子 鼻子压下去了 嘴唇便挨在一起了 轻轻的感觉 是甜甜的 全身发麻的 是忘记呼吸的 是脑袋放空的 是忘记时间的 李世英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因为他是修饰 不需要呼吸 只是醒过来那一瞬间 他从虚无回到现实 那种感觉 还是美妙极了 让他沉醉 让他上瘾 他超近距离看着师父 沙哑着声音道 师父 我要一辈子和你轻轻 秦然呼吸沉重 因为满脑子黄色废料的他 早就不满足于此了 他摇摇头 说道 恐怕不行 为什么 李世英把嘴唇贴到秦然脸上 问道 师父你不舒服吗 不是 秦然道 我是说 其实还有比轻轻更舒服的事 啊 是什么 李世英急忙问道 是成亲吗 嗯 秦然低下头去 脑袋在李世英脖子处 他深吸少女体香 然后吻了吻少女的脖子 直吻的少女身体发抖 他回道 大概 差不多吧 除了有事没事 找师父亲亲 沉迷于瑟瑟之外 李世英也确实在学习一个妻子 一个母亲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 他绝不能找图山悠悠 和龙七七这两个家伙学习 上一次的摊牌大事 这两个家伙的表现极其不靠谱 但在修行界学习 怎么做母亲 怎么做妻子 属实有点奇怪 所以他找些书来看 学习书本知识 加之回想自己娘亲 是怎样做的 两相结合 他到底是有些领悟 而当他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 回忆他娘亲时 又发现一些 以往生活中 娘亲的一些伟大的细节 人会在什么时候 真正明白笑 在他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 而李世英又惊奇地发现 自己居然 也能静下心来看书 在这里 不得不夸赞一番荷尔蒙 牧春的一天 追风从外面回来 老远看到老林槐树下的 摇椅上有个人在看书 摇椅背朝外面 他看不到正面 下意识地以为是秦燃 大喊道 爸爸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我们好久没有吃烤肉了 今晚烤肉好不好 但当他走近 绕过椅背 惊觉椅子上的人不是秦燃 而是李世英 李世英正像模像样地 靠在椅背上看书 树荫下读书的田径少女 诗 诗英 追风惊讶出声 怎么是你 李世英抬起头 看着狐里狐气的追风 一问道 怎么了 你你你 你怎么在看书 追风只觉得太阳打西边起来了 你是不是真的被人夺射了 瞎说什么呢 李世英称怪地看他一眼 师父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里有很多很多知识 我以前心不够静 沉不下来 现在沉下心来看了书 有了许多不一般的体悟 他又建议 追风 你也应该看看书 我就算了 追风连连摇头 李世英现在说话的语气 在无限向情然靠近 从这一点 追风知道 李世英应该没有被夺射 他听到李世英说有新的感悟 急忙说道 你有新的领悟 正好 我这几天也新学了一招神通 来 来 快来 我们打一架 打架 李世英摇头轻叹道 追风你怎么 整天只知道打架 什么时候才能像我一样成熟 唉 追风对着李世英看了又看 大爪子举起来 卧颈又散开 最后放在嘴里舔了舔 他隐隐感觉有什么东西 离他远去了 如果他在现代社会 他会知道呼唤 爷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了 可惜他不在 他只是莫名感到悲伤 一个人变得成熟了 是应该高兴呢 还是应该悲伤呢 李世英看追风再舔爪子 一脸无奈 柔语训斥道 你那爪子在地上踩来踩去 脏死了 你也吓得去嘴 只怪你小时候 我没有认真教你 让你牺牲了这么差的习惯 以后可不要再舔脏爪子了 师父说过 并从口入 他这喋喋不休的唠叨样子 已经脱具一个母亲的雏形了 跟扬言齐得有四五分相似 而这等功力 已经叫追风受不了了 他只觉得 有好几只蚊子 飞到了他耳边 哎 他奇怪 这才刚刚入下 怎么就有蚊子了 他疑问着 摸索着 找寻着 逐渐从老林槐树下走开了 远离了李世英 呼 见追风走远了 李世英也松了一口气 他把手里的书往脸上一盖 直接在躺椅上躺下了 看书什么的 实在是太难了 真的不是他李世英的风格啊 秦燃 站在二楼书房的窗前 看着一如既往的 白烂的李世英 会心一笑 他摇了摇头 浅浅地饮了一口醒神茶 却没有出声 剩下的傍晚 龙七七忙完了手里头的事情 从研究楼里走出来 他享受着山上 河边的袭袭凉风 沿着小河 漫步向前走 不多时 他来到小河和喜剑湖之间的位置 在猫爬架前 他伸了身懒腰 他向湖对面的桃花灵远跳过去 此时正是桃花凋落的时节 却也是桃花正宴的时节 那桃花灵中 晚风一吹 便有如蝴蝶一般的桃花 在桃花灵中飞舞着 偏先着落地 画面十分唯美 所谓落英缤纷 而在那桃灵的桃花雨中 他看见一个身姿曼妙的少女 盘坐在一棵桃花树下 被朝着这边 低着头 不知道在做什么 龙七七认出 那是李诗英的背影 但他也确实不知道 李诗英在做什么 好奇心驱使之下 他从湖边绕了过去 来到了李诗英正面 你在做什么 他看见李诗英 拿着一块长条形木头 在认认真真的雕刻 更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了 好奇问道 李诗英抬起头来 温婉一笑 是七七啊 我这是 在制作古针吗 古针 龙七七看着那一长条 他不清楚材质的木头 确实有一点针啊勤啊的样子 可是 好好的你做古针干嘛 他还记得 秦然开始学笛子时 一到傍晚 整个丹风都是呜呜夜夜的声音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丹风每晚都有人在死 难道还要经历一次 李诗英的古针折磨 我爹要我学古针的时候 就是想让我有些 书香人家的大家闺秀的样子 最近我觉得 我爹说的没错 会谈古针的女孩子 确实很温柔 李诗英道 师父有一次也说 如果我谈古针就好了 那样 我们就可以合奏 笑傲江湖了 龙七七上下打量李诗英 小模样多少带点不限 他问道 你会谈古针吗 我会哦 李诗英一点也不生气 神秘一笑 我从小学古针 只差一点就有大师水准了 龙七七不信 但他还是问道 差哪一点 那时候 我不喜欢古针 李诗英道 龙七七欲言又止 他看了看李诗英手里 出具雏形的古针 转身走出了桃林 他们使徒之间的事情 他还是少插手的好 不过话说回来 最近的李诗英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 至少 好久没跟他斗嘴 也好久没找他麻烦了 真变性啊 他心下疑问 又感叹 爱情的力量果真强大 察觉到龙七七走远了 李诗英叹了一口气 漂亮的小脸蛋 变成苦瓜脸 眉头也皱起来了 他会谈古针 这点他是没说谎的 但是 他不会制作古针啊 本来他想的是 师父连笛子都不会吹 也能搞出一个 能发出声音的笛子 那他李诗英是古针大师 搞一架古针出来 不是问题 谁能想到 古针太难了呀 他抬头 沐浴在桃花花瓣中 无声大喊 他要维持淑女形象 所以没有大喊大叫 秦然手拿一只朱果树枝 从大棚里面出来 一眼就看到喜剑湖对岸 抬头望天的李诗英 他唇边的笑 不免忍不住 傻徒弟 其实还是那个傻乎乎的样子 没有变 时入秋天 又要到秦然所谓的中秋节了 正好涂山悠悠在阵法方面 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 他从后山走出来 在老林槐树下找到了秦然 对于基础阵型 我掌握得差不多了 他与秦然说道 想要找地方练练手 可以 秦然坐在桌前 他面前有一盘糕点 他手里拿着一块 与涂山悠悠道 需要的材料列出来 我明天给你拿来 另外 你准备在哪里实验 他说完 将眉头一皱 张大嘴巴 一把把手中的糕点塞进嘴里 而后迅速拿茶 冲下肚子里去 涂山悠悠看着秦然这奇怪的操作 说道 那边桃林吧 我再种一些 将那边布满 一同连到护山大镇去 我就在桃林里面练习 以困阵换阵为主 桃林啊 秦然往桃花林那边看了看 那些桃树都是他种下的 近两年已经长起来 有桃花和桃子了 他点头道 也行 就是从开始种的话 你得明年才能看见效果了 他说完 又苦兮兮地拿起一块糕点 没事 我最不差的 就是时间 涂山悠悠道 他见秦然的操作和样子 实在是忍不住了 出声问道 你这是 这糕点是谁做的 秦然还没回答 便有一个清脆的声音 从屋内传来 带点隔夜 我做的呀 他看过去 正是李诗英 李诗英又端着一盘形状奇怪的糕点 从客厅大门走出来 向这边走过来 笑道 过几天不是中秋吗 师父在叫我做桂花糕 桂花糕 涂山悠悠狐疑地 看着李诗英盘子里的糕点 没做评判 只是点了点头 怎么样 师父 好吃吗 李诗英把新一盘的糕点端到桌上 又一笼新鲜出笼的糕点哦 师父你尝尝 嗯 好吃 秦然脸上 自然而然浮现出赞赏的笑容 他向李诗英比了个大拇指 道 诗英做得一次比一次好 这一笼除了外形稍有瑕疵外 已经有我八分水准了 涂山悠悠静默地 看着秦然的表演 心下早已无体投地 嘿嘿 李诗英羞涩地吐吐舌头 又端起盘子 热情地招待涂山悠悠 还热乎乎的哦 悠悠 诶 是一块 涂山悠悠推脱不过 拿过一块 咬了一小口 而后他 迅速以自己要收集桃树种子而逃离 春去冬来 又一年步入冬天 才刚刚入冬 还没有下雪 只是天气变得阴冷了 单风小木屋前的草坪 草已经枯黄衰败 看不见了 喜剑湖边的树 已经在落幕削削下了 这片沉浸在冬天寂寥气氛的土地 旗下几百米深处 紧挨着林脉的地方 有一个长宽都在七米 高约三米的长方体小密室 密室内 地上有一个布满整个密室的原型阵法图 其间刻画着密密麻麻的悬傲的阵纹 侧边墙上 设有灯火台 灯火明亮 将小密室照亮 其中一端 有个一米多高的小平台 平台上有两个凹槽 凹槽的大小 与通用的灵石的大小是一样的 不说多说就知道 这个密室地面上 那个格外复杂的阵法 就是秦燃的超距离单向传送阵法了 此时 秦燃站在那个小平台的背后 紧缩着眉头 一脸凝重 他看着地面上的传送阵法的阵纹 心里默默计算 一点一点地核实 阵法有没有出现错落 计算了许多次 确认阵纹各方面都没有出错 他又绕过小平台 去每一个阵眼位置 将每一个重要的阵法材料都翻出来看 看材料有没有错 看材料的质量有没有达到标准 看了几次之后 他又站回小平台后面 但终于从乾坤袋 取出了两块零食 两块上品零食 他拿着两块零食在手里小心地盘着 看着前面的阵法 一不注意 又开始计算阵纹结构了 这个阵法 其实已经布置好很久了 但一直到今天 阵法都没有启动过 因为每一次秦燃来到这里 都是这般到处检查 有没有出错 当然了 这其实一点也不能怪秦燃 因为破阵法没启动一次 就要花费两块上品零食 零食与零食之间的换算比率是这样的 一块中品零食 至少是一千下品零食 一块上品零食 至少就是百万下品零食了 秦燃这一年多的摊墨 加上前些年的积蓄 到现在 他也就只有两块上品零食而已 要是传送失败了 两百万零食直接打水漂 再则 他这次传送过去的 得是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分身 要是失败 这对他原神的影响可就太大了 他本来就耸 这代价这么大 他就更耸了 于是迟迟没有启动 又纠结了大半天 他忽然听到地面李诗英 在问涂山悠悠 悠悠 你有看见我师父吗 涂山悠悠这段时间 都在喜剑湖边种桃树 差不多就在这间小秘室头顶上 一想到傻徒弟 秦然咬了咬牙 按道 人死鸟朝天 不过就是 些许零食罢了 又打什么紧 这么想着 他伸手一拍 就要把零食拍上去 准备传送了 但就在这时 他又听得李诗英大呼一声 贱气 那是 我的贱气 李诗英的语气里少有的 出现了凝重 出事了 只是听李诗英说话的语气 秦然就知道出事了 他急忙离开镇法密室 再展开土盾树 回到了地面 来到地面 已经不见了李诗英 只有涂山悠悠 一脸惊奇地看着 他从地里钻出来 诗英呢 他没管涂山悠悠的好奇 出声问道 涂山悠悠指了指到剑门外 说道 他说他感应到了他的剑气 然后就飞出去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诗英的剑气 秦然皱了皱眉 脸色也有些凝重 用一个不那个恰当的比喻 来说明 每个剑修剑气的特异性 每个修饰的法力 流淌在修饰体内 其实跟血液 流淌在他们体内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而每个人的血液 细久起来 就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有血型相同的人 可以相互之间输血 但由于体质不同 血液之间 必然有细微的差距 而尽管修饰 可以修行相同的功法 但功法在每个人体内 产生的法力 也会随每个人的不同 而出现不同 跟血液一样 于是 由法力而生的剑气 便也有着每个修饰的特异性了 特别是像李诗英 这种高度的剑修 他的剑气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而随着他的高度越高 他的剑气就会越独特 或许哪一天 他的星辰剑气 横放到整个修行时 也是独特的 综上 当在其他地方 出现了李诗英的剑气时 这对李诗英来说 就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 秦然也不再多想 施展身法飞了起来 往到剑门外飞去 但他刚刚飞到 丹丰的护山大镇 李诗英就回来了 他怀里抱着一个 一两个月大小的婴儿 他的表情极其沉重 是一种秦然没有见过的 来自他骨子里的认真 这一刻 秦然看着李诗英 仿佛真的看到了一个绝世见仙 他真的没见过李诗英这一面 他是 他问道 李诗英看向自己师父 陈丁哲的脸 终于有些绷不住 但他咬咬牙 忍住了扑到师父怀里痛哭的冲动 答道 他叫李安 年初离家前 李诗文告诉李诗英 如果预知真肚子里的宝宝是女孩 就叫李平 如果是男孩 就叫李安 名字是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望 正如李空和 希望李诗英为国而战 李诗英希望李诗文 李诗英多读点书 很显然 李诗文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 李安 秦然记得 李诗英有赐予过李诗文的孩子 一颗剑气种子 他问道 他 他还没有修行 但预见而来 李诗英知道 秦然想问什么 直接答道 他再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深吸一口气 向前走 将李安送到秦然怀里 而后他探过头来 在秦然嘴唇上轻轻一点 李诗英退开身位 换出木然剑来 与秦然说道 师父 他们一定是出事了 我要去救他们 说完 他身与剑合 以身与剑 瞬间从丹风冲出到剑门 眨眼之间 便消失在远空 这一年来 李诗英为了学习温柔 几乎没有用过剑 但正如他对追风说的 他在剑道上 又有了新的感悟 他没有用剑 但他更强了 一出手 就是身与剑合 颇有剑不出则已 一鸣惊人的味道了 秦然看着李诗英 瞬间消失 没有惊叹 也没有出言留他 他低头去看 自己怀里的李安 小李安应该有一个月大了 此时安安静静地 睁一双大眼睛盯着他看 没有哭闹 不知道是不认生 还是知道他对他抱有善意 一个婴儿遇见而来 秦然想了想那画面 这孩子欲使剑气横空 直接飞到道剑门 这就是缘了 你自己飞来了丹风 当是我丹风的弟子 秦然抱着李安回到地面 图山悠悠问他 你不追去 你不当心 诗英出意外吗 诗英已经不是那个 出入修行界的新人了 秦然摇头道 他应当知道轻重 这些年来 李诗英其实都有外出 做宗门任务 从做任务这方面来讲 他的经验 比秦然丰富太多了 可是 图山悠悠道 是家人遇到了问题 他难免失态 这种时候 你也应该在他身边 秦然虽然考虑得全面 但他有时候 也容易站到理想人的角度 想问题 他是客观地觉得 李诗英的战力 已经可以轻松应对 京丹后期了 李诗英得他多年的谨慎教育 李诗英又有很多江湖经验 综合下来 李诗英应该能处理大部分事情 可是 得图山悠悠提醒 他也觉得自己 应该跟过去的 而这时 追风觉察到这边的动静 也跑到桃树林里来了 诗英去哪里了 他问道 又看向秦然怀里的李安 他感知到李安身上 李诗英的剑气 便问道 他是诗英的孩子吗 秦然瞪他一眼 小孩子乱说话 不过追风过来了 他有了plan B 与追风道 诗英的家人遇到事情的 诗英回去处理 但我有些担心诗英的安危 追风你快跟过去看看 追风的感知觉发达 又有些妖兽的奇怪感官 虽然李诗英走得很远了 但他还是能追上的 听到秦然的话 他连忙点头 道 好 便有狂风吹起 他踩着风 飞到了半空 这时 秦然忽然抬手 换了一个气泡 将他罩住 他出声与追风解释道 这气泡 是给你隐形用的 你心体太大 突然出现在凡间 容易引起惊慌 如无必要 你也不必出手 气泡套着很不舒服 何况全速跑起来时 那更是不安逸了 追风很不喜欢 但无奈是秦然的命令 他只得应下 是 但同时 他心下去想着 嘿嘿嘿 等到了那边 事情可就由不得爸爸 你说了算了 心里想着些小心思 追风脖子上的小老虎信物 亮起光来 为他开辟出一个通道 他冲出丹风 来到道剑门的护山大阵前 他额头眉心的王自闻 又出现一块身份令牌 为他在道剑门的护山大阵上 开辟了一个通道 他几乎没停顿 静止冲出了道剑门 追着李诗音的气味 就跑了过去 追风早已有了道剑门的身份令牌 还是这一届弟子的大师兄 如果龙七七不反对的话 追风毛毛躁躁的 又很单纯 心性还不如诗音 你怎么让他去帮忙 涂山悠悠不解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他到底没有建议自己去 因为他知道 秦燃对他 没有那么高的信任程度 我还有其他事 秦燃随口道 你自己忙 他抱着李安往丹风里面走 在小木屋的沙发里 找到龙七七 龙七七正裹在厚厚的被子里 要死不活的 秦燃直接将李安塞进他的被子里 道 你替我照看好他 被子被敞风 龙七七很不高兴 但他看到秦燃脸色沉重 也没有发作 他也能感受到 李安身上的李诗音的剑气 但他比追风聪明了 不知道多手 出声问道 这就是李诗文的儿子 嗯 秦燃点头 不说其他 直接与龙七七交代 他睡了 你看着他睡觉 他饿了 你给他煮点牛奶喝 总之 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所有吃喝拉撒洗澡之类的事 你多用点心 所以 让我照顾小孩子 龙七七一脸猛逼 那你呢 我要去帮诗音 事态严重 一时半会儿 可能回不来 秦燃回道 而且 你们小孩子照顾小孩子 很合理 龙七七一脸黑线 麻烦你滚远一点 祝 龙七七化形 已经十一年了 但还是七岁的身体 秦燃离开之前 又重点告诫龙七七 别给他为你那些 七七怪怪的担药 不会 龙七七保证道 但如果秦燃不告诫一生 天知道他会不会 得了龙七七的保证 秦燃才离开小木屋 龙七七看着秦燃离开后 又低头去看被子里的婴儿 他感受到他体内汹涌的剑气 哀叹道 又一个天才 秦燃出了小木屋 没坐停顿 静止离开了丹丰 他直扑煮风 到了掌门的洞府里 北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直截了当地问掌门古月明 玄秦 要统一仙移之地 恰逢北楚遭劫 便成了玄秦的第一个目标 古月明回道 秦燃掌管掌药堂这一年多以来 道界门弟子的变化 是清晰可见的 所以 古月明的态度很好 又 从地缘上来讲 横断山脉附近这几个国家 都属于仙移之地 其他地方的人都会称 这边的人是横断山脉人 有点见识的 会称仙移之地人 统一 秦燃皱眉 不解 一个凡人国家 他要怎么统一 这可是仙侠世界 有云天门支持 古月明道 云天门是玄秦国内的大宗门 与北楚的几大宗门差不多 四大宗门 还是五大宗门 我忘记了 云天门支持玄秦 自然而然的 秦燃问道 为什么道界门不出手 古月明文言 诧异地看了一眼秦燃 他诧异于秦燃居然没有理清楚 其中的厉害 我们为什么要出手 他反问道 秦燃一愣 这才开始分析其中的利益 首先 还是要说 这是一个仙侠世界 凡人国度的变化 对宗门的影响 其实是不大的 各大宗门对凡人国度的战争 大多都持观望态度 至于为什么云天门要下场帮助玄秦 自然是玄秦和云天门 达成了什么奇怪的派交易了 其次 也是最重要的 北楚国这边的宗门 就算要出手帮助北楚 也不该是道界门 因为道界门现在是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毕竟谁也不知道 知生谷和无音建宗 什么时候就打过来了 神断宗他们也不出手吗 秦燃不死心 又问道 出手与云天门交恶吗 古月明继续反问 结教和产教下场帮助商周 最终打得教诱人亡 秦燃心下了然 便物自叹息一声 最后 他再问道 掌门可知道如今的形势 莫非你要出手 古月明看向他 问道 秦燃稍作犹豫 还是点头 大概是要的 古月明摇头 道 那你可要想好了 宗门是不会出手帮你的 你将以个人名义出手 但对面 说不定是整个云天门 玄秦对北楚的军事行动 从今年秋收之后 就已经开始了 到现在十一月 两国已经打了近三个月了 而不出意外的 北楚军节节败退 已经丢下了北楚进半江山 本来 玄秦的国力 虽然比北楚要强 但不至于呈碾压之事 这是由于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玄秦骑兵挡不住 一个是玄秦修士打不赢 于是 北楚军完全不是玄秦军的对手 北楚原本是有一支很强的骑兵的 足以镇守住玄秦的骑兵 但 那支军队被埋葬在了横断山脉中 十万天侧骑 北楚的最强骑兵 能于夜色中围猎妖兽狼群 一夜之间 葬于柳絮之下 如果有天侧骑还在 那么玄秦就算要对北楚发动战争 那也得掂量掂量 至少不会这么快地打起来 现在没有了天侧军 与天侧军相对的玄秦虎狼旗 亦如入无人之境 北楚地形 西南方向是横断山脉 是丘陵地带 而一旦过了横断山脉区域 就是平原 平原绵延半个北楚 玄秦一开始 趁着北楚的反应不及时 不计损耗的强攻 直接将战线推到了平原地带 这时北楚在应战 却因为骑兵不如人家 根本就无法在平原与玄秦战斗 打起来节节败退 一直退到了武夷城 武夷城 就是横断山脉之后的平原尽头了 这武夷城一山二建 所依的是北楚国的另一座山脉 一段横在北楚国中段的山脉 将北楚国分成两节 所以 这座武夷城 就是这座山脉的门户了 也就是北楚国最后的方向了 毕竟过了武夷城 之后又是平地 一直到北楚国都 如果武夷城守不住 按玄秦之前的攻势 那北楚就该宣布亡国了 此时夜色降临 武夷城 由城主府改建而来的战时指挥所内 北楚大将军李战 正与一干手下商议军事 议论的是 今天白天玄秦的攻城情况 商讨的是 该如何守住玄秦的下一步攻势 马上就要下雪了 有人出声道 雪一下 玄秦就得撤兵 只要守到下雪 北楚就有救了 守 有人暴怒出声 拿什么手 人家天上有修饰 地上有骑兵 我们肉体繁胎 鸡蛋碰石头 躺壁挡车 也不过如此 他说到天上有修饰时 房间众人都忍不住脸色暗淡 白天时候 玄秦全面攻城 北楚能来参战的修饰 几乎都战死了 包括北楚剑神江小白 李家克青末老 北楚 没有修饰了 他说到地上有骑兵时 房间众人又忍不住 看向席位末尾 那个低头垂眸一言不发的男人 李诗文 北楚最好的骑兵死在了他的手上 此次进攻 玄秦其实也伤了元气 他们应当会稍作整顿 择日再战 有人分析到 我们不若趁机保存实力 将有生力量悄悄转移走 转到山后武林城 以地理换时间 等雪落下 他这一言出 屋内有不少人异动 一直打一直输 已经丢掉了半片江山 这些人都被打断了骨头 心里所想 不过是再丢一城又如何 此言甚悟 我们知道要下雪了 那么玄秦也知道 有人提出相反观点 要是没把武艺成功下 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 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明年开春 他们得从头再来 据此 我断言 他们明天甚至是今晚 会再组织一次全面功成 而且是绝对疯狂 不死不休 他这一言出 有慎重者 有色变者 有畏惧者 有决心者 有人道 国之战 损耗甚大 一功不下 何来在公益说 今年玄秦打不下 我看明年不会再来了 坐下讨论激烈 但坐上的李战李将军 却一言不发 直到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激烈 最后突然归于平静 李战站起来 以手撑桌 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扫射一圈 坐下众人 声音轻柔 缓慢说道 自玄秦入侵 我们一路战一路退 丢了大型城池 七十余座 小型城池不可计数 丢了大半个北楚 将士死伤数十万 百姓流离失所 死伤不可计数 我们一直退到了这里 你们都是知晓兵士的人 五一城一破 后面又是平原 是更多的百姓 是都城丹阳 他停了下来 轻轻吸了一口气 环视众人 而后一字一顿地说道 至于此 再无退 退无可退 死这儿也 城在人在 城亡人亡 这一番话说完 坐下皆凛然 无人敢说话 甚至无人敢呼吸 两久 坐席最末尾的李世文站起来 他出声说道 他因太久未说话 而声音干雅 今晚玄秦必定发动 最后进攻 我请坐守城楼 李战淡淡地看他一眼 不带任何感情 回道 可 夜深 李世文身穿银色战甲 手握银色钢枪 静静地 坐在城墙的女墙上面 看着外面的黑暗 他的战甲是破损的 上面有洗不掉的黑色血迹 他的钢枪是破损的 上面有擦不掉的血迹 进入刮痕 寒风吹 墙下城外的黑暗中 有一头又一头责人 而是的怪兽 他面无表情 他在等什么 像是在等玄秦的进攻 又像是在 等死 玄秦的进攻 他没等来 先等来了妻子的晚餐 玉池针提着灯笼 提着石河 爬上城楼找到李世文 他站在城墙上 仰头看着李世文 听说今晚对面还要进攻 他说道 你吃点吧 李世文跳下女墙 从玉池针手里接过石河 他看着这个跟着他受累的女人 站在城墙上的寒风中 瑟瑟发抖 他出声道 上面冷 你先下去吧 玉池针本可以不跟他 就在丹阳做所谓的人质 但他还是带着孩子 跟着他一起 从林仙城 一直败到武夷城 妻子嫁给他之后 说 他听到的是他这样的 李世文是北楚最年轻的将军 是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战神 一人一军 执教玄情胆寒 但没想到嫁给他之后 他没有打过 哪怕一次胜仗 甚至他自己都忘了 胜利是什么感觉 玉池针听话地转身 往楼下走去 但他走了几步 忽然又回头 看着他认真说道 你说 小平安去找诗音了 但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不论生死 他的声音还是 柔柔弱弱的 被寒风吹得歪来歪去 好像好一会 才叫李世文听到 他听到时 玉池针已经下城墙了 他提着石河 物资站在寒风中 涕泪横流 玄情果然趁夜攻城了 这世界就是这样 碗碟里有几十颗花生 都知道其中几十颗是好的 只有一颗是坏的 但人们总会精准地加重 那颗坏的塞进嘴里 北楚人希望玄情人修整之后 在攻城 希望天早点下雪 希望玄情早日退兵 唯独不希望玄情趁夜攻城 但玄情就趁夜来了 他们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发动了攻城 而这世界也是这样的 总是在人以为走到谷底了 往后不可能更糟了的时候 把人拍进土里去 说 其实还可以更糟 玄情不仅趁夜攻城 还是清朝出洞 天上飞着十几个修士 地上有数之不尽的士族 密密麻麻延伸到无穷远的黑暗中 仿佛是被黑暗制造出来的 无穷尽的 杀不完杀不死的恶魔 李世文从一开始就守在城头 打退玄情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杀了一个又一个玄情士族 他手中钢枪全部是血 滑了得抓不稳 他已经换了一把又一把的刀 他实在是猛的不像话 有项羽 吕布不挡之勇 如果是在普通世界 此次战争不论胜败 他都将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猛男 可惜这个世界神仙满天飞 当他杀得疲惫 往城下一看 发现城下还有密密麻麻 如蚂蚁一样的玄情士族时 他也忍不住窒息 而就是这时 一把飞剑从黑暗中突然飞出 只取他心窝 他那般勇猛 其实早就被玄情的修士们注意到了 那些修士一直没出手 一是想知道他到底有多猛 一个凡人的极限在哪里 二是 李世文全胜之时 他们不一定能轻松击杀 为了不舍面子 不如等一等再说 此时他疲惫了 露出破绽了 暗中的飞剑 便想闻到臭肉的蚊子如期而至 这一剑刺来 李世文绝无反应时间 便要生死当场 谁料 钉 这一剑没能刺进李世文身体里 李世文的身体发出紫色剑光 反击一剑 将刺来的飞剑一剑批飞 什么 黑暗深处的修士惊呼 又是护体剑气 白天逃走那个婴儿 不也是这种剑气吗 不远处有修士说道 他们李家似乎真有一个强大的剑修 我的飞剑受损了 这个修士说道 到底是哪门哪派 竟能这么强 他们这边话没有说完 那边的李世文眼里忽然金光暴涨 大喝道 找到你了 抬起手里钢枪 一枪飙了过去 果然有些本事 这修士笑道 听声变味 加力量 加准度 凡人也能做到如此 他抬手一挥 一道青挥出现 将钢枪扫飞 但还是自不量力 他摇头 但这时 那边城楼的李世文忽然又爆喝 吃我一剑 只见他从城楼跃起 双手举过头 虚空一握 朝着这玄情修士披下 随着他做出披下这个动作 他虚握的手中有一道紫黑色的剑气明星 那紫色剑气从他手中出 致天际不可知之处 黑漆漆的天空中 忽有星辰亮起 李世文一剑斩下 什么 玄情修士大惊失色 他连忙双手向前一推 换出护身术法 挡在身前 但那剑气太过锋利 他仓促之间换出来的护身术法 被一剑劈开 而后他来不及反应 也被紫色剑气 直接劈成两半 长枪是虚招 剑气是实招 势敌已弱 一击击斩 此所谓 凡人事先 李世文从空中落下 向下方的无尽黑暗落去 他的战甲破损 他浑身都是血 有敌人的 有自己的 但他感觉不到痛 也感觉不到害怕 他想到爹 娘 妻 妹妹 心里是无尽的不舍 也有愧疚 他对不起他们 他作为儿子 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作为丈夫 没有尽一个丈夫的职责 作为父亲 无法陪伴孩子长大 也不是一个好哥哥 他又想到了 死在横断山的将士 他这一生 可真失败啊 但好在 他终于要死了 他闭上眼睛 静等落地那一刻 但好久好久 他都没有落地的感觉 这城墙这么高吗 想到要死了 他心里轻松不少 玄情攻城时 却不见有这么高 但紧接着 他感觉自己 不仅没有往下落 反而还浮空升起来了 他正疑惑 准备睁眼 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不是还挺享受的 李诗音的声音 诗音 他睁开眼 发现自己被李诗音打横抱着 公主抱 正往城墙上快速飞去 你怎么来了 李诗音不答 只笑道 我早发现你有瘦的一面 今天被我抓到证据了吧 李诗音浑身站甲 整个人看起来更高大几圈 李诗音抱着他 大小比例更大 看着更怪异 不过此时的李诗音不在乎这些 他急声道 谁让你来的 赶紧走 这时 李诗音已经抱着他 飞到了城墙上 他粗暴地 把他一把丢在地上 还上前踹他一脚 何问道 你去年就瞒着我 对不对 去年你就知道要打仗 是不是 李诗文从地上爬起来 直视李诗音 正色道 不瞒你又如何 你也留下来送死 我们可以为国而死 但李家血脉不能断绝 而你可以不死 为什么是送死呢 李诗音很不解 他看着李诗文 我发现 你们总把我当小孩子 你们都是这样 这种事也瞒着我 你很厉害 我知道 但 李诗文抬起头 往空中黑暗看去 黑暗中 有十五个修士 慢慢显露身形 原本是十六个 被李诗文杀了一个 双拳难敌四手 他们得宗门支持 修士很多很多 你就是李家那个修士 有玄情修士冷声问道 那几道剑气 都是你留下的 李诗音转身 也看着那些修士 他背对着李诗文 摇头问道 就是这些臭鱼烂虾 把你吓成那个样子的 臭鱼烂虾 李诗文没来得及说话 玄情修士先被气得半死 小小住机器 也敢如此张狂 李诗音回头看李诗文脸上压不住的 对金丹修士的恐惧 他取出轻心剑 道 小小金丹修士 我杀给你看 黑夜 战场 破旧的城墙上 一个少女仰望着空中十五个强大的敌人 默默地拔出了剑 此时此刻 冬夜的寒风呼啸着吹过来 吹得少女衣上不住抖动 但看起来她很孱弱 仿佛站不稳 被风一吹击倒 城楼下有玄情将士们攻城时 发出的厮杀声 喧嚣声 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 呈声浪 裹着血腥味 尸臭味 一起冲上来 仿佛战场杀气 在讥笑她 不知天高地后 唾弃她 自不量力 哈哈哈哈 一个玄情金丹七的修士大笑起来 一个小小的筑基修士 竟敢向他们十五个强大的云天门修士拔剑 还扬言要杀金丹修士 这应该是她今年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了 哈哈哈哈 她的同门师兄弟和师侄们也都觉得好笑 滑稽 也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他们越想越好笑 笑得前仰后福 笑得人越来越多 笑得声音越来越大 竟将城墙上下攻城的巨大的喧嚣声都遮盖住了 不愧是高高在上的修士 十五个强大的玄情修士站在半空中 狂笑着 一个北楚的筑基七少女站在城墙上 仰望他们静默无言 忽然某一刻 高空中的金丹修士们发现 城墙上的少女不见了 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那个弱小的筑基七修士消失了 笑声慢慢止住 一个金丹修士停下 两个金丹修士停下 三个金丹修士停下 战场的厮杀声又从地上涌了上来 煞气冲得他们心神不定 他们找不到那个少女在哪里 半空中的笑声彻底消失 高空中格外凛冽的寒风又呼啸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下方就是正在绝命疯狂厮杀的战场 将士喊杀震天 但这十五个玄情修士却觉得世界好安静 他们有一种感觉 他们的心被某种恐怖的力量压抑着 突然 刺 这是刀剑刺入身体的声音 这声音隔得很近很近 一个叫清源的玄情修士 感觉自己头皮发麻 他迅速向那声音看去 他看见 一个筑基后期的同门失职防御法器 被如星辰一样的紫色剑气洞穿了 紫色剑气残留在法器上 紫色剑气刺入了他身体里面 剑气残留 清源想到什么 脸色大变 他急忙再去寻找那个筑基少女 但茫茫夜色黑暗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 这是什么身法 他心里越来越凝重 啊 就在这时 那个被刺了一剑的同门失职 忽然痛呼起来 清源看过去 心下隐约觉得不妙 下一秒 哄 那个同门失职忽然炸裂开来 无数紫色剑气从他体内传射而出 他瞬间被那锋利的剑气从那外切成血末 黑暗中 无数细小的紫色剑气 从那个玄情修士体内爆开 剑射开的血珠将紫色剑气的紫色晕开 这一刻 他好像一朵绚烂的烟花 见这一幕 清源忍不住背脊发凉 这是什么剑法 他有所猜测 但他来不及细想了 因为那些炸开来的紫色剑气 根本没有消散 而是向他们传射过来了 小心剑气 他连忙提醒道 飞来他这里的有五道剑气 他掐了绝 换出一道神光 迎着剑气而去 破 神光与剑气相撞 有四道剑气被他的神光磨灭 但却有一道剑气将他的神光切开 继续向他杀来 这是助击修士的剑气 他心下惊骇 再失一失神光 才将这剑气磨灭了 他连忙向其他同盟看过去 因为他是金丹修士 应对起这剑气来都是如此吃力 那其他助击修士呢 而果然如他担忧 其他金丹修士也都防守艰难 而那些助击修士更是需要全力防守 甚至有人守不住 有个根基薄弱的助击弟子 被一道传射的剑气穿胸而过 眼看就活不成了 清源取出丹药 一盏身形 飞到了这个弟子身边 他将丹药与他卫下 但 这丹药一点用都没有 伤口无法愈合 血流不止 这弟子痛苦不已 痛不欲生 清源扒开他的衣服 便见他的伤口上 有紫色剑气盘旋 剑气还在疯狂蚕食他的肉身 剑气 是剑气 剑气不散 终于让清源反应过来 他不敢相信 大喊大叫起来 我的天 这助击剑修 领悟了剑气 如此恐怖的剑气 如此恐怖的剑气 清源心里生起恐惧 今天晚上 莫非真有金丹修士 要死于这个助击修士手下 碰 清源正在害怕 却忽然又听到一声炸响 他浑身一抖 连忙看去 又一个助击修士 被穿透的防御法器 炸裂开来 那锋利的剑气 仿佛他们的防御 形同虚设 是 师叔 他怀里的弟子 忽然出声换他 他低下头 这弟子恳求道 杀 杀了我 被带有剑意的剑气附体 剑气不灭 而人会被一点一点蚕食掉 这个过程极度痛苦 而绝望 那边的紫色烟花炸开 细小如毒蛇一般的紫色剑气 传射过来 啊 清源仰头大吼 而后一直洞穿了 同门侍侍的眉心 他这辈子都想不到 他有一天会被一个铸鸡修士 当成猎物猎杀 会被逼到这种程度 要亲手杀掉自己的同门尸职 魔鬼 他是黑暗中的魔鬼 他听到有个同门尸弟 在喃喃低语 他咬紧牙 血丝在他眼里浮现 他一寸一寸地扫尸黑暗 想将那个恶魔找出来 将他碎尸万段 其中到一起 有个同门师兄还清醒着 高声喊道 他只能偷袭 别再给他机会 他此话一出 其他玄情修士 都下意识地向他飞过去了 他们都基本认同这位的话 单打独斗 似乎打不过这个助击修士 但只要他们集合起来 应该就没事了 清源飞到同门师兄边上 暗自数了数 发现只有九个人了 有两个弟子 被那恶魔亲手杀了 第一个弟子爆炸之后的剑气 误杀了一个同门 第二个弟子爆炸之后的剑气 误杀了三个同门 他心里一阵一阵的恐惧在侵袭 又有一波一波的愤怒在汹涌 不过眨眼时间 那恶魔就杀了他们六个弟子 他向其他人看 他们都是一样的姿态 恐惧 愤怒 而沉默 清新师弟是什么时候死的 有人问道 这是个无限临近于金丹的云天门弟子 清源那一代的实力极其强横 但似乎被传射的剑气射死了 我们站一起 不给他机会 那个师兄又到 等他现身 就将他斩杀 不过是北楚最后的修士 垂死挣扎罢了 清源想说 这明显不是散修 肯定是某个大门派的核心弟子 但他没有说 因为此时此刻 就算那女子是灵南先宗的弟子 他也必须要死 黑暗中 寒风中 沉默中 死寂中 九个玄情修士 聚成一堆 等待着什么 某一刻 清源忽然感受到 黑暗中有一道封印 他心下一惊 法术下意识出手 杀 他大喊一声 一道粗大的神光 向黑暗中打去 神光进入黑暗 忽然激起黑暗 黑暗中有个窈窕的身形显现 一道紫色的剑气贯穿神光 竖着将神光劈开 直取清源面门 哈 这锋利的恐怖的剑气 叫清源大惊 急忙再次施法 向前一推 神光铺开成盾 挡向剑气 啪 神光应声而碎 已有剑意的剑气 却没有碎 被磨灭大半 却还有极小一道 继续向清源而来 我命休矣 清源心道 他没想到 自己一招都扛不住 就在这时 一把飞剑从他身后而来 将他面门的剑气劈散 再向那少女而去 呼 清源惊魂未定 再向那边看去 却见 那把飞剑挡住了少女 又盯了一声响 被他的剑气劈飞 那是师兄的飞剑 清源按道 没想到也敌不过那助击少女 好在 下一刻 其他同门也出手了 法术 法器一涌而上 将那少女淹没了 他死了吗 有人问 应该没有 清源想回答 但他还没出生 那些法器 就被紫色剑气劈开了 羞羞羞 紫色剑气肆意 所有法器都被炸毁 一个举剑身前的少女 在那里显露身形 她眼眸里都是紫色 宛如星辰 她看着剩下的九个玄情修士 终于出生 师父说 灵与任何数字相成 都是灵 废物再多 也是废物 就算你们一起 也是废物 她的声音淡漠 不带任何感情 她说完 持剑往前 向对面一指 便有一道硕大的剑气 从黑暗中凝成 天空也出现 星辰与之交相灰映 天外飞线 她轻声道 这些人以为打不过 她是因为他们分散开了 殊不知 他们集合在一起 也不是她的对手 那横飞而来的恐怖剑气 让这九修士 都感觉到了无皮的压制力 这一刻 他们仿佛面对着一个 原音老怪 怪物 这是怪物 竟有人崩溃了 堂堂金丹修士 被助击修士当诛杀 这超出了她的理解 她的世界观崩溃了 在这一道恐怖的剑气下 她转身而逃 清明 清元喊了一声 但没能阻止她逃跑 这人却不能做更多了 因为她必须要和其他同盟一起来 对抗这道剑气 哄 一声巨响 五一城外 血腥恐怖的战场上空 黑暗中 有紫色的巨大光团 撞开了一个彩色光团 煞时间 有紫色光芒领头 各种颜色在黑暗中绽放开来 极度绚烂 极度美丽 下方战场被照亮 其间浴血而战的将士们 抬头看天 都不由地待住了 好美的烟花 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一朵烟花 需要多少金丹七修士 烟花明灭 天空又恢复了黑暗 战场又恢复了厮杀 不过 下方抛开身死不谈 只管战斗的将士们不知道 这一场战争 从这一朵烟花绽放之后 形势悄然发生变化 攻守异尾了 因为当李诗英 在手持轻心剑 向对面看过去时 对面只有四个人了 这四个人 都是金丹修士 一朝天外飞仙 玄秦那边的所有助击修士 都被恐怖的剑气压死了 只有金丹修士 在剑气之下活了下来 那一朵烟花的消耗 是四个助击修士 一个金丹修士 这女子以一己之力 正面迎战他们五个金丹修士 和四个助击修士 然后四个助击修士 一个金丹修士 在对抗中 被剑气活活压死 这是清源不敢想象的 就算是云天门 最最顶尖的天才 站在所有天才 最顶端的那一位 也做不到 那位也至少要金丹修 才有可能 他不仅可以在黑暗中 猎杀他们 还可以在光明中 与他们面对面硬碰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清源又冒出了这个念头 他隐隐有了绝望 面对一个助击修士 莫非真的是那种 从灵南先宗回来的顶级天才 他想 就算是在灵南先宗 这也应该是 最顶尖的那种天才 又有剑气气 寒风吹来剑意 打在清源脸上 他脸皮生痛 仿佛被剑气割伤了 分散逃走 那位师兄忽然大喊 下达新的指令 清源一听 只觉得合理 因为他其实也想逃跑了 不过他担忧 以那女子鬼魅一般的身法 他们跑不跑得过 这个师兄给出了 分散逃跑的方案 那他们只需要死一个 他对自己的身法很有自信 他相信 自己绝不会 是那个被追上的人 于是那师兄话音刚落 他便化作一道神光飞出去了 金丹修士 被助击修士 杀得胆寒而逃窜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耻大辱 哦 这什么也不是 这群酒活于修行界的人 完全不在乎 因为有这种道德耻辱感的人 早已经死了 随着云天门地位最高的师兄一声喊出 煞时间 便有四道顿光 从四个方向激射了出去 看着那四道逃走的顿光 李诗英没有第一时间追 他轻忽了一口气 平复体内激烈运转的法力 而后他嘴角有血液了出来 他受伤了 他伸手将嘴角的血擦去 他到底 还只是一个助击器修士而已 助击器是有极限的 十五个玄情修士 斩查时间被他杀了十个 逃走五个 他以天外飞仙 与九个玄情修士 硬刚一招 他只是受了些内伤 助 最初版本的天外飞仙 是李诗英凝聚体内所有的法力 在经过接引星光术和战灵爵两段增幅 最后以剑气形式攻击出去 当时的剑气形态 就是陆军行所说的剑气第二阶段 现如今的天外飞仙 李诗英已经可以灵活 控制输出的法力了 李诗英不是神 只是那些玄情修士太过恐惧 明显将他神化了 事实上 如果清源等人不逃走 留下来继续与李诗英硬刚 那么结果是不好说的 李诗英取出疗伤的丹药 和回复法力的丹药服下 回头看了看城墙上已经傻掉的李诗文 摇头叹了一口气 寻着其中一个逃走的人追了过去 师父说趁其病 要其命 要趁着敌人衰弱的时候 及时将之斩草除根 他要一口气 把玄情的人打回玄情去 紫义是此次云天门派出来 坐镇后方的元英修士 何为坐镇后方 就是挂个元英七大佬的名头在这里 不需要他出手 他坐在那里便是 于紫义而言 他不过是换个地方修行 然后就能得到宗门分发下来的 一大笔零食 因为凡人国度之间的事 大宗门几乎不会出手干预 只会有小宗门会出手 但小宗门的实力 根本轮不到他出手 更别提那些散修了 散修能修炼到元英七的 少之又少 有也不会出现在这仙仪之地 所以 紫义从没想过 这场战斗会需要自己出手 直到一个弟子疯疯癫癫地跑回来 在他修行之地外大声哭喊 鬼 有鬼 恶魔 是恶魔 黑暗 剑气 星辰 尸体 元英 蛀鸡 凡人 金丹 死了 死了 又死了 炸开了 又炸开了 金丹 打不过筑击 他听着不太对 收了修行念头 起身开门出去 出手制住了这个发疯的弟子 叮 他一直指在这弟子眉心 以元英七对灵魂的掌控 叫这弟子心神定下来 这弟子 一看就是修为进展太快 心性又太弱 滋生了心魔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们发上什么 紫义问道 这弟子回神 又见到紫义 慌慌张张的行礼 回到 弟子清明 见过紫义长老 你怎么回事 紫义又问 他们呢 清明定了定神 忍住恐惧 才说到 北楚那边来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助击剑修 剑气和剑意的造诣都极高 追着我们杀 我们完全打不过 弟子侥幸得以逃生 助击 剑气 剑意 听着这几个不搭的词汇 紫义垂眸看了看这弟子 莫非他还没回魂 所有人都死了 清明声音颤抖着 那一道贯穿天地的剑气 所有人都会死 如此星星 难怪连助击修士都打不过 紫义心下小事清明 你们去了十几个 都死了 只有你逃了 他问道 其实他对清明的话不太相信 是 清明低头应道 以你这实力 逃跑也轮不到你 紫义正说着 忽然感知到一道强大的剑气波动 他抬起头 往黑夜中望去 那边黑暗中 有一颗星辰炸裂开来 无数剑气绽放 你说的 好像是真的 他心神一震 难难道 啊 清明一愣 抬起头看 才发现 身前的紫义 已经不在了 他又回头看 在那黑暗中 又看到了 那让他心惊胆寒的紫色剑气 他的身体又抖了起来 魔鬼 是魔鬼追来了 清源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四分之一的概率 会幸运地落在他的头上 四个人乘四个方向分散逃走 那恐怖的恶魔 偏偏沿着他这个方向追过来了 本来 他的神光 功法能功能防能跑 极其玄妙 极其全面 战力不弱于人的情况下 顿数也不弱于人 以前时候 他的顿数无往不利 打得过他的跑不过他 跑得过他的打不过他 但他万万想不到 这次他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过 清源刚跑出没多久 他就感觉有风一往他这边压迫过来了 他回头一看 果然在那黑暗中 看到了一个窈窕的身形显影 飞速向他靠近 这是什么速度 他大惊失色 又道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大概他很难想到 这样一个战力极其恐怖的剑修 他的师父是一个极其稳重的人 比他还更擅长逃命 他也很难想到 人家的顿数是仙术 尽管清源已经多次提速了 但他还是没跑出去太远 他很快被追那恐怖的女子上了 人位置 剑气仙道 一道剑气直指他背心 清源不敢再跑 急忙以一道神光在身后形成盾 阻挡了那剑气 他之前与那女子交过手 知道自己的神光 挡不住这人的剑气 神光盾形成的同时 他又侧身一闪 从边上避开来 果然 他刚刚躲开 就有一道剑气 削掉他的衣角飞了出去 他神光盾依旧没防住 清源回头 去看那持剑杀来的女子 以他的见识 他始终无法理解 为什么他一个金丹七的神通术法的质量 敌不过一个筑机器的剑气 但他没机会研究了 因为那飞来的女子 突然身形一晃 在他眼前消失了 呼 清源战斗多年 到底是有些能耐 他手带着神光 下意识地往边上一挡 啪 他挡住了这女子恐怖的一剑 虽然神光还是被剑气斩破了 还顺带划伤了他的手臂 剑气先出 那女子随即出现 被划伤的手臂上 有剑气如肤骨之躯 在侵蚀她 她正忍痛 又一剑刺来 她凝光闪过 而后 剑如雨下 便一道道凝实的剑气 都往她身上招呼而来 清源周身神光 在黑暗中闪耀光辉 一如天上仙神 只是 她此时面对着那女子的剑 只有招架的份 剑气 顿术 身法 剑法 清源发现 这女子无意短板 清源第一次觉得 自己修行这么全面的功法 是一种错误 如果她专精顿术 也许她早就跑了 如果她专严战斗 也许还有与这女子 同归于尽的机会 如果她专心防御 也许她 还能不被这恐怖的剑气破防 但她都没有 所以此时只能在这里挨打 甚至是 受刑 每一剑来 都斩破她的神光 有清脆的神光破裂声 不断响起 那清脆的声音 在黑暗中还很好听 但是 对于清源来说 那就是一种刑法 一种凌迟 因为每一次破防 都会有剑气 在她身上留下伤口 她苦苦支撑 似乎没有意义 她撑得越久 她身上的剑伤就越多 这时她 已经快变成紫色的了 终于 啪 哗啦 两声脆响 清源的神光 被剑气彻底瓦解 完全碎开 她浑身剑伤 血流和疼痛 已经让她一时模糊了 她恍惚间看到前面的黑暗中 有一清澄绝世的女子 提剑向她走来 向她伸出左手 将一颗星辰递给了她 她已经分不清是好是坏 只是觉得解脱 她以为那是天仙的赐福 她伸手接下了星辰 轰 紫色的剑气 在黑暗中炸开 又一个金丹修士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剑气在李诗英深周环绕 她将清新剑收回剑鞘 轻吐一口气 这人却有些棘手 功法有些奇特 身法 战力 防御都强 花了她不少时间 或许师父会很喜欢这个人的功法 她心想 想着师父 她转身 准备去猎杀下一个目标 但她刚刚抬起脚来 就生生地定住了 危险 恐怖 强大 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到来了 她抬起头 向前面看去 黑暗中 有一个男人宽厚的背影 那背影极具压迫力 叫她看不清 心神眼失笑了 原因 她出声问道 还真是助击修士 紫义被朝李诗英 摇头道 仙仪之地 很久没有过这样的天骄了 李诗英想到陆军行和自己师父 石胜说道 是你见识短浅 哦 紫义一愣旋即哈哈笑了两声 又道 确实 我已经老了 剑是大不如前了 但 你知道吗 死在我手下的天骄 已经不计其数了 如你这样的天才 也有 我总是会记得很久 李诗英把手中的清新剑收入乾坤袋 认真说道 我不会死 你把剑收了 紫义依旧被朝着李诗英 问道 是准备起怜我饶恕你吗 虽然你杀了我们那诸多弟子 但以你的相貌和天赋 我还是可以给你一个 做我顶炉的机会 不是 李诗英回答道 他伸手向前 一把如星空一样的剑 慢慢在他手中凝成 如此黑暗中 他代替了周天星辰的光芒 他继续与紫义道 我的意思是 你很厉害 所以我要认真一点 很不错的本命剑 得有法宝等级了 紫义赞道 不过 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李诗英举起木然剑来 与紫义说道 境界已经不在我眼中了 你不过比我强一点 我为何不敢出手 好嚣张 不愧是 你有如此天赋 紫义点头道 小小助击修士 敢对元英修士出手 原因又如何 李诗英问道 说完 他不再废话 竟先手 向那背影攻过去 接引星光树先行 天上一颗颗星辰亮起 与他加持力量 战灵爵在启动 体内法力沸腾起来 每一滴法力都在欢呼雀跃 剑气运转到最顶峰 剑气第三重剑气 一道道凝食的剑气 从他身周激发 最后飞仙问道 他的身形忽然消失 下一刻 一道由无数细小剑气凝食成的巨大剑气 从天而下 直向紫义刺下 果然厉害 紫义抬头看向头顶落下来的剑气 那锋利的气息 那强大的气息 那凝食的气息 这根本就不是助击修饰该有的剑气 他感觉自己的对手 是一个原因气 他双手托天 并一个跟他一样的白色人影 从他身体里冒出来 同样托天 托住了这一道剑气 不过 紫义笑起来 正准备说话 扑 一把剑从他背心 刺破那道白色人影 刺破他的防御法器 结结实实地 刺进了他的身体内 李诗英的战斗风格是这样的 一往无前 有死无生 一旦被他抓到了弱点 或者被他破了防 那就会被他抓着破绽打 穷追猛打 一直压制到死 即使紫义是原音修饰 他在被李诗英近身破防后 那也照样是被压着打 一方面来讲 这种刚猛的风格 很不情然 但另一方面来讲 这种被找到弱点后 就无翻身机会的风格 又很情然 李诗英见身负见气 见招如雨 全数往紫义身上招呼 根本不给紫义还手的机会 毕竟 就算紫义有无数玄奥的术法 那他也需要施法时间 就算他的施法时间是念头一动 那他也需要动念头的时间 此时情况是 他必须拖住头上那道粗大的剑气 不然那道剑气下来 他将被切成两半 他又需要防守李诗英 快如闪电的近身剑气 因为每一道剑气下来 他身上都会留下一个血窟窿 紫义试着反抗 但太勉强了 只是一晃神的时间 他不仅刚出的法术 被那法宝级的本命剑切开 整个人也成了血糊了 浑身都是剑伤 到处都是剑气 眼见此等情景 紫义索性不再反抗了 他出声赞道 好刚猛 好狠辣 何似女子姿态 听到他这话 李诗英手中的剑不由一顿 他心下疑惑 被他这样攻击 怎么还有闲心出声说话 他又向紫义看去 却见紫义染血的脸上 还有笑容 他意识到不妥 但 他手中的剑 还是没有停下 李诗英的身形 还在深周飘渺不定 紫义又赞道 你果然很强 但是 他果然说了 但是 李诗英心下一沉 手里的剑 不由顿了一下 他想 都这种情况了 他还有什么翻盘的手段 便听见他继续说道 你这还远远不够 此话音一落 紫义彻底摆烂了 不仅不挡李诗英的剑了 连头上那道剑气 他也不管了 他静止 将那拖着剑气的白色身影 收回了体内 瞬间 那道巨大的剑气 裹着剑翼 从他头顶刺下 而在这同一瞬间 李诗英担心他不死 全力展开身法 向他刺出了上百剑 剑气四面八方袭来 眼看着紫义 就要被李诗英四分五裂了 他自己先裂开了 他先与紫色剑气落下之前 先与李诗英的本命剑到来之前 自己裂开了 却见他整个人从头到尾 均等地裂成了两半 裂开之后 一朵白芒从里面飘走 那道粗大的剑气 从他裂开的两半身体之间刺了下去 一直向下落 落到地上 插进岩石里 那岩石被锋利的剑气裂开 裂出一条十几丈长的缝隙 紫色的剑气插在石头中 半截剑身路在外面 并没有消失 剑翼不散 剑气不散 李诗英将紫义裂开的身体 刺成了筛子 但他对自己的法力和剑法 有足够的掌控力 在察觉到不妥时 第一时间停了下来 他轻易地向前看 去看那裂开的两半身体 空的 那是一个空壳 类似于蛇褪皮之后 留下的蛇褪 又四缠脱壳之后 留下的壳 这是什么功法 他心下一灵 连忙向那道飞出去的白芒看去 那道从紫义身体中 飞出来的白芒 在远处停下 白芒在黑暗中拉长变形 忽悠一晃 变成了紫义的样子 新出现的紫义毫发无伤 他笑盈盈地看着李诗英 道 这一招叫做 金蝉脱壳 李诗英看了看远处的紫义 心下变得沉重 他挥剑 将身前的紫义移退斩断 任由其落到地面上去 他问道 如这种逃命神通 你又能施展多少次呢 紫义哈哈大笑 出声道 如你这等低阶修士 助击修士 又怎么能了解 圆英修士的玄妙呢 如这种神通 我可以施展千百万次 圆英 李诗英没有说话 他记得师父有讲过 圆英妻是怎样的 与金丹 助击有哪里不同 但 他记不清楚 师父具体是怎么讲的 圆英妻到底有什么玄妙 他记不清楚 他只知道跟圆英有关 那么 你能侥幸杀我一次 但你能杀我一千次一万次吗 紫义追问道 或者 这位女剑仙阁下 你觉得你还有再近身来的机会吗 呼 李诗英轻吐一口气 他自然知道 他刚才能近身去压制紫义 那纯粹是因为紫义大意了 轻视了 现在紫义已经吃了亏 定然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而且 圆英 圆英到底有什么用啊 他感觉自己的剑气强度 已经能与圆英相抗衡了 只有圆英的特殊能力 他没有办法 算了 不知道就不知道 后面再问师父 师父最多责怪他几句 但他可以趁机抱着师父撒娇 你能重生千万次 脑子里想着些有的没的 但李诗英冷冽出生 那我就杀你一千次 一万次 木然间再起 天上星辰有相呼应 他运转法力 向前一窜 身形顿时消失 飞仙问道 你这样 是不行的 紫义笑着摇摇头 闭上眼睛 身上一层薄如蝉翼的白光亮了起来 黑暗中 他一个人亮着迎迎白光 站在半空 似乎这片天地 只有他一个人 忽然某一刻 他抬手扶袖 一道白芒从他袖中飞出 白芒速度飞快 直直地打向某处黑暗 啪 一把星辰剑从黑暗中显现 挡住白芒 紧接着 一个人形也从黑暗显露出来 李诗英一剑将白芒斩成两半 皱起眉头来 似乎 紫义能找到他 飞仙问到的位置 他想了想 有点不确定 便再次消失 向紫义飞去 紫义见李诗英投铁 还想这么近身 他笑着摇头 只将双手合十 片刻 再分开 那将李诗英蓝亭的白芒 便如泡泡一样 从他手中不断冒出 密密麻麻的白芒 往黑暗中飞去 这些白芒如有定位一般 都像高速移动着的李诗英飞去 此时情景 李诗英便如同一只空中 高速移动着的飞鸟 那白芒如同箭矢 如一只军队的箭矢 密密麻麻的 如同蝗虫过境一般的 像那飞鸟飞过去 第一道白芒到来 李诗英一箭将之劈开 但他却因此停顿 于是第二道 以更快的速度到来 他只得停下来 将之一箭劈飞 但很快 第三道 第四道 之后无数道白芒 都向他飞来了 这样不行 这白芒 给他极大的危机感 他一道都不能挨 挨一道 身体失衡 必死无疑 梦幻星辰 李诗英左手一晃 五六个梦幻星辰炸开 无数剑气剑射开来 将周身的白芒挡住 但白芒太强 梦幻星辰的剑气挡不住 很快就会消散 李诗英当机立断 果觉得木然剑向前一指 身与剑合 整个人瞬间化作 一把巨大的剑 劈开茫茫白芒 冲了出去 冲出白芒 他头也不回 直向子役冲去 什么 李诗英被自己的白芒围住了 子役以为他必死无疑了 他万万没想到 李诗英还能身与剑合 身与剑合的速度极快 子役根本来不及反应 又被一剑斩成两半 李诗英与剑分离 手持木然剑回头 却见到又一朵白芒 从子役的躯窍中飞出 在远处凝成一个新的子役 毫发无损 一如最初 还不死 真的不能对他造成伤害吗 李诗英心里产生了动摇 怎么样 还要动手吗 子役笑问道 如这样身与剑合的剑招 你还能用几次呢 哼 李诗英冷声道 我能用无数次 其实 这一招身与剑合 是与原神相关的剑法 每一次使用所消耗的 不仅是法力 还有原神之力 今天是李诗英 第二次使用了这一招了 他的原神之力 已经被耗去大半 他几乎不能再使用 身与剑合了 但断然不能在敌人面前露窃 他说着 继续向子役冲了过去 依旧投铁地要近身 但这次 才刚刚起身 他就停下了 因为有人来了 李诗英向边上看去过 远处黑暗中 有两道剑光 向这边急速而来 那剑光主人的气息十分强大 恐怕也是原因修饰 整个仙仪之地 都没有几个原因修饰 怎么这里一瞬间就来了三个 子役也发现 有其他原因修饰过来了 他看过去 等两人进来 在他不远处停住 他认出来人 连忙行礼 道 周道友 张道友 你们怎么来了 路过此处 见这边剑气波动 似有高手 过来看看 那周道友回道 却不成 想是子役道友 在那三人寒暄之时 李诗英也已经看到 来的两个人了 而看到 那两个剑修 他的神情 煞时间变得极其凝重 因为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北楚国 无音剑宗的原因修饰 这两人 曾在世纪摩柳事件时 在仙仪之地外 黑衣少年 红衣少妇 围攻过他们 是造成师父那次伤重身死的主要元凶 李诗英很记仇 所以四年过去了 他依旧 还记得这两个人 那边寒暄完毕 黑衣少年周道友 向李诗英看过来 问道 这位是 子役不解 此女见到天赋顶尖 又是你们北楚国见修 你们应当熟悉才对 那红衣少妇打量一番李诗英 有时间 女人对另一个漂亮女人的记忆 比男人对漂亮女人的记忆更好 他看着李诗英 道 这个妹妹好生眼熟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如果我没记错 李诗英面对着三个原因修士 依然没有畏惧之色 他的声音清脆大方 你们应该是无音见宗的人吧 那便是北楚国人 请与我诛杀此聊 听到他这话 红衣少妇张道友 和黑衣少年周道友 都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他们是无音见宗的没错 他们是北楚人 这也没错 但是 他们是神仙 凡人的事 与他们何干 他们怎么会帮凡人出手呢 那红衣少妇在出声问道 妹妹好漂亮 我们可曾见过 仙怡之爹 李诗英如实回答他 没有什么好遮掩的 我乃道剑门丹丰首座秦然弟子 敢问阁下明慧 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 如果这两人今天帮他杀了这个玄情原因修士 他愿意给他们一个和解的机会 但显然他们不要 那他也就不必对他们客气了 道剑门 丹丰 秦然 黑衣少年和红衣少妇 听闻李诗英的自我介绍 都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这Buff简直叠满了 没想到 秦然还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弟子 红衣少妇笑道 却对自己不做丝毫介绍 果然 要有资源 才能培养出好的修士 我无音箭宗 要是有灵石有丹药 我师父说 烂泥符不上墙 朽木不可雕 李诗英与他说道 若是本身资质不行 只对资源 最终也是个营养辣枪头 不过好看而已 这样的修士 一碰就碎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看着原音七三人组 其意思实在是太明显了 黑衣少年的剑 本来就在手中 他听李诗英这样说 剑上便有寒光闪过 他出声问道 你师父有没有说过你很嚣张 没有 李诗英一向诚实 他回道 师父说我单纯可爱 说话实诚 他爱得紧 但凡天赋好的 都是这副姿态 子义评价道 只是他们不知道 哪一个高阶修士 当初不是天赋异禀吗 红衣少妇看着李诗英的漂亮脸蛋 叹息道 可惜了 而随着他这一声叹息 那黑衣少年身上的气势泊然起 他手中剑上 亦有黑煞剑气蓬勃暴涨 他虎谋寒煞的 直勾勾盯着李诗英 下一刻 卷动着黑暗 携带滔天煞气 向李诗英杀了过来 哼 虽然对面很强大 虽然不可能打得过 但李诗英不带怕的 他依旧运转起法力 星辰剑气吞吐 迎着黑衣少年 就对冲了过去 他没能冲起来 因为 他刚刚起身 在他身边不远处的黑暗中 就忽然有一头大白虎 显露身形 大白虎向着他一吞 他身周的黑暗 便被大白虎吞下 他被黑暗裹挟 也进了大白虎的嘴里 大白虎叼着他 反身一跳 跳进了黑暗中 在不见身形 玄冥陵虎 黑少年在大白虎 消失的地方停下 他收了剑 皱眉 他一直隐藏在这里 好厉害的顿数 红衣少傅过来 探道 不愧是黑暗中的王者 紫衣到了这边 心有余悸 这玄冥陵虎是他的灵兽 一直埋伏在这里 他完全没有察觉 玄冥陵虎的身影 要是那玄冥陵虎 刚才对他动手 他说不得反应不过来 却不是他的灵兽 是他师父 秦燃的灵兽 红衣少傅笑道 秦燃 紫衣问道 这个名字 听你们说起好几次了 这是何人 一个将死之人 黑衣少年冷声道 他也不是个心胸开阔的 红衣少傅出声道 道剑门单风手作 一个炼丹师 很有诚服 极其阴险 一个炼丹师而已 紫衣说着 忽然反应过来 所以你们不是偶然路过 在下担心 他死不透 特来助紫衣道有一臂之力 黑衣少年道 追风嘴里 闲着李诗英 顿入黑暗中 向着五一城的方向 顽命地跑 一边跑 他一边回头看 看那三个元英七大牢 有没有追来 跑了好一会 发现后面确实没人追来 他才放松了下来 他追风虽然很猛 但也不是三个元英七的对手 是的 他跑是因为对面人多 不是因为对面是元英七 嗯 是这样的 追风你怎么来了 这时 嘴里的李诗英出声问他 嘀嘀嘀 呜呜呜呜 追风道 他呜呜呜呜的 说了好一会 但李诗英 就听出他开头说的是 爸爸二字 其他的一个字没听懂 他连想一下 是问道 师父让你来的 嗯嗯 追风连忙点头应道 哎 你别晃 李诗英就在追风嘴里 追风点头的时候 上下摇晃很不舒服 等追风停下 李诗英叹道 你要是早点出来 我们就可以联手 先把那个玄情元英修饰打死 再把那两个无音箭宗的元英也打死 也不知道 这两人装模作样的习惯 是谁影响谁 追风文言 翻了个白眼 欺负追风不方便说话 李诗英又道 你要是晚一点出来也好 我就可以把那个无音箭宗的家伙打死 哎 都怪你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 偏偏挑最关键的时候出来 追风满脑子问号 又呜呜呜呜呜呜起来 我再不出来 你就要被人打死了 不过 师父还是厉害的 李诗英不理他的呜呜声 继续说道 提早知道 我会遇到元英修饰 特意让追风你来救我 追风无语 心里暗道 爸爸他知道个屁 明明是我救的你 但他大虎有大量 就不跟李诗英计较了 追风是一头纯白的虎 只有三处有黑色 额头上的黑色王子纹 尾巴上的四个纯黑色环状花纹 和爪子上的纯黑色手套 其中 额头上的王子纹 赋予了他猖鬼空间的能力 尾巴上的环状纹 赋予了他四个黑暗分身的能力 而他爪子上的黑色手套纹 则赋予了他掌控黑暗的能力 他那四只黑色的爪子 踩着黑暗 如同踩着实地 让他在不驾风的情况下 也能在空中狂奔 追风像叼着猎物一样 叼着李诗英跑了好久 都快到武夷城 能听到那边战场的嘶吼声了 李诗英忽然意识到 一个有绝世风采的剑仙 绝不能以这副姿态 出现在人前 他出声问道 笨虎 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可以把我放下来 我自己会飞 哎 好像是哦 追风也反应过来了 一来李诗英没有受伤 二来那几个原因期 也没有追过来 他一个急刹车 停了下来 把嘴里的李诗英吐出 然后李诗英在空中施展竖法 纵身一跳 身形反转 跳到追风背上去了 啊呸呸呸 叼了李诗英一路 追风嘴里不是很舒服 他发现 李诗英没有自己飞 而是跑到自己背上去了 脸黑下来 问道 你不是要自己飞吗 哼哼 本剑仙赐予你荣幸 做我的坐骑 李诗英臭屁回道 他发现自己的衣服 被追风的口水弄湿了 又给出一个理由 你的口水把我衣服弄湿了 脏死了 好臭 你要赔偿我 所以你要当我的坐骑 是是是 对不起 我就不该救你 我应该让你在那里 被原音剑羞乱剑砍死 追风无奈道 最终还是追风踩着黑暗 带着李诗英 跑回了武夷城 不过他从 闲着变成了驼着 攻城还在继续 没有因为高高在上的修士们 离去而停下来 随着追风和李诗英 离武夷城越近 战场上的喧嚣声就越大 浓烈的腥臭的血的味道 被寒风送过来 李诗英在空中向地面看 看见下方是黑压压的玄秦士族 都向前方涌动 这给他一种震撼感 弱小的凡人集合起来时 也能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更给他一种悲哀感 因为他感觉下方的士族向前 如动时 仿佛没有了灵魂 他们已经变成了野兽 只遵循本能的杀戮 他们无奈地 被身后的人推着向前 被无形的手推着向前 他们其实也不想打战 他喃喃道 明误了什么 想打战的是玄秦皇帝 李武夷城越近 厮杀声越大 当隐隐约约能看见武夷城城头了 李诗英发现 事情有些不对劲 城楼上的人太多了 而且是玄秦的黑甲更多 而北楚的红甲极少 他悚然一惊 道 城破了吗 追风往前一看 城墙好好的 哪里破了 他回道 没有啊 你快一点 李诗英焦急喊道 追风只好加快速度 将风也预识起来 武夷城确实是破了 他早就该破的 今晚守城 能坚持这么久 除了修士被李诗英杀完了 一来是李战的守城决心 城在人在 城亡人亡 二来 确实要赞一声 李诗文有万夫不当之勇 他从最开始 就站在城头最威处 打退所有来犯之敌 为其他守城将领减轻了压力 也鼓舞了守城的气势 但 人 是有极限的 守城的人的决心在坚决 面对着源源不断的玄秦士族时 也容易崩溃 李诗文再强大 那也只是个人勇武 何况 修士不是那么好杀的 那其实是他最后的力气了 李诗英追着清源出去不久 李诗文就撑不住了 城也破了 坚持到现在 李诗文身受石树窗 不过是在勉强支撑罢了 大部分守城士族 都已经退入城中了 李诗文是留下来断后的 他站在药道上 浑身是血 战甲破烂不堪 一枪一刀 横指身前几百玄秦将士 玄秦将士心怀畏惧 左右一看 有人道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不必在上 他自会倒下 我 李诗文本想说 自己不会倒 但一张嘴就是血 便不再说了 双方僵持 一人与几百人对峙着 玄秦人在等李诗文倒下 李诗文 他确实没力气再动了 直到某一刻 玄秦人没等到李诗文倒下 等来了一头掉金白鹅大虫 老虎 好大的老虎 初十人群起波澜 有人在喊 紧接着 有狂风吹来 有人惊恐 妖虎 妖虎飞来了 妖怪 李诗文已经意识模糊了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耳中听着玄秦士族恐惧的叫喊 眼里模模糊糊 看到一只肩高涨许的巨大 老虎掀起狂风落到城头上 他左一巴掌右一巴掌 配合着风 将城头的玄秦人都轰下了城去 哥 他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大约是自己妹妹 他感受到李诗英在往他嘴里塞东西 他感受到李诗英将他抱了起来 他感受 他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李诗文守住了一个要道 但上下城楼有很多个通报 早玄秦士族从其他地方进了城 打开了城门 玄秦士族早已从城门涌入 战线也已经从城头转移到了城内 玄秦中军 大道之下 守卫森严的车马之上 玄秦大元帅赵里站在高处 看着玄秦士族 源源不断地从城门涌入 心道 结束了 武夷城结束了 北楚国也结束了 此时城已破 只带杀人了 大势已去 他嘴角带笑 缓缓说出这四个字 但他话音未落 变故突生 武夷城头 忽然飞出来十几道粗大的紫色剑气 羞羞羞地几次乱砍 便将玄秦所有的攀附城墙的设备都斩毁 那剑气斩完设备之后 并没有停下 剑锋一转 竖插在城门前 将所有城门都封闭 将玄秦军队城内城外 隔城两段 那剑气着实恐怖 所有尝试靠近剑气的玄秦士族 都被锋利的剑气 绞杀成血末 一时之间 玄秦军队停住 声声后退 在武夷城下 如此战士 空出一大块空地来 便有一个清脆的女子声在武夷城头响起 传遍整个玄秦军队 到此为止了 声音在耳边回旋 叫人声味 赵里仰头向武夷城头看去 只见那城墙上 站着一只威风凛凛的巨大白虎 而在那只白虎头顶 又有白衣持剑的女子 喊话着便是那女子 那是谁 他向左右问道 左右不知 便派人前往城楼下问 你是何人 李诗英朗声应道 我乃北楚李诗英 北楚守护者 他清脆的嗓音响彻黑暗 传遍玄秦军 那声音本来极好听 但在玄秦军队耳中 却有莫大威严 叫玄秦人马都心生畏惧 正是微乱 又齐齐地向后退了几步 李诗英 李诗文 因战马受惊 车架摇晃 赵里也跟着摇摇晃晃 他出声问道 莫非他就是李家那个修士 雅琴说的李诗英 没有人知道答案 也没有人回答他 他物自思索办上 终究知道一个强大的修士 确实不是他能对付的 便又问左右 镇中 修士何在 有人上前来跪下 道 今日随军出行的修士 皆已生死 赵里想起之前空中绽放开来的紫色烟花 又见阵前的紫色剑气 这才知道 那些修士 恐怕是被李诗英杀完了 好在他根本不在乎修士的死活 就跟修士不在乎凡人的死活一样 他与左右再道 回营请来 修士死不死不重要 今晚的武夷城 一定要攻下来 便有人骑马回大本营 去请修士 但请修士的人还没回来 先有人 从后方骑马赶来了 递给他军情 赵里接来后方军情一看 上面竟是那紫义长老 让他退兵的文书 退兵 他一口气 差点没回上来 今晚都打到这里了 都如此行事了 只差临门一脚 一口气而已 让他退兵 赵里怒气中烧 眼角青筋都鼓起来了 将手中文书撕成碎片 这些所谓的修士 没一个靠谱的 但最终 他看了看武夷城前面那几道恐怖的剑气 还是下达了退兵的命令 现在没有修士 真的打不了武夷城 看着玄秦军阵前军变后军 逐渐撤离了 李诗英也松了一口气 要是玄秦真要硬着头皮继续进攻 那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 他对杀敌没什么意见 但无谓的杀戮 还是觉得没有必要 他们退走了 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了吧 李诗英问道 你问我呀 追风反问他 好吧 问追风等于白问 李诗英从追风脑袋上跳下来 道 我去看看李诗文 你就在此处不要走动 啊 就在这里 追风睁大眼睛 不敢相信 这就是救命恩人 在此次战斗 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的待遇 李诗英有点不好意思 但追风太大支了 城中确实不好安置他 他想了想 哄小孩子一般 说道 你在这里可威风了 玄秦军队一见你就胆寒 你想 一个人就是一座城 追风一想 好像也是 他在这里威慑敌人 确实很威风 只是 这城墙上不够宽敞 他得拘谨一点才能趴下 哄好了追风 李诗英展开身法 往城里面飞 城内城外被他以剑气断绝 留在城内的玄秦士卒 很快被杀的被杀 被俘虏的被俘虏 城内的战斗 也已经趋于尾声了 他不管那些细碎的战斗 竟直来到了城中城主府内 找到李诗文 李诗文受伤太重 几乎生死 被他用丹药拉回来一条命 但也陷入了昏迷 此时在一间卧室里躺着 他到的时候 赶来照顾李诗文的 玉诗珍也刚刚到 玉诗珍见到李诗文的样子 所有的担心和害怕 这几个月来 所有的情绪瞬间决堤 他趴在床上 失声痛哭 看着玉诗珍的样子 李诗英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好等玉诗珍哭完了 才过去扶他起来 安慰到 他就是受伤严重了些 但是也死不了 玉诗珍抽气着 埋怨到 他倒是想死了 他看着李诗文抽气了一会 回头问李诗英 小 平安可好 李安很好 我交给我师父照顾了 李诗英答道 李诗英很信任他师父 知道师父会照顾好孩子 但玉诗珍可不 他想说些什么 但到底没说出来 李诗英搀扶着他到一边坐下 安慰道 嫂子你不要担心 哥哥会很快醒过来 玄秦也会很快退兵 一切都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只是玉诗珍随着北楚军 一路败退到这里 却没有多少信心 只漠然摇头 有我在 一些都会好的 李诗英保证 玉诗珍心情低落 不想说话 李诗英几次起了话头 都没有接下去 李诗英便也不再说话 两人在这卧室里无言对作 李诗英偶尔起身 查看李诗文的状态 发现不妙 便取出丹药给他吃 状态稳定了 便又坐回去 他偶尔到房间内四处走动 只觉得这夜格外的漫长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窗外才有细微的光照进来了 李诗英感知到 向外面看去 天亮了 天上有细细碎碎的雪花落下来了 下雪了 他说道 玄秦朝廷最初制定的高层作战计划是 一鼓作气 争取在年前拿下北楚 然后很不幸的 照理遭遇了李诗的死守武夷城战术 久攻不下 他最终 只得更改作战计划 雪落下之前 拿下武夷城 然后依然不幸 他又遭遇了李诗英 他不计损耗的江城攻破后 却因为李诗英的剑气不得不撤回来 现在 雪落下来了 他带着二十万玄秦将士 独留在北楚境内 与武夷城对峙着 照理是真的不愿意在这里对峙 但他又真的指挥不动那些修士 所以 武夷城前那几道星辰剑气 他是毫无办法 这场战争 他始终得依靠那些修士 于是他 便得受制于那些修士 他们说不尽 便不尽 他们说不退 便不退 从收到紫义长老说撤兵的那一刻起 赵里的怒火就没平息过 他心里对玄秦军中的修士极其不满 但却毫无办法 而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玄秦想拿下北楚 但不管是吴英建宗来的修士 还是云天门来的修士 他们都不在乎 你想拿北楚 关我什么事 区区凡人国度的小事 紫义是不知道云天门高层的想法的 他不知道宗门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凡人国度 他也不想知道 他来这里是为了执行命令 是为了赚零食 他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他对玄秦皇室根本没有忠诚可言 他堂堂原音修士 自然也不会为玄秦卖命 当他发现 李诗英不好对付 有可能对他的性命产生威胁的时候 他已经打起了退堂股 至于吴英建宗的两人 那是来杀秦燃的 不是来帮玄秦拿下北楚的 现在秦燃还没有现身 他们自然不会出手 但 他们都觉得 也不能退 退了紫义 怎么赚零食 退了吴英建宗 怎么杀秦燃 还好 不是所有玄秦修士 都像紫义那般绝情绝义 还是有中军爱国者的 这些修士 虽然解决不了武艺成前的剑气问题 但他们可以帮忙解决 玄秦军队的后勤问题 修士有乾坤代 会飞 往来运输粮食 不要太轻松 这也是玄秦到北楚 如此长的后勤补给线 赵李没有选择强行撤军的原因 玄秦这边 赵李在等开春 在等军中几位大爷出手 而北楚这边 虽然城被守下来了 却依旧死气沉沉 依旧在等死 因为 武艺成的人 还是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这座城 实质上已经被玄秦攻破了 不过是被李诗英 强行掉了一口而已 待玄秦下一次进攻 玄秦派出高阶修士 来拖住李诗英 北楚照样受不住 所以 李战指的一边 焦头烂额地处理城内的政务 军士 一边想办法稳住民心 军心 于是 城头蹲着的那头白虎 武艺成人都知道 那是一头脚踏黑暗 吞吐日月 以金丹开胃 以元英为时的护国神兽 他将守护北楚 庇护武艺 由此 这两天每天都有城中百姓 到城墙脚下去 向追风焚香祈福 追风那一身如雪一般的白色毛发 被烟熏的灰了 李诗英则被李战宣扬成了天生剑仙 说他 一剑可灭数十金丹 只身可占三四元英 而比起追风 全然靠着一副好面皮 得来武艺成百姓信任 李诗英则是靠着武艺成前面 那几道比城墙还高得可不见弃 对武艺成人来说 那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神迹 希望 城中又有传言 说 守城那晚 天上时不时绽放的烟花 是李战宣与敌方黑恶修士战斗时 所杀的敌人 每一朵烟花 都代表着一个金丹修士 被李战宣斩杀 那晚的烟花 是所有人都亲眼目睹的 于是 不只是城中百姓 就连城中将士 都知道城中有那么一个绝世的无敌剑先守护 气势终于不至于那么低迷了 李诗英和追风 确实让城中的死气消散许多 城主府内 书房 李战正在案前处理政务 李诗英则搬个椅子 坐到书架前 随手拿下一本书在手里翻着 李战将城内协房事物处理好 回头去看书架下的李诗英 看见李诗英真的在看书 他发现 这孩子这次回来 是真的有些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 不只是指他第一次在他们面前 展示他那惊世骇俗的力量 让他们彻底明白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修士 更是指 他不再是那个毛毛躁躁的小女孩了 他那脸 沉着了许多 女儿成熟了 有女孩子的样子了 李诗英心下叹一声 却又知道 此次北楚灾节能不能度过 还得看他 你哥怎么样了 他出声问道 他这几天忙得要死 还没时间去看李诗文的状态 李诗英听到声音 抬头看向李诗英 李诗英今年不过半百年纪 他记得他年初出门时 李诗英还是黑发少有皱纹 仿佛壮年 但此时 皱纹长满了他的脸 头发已经白了快一半了 不过一年时间 他却苍老了不止一倍 李诗英心里哀叹 他终于看着他爹老去了 就像他以为爷爷永远不会死一样 他也以为爹爹永远不会老 但爷爷还是死去了 爹爹还是老去了 哥伤势已经好了 不过他劳累过度 需要多睡一会 他答道 其实李诗文的状态到底如何 李诗英是不知道的 他是个剑修 哪里会疗伤治病 睡了三天了 李诗英道 我有仙丹呢 李诗英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 李诗英看了看他 还是决定相信他 他回过身去 继续处理事务 被朝着李诗英这边 道 你也不用一直陪着我 我没事 要是玄秦那边的修士来暗杀呢 李诗英问道 这孩子怎么会想到这种黑暗 李诗英疑惑着 回答道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杀我与不杀我 影响都不大 反而得不偿失 不是不能杀 是没有必要 你去看看你哥 陪陪你嫂子 或者去城中散散心也好 他说道 玄秦一时半会不会在宫城了 好吧 李诗英点点头 他在陪一会李诗英 把手中将剑法的书看完 便起身将书放回书架 向外面走去了 安安静静坐着看书 始终不是他的性格 李诗英推开书房门 走出去 伸了伸懒腰 抬头看 雪下了三天 这时已经大了起来 灰蒙蒙的天空中 雪如撒盐一般 细细碎碎地落了下来 这天空真叫人压抑 他想 他转身 沿着游狼漫步走 刚走了两步 他就发现游狼转角处有人 他看过去 眼睛瞬间睁大 眼里有光迸发出来 他笑起来 大喊着跑过去 师父 武夷城防卫战结束的第三天 秦燃终于来到了武夷城 他在廊下 看着傻徒弟从那边飞奔过来给他一个抱抱 挂在他的身上 傻徒弟的喜欢从来不加以掩饰 就像廊外纯白的雪花从天上落下 当然 他也很喜欢 心里很满足 试问 有谁不想有女孩子不加掩饰地喜欢自己呢 当这个女孩子 还是他也喜欢呢 这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了 师父你怎么来了 傻徒弟在他耳边问 担心你 所以来了 秦燃没这么说 他说道 我过来看看 谢谢 李诗英傻笑一声 然后他想起什么 连忙从秦燃身上下来 一把拉起秦燃 往他刚刚出来的书房冲进去 李诗英拉着秦燃的手 站在李站的书庵前 自豪地向李站大声介绍 爹爹 这就是我师父 什么情况下 能确定自己在对象心目中的位置 看他是怎么把你介绍给朋友 秦燃的 像李诗英这样自豪的 可以知道 他对秦燃有多满意 也可以知道 他对秦燃 会让他的家人满意 充满信心 然而 怎么说呢 秦燃此时是猛的 没错 秦燃此人 阴险狡诈 卑鄙无耻 有十分灵活的道德底线 心机城府 比玛里亚纳海沟还要深 但 人总是不止一面 他同时还是李诗英记忆中的那个 腼腆 青涩 温柔的邻家大哥哥一般的师父 李诗英视角 他拜师那天 师父用最温柔的校服去他对修行世界的所有惶恐 他第一次看药点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醒来时 窗外明媚的阳光照进来 照在师父身上 师父安静地坐在阳光下看书 这也是秦燃 青涩 腼腆 温柔 细腻 所以 当他阴险狡诈 卑鄙无耻地谋划人家女儿四年 现在人家与他当面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内心肮脏 不敢正面与人对视 竟想转身逃跑 他不是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女婿遇到老丈人时 那种心态怎么想都不会平稳 李湛文言急忙放下手里头的事 从书案后面站了起来 他仔细审视李诗英所说的他的师父 那个传说中的神仙一般的人 那个据妻子分析 偷走了自己女儿心的人 他对秦燃的第一印象是 清秀 黑发白面 气质柔和 仿佛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 这与他预想中的强大 丹药 诚服 神仙之类的词 一概不沾边 至于说女婿 他此时腼腆的样子 与自己女儿大方的样子比起来 谁是徒弟 谁是师父 还不一定 自家女儿娶她来当坠婿吧 所以 李湛第一时间 是有些小事这个师父的 但幸好他不是一般人 很快反应过来 这是女儿师父 自己女儿能那样强大了 这个师父肯定不是凡人 他没有依仗 自己是李世音父亲的身份 放低姿态 很谦虚地向秦燃行一礼 道 见过上仙 听到李湛叫自己上仙 秦燃才恍然 自己修士的身份 他的心这才稳了下来 对的 自己是个修士 对面只是凡人 咳 秦燃干咳一声 但也没有依仗自己修士的身份 与李湛还一礼 道见过将军 于是到此 这对准翁绪初次见面的气氛 显得温和 李湛从书案后走出来 与秦燃笑道 久闻仙长之名 方金才有荣德见真荣 仙长还请这边坐 他一边示意秦燃坐下 一边让人被查 秦燃看了看边上的李世音 又定了定神 和李世音一起 顺势坐下 在自家老爹面前 李世音到底还是没有太嚣张 但他依然得意 给李湛介绍道 爹爹 师父可是 道见门单风首座 道见门只有四座风 而师父就是其中单风的首座 然后师父是道见门第一炼丹师 炼丹可厉害了 我们一般用的丹药 都是师父炼制的 然后 然后 师父懂得东西也多 师父什么都懂 听着李世音在李湛面前夸自己 给自己说好话 秦燃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只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着 仙长的丹药 老夫是见过的 末老曾言 仙长的炼丹品阶 当在无品以上 李湛笑道 秦燃笑了笑 谦虚道 我不过是略懂丹药而已 当话题提到了末老 这个在前些天的守城战中 牺牲的修士 书房内的气氛 便由尴尬 慢慢变化为低沉了 秦燃看了看李湛 当先说道 北楚和玄秦的胜负点 其实不在北楚和玄秦 而在云天门 见秦燃了起了战事 李湛便顺势问起 仙长有何高见 将军不必叫我仙长 换我名字便好 秦燃笑道 李世音也点头 爹爹你喊师父仙长很奇怪 师父其实只有二十几岁 师父很年轻的 哈哈 李湛战术星笑一声 也说道 你也不必称我做将军 叫一声叔叔便好 秦燃便顺势叫李湛一声李叔 而后继续说道 北楚和玄秦的国力 原本是相差不大的 不过是世纪摩柳作乱时 玄秦的损失要小于北楚而已 但这点国力损耗 还不至于玄秦兴起 吞并北楚的心 那玄秦皇帝 不知怎么地 与云天门达成了交易 这才是此时战事的关键点 解决了云天门的修饰 就能解决北楚当前的困局 那要如何解决云天门的修饰呢 道理理战都懂 可是解决方案呢 我目前正在调查 玄秦国和云天门 到底达成了什么交易 秦燃道 不过李叔你放心 修饰之间的事 都交给我来解决好了 你只需要负责军阵那边便好 在准老丈人面前 这家伙到底还是心态失衡了 大包大揽 拍着胸脯保证 这种在正常状态下的他 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事情 秦燃若是能解决修饰的问题 李战别说是把李诗英嫁给他 把李诗文也嫁给他兜成 他不要大喜 道 那就劳烦贤 你了 可是师父 这时李诗英忽然举手发言道 玄秦那边不只是云天门案 嗯 秦燃神色一变 急忙看向李诗英 问道 还有谁 我那天晚上 跟云天门修饰打架的时候 碰到了无音剑踪的人 李诗英道 就是是吉摩柳那次 我们在现一之地遇到的那两个原因期 秦燃文言 脸色大变 他瞬间知道 李诗英说的是哪两个人了 而聪明如他 几乎是瞬间明白 那两个人是冲着他来的 同李战谈了好一会 从当前战事 到修饰修行 到各个国家的宗门划分 再到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 总之 是天南海北的乱聊了一通 末了 是有将士进来 有紧急事务要禀告李战 他们的初次谈话 才算是结束了 秦燃带着快要睡着了的李诗英 走出书房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挥一把不存在的汗水 见他这样 李诗英笑起来 哇 师父你紧张了 秦燃瞪他一眼 不做辩解 问道 你哥呢 李诗文受伤了 现在还昏迷不醒 李诗英回道 带我去看看 李诗英便带着秦燃 去了李诗文所在的卧室 敲门进屋 屋里只有浴池针在 他正靠着火盆做刺绣 李诗英进屋 与他介绍 嫂子 这是我师父 得迟真起身行礼 道 见过仙长 嫂子不必多礼 秦燃回道 听到秦燃叫自己嫂子 得迟真多看 秦燃两眼 又看了看李诗英 他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 很轻松地看出 这两人的关系有问题 他便笑道 仙长可真年轻 秦燃回道 叫我秦燃便好 寒暄过后 秦燃往床边走 于得迟真道 嫂子不介意 我看看诗文吧 秦燃是修士 得迟真自然知道 他也听李诗文说过 秦燃不像李诗英那个 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家伙 急忙让开位置 道 麻烦先尝了 秦燃笑着 与他点了点头 他已经看出来了 李诗文这个气质温弱的小娇妻 其实聪明的景 有一副玲珑心思 他到床边坐下 先简单地检查了一番李诗文的外在 再才莫迈确定李诗文的内在 好一会 他皱眉回身 盯着李诗英问道 你给他 为了多少单药 见秦燃皱眉的样子 李诗英知道出问题了 他支支吾吾回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秦燃早该知道 会是这个答案 我见他伤势 状态反复 给他 为了好多单药 李诗英道 乱来 秦燃忽然呵斥 我给你的单药 是给你用的 品质都很高 其中的灵气 药力 根本不是凡人能够承受的 啊 李诗英一惊 问道 娜娜 我哥 秦燃瞪他一眼 骂道 平时叫你学些炼丹知识 叫你学些丹药知识 你偏不听 现在好了 给你丹药你都不会用 你知不知道 要是我不来 你哥就被你用丹药撑死了 李诗英是懂顺着杆子往上爬的 秦燃这话 他直接忽略前半截 问道 师傅 我哥还有救吧 这个泼皮无赖 秦燃真的想拿屁边抽他 他指了指他 气得不想说话 直接回身 去治疗李诗文 秦燃给李诗英自用的丹药 都是品质最高的 比如疗伤用的 以李诗英的体质 内外伤都能很快恢复 那以李诗文的体质 哪能受得住 所以要治疗李诗文 得把他体内的药力提炼出来 幸好秦燃的炼丹术 是水炼法 但凡他是活法炼丹 李诗文这回也得交代了 在战场上坚持一整夜 杀敌数百 没有死 最终却被自己妹妹用丹药撑死了 这怎么想怎么滑稽 秦燃换出一个气泡 将李诗文包裹住 而后将体内的丹水换出来 充饮整个气泡空间 将李诗文淹没 他在以炼丹手法 把李诗文荡药材提炼 将那些被他吸纳进肌里的药力 重新提炼出来 花费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秦燃才把药力提炼完毕 他又将李诗文从气泡中放出来 而后使气泡缩小 缩小 将丹水抽走 最终得到一颗拳头大小的诡异丹药 他把丹药砸给李诗英 李诗英接住这颗巨大的丹药 嘟了嘟嘴 道 不是 真是败家娘们 秦燃感觉自己迟早要被李诗英气死 他瞪着他 吩咐道 他神魂充盈太过 此时处于超醒状态 也就是 他其实是醒着的 其实没法控制身体 你用元神去将他神魂唤醒 李诗英又眨了眨大眼睛 企图以卖蒙免受责罚 他小碎步跑到秦燃边上 盘膝坐下 飘在半空中 道 师父 你帮我看着肉身哈 哼 秦燃鼻子里出声 都懒得看他 李诗英便放心地元神出窍 向李诗文的石海而去 让李诗英去叫李诗文 秦燃找了个位置坐下 御迟针见秦燃终于得闲了 这才过来问 贤长 你见过小 平安吗 他记得李诗英说 他把李安交给秦燃照顾的 现在秦燃跑来了这里 那李安去哪里了 哦 嫂子不必担心 秦燃回道 我特意安排了人照顾他 他不会有事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时他问李诗英的时候 李诗英也是这么回他的 御迟针便不得不担心了 他犹是忧心忡忡 这时 秦燃看向他 笑问道 孩子叫李安是吧 他很有见到天父 御迟针很聪明 秦燃刚开个头 他就知道了秦燃的意思 柔柔的目光 只盯着秦燃看 他自己遇见到我丹风 与我实在有缘 秦燃直言 嫂子可允许他 败入我门下修行 御迟针道 当初小 平安还在肚子里时 诗英便问我 小 平安要不要修行 我当时硬下来 现在 当然也要修行 那便 秦燃正准备笑着硬下 谁料这时李诗英出声说道 师父 你都不休见到 秦燃和御迟针向他看过去 他已经原神归位 在床前重新站好 他看着秦燃继续说道 小 平安应该拜我为师才对 你会教徒弟吗 秦燃问道 师父你会啊 李诗英臭不要脸地回道 所以 你收徒弟 但是我来帮你教 秦燃继续问 是这意思吧 李诗英点点头 对啊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败入我门下 秦燃不解了 李诗英插腰 宣誓主权一半 你只能有我一个徒弟 他们的师徒关系 早在八百年前就变质了 现在 他们的师父徒弟 更像是一种专属的爱称 李诗英 哪里会允许其他人人 叫他师父做师父呢 比如 追风和龙七七 实际上都属于秦燃的弟子 但追风自认儿子 龙七七 早已看穿一切 所以 一直到现在 都只有李诗英 叫秦燃师父 以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以后也只能是这样 秦燃看着李诗英 油然感到一股霸道 他张张嘴 想说什么 竟没说出来 哈哈 屋内忽然有浑厚的笑声 响了起来 秦燃连忙向声音来出看去 是李诗文醒来了 他从床上坐起 细血地看着他 出声笑道 秦兄 你这样可不行啊 我看你没有一点师父的威信 在场三人 只有李诗英 听不出这话 是在细血 秦燃爬耳朵 秦燃听得出来 但一点也不在意 耳朵是软的 还是硬的这个问题 他笑起来 问李诗文 那么李兄觉得 怎么样才有师父的威信 李诗文没有回答他 而是向御迟针喊道 针针 你过来 御迟针便乖乖地 走到他身边去 诺 请我一下 他指了指自己 胡子拉叉的脸颊 示意御迟针 屋内有外人在 御迟针很羞涩 但还是红着小脸 亲了李诗文一下 李诗文向秦燃挑眉 炫耀道 这就是威信 看着李诗文 向自己展示他男人的雄风 秦燃看在眼里 笑在心里 李诗文这家伙 自以为掌握着一切 御迟针很乖巧 家里大事小事 都是他说了算 殊不知 他们家其实是 御迟针说了算的 御迟针是典型的美人软件可斩魂 李诗文早就在无形中 受了御迟针的控制了 他们两人的关系 表面上看似李诗文宠溺着御迟针 实际是 却是御迟针宠溺李诗文 大约 李诗文在御迟针眼里 就是个大男孩 秦燃看得真切 笑了笑 道 还不赖 他却不是在夸李诗文 而是在夸御迟针 几人在有来有回地调笑 但这间屋子里 却有个笨蛋不解 他提出疑问 道 可是哥 你不是嫂子的师父啊 此言一出 懂得都懂 屋内人顿时一阵大笑 李诗文是单要过剩 所以昏迷良久 他的伤势 其实早已经痊愈了 现在秦燃将他体内过剩的要力提炼出来 那他 基本就无大碍了 甚至因祸得福 他的体魄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更强了一些 将凡人的极限强度 再往前走了一步 御迟针帮李诗文穿了外套 穿了鞋子 扶着他起身 从床上下来 武夷诚的情况具体如何 李诗文出声问道 如秦燃所判断的 李诗文还昏迷的时候 意识就已经醒了 这屋里的话他听了一些 知道是李诗英 为武夷诚缓了一口气 但他只是听了些直言片语 不知道具体情况 局势僵住了 这话不是李诗英说的 也不是秦燃说的 而是御迟针说的 李诗文皱眉 问道 武夷诚眉攻下 玄秦也没有退兵 没有 御迟针道 李诗文脸色变得沉重 他走到窗边 打开窗 看到外面的血 很是不解 玄秦的后勤 怎么受得住 有修士 后勤其实不是问题 秦燃给了他答案 李诗文反应过来 叹了一声 他仰望灰蒙蒙的天空 好一会 问秦燃 后勤 诗英那么厉害 可不可以断了他们的后勤 太难了 秦燃回到 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 而是找不到 这茫茫天地 要找几个运输物资的修士 他摇摇头 所谓大海捞针 李诗英的战力是很高 元英不出 很少有他打不过的 而元英七大佬 又不可能去给军队运送物资 所以如果找得到人 让李诗英去结物资 是有可能的 只是找不到人 莫非 李诗文低头看地面堆积起来的薄薄的雪 轻声道 天要往我北处 哪来的天 秦燃准备安慰李诗文 什么人定胜天的 但他忽然想到自己杜金丹结石的惨状 知道这个世界好像确实有天 他向外看了看天 没有继续说下去 现在 玄晴有修士运送物资 而北处却只能军队运输 反而是武夷城资源短缺 李诗文探道 这一场雪 又会有多少百姓被冻死 秦燃莫然 他想说 如果有水系修士 或者修为足够高 天气是可以控制的 或将冷空气挡住 或将天上的云层击碎 但他没有说 因为它就是水系修士 而他做不到 几人在这里说了一会话 便整理整理 要出门去城里切实地看一看 听得再多 想得再多 都不如去亲眼看一看 不知道李诗文是伤势 没有完全恢复 还是要离太盛伤了机理 总之 他看起来不会走路 总是需要玉池针贴身搀扶 也不知道 秦燃是不是也不会走路 总之 李诗英也抱着他的一只手 贴着他走 四人出城主府 到外面街道 街道上冷冷清清 来往的只有灵星几个人 都勾楼着身子 减少身体与冷风的接触 而后快速跑过 但 街上并不是没有人 相反 街上的人 很多 一个又一个衣衫褴褛 面黄激瘦的难民 挤在街边 像乱粉岗一样 挤满了街道 他们有的身上 盖了破烂的粗布蚂蚁保暖 但蚂蚁上是积血 有的身上什么都没盖 相互挤着取暖 但身上是积血 有的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有的没有抖了 这些都是一路 被玄秦追赶到 武夷城来的北楚百姓 有的百姓被送去了大后方 这些都是各种原因 没有被送走的 此情此景 便真真是人间炼狱了 有人路过 他们会麻木地伸手乞讨 吃得喝得穿得都好 李诗文身上什么都没带 便把外套脱下来递了出去 再有人要 他想自己也不怕冷 那里的衣服都递出去了 最后只留了一条长裤 以遮羞 李诗英却不能把身上的衣服 脱下来给人 只是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 他的乾坤带空了 里面的能吃的 能用的能喝的 都被他递出去了 欲吃真什么都给不了 但四人中 他是最普通的 他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他是最与这些人感同身受的 而秦然 他全程不说话 没有递送物资 也没有阻止李家兄妹的幼稚扇行 他本以为自己对人间百态 早已麻木了 这时他才发现没有 四人穿过一条条街道 最终来到城墙下 追风趴在城头 大屁股和长尾巴都垂在墙上 被城墙下的香薰的焦黄 他们爬上城墙 向玄秦军营那边看去 隔得很远 看到那边升起了吹烟 秦然才明白 到底什么是战争 在秦然本体到武夷城的同时 他的分身 也已经到玄秦军营了 他先是以水形太透明的特点 以隐身靠近玄秦军营 而后四机杀掉一个巡逻的士兵 再变成这个巡逻的士兵模样 最后以这个士兵的样子 混入巡逻部队 一起在军营中巡查 秦然这个水分身 基本拥有千变万化的能力 而且它是变身 化形 不是幻术 障眼 也就是说 它变成的东西 别说普通人了 就算是原因期修士 也难以察觉 因为原因修士还没有原神 如果他们不修行特殊功法 那么他们肉眼所见的世界 与低阶修士看到的相差不大 秦然用水分身进凡人部队的军营 那不说是如入无人之地 也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了 他混在巡逻队中 在军营里到处走动 暗自收集一些有的没的情报 将军带兵打战 都以为带兵打战是一个词 其实 这是两个词 带兵和打战 带兵的难度 其实和打战的难度 差不了太多 一支一万人的战斗部队 至少需要两到三万人的后勤部队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将军带领一万人出征打战 那他就至少要负责三 四万人的衣食住行 因为是打战 又还需要负责武器 战甲 以及车马这些基础的东西 能把这三万人照顾好 不出大乱子 怎么带出去的 怎么带回来 那就是一个合格的将军 能这三万人 带到任何一个想要带去的地方 进入战斗准备 那就可以撑得上一个优秀的将军了 至于打战 那是另外的事 想想看 秦燃带一个单风 将炎翼和周福都算进来 也就是四个人 四个妖怪 这才八个生灵 都不是一条心 要是秦燃带着这八个人 出个宗门任务 八个人出去 不一定能八个人回来 PS 如果你是班长 让你带着一整个班的人出去交游 不谈其他 你能把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带走 然后 又能把所有人都安全地带回来吗 一个班才几十个人而已 说起这个 是想说 照理此人极其厉害 他确实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将军 这个二十万人的战斗部队 大几十万人的后勤部队 超大型营寨修建在这里 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没有出任何乱子 秦燃此时随着巡逻队到处巡查 所经之地地面平坦 营房整洁 未见脏乱 可以说是一件奇迹般的事情 照理的带兵能力 可见一斑 而照理又能在三个月内 拿下北楚进半江山 可知 他的作战能力也很强 综上 照理是个超强的统帅 甚至值得秦燃起 以波杀星 若是有机会 在撤离之时 顺手把照理杀了 秦燃这般想着 巡逻队忽然走过一间营房 那营房外有四个兵 蹲在雪地里喝酒 酒是一壶酒 下酒菜是花生 一人抓着几颗花生 相互之间传酒喝 他们一边喝一边闲聊着 秦燃隔得老远 听到其中一个落腮胡子说道 北楚这边实在娇弱 连雪都是细细小小的 恐怕北楚男人也是如此 说到这种事 几人都心照不宣地哈哈一笑 其中一个方脸汉子饮了酒 忽然叹道 哎 都下雪了 照这个势头 今年怕是得在这里过年了 没法 一个黑脸汉子接过话头 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 打也不打 走也不走 就把我们搞在这里喝西北风 就是 北楚均软得很 经不起我们一阵冲刺 受血汉子应道 直接打进去 不就完了吗 落腮胡子接过酒胡 指了指五一城前面的几道星辰剑气 失笑道 那等神仙手段 你去破 神仙手段 还得神仙来破 方脸汉子顺着看了看那几道剑气 眼里有畏惧 问道 我们玄情的神仙呢 受脸汉子闻言 想到什么 压下声音来 道 我听说 上一次工程 我们这边死了好几个神仙 你们记得 那天晚上 头顶闪了几次光吗 那就是玄情的神仙死了 噓 黑脸汉子瞪他一眼 道 乱说 神仙怎么会死 但最初那个洛塞湖汉子 却跟着瘦脸汉子的话 低声道 这是我也听说了 但其他几人的视线都看不来了 他继续说道 据说是神仙死的太多了 军中神仙和大将军起了矛盾 将军想工程 早点回去 但神仙们怕死 对对 瘦脸汉子说道 我听说 将军在另外找神仙 自己想办法对付北楚那个剑线 这么一说 那黑脸汉子吃一颗花生 出声道 我听说好像赵家的雅琴郡主回来了 那边几个 这时忽然有女生大喝一声 你们在谈论何事 四人下了一惊 急忙寻声望去 却是一个容颜美艳的妙龄少女 带着一个滋容妩媚的少妇 向他们这边走来 出声呵斥者 是那少妇 雅琴郡主 黑脸汉子惊慌出声 四人丢了花生丢了酒 都站起来 向着赵雅琴的方向低头 赵雅琴带着他的护道人走到这边 简单扫视一番这四人 带着一股上位者的高傲 沉声道 第一 你们违背军纪 军中饮酒 第二 你们大逆不道 妄议国事 此两条 暗律当斩 四人下的棋棋一抖 连忙跪下 急声道 郡主饶命 赵雅琴不懈地扫他们一眼 像已经走远了的巡逻队道 这边有人为绩 你们都不处理吗 于是 巡逻队 只得倒转回来 与赵雅琴行礼 巡逻队队长出列 与赵雅琴道 郡主宽宏大量 请容小地将他们带下去处罚 军中饮酒 确实为绩 但是 这种事情 又值寒冬 大家基本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算了 至于什么妄议国事 谁私下里还不说些闲话呢 只是他们 刚好遇到了赵雅琴 然后赵雅琴的心情刚好不好 至于赵雅琴 为什么心情不好 看看武夷成前头的剑气吧 一个他讨厌的人 变得那么强大了 他心情怎么可能好 你带下去 赵雅琴哪里不知道 这是敷衍他的做法 这队长把这几人带走 到他看不见的地方 肯定就偷偷放了 于是他心情越发不爽了 赫声道 哼 来几个人 带到我帐前 我要亲自处罚 初时 巡逻队里无人动 几个呼吸后 在赵雅琴更愤怒之前 巡逻队才有人走出来 将其中一个黑脸汉子 押住 紧接着 又有三人出列 将另外三人也都押住了 跟我来 赵雅琴咬着牙冷声道 一行十人 以赵雅琴为首 往迎寨中心走 不多时 就到了赵雅琴的卧帐前 赵雅琴命巡逻队四人 将那四个倒霉弹捆绑好 带到离他丈许距离的位置站好 他从乾坤袋里取出一把剑 拔出来 他看着冷冷见光 与那四人说道 正好这几天 我对剑气有了些感悟 你们算是有荣幸 让我试验剑气 如果我因此感悟了剑气 你们就算死得有价值了 说不得 我会因此记得你们 不是惩罚吗 怎么还设计生死了 于是 巡逻队的四人 都默默地离开那四人身边 站得远一些 而四个倒霉弹 则瞬间腿软 其中那个瘦削汉子的腿软跪下 与赵雅琴求饶到 郡主大恩大德 饶小的一命 小的往后再不多嘴 你还想有往后 赵雅琴冷笑一声 便闭上眼睛 他操控其体内法力 按照他所感悟到的剑气释放法则 法力按规律涌入剑中 向着那脸颊瘦削的汉子猛地一指 啪 有轻微的空气爆炸声 在他剑尖响起 啊呀 瘦削汉子惨叫一声 趴在雪地里 只以为自己死了 等了好一会 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痛感 再才起身 向赵雅琴看去 见到赵雅琴脸色难看 原来赵雅琴施法失败了 他松了一口气 魂魄又才回到自己身体中 剑气 赵雅琴看着手中剑的剑尖 眼神凶利 他明明都能感觉到 他的法力凝成剑气 从剑尖出去了 但 剑气每次一离开剑 都瞬间消散在空气中 总是无法形成剑气 为什么小小的剑气 也敢这么误逆我 他还记得四年前 他耻辱地败在了一个 只修行了几个月时间的 风丫头手上 就是因为剑气 风丫头 几个月 剑气 而他赵雅琴 修行了七年了 三年之后又四年 整整七年时间 如今还在筑基后期 如今还没有领悟剑气 这是何等耻辱 而当他自我标榜天才的时候 这种耻辱感更加强烈了 赵雅琴回头 嗜血的眼眸 向五一城的方向看去 那几道让他望而恐惧的剑气 再一次加强他心中的恐惧 耻辱 一个他看不上的粗鲁的野丫头 修为和天赋 却都在他之上 这足以让他痛不欲生 他记得 他前两天去觐见紫义长老时 从紫义长老口中得知 那李诗英跟紫义长老站了好几个回合 不落下风 那紫义长老是什么人 是原因巨拨 是一根手指 都能压死他赵雅琴的人 是站在他赵雅琴面前 他看都不敢抬头看 看也不敢直视地存在 而这样的存在 李诗英能与之战斗 还 不 落 下 风 啊 赵雅琴越想越气 他猛然鼓动全身法力 全数往剑中灌进去 再按照剑气的释放手法 猛然释放出去 然后 轰 空气中响起了更大的声响 但 依旧没有剑气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现实不会因为他个人的情绪 愤怒 而有所改变 他对剑气的领悟不深 在剑道上的天赋不够 就是用不出剑气来 这一次拼尽全力的失败 终于让赵雅琴彻底抓狂了 他那引以为豪的心机城府 早已因为极度和羞耻 消失殆尽 只见他一展身形 来到了那瘦削汉子身前 然后渐如雨下 一瞬间 瘦削汉子 变成了血人 在这一刻 在这个无法做丝毫防抗的兵族面前 赵雅琴很有助击后期修士的风采 秦燃就站在边上看着这一幕 他跟过来 本来是要想办法搞死这两个女人的 这两人四年前抢他们的本命 但现在 他忽然觉得没有必要 他还是专心想办法杀赵雷 哦 不用怀疑 方才第一个站出来的那个巡逻队士族 就是秦燃 有分身 就是这么为所欲为 在瘦削汉子身上 留下足够多的剑痕之后 赵雅琴的气终于消了 而这时 瘦削汉子已经死去多时了 他收剑入鞘 瘦削汉子倒在雪地里 你们走吧 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心机深沉的赵家嫡女 语气平淡地 与剩下三个士族说道 多谢郡主不杀之恩 这三人早已吓破了胆 连忙帮帮磕头 秦燃便上前 给这三人松绑又将他们一一扶起来 带着往卧帐外走去 但他们刚走几步 赵雅琴就突然出声 站住 秦燃清晰地感知到 边上六人都被吓得七七抖了一下 但他们还是一言站住了 甚至回过头来 与赵雅琴低头行礼 你还不错 这段时间就跟着我吧 赵雅琴说道 他见这人有眼色 他下达命令后 第一时间执行 有胆破 在他发怒和杀人时都无聚色 是个能端茶 倒水打砸的 这边几人抬头 秦燃看见赵雅琴正看着他 顿时明白了 赵雅琴谁也不选 偏偏选中了他 这个本来想杀了他的人 嗯 也好 秦燃急忙低头 与赵雅琴行礼道 多谢郡主 于是八人来 六人回 赵雅琴杀了人 浑身沾血 他将剑收回乾坤袋 转身进卧帐洗澡去了 也没有与秦燃吩咐什么 秦燃见状 不离去也不进卧帐 只站在卧帐门口 他不进卧帐去 是很正常的 但是 为什么赵雅琴的护道人 也不进去 这却十分奇怪 秦燃隐隐发现 这护道人和赵雅琴之间的关系 不太像护道人和天骄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 仆人和主人的关系 从四年前 他们抢本命剑那次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那 似乎是赵雅琴主导的 最最重要的是 赵雅琴的天赋 不像是一个天骄 他也不配有护道人 要知道 李世音和陆军行这种天赋 都没有护道人 古怪 秦燃心下暗道 但他也不敢去看护道人 只在心里思索 两久 赵雅琴洗干净身上的血 换上全新的衣服 变得与之前一样美丽 从卧帐里款款走出 血一直在下 瘦血汉子的尸首 已经被人处理了 血迹被血盖上了 天地间一片雪白 大雪中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黄叔换我过去意识 他站在秦燃身前 没有正眼看他 只淡淡说道 到了大帐中 你不要乱说话 是 秦燃应道 秦燃到底没能进到大帐里面去 他被拦在了营帐外 但 对于他来说 帐内帐外的影响 好像没有那么大 他在帐外 也有办法听到帐内人的谈话 此时 营帐内 正有四人 一个年约五十许的中年人 坐在主位上 是赵丽 一个年约二十许的美艳女子 坐在赵丽左手位置 是赵雅琴 一个看着 是年约三十许的年轻少妇 坐在赵雅琴边上 是赵雅琴的护道人 而除了他们三个 营帐中 还有另有一个人 此人全身都被裹在黑色斗篷中 气质阴森可步的 不变男女 坐在赵丽右手位置 城中一共是三个修士 赵丽先开口 与赵雅琴说道 见修李诗英 城头白虎 以及刚刚才到武艺城的李诗英的师父 秦燃 其中 只有李诗英的实力是明确的 他极其恐怖 能正面应敌援英修士 至于那头白虎和秦燃 他们的实力 我们实在不知 听到赵丽对李诗英的实力的评价 赵雅琴眼中的极度压制不住 便成了仇恨在眼里打转 他咬着牙 说道 李诗英和秦燃 我与梅姨曾在四年前 与他们有交手过 那时 他们远远不是我们的对手 他顿了顿 收拾了情绪 继续说道 当时李诗英不过刚刚筑基 而秦燃 也只是筑基大成的修为 李诗英天赋很好 修为 实力提升很快 但他师父的天赋 不至于此 如此 秦燃最多是金丹战利 至于那头白虎 我不认识 不过可以推断他的实力 他大概是秦燃养的灵兽 灵兽的修为实力 不会超过修士本身 秦燃最多不过金丹初期 那么白虎也就是筑基实力 听了赵雅琴的分析 赵李点了点头 却没有表态 而是看向了那个黑色斗篷 想听听他的意见 那是一头亚成年的玄名灵虎 黑色斗篷出生 是个沙哑的男子生 他纠正赵雅琴 其实力不会低于金丹七 就算是金丹七 就算把秦燃也按金丹七算 那城中也不过是三个金丹七修士 赵雅琴道 你肯定能对付李诗英 和那选什么白虎 那秦燃就由我和梅姨来对付 其实我们不必看紫衣长老的脸色 我有万鬼索命阵 斗篷男子给出一个不同的方案 三人不必分开对付 只需要将他们引入我的阵法之中 他们就必死无疑了 只是斗篷男说出他们的局限性 要杀人并不难 难的是武夷城前的剑气 那剑气蕴含剑意 不会随修士死去而散去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们把那剑修杀了 那剑气也还会在那里 赵李听着 出声问道 那一仙长宁的意思 反正都要出万鬼索命阵 不若我直接以阵法将武夷城炼化 斗篷男沙哑着声音说道 整个武夷城都被炼化了 便不用担心剑气了 在场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特别是征战沙场多年的赵李 但就算是他 听到斗篷男的计划 也是悚然一惊 斗篷男是要将整座武夷城中 将近百万的生灵都炼化 都变成他万鬼索命阵的一部分 何其灭绝人性 帐内都被斗篷男的话吓到了 沉默了好一会 还是赵李出声道 此法可行 但太伤天和 还是不要随意使用 斗篷男没有表态 只坐在那里 仿佛刚才那番恐怖言论 不是他说的 李诗英可杀 剑气却不可破 赵雅琴明眉 莫非这等小事 要回宫里 请来大祭师 赵李手指磨蹭 看了看帐内几人 忽然看着赵雅琴问道 我有个疑问 陛下的计划 是必须要统一整个仙仪之地吗 嗯 赵雅琴点了点头 统一整个仙仪之地 营帐外的秦然听到这 不由得吃惊 仙仪之地 包括玄秦 北楚 大燕 严汉在内的七个国家 都统一 玄秦皇帝 竟是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皇帝 而且 是那个计划必要统一仙仪之地 以统一仙仪之地为前置条件 那个计划又是什么 他忽然感觉自己 触碰到了一个什么天大的秘密 或者说是 禁忌 那个计划 大概就是玄秦皇帝 能说服云天门 帮助玄秦的原因 那真是可惜 赵李探道 我以为可以一城一地地来 这样 有你在 我们就不必在意那什么剑气了 我懂叔叔你的意思 赵亚秦道 但此法确实不行 叔叔 秦然恍然 赵李 赵亚秦 莫不是都出自玄秦赵家 对了 那两个剑修 似乎是北楚无音剑宗的剑修 赵李又问道 难道陛下已经说服无音剑宗了吗 不是 赵亚秦摇头 玄秦的宗门都还松散着 没有整顿好 陛下怎么可能去管无音剑宗 那两个人似乎另有目的 或许可以试着接触他们 赵李思索着 他们有什么目的不要紧 但看起来不会是我们的敌人 而恰好是剑修 可以请他们对付剑气 我后面去试试 赵亚秦应道 但他们是原因修士 很难相遇 若不是子役长老 何至于此 赵李说着又有些生气 陛下那边也迟迟不给回复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屋内人在商议一会 到底也没商议出 下一步具体怎么走 只是说等玄秦皇帝的通知 和让赵亚秦去接触无音剑宗的修士 如果一直没结果 再尝试黑袍男的提议 会议结束 赵亚秦出的营仗来了 偷听了这次会议 秦燃隐约明白 赵亚秦和他的护道人之间的奇怪关系了 护道人确实是保护赵亚秦的人 因为在玄秦皇帝的计划中 赵亚秦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环 如此 秦燃心里有数 赵亚秦也必须要死了 赵亚秦没注意秦燃 只往前走去 秦燃很机灵地跟在他身后 他跟着走着 随手丢出一颗花生大小的丹药在地上 那丹药触地极化 瞬间消失在空气中 赵亚秦要杀 赵丽也得死 丢完之后 他跟着赵亚秦走出了营仗范围 但就在这时 身后营仗内忽然传来沙哑的喝声 谁人在下毒 嗯 秦燃一愣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要知道 秦燃丢下的毒丹 是一种慢性的挥发性毒丹 产生效果很慢 都很慢 只有结果是必死的 如此隐蔽的下毒 却被这么快发现 只能说 秦燃这波遇到同道中人了 前面的赵亚秦闻声停下 跟在他身后的秦燃 也一脸茫然地停下 他们回头 看见一个身形照在黑色斗篷中的人 从营仗内快步走出 他站在营仗门口 深吸一口气 先将那颗散发出去的毒都吸回去 防止其他人中毒 然后才往四周张望 去找寻下毒者 但他一通横扫 眼中所见 都是守卫的和巡逻的 没有下毒者 呼 见那斗篷男无法确定 秦燃心下松一口气 然而就在这时 那斗篷男 忽然将视线集中到了他身上 你是谁 斗篷男赫声问道 又抬手一挥 便有一团黑蒙蒙的煞气 朝秦燃轰了过来 什么 被发现了 秦燃大惊 却只得身形一晃 避开那团煞气 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是他怎么也想不清楚的 一击不中 斗篷男也不向秦燃近身来 他看了看秦燃 突然问道 秦燃 啊 秦燃更是惊慌 这个斗篷男 到底是何来历 连他的身份都知道 一时间 秦燃感觉自己 好像被完全掌控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 向他猛然袭来 他左右看 迅速规划逃生路线 再没有不想杀人的想法了 不管是杀赵雅秦 还是杀赵李 还是杀玄秦皇帝 都往后烧烧 就在秦燃一边惊慌 一边压制惊慌 强行冷静时 他又看到 那站在营帐门口的斗篷男 向着他站的笔直 手高高举起 而后重重败下 他口里高鹤 秦燃阁下在上 请受我一拜 秦燃一愣 这又是什么情况 叠中叠 无见到 北楚在玄秦的卧底 他一时搞不清 脑子里疯狂搜索相关信息 但忽然 他脑子痛了一下 然后 那一股凭空而来的细小的痛 在脑子里迅速展开 由针刺一般 在短时间迅速扩散 几百根针 在脑子里疯狂地刺 痛 脑子痛 不是 不是脑子痛 而是 原神痛 一时间 秦燃的水分身保持不足 士兵身形迅速扭曲摇晃 速变回了水形态 于是 一个人形水人 在雪地里抱头痛呼 秦燃甚至痛您出声 果然是你 秦燃 斗篷男看着秦燃在那里抱头痛呼 得意冷笑出声 他便再次施法 一个由法术组成的灰色骷髅头像痛得动不了的秦燃杂去 哄 秦燃的身躯被炸得裂开 一团淡淡的灰色身形从他脑子里出来 那灰色 却不是原神所有的灰色 而是被某种莫名的力量染成了灰色 原神 斗篷男低音一声 很有些惊奇 下一刻 哪个灰色身形缩成一团 迅速向远空飞去 那速度奇快 不是一般的顿数可比 因为那是分身被本体拉回 是被吸回去的速度 斗篷男仰头 看着那团飞走的原神 道 有意思 那真是秦燃 赵亚晴这时才从那个被他随手挑选来的士族 是秦燃的震惊中醒来 向斗篷男问道 我的拜神大法都起了作用 斗篷男收回视线 自有傲气 说道 那必然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秦燃了 那你为什么不追 赵亚晴疑惑了 趁他受伤 斩尽杀绝才是 斗篷男摇摇头 道 他中了我的诅咒 活不了太长了 分身遭受拜神大法之时 秦燃本体正在武夷城城主府吃晚饭 桌上简单的有三四样菜 碗里有些米饭 围着桌子吃饭的是李战父子三人 加上秦燃 一共四人 饭菜很粗糙 与此特殊时候 不过是有口吃的 然后吃着吃着 秦燃忽然浑身一抖 脑袋剧痛 手里的碗啪的一声掉到桌子上 手不自觉地抱头 师父 李诗音第一时间看到秦燃的样子 一问道 你怎么了 没事 秦燃摇摇头 因为那剧痛来得突然 去得也快 瞬间的是 他这事已经不痛了 分身的记忆本体是共享的 他回想刚才的事 不由甩了甩脑袋 想不通 那到底是何等神通 分身遭重的同时 还能影响到本体 没事就好 李诗音惊疑地看了看秦燃 然后继续吃饭 但秦燃却不能吃了 他顺手 把筷子放回桌子上 起身往外走 约几人道 我出去一会 因为带着诅咒的分身回来了 不带几人回答 他便匆匆走了出去 你师父怎么回事 李诗文问李诗音 我也不清楚 李诗音摇摇头 那你不跟出去看看 李诗文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李诗音 他那样子一看就是有事 哦 哦 对 李诗音连忙起身 跟着跑了出去 秦燃到庭院里 抬头看向远空 等着什么 不一会 那一团灰色的东西 便从远空迅速向他飞过来 待那团东西飞进了 秦燃连忙施法 以元神之力将其定住 他不敢让这团东西靠近 这团东西 已经看不出他本来的元神的样子了 全然是灰蒙蒙的 都是那黑袍男的神通力量 诅咒 秦燃看着那灰灰的一团 很疑惑 他对诅咒方面的研究几乎为零 一点也不敢乱来 想了想 他从乾坤袋里取出一个与灵魂亲和的盒子 控制着那团灰蒙蒙的东西装进去 师父 李诗音跑到他身边 看到秦燃盖上盒子 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看着好恶心 秦燃摇摇头 道 不知道 他说着 把盒子收进了乾坤袋 师父你不知道 李诗音睁大眼睛 他倒很少听到 师父说这三个字 沧海皮肤啊 秦燃抬头看着玄情军营方向 叹道 这世界太大了 我所知的 不过是很小很小一丁点而已 一个人所知道的越多 所不知道的 也就越多 这一波玄情军营游 给秦燃大大的上了一课 到玄情军营 秦燃本来的打算是 先搞点情报 再找机会 把赵李做了 这样能极大延缓玄情的攻势 然后他遇到了赵雅琴 心里所想是 顺便把赵雅琴也做了 然后他听到了 玄情皇帝的厉害之处 觉得 如果还有机会 可以跑去玄情皇宫 把玄情皇帝也做了 如果玄情皇帝都没了 那他统一仙仪之地的事业 就没有搞下去的必要了 如此 北楚的危机自然就解了 但是 他只达成第一目标 稍微搞了点情报 赵李他没杀掉 赵雅琴也没有杀掉 现在想想 玄情皇宫他也不能去了 因为按赵雅琴说的话 玄情皇宫里 有个大祭司 一个很恐怖的大祭司 晚上 房间里 秦然拿着笔 正在整理他白天 所得到的情报 他一边想一边写 于是纸上满满当当地 写满了字 仔细看去 分别是 第一 赵李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统帅 值得花心思做掉 第二 玄情军营内部意见 出现了分歧 那些修士不听赵李的指挥 而赵李则不满修士 自行找了其他修士来 尝试自己破局 第三 玄情军营中 至少有三个原因期修士 紫义和无银剑宗双结 斗篷南带定 因为斗篷南也有可能是一个极强的金丹修士 第四 无银剑宗双结 是冲他来的 尚不知道 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杀他 第五 玄情皇帝有意统一先宜之地 为了某个目的 现如今 北楚只是开始 第六 玄情皇帝的特殊目的 与修行界有关 说动了云天门高层帮助他 并且 他还在尝试团结其他大宗门 第七 紫义不知道 云天门高层跟玄情皇帝达成了交易 或许他知道 但是他不在意 这个可能性很小 因为能吸引云天门高层的交易 肯定也能吸引紫义 第八 赵里和赵亚情关系很近 他们两人都知道玄情皇帝的计划 甚至赵亚情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这也说明 他们跟玄情皇帝的关系很近 思索到这 秦然忽然想起他还不知道 玄情皇帝叫什么名字 皇室姓什么 第九 玄情军营里有三个甚至四个势力 玄情军方 云天门修士 乌银剑宗修士 以及黑袍男子一众修士 第十 一个恐怖的阵法 万鬼索命阵法 整理到此 秦然眉头紧锁不斩 因为敌方实力太过强大 怎么看都是输的局面 对比几方实力 修士一端 自己 金丹初七 李诗英 驻姬后七 追风 大约是金丹七 然后没了 军队一端 据李战所说 城中还有可占士族八万余人 还不到玄情的一半 那也是没戏 能跑路吗 他首先问自己 能跑路 但是大概率会失去傻徒弟 李诗英是不可能看着李战和李诗文战死 而独自逃命的 那他大概也会战死于武夷城 能打吗 他按着自己紧锁的眉头 硬刚肯定是没戏 就别说那个诡异莫测的斗篷男了 只需要等无音剑宗那两个逼出手 这边就得玩玩 他继续分析思路 不过强大而无敌的势力 往往都是从内部瓦解 玄情军营里有多个势力 倒是可以想办法尝试一下 要是知道玄情皇帝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好了 涉及整个仙仪之地的修行界 到时候 把仙仪之地所有的宗门都拉下来 搞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 如此 还是得去一趟玄情都城 第二天 秦然找到李诗文 问道 你们北楚打到现在 就剩城中这点兵力了 李诗文叹了一口气 点点头 整个西南方向的兵力 确实就剩城中这些了 西南于是秦然不解 如果这里打不过 北楚就要寄了 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地方的军队拉过来 莫非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们北楚高层还在玩运营 那倒没有 其实丹阳护卫军都已经派出来了 李诗文摇头不是不想拉 而是不敢拉 因为除了玄情 大燕和严汉两国都在往边线上囤兵 一旦我们转移兵力 他们很乐意趁火打劫 什么 文言 秦然惊了 大燕和严汉部施压于玄情 反而施压北楚 还不知道 玄情与他们达成了什么交易 李诗文道 与修行宗门交易 让修行宗门帮助他统一 与别的国家交易 让他们在他统一过程中 不使半子 甚至帮忙 这些国家就是那种被他卖了 还要帮他数钱的 通过各种交易 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以秦然目前的了解 这个玄情皇帝过于恐怖了 本来 秦然以为 这次出来最多就是与云天门的原因期动手 但没想到 玄情皇帝比云天门的原因期恐怖多了 他感觉自己在挑衅一个恐怖的怪兽 以我现在得到的情报 玄情志不在北楚 他揉着太阳穴 与李诗文道 而是整个仙仪之地 我可以肯定 玄情拿下了北楚 他们下一个目标 就是大燕 紧接着是严汉 或许 你应该跟大燕和严汉 讲讲纯王齿寒的故事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李诗文精仪准确度有多高 我自己去玄情军营探厅来的 秦然道 李诗文神情一阵 当即就要去禀报礼战这一震撼性的消息 等等 你先别急 秦然又喊住了他 问道 玄情皇室姓什么 赵姓 李诗文道 秦然顿时明白 为什么是赵李领兵 为什么赵雅琴会有那么高地位了 玄情赵氏就是皇室 玄情皇帝叫什么 他又问 这个只是了解之言骗语 便震撼他的人 他实在有些好奇 赵正 赵正 秦然低声重复 点了点头 他又与李诗文道 记得给我一份仙仪之地的详细地图 然后 这段时间 随时注意城外城内 一旦发现有奇怪的地方 任何东西 特别是什么文路 及时通知我 嗯 好 李诗文点头硬下 转身离去 一位伟人说过 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 既然玄情的目标是整个仙仪之地 那么仙仪之地的其他五个国家 都应该是北楚的朋友 是北楚可以团结的力量 至少 也不要像严翰和大雁这两个憨憨 还拖北楚的后退 而既然玄情军营中的势力成分复杂 也符合这种情况 为什么不操作一下 搞两个朋友过来 比如 那两个无垠建宗的憨憨 这两个人 只是要秦燃的命而已 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还不知道 玄情发起这次战争的最终目的 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们知道了 那大约秦燃的命 也只是小事情 什么 秦燃也不知道 玄情皇帝到底想干嘛 没关系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无垠建宗那两个人不知道 于是 在玄情还没有主动发起进攻的时候 秦燃决定主动出手了 他找到李诗英 与他问道 你怕死吗 李诗英眨了眨大眼睛 不明白自家的腹黑师傅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他看着他回道 我怕不怕死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 师傅你肯定怕死 秦燃直接无语 所以师傅 你是要我去做啥 好吧 秦燃明白了 他就不该在意 那些有的没的 直接带着李诗英 去做就行了 走吧 师傅带你去打架 他回道 打架 李诗英眼里有兴奋 忙问道 去哪里打架 玄秦军营 秦燃道 玄秦军营 秦燃带着李诗英 出武一城 向玄秦军营飞去 路上 他与李诗英解释道 我们不能等着 玄秦主动来攻城 因为那时候 他们一切准备妥当 我们将毫无胜算 此时行事 我们当主动进攻 去创造那一丝胜算 李诗英歪头 看到师傅的头发 在风雪中浮动 他笑道 可是师傅 这不是你的刑事作风啊 你觉得我是什么刑事风格 秦燃反问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担分人都知道 但秦燃没有让李诗英答 而是自己答道 其实我没有什么刑事风格 我做的所有事 都只是想活得久一点也 怎么做能活下去 我就怎么做 嗯 李诗英想想 发现这好像才是师傅 师傅只是看起来怂 或许那叫做事周全 师傅不怂的时候 比他很多了 好吧 他点点头 那我们今天去跟谁打架 无垠见踪的人 秦燃说道 跟他们来一个见到交流 无垠见踪的人 李诗英加大音量 师傅你没事吧 他们都是原音大老外 我们能打得过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 秦燃高深莫测地回到 打不过打得过其实不重要 怎么打 才重要 李诗英哪里听得懂 他沉默了一会 让师傅觉得自己在思考 然后才在即将到达玄情军营时 出声问道 师傅 要是他们不讲道理 直接将我们拿下 那该怎么办 师傅在逃命这一领域 此生不弱于人 秦燃颇有自信 好吧 师徒俩来到玄情军营前 于巨马前的空地落下身形 秦燃运转法力 朝玄情军营中朗声道 晚辈秦燃 携弟子李诗英 前来拜见剑宗前辈 请教剑道修行 他的声音 在整个玄情军营中不断回旋 循环往复 师傅 李诗英文言 又低声问道 你会什么剑法 我不会 秦燃一脸正色 看着玄情军营中 等着里面的人出来 所以 只是我跟无鹰剑宗的人打架 李诗英反应过来 一个打两个 不然 我叫你来干嘛 秦燃脸上没有表情 只有嘴唇在动 可是我只有蛛鸡漆啊 你让我跟原鹰漆打架 李诗英惊了 师傅 你没有信 可 别说话 来人了 秦燃及时提醒道 李诗英连忙正色 在秦燃身旁乖乖站好 向前方看去 玄情军营中有数道顿光飞来 都在前面一一停下 里面的人显露出身形来 当前的 是无鹰剑宗的两位原鹰修士 一个黑衣少年 一个红衣少妇 在他们身后 有赵雅琴和他的护道人 还领有三个秦燃 不认识云天门修士 一共是七个人 在下秦燃 见过各位前辈 各位道友 秦燃先行问礼 李诗英跟着浅浅地行了一礼 无鹰剑宗两人 不嫌不淡地点了点头 其余人则是冷冷地看着 都想知道 秦燃不知死活地跑到这里来 是想干什么 其中赵雅琴出声冷笑道 你居然没死 倒是命打 秦燃笑着回道 在下很擅长保命 李诗英文言有些 他看了看赵雅琴 又歪头去看师傅 怎么听这话的意思是 师傅和他有过交手了 又是什么时候 师傅不是都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无鹰剑宗的黑衣少年 面无表情 出声问道 你说 你想要讨教剑道 北楚人都知道 无鹰剑宗的剑道 举世无双 在下偶然得知 两位前辈在这里 连忙厚着脸皮 带着弟子前来讨教 秦燃恭敬回道 我这乖徒儿所修的也是剑道 还请前辈不吝嗣教 黑衣少年冷笑一声 道 我自然知道我无鹰剑宗厉害 但是 我凭什么要只教他 我这徒儿在剑道上颇有天赋 也有些独到理解 秦燃给出一个理由道 我想 这也许会对前辈会有所启发 小小助击修士 能有什么独到理解 黑衣少年不屑道 秦燃便问 不知道前辈是否也领悟了剑意 我所修剑法 不重剑意 黑衣少年回道 秦燃再道 我徒弟说 剑气有四重变化 敢问前辈是否知道 黑衣少年回道 剑气知道 浩渺广袤 又岂是四重变化能揽阔的 可见 他的理解是有误的 唉 好吧 秦燃叹息一声 颇为失落 看来他还是不够资格与前辈交流 他说着 向黑衣少年抱拳一礼 告罪道 晚辈贸然前来 打搅了前辈休息 深感抱歉 唉 这就离去了 说完 他便牵起李时音的手臂 带着往后走去 唉 李时音愣住了 这就走了 不打了 师父那么那么郑重地带着他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 他们只往回走了几步 身后传来一个声线掠后的少妇音 勤道有请留步 秦燃顺势拉着李时音停下 回头 发现是那红衣少妇出生留他们 他礼貌笑问 敢问前辈 还有何事 我却对贵徒弟的见到感兴趣 不如我们交流交流 红衣少妇回道 好 秦燃欣然点头 唉 李时音的脑瓜子是晕的 看不明白这短短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深谷和乌英剑宗 想杀了秦燃 继续执行 以单要削弱道剑门的计划 他们不是 打不过道剑门 只是直接打 代价太打了 但是 由于他们现在毕竟没有和道剑门翻脸 所以不能直接出手 击杀道剑门的手作 不能做得太嚣张了 他们不是看中脸面 而是还不想 和道剑门翻脸 所以 当秦燃主动提出剑门交流的请求时 这两个无音箭宗的修士 心里已经高兴妈了 正是困了 就有人送枕头来 剑门交流 死个人很正常嘛 于是 他们不可能不答应 放秦燃就这么离开 这个道理 秦燃自然也知道 所以他和黑衣少年的拉扯 都是表面拉扯 他一点都不担心 他们会不答应他的请求 我这猎徒 毕竟是助击期 战力定然不入两位前辈的眼 秦燃带着李世音回来站好 出声道 不如我们来一场君子交流吧 人都到眼前了 鸭子都煮熟了 红衣少傅一点都不急 毕竟等两个剑修开始切磋了 那局势 可就不是秦燃说了算了 他笑问道 君子交流 如何交流 秦燃偏头看向李世音 道 世音 你给前辈看看你第一重境界的剑气 李世音与秦燃对视 瞬间明白了师父的意思 他拐巧地点头 取出清心剑 上前一步 运转法力 以接引星光束换来一道弱花板的天外飞仙 一道星辰剑气如同流星 从灰蒙蒙的天空中划过 直向红衣少傅而去 有点意思 红衣少傅看着从天而降的剑气 点平道 他一翻手 手里出现一把剑 再挥剑一舞 便有一道由花瓣组成的剑气 于雪地上凝成 花瓣剑气 向天外飞仙迎过去 两道剑气在半空相撞 一瞬间 花瓣剑气被直接撞得散开 好凝实 好锋利的剑气 红衣少傅不由赞道 李诗英淡然一笑 仿佛不值一提 而赵雅琴在一边 看着天上的剑气变化 听着红衣少傅的称赞 眼里有火 牙都要咬碎了 空中的花瓣剑气被撞散 却并未消失 它仿佛真的是由花瓣组成的 花瓣散开后 还是花瓣 顺势就包裹住了天外飞仙 进行剑气碰撞 两道剑气在空中相缠 不多时 便都消失了 前辈对剑气的掌控力度 真是了得 李诗英见状 也出声赞道 而后 他又直见抱拳 向红衣少傅道 晚辈名叫李诗英 经向前辈请教剑道 这相由理了 红衣少傅一愣 这意思是 他接住了一道剑气 才得了李诗英的认可 真是有趣 都舍不得杀他了 张燕 他回道 等他们寒暄完了 秦然又与李诗英道 剑气第二重变化 李诗英运转法力 手中清新剑 有星辰光芒亮起 一道道细小的星辰剑气 从中飞出 都像红衣少傅张燕而去 第二重变化 张燕看到细如鱿鱼 灵动如鱿鱼的星辰剑气 笑了起来 原来你们这个剑气 四重变化中的第二重变化 是从灵巧和变化方向走的 真是巧了 我的剑气 正好偏重词道 他说话的时候 其身周 有一半半鲜艳的玫瑰花瓣冒出来 每一半花瓣 都是一道剑气 每一半花瓣都随风雪飞起 都像细小的 如同天上星辰的剑气而去 花瓣与星辰雪中相遇 锋利的星辰剑气 瞬间切开花瓣 花瓣分开 落下 在雪花中消散 星辰剑气穿过花瓣 雪花继续向张燕而去 如此细小的剑气 还有如此威力 张燕不由脸色微变 他发现 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似乎跟他的花瓣剑气不一样 他的花瓣剑气 虽然更灵活多变了 但是威力属性下降了 而李诗英的星辰剑气不一样 是正常剑气缩小了而已 威力一点也没有变化 怎么可能 他心下不解 难道这才是所谓的 剑气第二重境界 星辰剑气临身 张燕丝毫不慌 一瞬间 他身上有些玫瑰的枝曼长了出来 这些枝曼也是剑气 不同于花瓣的剑气 一条条枝曼从他身上钻出 卷曲 将所有飞来的星辰剑气 都捆绑住 停在他身边 枝曼与星辰对抗 不多时 星辰剑气 必定是离身剑气 很快被磨损殆尽 好厉害的剑气 他虽然还笑着称赞 但那笑容 显然是在强称了 第一回合 他还和李诗英平分秋色 但这第二回合 他实质已经落了下风了 陆军行师兄说 剑气有四重变化 我看前辈的剑气境界 以至陆师兄 说的第四重 剑气世界了 李诗英谦虚道 这般变化 实在厉害 要知道 陆军行都还不能把自己的剑气 彻底化作山水 当然了 这妮子是被秦燃带坏了 他实际上是看得出来的 张燕的剑气变化 只有表面的变化 是牺牲了剑气威力 而得来的变化 陆军行所提出的四重变化 是实实在在地到的变化 每一重都会有变化 但剑气威力不会削减 甚至是一重比一重强 其实陆不同 张燕张张嘴 只如此说道 等他们交流完了 秦燃又与李诗英说道 第三重剑气变化 嗯 李诗英文言 回头看秦燃 满眼疑惑 然后小碎步退到秦燃身边 师父 我还没有领悟第三重变化 嗯 秦燃也疑惑 你没有领悟第三重变化 不是 李诗英伸出小手 掰着手指给秦燃解释 陆师兄 说的四重境界是 出物剑气 举重若轻 举轻若重 剑气事件 我以为出物剑气不需要交流 所以第一重变化 就是举重若轻的变化 秦燃看向李诗英 低声问道 所以一开始就是举重若轻 对啊 李诗英点头 师父 你老糊涂了 天外飞仙 就是第二重变化 可 秦燃一点也不尴尬 他点点头 道 那便给前辈看看你的剑一把 好 李诗英硬下 回转过身姿 又走上前去 他法力运转 摒弃宁神 将手中的轻心剑 往他和张燕之间一指 便又有一道星辰剑气飞出 这道剑气的体型 与一般配件的大小相仿 他直插在雪地里 暗子盈盈 梦幻一般 却不消散 张燕看了看雪地里的剑气 又抬头远望五一城前的剑气 眼前的剑气 就是五一城前的剑气的缩小版 他弹指飘出一半花瓣 花瓣在雪中飘向那道星辰剑气 他慢慢飘近 在雪中独舞 十分唯美 然后 再触碰到剑气的一瞬间 消失殆尽 花瓣消失 而剑气无碍 这就是剑意 他出声问道 这是晚辈的剑意 李诗英收剑 与张燕道 张燕走进星辰剑气 又伸手靠近 他没有触碰 只闭上眼睛 感悟这剑意 这剑意 没有丝毫的攻击性 剑气带剑意了 剑气的锋利程度 反而降低了 锋利的星辰剑气 竟呈现一种内敛 圆润的感觉 而且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这里的剑意 与五一城前的剑意 有些不一样 他问道 你这是什么剑意 好一会 没有人回答他 他睁开眼 看见李诗英正看着他笑 哦 张燕了然了 李诗英防备着他 他还以为 这是个没出象牙塔的傻白甜 哼 是我说了 张燕神情迷离地 看着面前的星辰剑气 那仿佛雪地里平生出 而出的星河 他低音出声 我无法用相对应的手段 破除你的剑意 其实 剑意不过事件修意志的体现 见张燕很有武德的认输了 李诗英便出声指点道 前辈修为高深莫测 相信你 很快就能悟出属于自己的剑意 剑两说完话 这一回合结束了 秦然便出声道 这是剑意对剑气 第二重境界的加持 接下来是建议对剑气第三重境界的加持 同时也让前辈看看剑震 剑震 张燕颇有些惊讶 莫非是剑气成震 剑震 谁知李诗英也很惊讶 他连忙回头 看向秦然 大眼睛眨压眨 以眼神问询 师父 我哪里会震法呀 秦然笑着 也眨了眨眼睛 然后以原神传音 道 你尽管换出剑气 我会帮你布震 李诗英放下心来 又看向张燕 笑道 我师父很擅长震法 我一时有研究 师父常与我说 天地万物皆是震法 人体经脉基里是震法 功法神通是震法 他教导我将剑气和震法结合起来 得到了剑震 以剑意加持的剑气 作为震法材料 布下震法 由于是剑气 剑气变动 即震法变动 我相信 这是一条潜力无限的路 前辈请看 他说着 便有上百道剑气 从他身体中飞出来 如风群乱舞 如候鸟群飞 秦燃看着前面说的 煞有介事的李诗英 不由的神情古怪 因为这话其实是他说的 他也确实拉着李诗英 一起研究过 但是 李诗英这傻孩子 是一天震法都没学过 漫天剑气飞出 在空中飞舞着 某一刻 剑气仿佛有了意识 自行在无音剑宗两人 和秦燃仕途之间 有规律地排列起来 随着剑气排得越来越多 四人的身形便越来越模糊 忽然某一刻 他们的身形和剑气 都凭空消失了 只留下一地白血 仿佛从没有出现过 又或是被传送走了 他们 赵雅琴神情一变 上前一步 仔细搜寻 传送走了 他还记得 秦燃是会布置传送阵法的 梅伊拉住他 出声说道 他们还在此处 不过是阵法启动而已 赵雅琴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 他看着前面的空地 看着看着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李世音给张燕看见阵 但是他们四个人都进阵了 阵法中 张燕和黑衣少年 都一脸惊叉地看着周围环境 他们已然进阵 这阵法 也确实是以剑气布置的 还有这种骑士 如何 秦燃出声笑道 两位若有兴趣 我可以把阵图送给你们 张燕和黑衣少年一愣 收回目光 看向秦燃 是秦燃把阵法送给他们 难道阵法是秦燃布置的 你这是 黑衣少年的眼睛眯起来 布下这样一个阵法 为他们杀他创造环境 我有一个天大的情报 要分享给两位 秦燃拱手道 涉及两位的身家性命 宗门安危 张燕看向李世音 有点明白了 你们不顾生命危险 跑到这里来 多了这么一个圈子 就是为了给我们送情报 他问道 你们有这样好心 涉及你们的身家性命 自然也涉及我们的身家性命 秦燃不慌不忙说道 当今行事 我们是分则两书 合则两立 莫非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合作 黑衣少年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秦燃毫不在意 他看着张燕 出声问道 玄秦入侵北楚 其中原委 你们是否知道 天下大事 分分合合 凡人王朝几百年 循环往复 不过都是那么点事 我何必在意 其中详细原委 张燕毫不在意 也许我下次闭关结束 玄秦都已经不在了 那 秦燃再问 云天门全力出手帮助玄秦 其中原委 你们又知道吗 张燕一愣 皱了皱眉头 这个他也不知道 他是修士 性命悠长 不在意凡间的事 但是 云天门也是修仙门派啊 他们也应该看不起凡间的事才对 或许 他猜测到 玄秦朝廷与云天门掌门有恩 什么样的恩情 会值得云天门派出原音修士来助阵 秦燃笑问道 甚至 死了好几个金丹修士了 云天门也没有撤离的意思 甚至还有新的修士来 这是什么样的恩情 原音修士的承诺是 千金难买 千上品临时难买的东西 何况是派一个原音妻来任凭拆遣 这话让张燕意识到 这里面好像真有谋拟 但如果 他们之间不是恩情 而是平等的交易 为了某种图谋呢 秦燃看着张燕 进一步问道 是玄秦朝廷与云天门合作起来 为了滔天图谋 你是说 张燕思索着问道道 莫非云天门对北楚的宗门有想法 小了 格局小了 秦燃摇摇头 不是玄秦和北楚两地 而是整个仙仪之地 玄秦意欲统一整个仙仪之地 云天门意欲统合所有宗门 玄秦负责凡间 云天门负责修行界 玄秦将变作一个超级帝国 支持云天门 为云天门提供所有需要的资源 包括声援 云天门变作一个超级宗门 庇佑玄秦 他们意欲统合现一之地所有的资源 打造一个超级宗门 这一番话 直接将张燕和黑衣少年镇住了 他们既不敢相信 又恍然间觉得有可能 他 黑衣少年下的说话都结巴了 他小小一个云天门 如何能打赢现一之地所有的宗门 玄秦皇帝统一凡尘国家 没有哪怕一个修士在意 但当他统一了 将仙仪之地的所有凡尘资源 都倾斜给云天门 不用怀疑 云天门将越来越强大 到时候 云天门一个宗门 一个宗门的吞噬 以修士们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星星 他们必将如雪崩之士 席卷天下 秦然看着他 似笑非笑 又若有所指地说道 而且 他们也不必在短时间内完成 他们可以用很长 很长的时间 慢慢统一 此言正中把心 因为无因见踪 知深谷对道剑门的策略 就是这样的 非一少年和张燕 不由陷入无限的沉默中 玄秦军营前的阵法 在某一刻消失了 雪地里凭空出现 一红一黑两个身形 赵亚晴走上前 在附近仔细看了 但都没有找到其他人的身形 他不由皱眉 向张燕行一礼 问询道 敢问前辈 李诗英师徒呢 已经走了 张燕张望向武移成 神情怅然若失 整个人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撼中 走了 赵亚晴的声音 不自觉大了两个度 你们怎么能让他们走呢 这声音让张燕回神 他回过头来 淡淡地看一眼赵亚晴 出声道 他们来此交流见道 叫我获益良多 修行之路 打者为宪 李诗英与我有传道之恩 我怎可伤害了他 见到交流 见到交流 若是每一次见到交流 都抱有你那等卑劣的思想 此间见到又该如何进步 他与赵亚晴教训道 一个真正的剑客 当有一个纯澈的心 有一颗忠于见到的心 剑客 当时不屑于使用卑劣手段的 你心思太重 难怪连剑气都误不出来 赵亚晴凭空被教训了一顿 还是以李诗英围开头来教训他 他心里的怒火和恨意 都快将他自己点燃了 他眼里的怨毒 怎么也掩盖不去 只得低下头来 不让张燕看到 他躬身一礼 回道 前辈教训的是 晚辈铭记于心 张燕不屑地再看一眼赵亚晴 而后拂袖 踏雪而起 往军营深处而去 张燕乃是原音剑修 赵亚晴这等天赋低劣的铸鸡剑 修在他眼里 大泪蝼蚁 他方才之所以会搭理这一蝼蚁 大约还是觉得 放走了秦燃师徒 终究心下有些亏欠 所以 修士到底是人 有时候心里还是会残存 做人时的普世道德价值观 赵亚晴站直身姿 抬眼看两个原音剑修飞回军营 他紧咬牙关 心中还有耻辱 有些不对劲 护道人没一走到他身边 看着雪地里 出声说道 这突然而来的剑道交流 又突然结束 我总觉得 其中有猫腻 赵亚晴回神 也看向插在雪地里的紫色剑气 剑气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叫他心下恐惧 他也感觉有猫腻 但他冷声问道 有什么猫腻 不是来交流剑道 难道是来 向我炫耀他的剑道修为 没一见赵亚晴状态不对 嘴唇动了动 终究没有再出声 乾坤未定 一切未知 赵亚晴抬头看向武夷成 咬牙切齿 见到修行 不过小道儿 先让他得意几天 师徒两于隐身状态 在雪地里前行 等跑远了 李诗音出声问道 师父 你刚才说的那个 都是真的吗 哪个 就是玄晴要统一仙仪之地 云天门要吞噬仙仪之地 所有的宗门那个 李诗音道 这是两个 情然笑道 玄晴要统一仙仪之地 这个是真的 云天门要吞噬所有宗门 这个是我编的 李诗音直接震惊 所以师父 你骗了他们 对啊 秦然伸手摸了摸 李诗音的头发 教育道 这叫谎言的艺术 真话是真的 谎话是基于 真话推演出来的 当他们去查证 他们会知道 云天门确实在 全力支持玄晴 玄晴也确实 想统一仙仪之地 于是 他们会因此证明 谎言也是正确的 他们深信不疑 比我还相信 李诗音文言震惊 久久说不出话来 当他醒过来 不由叹道 师父 你好阴险啊 顿了顿 他又补充 而且 你胆子也很大 用谎言去骗两个 袁英修士 这是李诗音不敢想的 他敢跟袁英修士打一架 最多就是打不过 身死而已 但这样费尽心思去骗 他难以想象 秦然笑了笑 只在心里得意 两师徒安全地 回到了武夷城 停留在武夷城城头 追风的大脑袋转过来 看到他们 惊一道 咦 爸爸 你们这是去哪里了 我们去玄秦军营完了 李诗音笑着炫耀 我刚刚还和玄秦的 袁英七修士打了一架 打得天地失色 山河崩塌 星辰陨落 哎 可惜你没看到 追风翻个了大白眼 颇为无语 你当我是瞎子吗 他问道 玄秦军营隔得这么近 我眼睛一睁 就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打没打架我 还能不知道 那你大概是真的瞎了 李诗音道 他又指了指秦然 你不信可以问师父 爸爸 追风看向秦然 秦然点点头 到 也算是打了一架吧 嗯 追风站起来 看向玄秦那边 还是看不到任何一样 哪有打架 难道我真的瞎了 哎 笨虎 你现在会不证了吗 李诗音忽然问道 追风眼神闪躲 看着玄秦军营 回道 那当然是会了 哈 一看你就不会 李诗音走到追风身边 给他一拳 你笨死了都 谁 谁说我不会了 哼 李诗音得意道 你天天学阵法 还不会不阵 但是 我会不阵了 见阵 厉不厉害 追风收回视线 瞥他一眼 道 你会不个屁的阵 嘿嘿 我就是会 李诗音可可爱爱的摇晃脑袋 那 我问你 基础阵文有多少种 追风问道 我 不 知 道 李诗音 李直气壮 追风转身 趴下 懒得跟这个人说话 秦燃在乾坤袋里翻了翻 翻出一只玉检来 递给追风 道 这是变形术 你抓紧时间学会 你这个体型在这里 终究是不方便 追风拿大爪子 从秦燃手中接过玉检 举到额头王字文上贴着 看玉检里面的内容 但是爸爸 他一边看 一边说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武夷成会更需要 秦燃文言 回身向城墙下看去 看见下面雪地里 还有人在那里跪拜 有不少武夷成人 是真的把追风 当成护国神兽了 先练着 不一定要用 他与追风探道 后面形势会有变化 横断山脉大败 李诗文的所有官职 所有荣誉 都随之消失 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普通士族身份参战的 但一来他勇武过人 战争以来 多次立功 二来北楚一直输 一直败 许多将领都阵亡了 到现在 他竟又是偏将军了 如今 玄秦和北楚 进入对峙阶段 少有战斗了 李诗文便负责武夷成的城防 秦燃和李诗英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带着一对军士 在城墙上巡视 他到底 是把秦燃的话 记在脑子里了 每天亲自巡查 防止有人到武夷成附近来布阵 秦燃将他换到镜前来 说道 我们今天去了一趟玄秦军营 稳住了原因期休市 玄秦那边短时间内 不会出兵攻城 你们去玄秦军营了 李诗文皱眉 他看了看秦燃和李诗英 两师徒并列着 表情轻松 他问道 有没有受伤 怎么可能受伤 李诗英到他身边 伸手将他甲上的血拍掉 臭屁道 像我这么厉害 都是他们受伤好吧 李诗文文言瞥他一眼 懒得理会 确实没有受伤 我做事自有分寸 秦燃笑道 秦燃的话 李诗文是心得过的 他点了点头 放心下来 顿了顿 他看向秦燃 还是问道 我如今只是一匹将 其实不参与军中事务 这等情报 你大可自己说 与大将军听 你为什么都说与我呢 我回头也是要 丙与大将军 上次关于玄秦志 不止北楚的重大情报 秦燃也说给他的 而没有直接丙与李诗文 有些不解 我们同年同辈 更好说话 秦燃干咳一声 如实说道 大将军让我觉得紧张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啊 李诗文文言愣住了 他心中的秦燃 是一种神仙高人姿态 至少也是一副 富有良策 帷幄千里的测试形象 关于秦燃不想与李战见面 他已经往黑暗方面去想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 竟是这个原因 他这是反应过来 秦燃修士的身份 总是让他下意识地忽略秦燃的年纪 他总以为秦燃年纪很大了 但他这时恍然 惊觉秦燃不过大自己几岁而已 李诗文在向秦燃看去 竖发青山 文质彬彬 站在雪中 少年书生而已 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 哎 爹爹凶死了 谁喜欢跟他说话 李诗音这时出声说道 李诗文一听 也觉得很有道理 尽管他如今已经成家了 也有了孩子 但他依旧觉得 李战十分恐怖 武夷城有诗音坐镇 开春前 玄秦都不会攻城 秦燃走到女墙边 靠在墙上 与李诗文说道 因为带有剑翼的剑气 他们始终处理不了 李诗文看向城门前 耸立的紫色星辰剑气 再一次感叹 他知道自己妹妹很厉害 但每一次 他都会让她知道 他比她以为的还要厉害 剑气 剑翼 这东西很厉害吧 他问道 剑气其实很常见 一般稍微有些天赋的剑修都能领悟 剑翼比较少见 但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 秦燃笑道 但剑翼加持剑气 确实会比较少见 李诗音伸手拍了拍李诗文的肩膀 靠着他 看着城外的剑气 得意道 现在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 是是是 你最厉害了 李诗文敷衍道 天上细细碎碎地飘着雪 星辰剑气在雪中孤立 竟有一种亘古以来的沧桑感 秦燃抬头看雪 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洒下来 忽然叹道 可是 诗音再厉害 也只能保证开春之前 他们不会攻城 而无法让他们退兵 甚至 若是等到明年开春了 他们来攻城 形势还是不容乐观 陛下 已经派人前往大燕和严汉游说了 去的都是 很厉害的人 李诗文道 有你给出的情报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退兵 五一城很快就会有增援 这只是其中一个点 秦燃道 另一个关键点是 如果僵持下去 玄秦如果太久 没有破城 那么云天门必定会再派修士来 来的肯定是原因见修 所以 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叹道 开春之前 在云天门没有派元英剑修来之前 这其实是我们的进攻时机 是我们的破局时间 错过了这个时机 北楚就危险了 秦燃策反了无音见宗的两个元英修士 这两个修士 会在玄秦前两次进攻时 搞点破坏 但等到云天门派遣更多元英修士过来 他们肯定就直接撤离了 那时候是无论如何都守不住了 那秦燃大概率 会以欺骗无音见宗两个修士的说辞 去欺骗其他宗门 他知道 那会让北楚的其他宗门出手 但 那个时候 北楚大概率已经没了 秦燃转身 从强夺往外看 他叹道 天下七国都知道 秦国野心勃勃 有席卷天下 横扫还宇之志 但 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秦国 毁灭自己的国家 秦国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地推过去 统一了天下 是秦国的实力比他们六个国家的实力加起来都强吗 不是的 这可以说是天下大势 是历史必然 但 也可以说是多米诺骨牌 也可以说是雪崩 你见过雪崩吗 一点点血堆积 从山上滚下 越来越大 越大越猛 最终如滔天之势 势不可挡 他伸出手 去揭露下的雪花 玄秦灭北楚 就是最初的雪花 是那雪崩之时 玄秦一旦跨过武夷城 那么大势成形 变成定局 雪崩向下 挡不住的不只是北楚 这仙仪之地的其他五国 也都挡不住 武夷城 是玄秦皇帝这一局中的关键 他必然会为之清净一切 雪花在他手中溶解 而最妙的是 这一点 是这仙仪之地其他人所不知道的 高高在上的修仙宗们 他们现在完全不在乎 这是一把偷鸡牌 也是名牌 李世文忽然也听不懂 秦燃在说什么了 他只大约能听懂武夷城很关键 他就没问到 你是说 武夷城注定守不住 不 我是说 胜利的关键就在此时 秦燃翻转手掌向下 胜利的方式只有一种 就是在玄秦启示之前 将他按死 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白雪 秦燃站在城头 伸出手 张开手掌 向前按下 这天下 都在他手中 尽管知道 刺杀玄秦皇帝的可能性不大 但秦燃还是觉得 他应该去看一看 那名叫赵正的男人 他好奇得紧 这个有意统一 仙仪之地的男人 让他想到 前世那个统一了华夏的男人 前世 那个男人他见不到了 这个男人却可以一见 他带着地图 从武夷城出发 沿最近的路 向玄秦飞去 一路飞过 脚下都是北楚 被玄秦占领了的地方 大雪茫茫 甚少见人 看到的人 也是被曝尸荒野 没人收拾的北楚氏族 或是被冻死路边的妇孺老人 所谓战争之下 十世九空 浮尸千里 秦燃不忍多看 他飞上高空 加速向玄秦飞去 终于在临近暮色时 他飞进了玄秦境内 又在玄秦国内飞了不多久 夜色渐渐浓了 他停了下来 黑蒙蒙的天空中下着雪 天已经夜了 伸手不见五指 其实又天寒地冻 冷风吹拂 秦燃在雪中思量 尚不知玄秦都城是什么情况 但他是要去找玄秦皇帝的 那大概率是会有战斗的 他趁黑赶路 紧赶慢赶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又情况不明 那太危险了 要是状态不佳 说不得要直接送人头 最好还是找个地方歇歇 事情慢慢来 从长记忆 他降下高度 在低空中一边飞一边搜寻 找了好一会 才找到吹烟人家 那边山澳中 有鸡鸣狗叫 他也看得见夜色中吹烟了了 大约还是个不小的村落 他临近村落 落到地面 变化身形 变做一个赶路的老手 拄着拐杖 壳着瘦 颤颤巍巍的 形状可怜地走进了村子 很奇怪的 村子里面明明有鸡鸣狗叫之声 也有吹烟柴火气息 甚至路旁的房子里 有昏黄的灯光 透过窗户 还看得到人的剪影 也听得到人声 但是 屋屋外的路上 却看不见半个生灵 没有人走 甚至没有猫猫狗狗 这种情况 他就近拍了响一家那里 有人声的人家的家门 出声道 嗨嗨 主人家 老朽是安禄成人 此行去莫都 但天黑又大雪 行路至此 不得已 想借宿一宿 还请主人家行个方便 然后 他一敲门 屋内的人声顿时停息了 屋内原本有说有笑 热热闹闹 现在却没有丝毫声响 仿佛屋内没人 他皱了皱眉 再拍了拍门 这次他没得来急说话 屋内的灯就灭了 他的手尴尬地停在了门前 秦燃在门前站了一会 又换了一家 但依旧无人回应他 甚至接连敲响好几门 结果都是大岔不岔的 要么是屏息吹灯 要么是放狗来叫 要么是主人家直接催促 没有人愿意收留他 一连过去四五家 末了 在他准备溜了 去雪里溜达一夜时 终于有人收留他了 这家门户很小 一个小院子 几间土坯房 屋内灯光昏暗 在寒夜中显得格外清冷 院子里只有鸡 没有狗 秦燃拍响了门 已经进鸡笼的鸡 被声响吵到 叽叽咯咯 想闹一番 不多时 院子里的土坯房的门被打开 油灯灯光 从屋内映照出来 他通过低矮的土墙篱笆 看得见有个女人 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穿过院子 过来将院门打开 见到秦燃 柔声问道 老人家所为何事 秦燃打量这女人 是个年近三十的妇人 模样端庄 皮肤粗糙 竖了头发 穿着厚实棉衣 有一股子温婉气度 是个极漂亮的村妇形象 天黑路滑 老朽想借宿一宿 秦燃沙哑着声音回道 妇人闻言 犹疑了好一会 本来也想拒绝 但见秦燃是个垂目的老人 还是点了点头 伸手去扶 嘴里说道 老人家快快请进 好一个良善的妇人 秦燃探道 这等形式 此等夜色 有村外人来投诉 要是有个万一 万一来人是个心性歹毒的 那对他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他是知道的 因为他犹豫了 但他还是隐秦燃进屋了 因为他确实良善 乱世之中 只求这等良善之人 活得更久一点 随夫人穿过整洁的院子 进到点了油灯的房屋 这屋里有灶台 有火铺 灶台上热乎着 开过火 煮了饭 火铺上升着火 火上架有锅 锅里还煮着菜食 火铺上 柴火周围 有一个六七岁的 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他身上裹的厚石 坐在小凳子上 抱着碗 吃着饭 小男孩见秦燃进屋 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只生生地看着秦燃 也不说话 也不害怕 只是好奇 妇人引秦燃到火铺尚未做好 从灶台上的锅里 为他盛一碗热水 笑道 家里没有酒 老人家姑且喝碗热水 暖暖身子 秦燃倒一声蟹 结果热水喝一口 妇人又去盛来一碗米饭 倒是热情的过分 俨然将秦燃当作客人招待了 老人家却是有福气 饭菜其实才刚熟 他笑道 就是饭菜很简陋 没有什么油水 老人家见谅才是 秦燃往锅里看 锅里煮了一锅油渣 萝卜和白菜 说简单也简单 要说不简单 他一介妇人 在这寒冬腊月 还能带着孩子吃这等食物 确实不简单 不当景 此时光景 这是山珍海味一样的饭菜 老头子我一路走来 家家都关门庇护 仿佛我是什么豺狼虎豹 邪叫妖人一般 都不接待我 他笑道 幸好小娘子 你心底善良 招待了我 不然我今晚要在雪堆里睡一夜 我这身子骨 明天或许就醒不来了 小娘子 你救了我一命啊 哈哈 妇人腆地笑了笑 将米饭递给秦燃 又去拿来筷子 解释道 寒冬腊月的 村里面又没有个年轻男人 都是老若妇孺 大家都小心谨慎得很 晚上关门得早 睡得也早 眼下时节 更是不敢招待陌生人了 情况特殊 老人家莫要放在心上 没有年轻男人 秦燃心情一时有些复杂 因为玄秦的年轻男人 都在北楚的武夷城前头 他接过筷子 不由叹道 心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战争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怎么都是苦难了 妇人去端来自己的饭碗 挨着小男孩坐下 文言道 终究是报效国家 为陛下尽忠 但那些离我太远了 我只希望 他安全回来 你丈夫也在前线 秦燃问道 我爹爹是战斗英雄 妇人还未回答 那小男孩先仰着头 高声喊道 他为玄秦开疆阔土 战功赫赫 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秦燃和妇人都看向小男孩 小男孩一脸骄傲 眼里闪烁着荣耀的光芒 你的英雄 是别人眼里的恶魔 秦燃心里更复杂了 外子年初参战 至今未归 妇人伸手摸了摸 小男孩的脑袋 眼含怜惜 说道 前几天 军队还传来消息 说前线吃紧 远征郡都不回家过年了 我终究 只希望他平安回家 可怜他大半年 没见父亲了 我希望孩子 总有父亲陪伴 说着话 吃了饭 烤了火 妇人又烧了热水 给秦燃泡酒 而引秦燃到一间瞌睡下 怕秦燃冷 他多给了秦燃两床被子 第二天晨时 天才蒙蒙亮 秦燃就听见院外 传来吵闹声 男人的怒喝声 女人 小孩的哭喊声 狗叫声响成一片 他仔细听 大概听出来 是村里有年轻男子 逃了兵役 现在被负责的官兵 找上门来 要强行抓去当兵 仿佛轻力 石毫力 一般 秦燃忍不住叹息 起身穿衣 准备出去看看情况 但他刚刚穿好衣服 才推开房门 昨晚那妇人 就急匆匆跑过来 拉着他往屋后快步走去 一边走一边急声与他道 据说前线紧张 官兵又来收付税了 莫要让他们看见了你 前线对质 大几十万 上百万的人马 每天的消耗是海量的 玄秦朝廷会频繁征税 这很正常 情然能理解 但是 为什么 他问道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老头子 他们要是看见了你 会把你算在我们家里 官兵 会以此多征税 夫人说道 而且 当下国内形势紧张 不允许普通百姓随意走动 他们要是看见了你 是要治你犹当罪的 还抓你回去 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前面院门 被人粗暴地推开了 有大嗓门喊道 人呢 死哪里去了 老人家 你赶紧逃命去吧 夫人交代一句 只塞给秦然 一个硬邦邦的馒头 匆忙反身跑回房里去 秦然手里拿着馒头 看着夫人离去的背影 不知为何 又叹息了一声 不多时 屋内响了吵闹声 他们家还有人 昨天晚上我看着他 把人藏进了家里 没有 不要乱说 不一会 夫人就被官兵 推搡着来到屋后 但终究没有看到 村民说的那个老头 还有围观的村民道 去哪里了 那老头昨晚敲了半村的门 就是他收留地 离开了村子 秦然变换了另一个身形 没有停顿 继续往玄情都城莫都赶去 一路急迟 又是一天时间 差不多临近莫都了 他停了下来 他记得赵雅琴有说过 朝廷有一个大忌师 大约很厉害 因此 他不能那么大摇大摆地 飞进莫都去 他最好的选择是 伪装成一个凡人混进境 在伺机而动 此时已然是下午 天光昏暗 虽然不再下雪 但天色照样阴冷 莫都城城门处 排着很长一个队伍 都是要进城的人 秦然远远看了一眼 大多都是老人妇女 他走过去 身形又悄然变换成老人 默默排在队伍末尾 地面湿冷 天色暗淡 常常的队伍也无人说话 很安静 但也让秦然觉得死寂 队伍有条不紊的 很有规律的 向前一点一点进发 这种很文明 很规矩 没有人插队的排队的质感 让秦然恍然是在现代 来玄秦国境内走一遭 他切实地感觉到 玄秦这个国家 跟北楚有很大区别 北楚就是个普通的封建王朝 但玄秦却要更规矩 更古板一些 或许说 他更有法度 队伍缩短 靠近城门 秦然这时候发现 每一个人进城时 都会向城门守卫 递出一张纸 一个黑色的他 不认识的物识 守卫会仔细阅读递过来的纸 又拿过黑色物识检查 最后还要向进城的人 问询一些什么 都确认无误了 将纸和黑色物识还回去 才允许人进城 那是什么东西 进个城也这么严格 秦然皱起眉头 这给他的感觉 不像是在进一个古代的城门 而是在进一个 现代的车站的安全门 需要身份证 要撤票 还要确保身上没有管制刀具 毅然一爆的危险物品 玄情的法度这般严格 但不管如何 他身上没有那两样东西 随着队伍推进 他一直注意看前面的人 递出的东西 才慢慢明白 那只是介绍信 说明进城者进城来做什么事的 介绍信是村长 县长等具有一定权威的人写的 那黑色物识是照身贴 真的类似身份证 上面有进城者的基本信息 名字 性别 出生年月 居住地等 盘问的 是确定你给出的信息是否准确 然后 还要检查有没有带兵器 这是一个封建王朝会出现的东西 秦燃感觉自己有点猛 很快 轮到了他 他装模作样地 伸手往自己怀里摸了摸 某一刻忽然抬头 眼眸一亮 铜树幻戒悄然展开 城门守卫向他一看 见他手里拿着一份介绍信和照身贴 很自然地接了过来 往上面仔细检查 确认无误了 照理出生盘问 可携带刀剑兵器 没有 从哪里来 安禄城 来做什么 投奔亲戚 亲戚何人 西城一脉吹饼的商贩 叫五大郎 守卫又问了一些差不多的问题 都确认了 才让开身卫 容许秦燃进城 秦燃走过他 又有守卫过来 与他简单检查 而后才完全放他入城 他刚刚走进城门 就听见身后有人在问 将军 为何那人不用录影 照身贴和介绍信 方才 他对城门下的守卫 施展了幻界 却没有对身后的百姓 施展幻界 他怎么没有照身贴 他有照身贴 守卫大声答道 我都检查了 确认无误 我一切按照陛下颁布的法律法规 再进行 你修要胡言 但又有另一人说道 我明明看见他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看 见进出好几个人都信誓旦旦 守卫不由地迟疑了 他将信将疑地回身去叫那人 但等他回身 才发现那个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莫要胡言 本官亲自检查了 他只得回头 呵斥这些无知刁民 秦然已然进了城 却见这大街上虽然有人 但多是老者 来来往往少有声音 连小贩叫卖的声音都没有 多走一会 来来往往如同行尸走肉 恍然间 还以为到了鬼城 这玄情怎么是如此 他皱着眉头思索 好一会才得出形容词 没有生机 这不像是一个繁荣昌盛 强大恐怖的封建帝国 也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 反倒显得木讷 古板 过于规矩 没有生气 他前世听闻古代盛世 都是在歌在舞 千刻骚人 文质武功 文化繁荣 武德充沛 但他没有在玄情帝国的首都莫城 看到任何繁荣的景象 传说中的顽固 公子歌 文人治世 是一个也见不到 在这形容腐朽的城市逛了一会 所见所闻 大多是老人 很是无趣 见天色也暗了 秦燃便随处找了的客栈走了进去 而不出意外的 客栈也需要照身贴登记信息了 才可以入住 他只得再以换界迷幻掌柜 才住进了客栈中 夜色降临 黑暗一点点加深 寒风又吹来了雪花 停下了半天的雪 在深夜欢快地下了起来 秦燃从窗户翻身出客栈 来到外面街道上 国警身上披着的斗篷 便明方向 向着皇宫的方向 急迟而去 作为玄情都城 莫城也没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叙事刚过 官方便宵禁了 此时秦燃走在街上 漫漫长街 又宽又阔 却不见一个人 只有寒风冷雪与他陪伴 城里是那位大祭司的底盘 他不敢轻易施展法术 于是行进的速度也不是太快 最多是在阴暗的角落 以神行步快步奔跑 如此行进 他差不多跑了一个多时辰 三更都过了 才接近那座主体颜色 为黑色的庄严肃木的皇宫 玄情以黑色为尊 军队以身着黑甲为戎 官场以衣服上的一抹 玄色为追求 皇上的龙袍是黑金龙袍 眼下这座皇宫 也是以黑色为主体 秦燃站得稍远 眺望着这座皇宫 恍然觉得 这是一座魔宫 故事里的大魔王会住的地方 是之令人生惧 所以 他就是故事里的英雄吗 希望不是 他心下叹息 现如今 英雄 勇士 都不是用来夸奖人的词汇了 秦燃站在这里眺望 是在找进皇宫的路 找了好一会 他终于确认 以这座皇宫的森严程度 若是他不用法术 他还真的进不去 他叹息一声 看来还是得用术法了 那不如从正门进去吧 想着 他回神 向前走去 然而他刚刚动步 身后就忽然传来声音 有人呵斥他 那是何人 他回头去看 是一队穿着黑金色铠甲 装备极其华丽的巡逻队 而玄秦以黑色为尊 这显然就是皇城护卫队了 向他喊话的 就是护卫队为首者 而见他没有立即回答 那围守者便挥手 身后立马有人掏出了弩 瞄准了他 站在原地 不准动 围守者赫声道 又示意布下向他围过去 哎 秦然叹息 他不过是在原地多站了一会 就被发现了 这座皇城的防守程度 有这么离谱吗 他摇摇头 一盏斗篷 施展身法 化身为水 从这对护卫队眼前消失了 休士 围守者皱眉 将军 要通知掌灵思吗 有护卫问他 大祭师自会知道 他出声道 但顿了一下 还是叫过一人 前去通知掌灵思 手下领命 静止跑进了皇宫 秦然已至皇城脚下 他是隐身状态 寻常看不见 他站在墙根仰头望城墙 这城墙高于石杖 站在这里向上看 只觉得他直耸入天 古朴 大气 这却是墨城显露出来的另外的气质 秦然施法 往城墙上面飞 刚飞至半城 他心下忽然一急 他隐隐感觉到 城墙顶上 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是神识感知在警告他 不要再上去了 他不由地停了下来 若是本体 他是丝毫不会犹豫的 早就不要命地跑远了 但来此的 只是一句分身 他稳了稳心神 还是继续往上飞 定着心计 一股作气飞到了城墙顶端 站在宽敬帐许后的城墙上 秦然向前看 看着这座雄伟而大气 庄严而肃穆的皇宫 这座凡人城池 让他感到一股威严气度 叫他心生畏惧 是这座皇城 让他觉得害怕 他向前一步 便怎么也再不敢向前了 因为前面有东西 他抬起手 向前慢慢地叹 很快 他就摸到了一层膜一样的东西 在摸到膜的一瞬间 那层膜就激了他一下 那股激荡之力 叫他体内的法力 灵气都沸腾 叫他仿佛被电击了一样 吓一时候越跳起 差点摔下了城墙去 阵法 他脸色大变 认出这是一座 护柱整座城池的阵法 而且是针对法力和灵气的阵法 就是所有具有灵气和法力的东西 都不能通过这座阵法 好精妙的阵法 秦峰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会在凡尘人世 遇到这一等程度的阵法 这已经离道剑门的护山大振不远了 谁 正在这时 他忽然感知到 从灰暗的天空中 降下来一道声音 穿进了他的耳朵里 是感知到 而不是听到 那声音是专门冲他来的 仿佛是这片天空的主宰 在向他发问 化神 秦燃悚然 再不敢有进皇城的想法 他反身跳下城墙 钻进护城河中 身形消失 玄秦皇宫中 竟然藏着一尊化神器大佬 秦燃这下 更是不知道 玄秦皇帝所图谋的是什么了 要知道 如道剑门这等宗门 门内到底有没有化神器 秦燃都不是很确定 于是他再不敢靠近皇宫 只得游荡在末城中 潜藏起来 再寻机会 他这一藏 就是越于 十二月月底 在他还没找到剑赵正的机会 准备计划自己搞事的时候 除夕到了 玄秦和北楚 确实是在打战 两国加起来 有超过一百万精锐将士 正在武夷城对峙 气氛剑拔弩张 交战双方的每一个氏族 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 都怕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但事物的变化 时间的流逝 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 尽管武夷城内外 都看不到要过年的样子 但按时间算 确实是要过年了 其实秦燃也想不到 自己第一次跟女朋友见家长 居然是在战时紧张的时候 也想不到 第一次在女朋友家过年 是在军阵之中 按照秦燃自己推算 他和李诗英母亲的关系 虽然没有明确 但大概率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毕竟他们之间 轻轻抱抱举高高 这些事情都做了 除了一些夫妻之间的 更亲密的交流之外 该做的也都做了 甚至 他秦某人 其实是被动的一方 他被那冲尸 逆途推着走的那个 城内城外 都没有过年的气氛 但其实 当人们在意这种气氛的时候 没有过年的气氛 本身就是一种过年的气氛 每逢家结背思青 真正过年这一天 不管是城内还是城外 气氛都比往常来的更低沉 严肃一些 这就是武夷城的年关 秦燃是个仪式感比较重的人 从他一个人在意世界 也还坚持着过各种前世的传统节日 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 就算城内城外 都没有想要过年的意思 他依旧决定要一丝一丝 就算是要死守这座城 要死在这座城里 那也得让他过完这个年再说 来武夷城的一个多月了 他秦某人从没有搞过特殊 城内人吃什么 他吃什么 城内物资短缺 他不吃都可以 但今天 他必须要搞特殊 说到底 他是个修士 早早的 他就拉着李世音一起 走进了城主府的厨房中 决一位女朋友一家 做个他家乡的常见的年夜饭 他计划了鸡鸭鱼肉 熬煮鸡汤 烤制鸭肉 红烧鲫鱼 又有酱肘子 莲藕排骨 至于炸制酥肉 包饺子 做瓷巴 也都带着李世音做了一些 总之 林林总总的 前世的那些家常菜肴 过年会吃的 他都做了一些 厨房里 他是主厨 傻徒弟给他打副手 替他洗菜 切肉 烧火 刷锅之类 他本以为 傻徒弟 会是那个虽然什么都没做 甚至帮到忙 但还是累死我了这样的厨房杀手 但很意外的 傻徒弟一样一样的帮忙 有不会的 就问他 但总归是 做得有模有样 他年初时发誓 做学会做一个贤妻良母 要为跟师父成亲而做准备 如今从结果看起来 他真的很认真 秦燃给灶里添了柴火 要以大火焖煮酱猪肘子 收支起锅 他从灶前起身 抬眼看见傻徒弟在那边认认真真地洗着菜 是一副娴熟的样子 他心里是真有些感慨 此时的他们 真有一种寻常夫妻的温馨味道 你耕田来我支播 你煮饭来我生活 仿佛真的是一对普通的农家夫妻 他看着他 现如今的傻徒弟 少了一些毛毛躁躁 多了一些温柔内敛 更有些女人魅力 更吸引他了 他看得入迷 好一会 李诗英洗完菜 回身过来 看见师傅靠着灶台直盯着自己看 他一点不害羞 高兴坏了 连忙双手插腰歪屁股 摆出一个造型 又傻乎乎一笑 露出几颗洁白的小被壳一般的牙齿 娇声问道 师傅 人家好看吗 秦燃回过神来 看到傻徒弟臭美的样子 到底还是有几分往日的秉性 但他点了点头 笑道 嗯 好看 嘿嘿 李诗英这才看起来有些羞涩 他心里甜滋滋的 扑扑扑跑到秦燃身边 目爱的一声 在秦燃脸上亲了一下 然后得意道 我也觉得好看 脸侧还是湿润的 叫秦燃心痒痒 他看着他润湿的唇 想抱过来 含在嘴里尝尝味道 但他忍住了 打趣道 你个臭美的 当然觉得自己好看了 嗯 李诗英可可爱的 把小脑袋歪来歪去 笑盈盈的大眼睛看着秦燃 说道 我觉得 师傅也好看 白眼伸手在他脸蛋上捏了一把 道 好了 快去把排骨剁了 时间不早了 再炖个排骨 就可以吃饭了 他的手刚刚才加过柴火 一手的烟灰 这一捏 便捏了李诗英一脸的手指印 像个花猫 李诗英傻乎乎的不知道 还在说 师傅真的好看啊 我师傅最好看了 他转身去找排骨 又炫耀起来 师傅 本件先给你剁排骨 保证均匀 每一块都一样大小 是是是 秦燃看着花猫一样的李诗英 忍俊不惊 回道 你的剑法最精准了 哼 那可不 李诗英找到排骨 拿起来洗 回头看见秦燃还在笑 很不解 师傅你又在笑什么 你那么好看 我看到你心里就开心 当然会笑了 秦燃正色道 李诗英将信将疑 但师傅给出来的理由 又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他便点头 那当然了 我可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超级无敌可爱的李诗英 于是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李诗英脸上的手指印都还在 秦燃和李诗英忙活了一整天 最终得了一桌子菜 他们去请来李诗英和李诗文夫妇 一共五人 分座于席间 看着这一桌子丰盛的菜肴 李诗英很有些迟疑 眼下城内物资短缺 他们却如此奢侈 是不是不太好 但做菜的是李诗英和秦燃 他好像没有资格说什么 也不好说什么 若不论关系 这就是两个神通广大的 为北楚立下了滔天功劳的修饰 而且 这么久来 这两人既没有得到赏赐 也从没有得到优待 一个多月 都是与城中将士同吃 从不搞特殊 眼下只是过年这晚的特殊 还是人家自己做的 他确实没有资格指责 于是他不说话 只是脸上有些别扭 将士在外面吃苦 他在席间享受 秦燃看到李诗的样子 出声道 这其实是我家乡的 一些简单饭菜 我出门时 从山上带了一些下来 其实就这么多 叔叔也不要责怪 李战摇摇头 没有说话 李诗文健壮 出声道 没想到秦兄弟 你还有这一首 很不简单啊 你以为都像你 只知道吃 玉池真悄悄吐槽一句 但席间气氛 由此轻松了许多 能吃也是一项本事 李诗文毫不脸红地驳斥道 以往我们选优等士族的时候 是要看人牙口的 牙齿好 吃得就多 吃得多 身体就好 吃饭可不简单 是是是 猪最能吃 所以猪也很有本事 李诗英跟着说道 秦然给席间各位盛了鸡汤 分了饺子 文言笑道 猪确实很有本事 其实 猪的智商是不低的 猪的基因序列 跟人的差不了几个百分比 有时候 一颗丹药研制出来 没给人吃过 可以先给猪吃吃看 要是猪吃了没什么问题 那人再吃 就没那么大危险了 基因序列是什么 李诗文吃了个饺子 道 哎 味道很不错呀 嗯 我们炼丹师的内部密语 秦然回道 哦 李诗文专心吃饭 点点头 饺子是我包的哦 李诗英举手道 虽然线是师傅调的 皮是师傅感的 这东西叫饺子 李诗文听闻李诗英的话 嫌弃道 难怪这么难看 难看你就别吃 李诗英瞪他一眼 李诗文抬眼看向李诗英 这时借着灯光 看到了李诗英的花猫脸 一个没忍住 哈哈哈哈 笑了起来 他一嘴饺子 又不好喷 包在嘴里 呛了个厉害 哎 你干嘛呀 李诗文的样子 惹了不小动静 李诗英不由呵斥到 都那个大的人了 还不让人放心 吃饭都吃不好 李诗文被呛得难受 指了指李诗英的脸 出门去清理了 什么 李诗英自己摸了摸 没发现什么端倪 玉池真和李战向他看去 看见他的花猫脸 都忍俊不禁地笑起来 李诗英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脸上有不对 他转过头问秦燃 师傅 我脸上怎么了 秦燃一脸正色 道 很好 你皮肤很好 没为什么问题 李诗英看了看秦燃 不信 找出小镜子来看 啊 师傅 他顿时反应过来 是他最爱的师傅 干的好事 可 秦燃低头看碗里的饺子 只觉得 这饺子可真饺子 李诗英气呼呼地哼一声 起身随着李诗文脚步 出去洗脸了 其实今天全靠师傅帮忙 见李诗英出去了 秦燃才夸他 不然我一个人还忙不过来 你们可以叫我的 御诗真道 虽然我厨艺不惊 但其实学过基本的 叫你干嘛 李诗文回来了 一边的手巾擦脸 一边笑道 人家那是煮饭做菜吗 你是去破坏别人感情 御诗真笑了笑 反应过来 确实是那样 李诗英也进来了 他文言 也不羞涩 急忙拱火 一起做菜很好玩哦 嫂子 你应该叫李诗文也学做菜 然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做菜 御诗真想想到温馨的画面 不由心动 看向了李诗文 可 李诗文紧张了 我就一大老粗 哪里会做菜 我师傅就会 李诗英坐回自己位置 秦燃边上 继续拱火 我师傅可比你厉害多了 总归是个不计师傅仇的 你师傅可不是大老粗 心眼至少有一箩筐 李诗文支支吾吾的 连忙从拿过一壶酒 说道 这是七七送的那壶酒 你们也试试 哥 你不要转移话题 李诗英道 我明天教你做菜怎么样 我没空 李诗文回道 找杯子与人倒酒 两兄妹吵吵闹闹 席间热烈起来 终于有了些过年的味道 饭菜美味 人也和善 李诗到底是没做破坏气氛的事 态度也温和起来 从善入流地吃了饭 还喝了酒 酒至酣处 也出声闲聊起来 可惜娘亲不在武一城 年夜饭已经吃完了 师徒俩坐在城头女墙上 吹着寒风 看着玄情均匀的方向 李诗英依偎在秦燃的怀里 看着前方的黑暗 如此喃喃道 喜间喝的酒 是陆军行送给龙七七 龙七七又送给李诗文的酒 是零酒 李诗英喝了些 其实有些醉了 明年过年 我们去丹阳 为你娘亲再煮一次年夜饭 秦燃抱着李诗英 手指轻抚她的脸 享受指尖温热的滑腻 又为她挡一挡夜间 李诗英换个姿势 反身过来 双手环抱秦燃的腰 低声问道 师父 我们能打赢吗 师父 我们会死吗 秦燃又想起玄情皇宫那个化神七 如果没有那个化神七 他是有九成胜算的 但 我们肯定会赢 我们不会死 他肯定道 又问 你相信师父吗 李诗英闭上眼睛 闻着师父身上十分好闻的味道 感受着师父的指尖 在自己脸颊上划过 在他心中 师父无所不能 师父从来都很厉害 他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 就安排好一切 他总是让人无比放心 但 师父从不会问他 相不相信师父这种话 但现在师父这么问了 师父其实也没有底 他用额头蹭了蹭 师父的温热的胸膛 找个舒服的位置 好一会 他发出鼻音 巧声说道 师父 要是真的守不住 你就走吧 秦燃闻言 看着前面的黑暗 更远处 玄情均营上空的火光 他要是想走 他早就走了 诗英 他柔声唤道 你是师父的唯一 你是这个世界赐予我的礼物 你是我前世今生的等待 师父永远不会离开你 李诗英紧紧地抱着秦燃 小脑袋贴在秦燃胸膛上 没一会 秦燃胸前的衣物 被眼泪沾湿了 这世间至少是有一点公平的 所有人都同处在一个空间内 时间流逝的速度是相同的 这似乎是两点公平 北楚武夷城在过年的同时 玄情莫都也在过年 只是 莫都本来就是一个古板的 顽固的 缺少活力的城市 寻常时候 街市上都无声热闹的 现如今的形势 就更没有什么声响了 说起来 秦燃为了收集情报 找寻面见 面赐玄情皇帝的机会 莫都的大部分地方都走过了 但连青楼都没看见几家 曹老板曾有高论 一个城池中的妓院情况 可以反映这个城池的军事 文化 实力等方面的强弱情况 曹老板美智一地 先要问此城中可有妓 女 而莫都城里少有妓 女 自然不能说 莫都城的男人们 没有那些需求 也不能说 莫都的实力不够强大 只能说 玄情皇帝 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男人 莫都 这座城池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 一切都遵循着他的意志来 而他是一个 有志于统一先仪之地 甚至有更大志向的男人 他是绝对有资格说出 沉迷于女色的男人 最窝囊这句话的男人 他是不允许玄情的男人 把多余的精力都宣泄在女人身上的 他必须要那些人都留有用之躯 报效朝廷 建设玄情 其实这就是莫都如此古板无趣的原因 一切不利于国家发展 变强的东西 都是玄情皇帝不需要的 被他抛弃的 这也是往年时候 莫都的新年气氛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原因 更何况今年 这时 前线打到了北楚境内 两个国家正在对峙 难道国内都城 还能歌舞升平 饮酒作乐不成 而以上 是莫都今年就算是迎新除旧的时候 也一样冷清死寂的其中两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 这对秦燃来说是个好消息 大燕对玄情用兵了 年前时候 严汉和大燕 忽然撤回了在北楚边界的军队 又由于大燕和玄情接壤 于是从北楚边界被撤离的大燕军队 静止开到了玄情边境线上 大燕对玄情宣战了 前线再和北楚对峙 后面被队友被刺了 与此危难之际 莫都城哪还有心思过年 年末的最后一天 秦燃走在莫都街道上 所见所闻 莫不是一脸的肃穆 不过比起去年丹阳百姓的消极 莫都百姓更多的是严肃 秦燃从街上走回当下住的客栈 他几乎不会在同一个客栈住三天以上 这月以来 他已经换了好多个客栈 这个客栈是昨天才住进去了 说起来 比起其他客栈 这个客栈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只有一个 那就是 他的老板是个女人 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而今天 他似乎很幸运 刚刚走进客栈 便见到妖娆多情的老板 从对面楼梯走下了下来 老板很漂亮 最漂亮的是他的腰 臀线 柳 腰风 臀 起伏之间叫人心惊动魄 颤颤巍巍的 总叫人怕他折了 想帮他扶一扶 而当他将腰 臀扭动起来时 又仿佛海里波浪 波涛汹涌 男人就是那海里的帆船 总随着那波浪而荡漾 秦燃从客栈门进 老板从楼梯走下 他一抬眼 就将老板的身姿妙处全收眼底 他也本以为是意外 是偶然 像他在 莫都无数个客栈中 随机选中了这个客栈一样 但当他假装不在意老板的风姿 收回视线往前走时 老板走下楼梯 静止靠近他 笑起来 笑得风情万种 在他耳边说道 有人想见你 轰隆 一句话 一瞬间 仿佛一记炸雷 轰在秦燃神魂之间 将他以为的所有偶然炸去 将面前女人所有的妖娆美丽轰去 叫他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 这个陌生的城池 他谁也不认识 谁也不认识他 有谁会找他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国家 这个城池 都以那个人的意志转动 如果还有一个人能找到他 那只能是他 秦燃的第一反应是 跑 暴露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暴露了 他唯一的生路 是赶紧跑 但 他反身 法力流转 身形一晃 砰 他一头撞在了开着的门的空当处 阵法 他被弹回 在空中认出了门口的东西 与皇宫一样的阵法 我家主人说 为什么不弹一弹呢 看秦燃撞倒在地 老板再次出声道 秦燃知道 自己被拿捏了 他从容地从地上爬起来 将衣服上的尘土拍干净 抚平衣角都整顿一遍了 笑着与老板说道 请引路 老板颇为有趣地看他一眼 而后扭 囤在前带路 往楼梯上走 一颗丰润的有无限诱惑的囤 就在秦燃眼前晃荡 但他充眼不适 此时他的心里平静如水 他在想 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暴露的 他在想 那个男人到底想和他谈什么 他在想 他还有活路吗 楼层上到最高 最豪奢那一间住房 老板上前敲门 恭敬道 主人 人带来了 里面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回道 带进来 老板才开门 待秦燃进屋 屋内很温暖 有两人在窗边泡茶 一三时许的青年人 一六时许的老年人 年轻人浓眉虎目 其间含有无上威严 周身气度 自视人上之人 老年人鹤发童颜 一眼望去 只觉普普通通 再看去 却觉空空荡荡 看得久了 又觉得他身周有无上道运 悬傲难辨 老板示意秦燃进屋后 自己关门退了出去 秦燃打量一番屋内陈设 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有声音传来 这莫都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我莫不知晓 秦燃看向窗边 年轻人正在打量他 声音低沉说道 像你这么一条 大鱼跳进来 在莫都的方寸之地游来游去 你以为你 隐藏得了什么 陛下 有礼 秦燃抱拳向他行了一礼 秦首座 玄秦皇帝赵正 坐在茶桌旁 向他点了点头 道 我想我们可以谈谈 秦燃文言 不由沉默 连自己的根底 都查得干干净净了 他说 他早就发现他了 原来不是虎他 之前没有来找他 只是在调查他 首座请过来饮茶 我们慢慢说话 赵正道 秦燃在莫都游荡了一个多月 想的都是怎么混进皇宫去 做了这个玄秦皇帝 正如张良所想 那整个庞大的帝国 都因那一个男人而存在 只要把那个男人做了 那么一整个强大的帝国 将瞬间崩塌 于是有了渤浪杀刺杀 而玄秦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 也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皇帝 所以只要杀了赵正 那所有的危局都将自行散去 但 他万万没想到 他还没想到办法进宫去 玄秦皇帝就主动出宫来找他了 此时此刻 秦燃站在赵正面前 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失误 他还是轻敌了 果然弱小和无知 不是最致命的 傲慢才是 他以为自己是修士 以为自己只是一具水分身 以为自己足够小心了 但 在心底深处 他始终还是觉得 这是个凡人国度 除了那个化神修士 他没什么 值得注意的 他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俯视莫都的 所以他当有此节 谁说一个凡人王朝的皇帝 必须要是凡人呢 有这项规定吗 没有 只是一直以来 大家都这么认为 凡人国度的 王只会是凡人 修士少有 对凡人权利感兴趣的 秦燃也下意识地这么认为 他来自一个没有超凡力量的世界 修士会不会做皇帝这个问题 几乎跑到了他的思维盲区 他甚至没这么想过 但是从来如此 便是正确的吗 是的 坐在茶桌边上的赵正 是一个有修为的修士 秦燃看得清楚 他是驻姬后期的修士 基础相当扎实 不弱于道剑门添交弟子 赵正为秦燃气了一杯茶 出声说道 这个世界 凡人的命不是命 修士战斗 剑气法术横行 动辄搬山倒海 催成灭国 杀灭凡人数万 百万 数亿 凡人之命 亦如蝼蚁 对于此 秦燃有如何看待 秦燃走到茶桌边坐下 接过赵正递过的茶杯 他一时不知道 赵正要说什么 于是沉默不语 战斗误伤且不论 若有修士心情不语 随手毁去凡人城池 若有修士 要修去邪道功法 随意去抓来 几百上千凡人 一血迹 对于此 曾也是凡人的秦道友 如何看待 赵正在问道 秦燃还是拿捏不准 赵正想说什么 他不会是要说 凡人的命也是命吗 他稍加揣测 终于出生 死间事件 天道规则如此 金丹修士的肉身 全面超脱 化身修士的灵魂 全面超脱 一颗金丹吞入肚石 修士与凡人 本身就不是一个物种了 修士是凡人 确实如凡人是蝼蚁 赵正听闻秦燃这番 讲科学辩证的话 也有一瞬间的愣神 他在出声问道 修士 曾经都是凡人 天赋好的 如秦道友 不到三十岁 就是金丹修士了 此时 你父母健在 你兄弟姐妹健在 所以你以为他们是蝼蚁吗 与你不是一个物种了吗 秦燃对这一世的亲人 没有什么切实的情感 感触不深 但他想到 李世音和他的家人之间的关系 不自觉摇了摇头 民间帮派之间尚且有规矩 或不及家人 修士之间却没有 赵正又道 如此 心心最好的修士 为了不影响凡人 也不过是淡薄名利 隐居深山而已 到此 秦燃终于忍不住了 出声问道 陛下到底想说什么 两国交战 抓到了间谍 不问战士 却问修士 好一个玄秦皇帝 也是个不问苍生 问鬼神的 修士应当有规矩 凡人应当有尊严 赵正为自己 争了一杯茶 秦燃隐隐约约把握到什么 因为他记起玄秦皇帝 统一现役之地之后 有一件要做的事 但他依然想不明白 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看着他 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赵正品了杯热茶 放下杯子在桌上 继续为自己倒茶 一边示意秦燃喝茶 一边说道 如果不是你 北楚现在已经纳入了玄情 云天门将全面融入墨城 我只需要再统合两个国家的国列 两个国家的宗门 那么大势集成 从此不可阻挡 就算那时其他五国和其他宗门都反应过来了 也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了 就像车马已经启动 所有张开首挡在车轮前的螳螂 都将被碾成粉末 你不是第一个猜到我的想法的人 但那些蠢货 或是不以为意 或独我做不到 没有人重视 你是第一个看到整个过程的人 知道我会怎么统一现一之地 你一个修道之人 却于人间大事有如此严厉 很了不得 秦燃心道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 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问道 我想知道你统一现一之地之后会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才能让修事有规矩 让凡人有尊严 赵正端着茶 整合着言语 然后才说道 方经修行 有灵根才可 但凡人之间有灵根者 万中无一 而这些人 又只是有灵根而已 其德行 秉性 无法确定 一个从小便被带到弱肉强食的世界的孩子 他长大后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可以推断 不过是又一个有强大力量的淡漠生命的恶魔而已 有才有德者 是凡人 无父无君者 是修士 要让修士有规矩 让凡人有尊严 就要改变这一现状 而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需要修行不中灵根 不中灵根重什么 道德学识 譬如学子 明理之志 学问越高 而修为越高 最终可以道德成胜 譬如将士 保家卫国 功劳越大 战力越高 最终可以五成道 譬如官员 布政师道 官职越高 修为越高 最终可以声望成仙 秦燃听着 有一点点把握到赵正的想法了 这是结果 但是 你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呢 赵正在饮一杯热茶 出声说道 我准备将仙仪之地变作一个整体 将所灵气都集中起来 以天道意志实现我方才所言之事 天道意志又如何掌控 自己新造一个天道意志即可 赵正轻飘飘说道 如何造天道意志 阵法 赵正放下茶杯 看着秦燃 秦首座 用阵法 布下一个阵法 笼罩整个仙仪之地 秦燃端起茶杯 守不住颤抖 好半天 才得饮一杯热茶 赵正说了半天的设想 将秦燃震撼的神魂俱颤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 他要改宗门 修仙为王朝修仙 他要将仙仪之地的灵气聚拢起来 由朝廷再分配 这就跟一个大政府 把国内的资源整合起来 再按一定的规律 分发下去是一样的 如果灵气是一种资源 如果朝廷足够强大 那确实有可能做到的 一个理想主义者 是值得敬佩的 一个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 是恐怖的 而一个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 还有极高的行动力 或许整个世界 都会因他而颤抖 好半天 秦燃才回过神来 他发现自己 居然把茶杯里的茶喝完了 他抬头看向赵正 只觉得恐怖 陛下 他开口说话 不自觉带了些尊重 用阵法聚拢灵气 这确实可行 你的作战计划也没问题 在宗门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统一六国 而后在六国国土上 建造阵机 最后阵机建成 启动阵法 掠夺灵气 由你掌控 做到了这里 那些修行宗门 也自然而然在你的掌控之中 但是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单修士 给不了你帮助 也不能造成阻碍 不 赵正摇头 秦兄弟 你很有能力 你有学识 有远眸 能看出我的布局 能看透我的计划 你擅长炼丹 布阵 教化 修为常有 而炼丹布阵这些知识 却不常有 你很有才能 合不与我一起 实现这伟大的梦想呢 所以 秦然心想 这是一顾茅庐 还是瓮中捉鞭 如果 我不答应呢 他问道 赵正向他对面看了看 在他对面 玄秦大祭司正坐在那里 我并不怕死 秦然说道 他是分身 大祭司笑起来 问道 是因为你是分身吗 秦然心下一领 看向这位大祭司 堂堂化神七修士 这位大祭司 在刚刚赵正 与他讲话时 没有出声 仿佛不存在 现在他讲话了 其语气和神态 却让他觉得熟悉 你感受一下 试一试 还能不能感知到本体 大祭司说道 秦然文言 急忙尝试与本体取得联系 果然毫无动静 你这分身虽然精妙 但到底 是以原神为主的分身 大祭司说道 虽然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法子 但 我是化神七 我比你更懂原神 分身 你以为你是分身 不怕死 但我能截断你和本体的联系 也能通过你将本体斩杀 秦然那次想起 被那黑袍修士摇身一败 分身当场死亡 差点就影响到了本体 他真有些恐惧了 他深吸一口气 按下恐惧 看了看大祭司 再看了看赵政 忽然鸣雾 分身 你不是赵政 不 我是赵政 赵政笑起来 与秦然解释道 我花了五百年时间 才找到这一种建造王朝 修仙的修行方式 由此 两百年前 我回到了先一之地建立玄秦 两百来 我参悟完全 如何建造修行王朝 这才以分身开始谋划 原来玄秦皇帝和玄秦大祭司 是一个人 在知了这么一个惊天秘文 秦然算是彻底明白了 他今天只有入火和死亡两个选项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赵政不可能让他活下去的 至此 知道自己必死的秦然彻底放松下来 他手按在茶桌上轻轻地敲着手指 说道 在我死之前 我还有三个疑问 嗯 赵政点头 是以秦然说下去 第一 秦然问道 你为什么不从玄秦开始呢 先将玄秦变成修行王朝 有了足够的力量了 再一步步地向外开疆阔土 赵政答道 以玄秦一地的灵气 聚拢起来 变成的王朝 还不足以对抗一个大型宗门 而这也会让我过早暴露 从而让先一之地的其他大宗门 联手起来阻碍 但是先一之地相对偏僻独立 如果找机会将整个地方整合起来 我会得到一个巅峰实力的王朝 这时足以应对外面的强敌 巅峰实力的王朝 莫非王朝上面也还有境界 王朝 皇朝 帝朝 先朝 赵政道 而到先朝时 与陵南先宗也相差无几 秦然明白了 他点点头 又问道 第二 你知道我略懂阵法 所以 我清楚 你要布置这样一个阵法 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是不可计量的 这不是短时间能成的 这段时间 你不当心那些宗门 其中我自有安排 赵政达到 秦然看了看他 知道他不想说 便继续说道 第三 虽然我是分身 但我很了解我自己 当我守不住五一城时 当我意外生死时 当一切不可挽回时 我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他说着 侧身从乾坤代理取出一个瓷瓶 放在桌子上 与赵政介绍道 这个丹药 名叫告死丹 这一刻 如果我将他扔到 莫都的护城河里 明天早上你起来 你就会看见满城的尸体 所以 你可以胜 但你在北楚的军队 都会死 你在玄情的百姓 会被我暗自留下来的 告死丹 毒杀殆尽 如此 你要怎么解决 赵政脸色微变 问道 这样的丹药 你有多少 这是我炼制的 要多少 有多少 秦然诚然道 赵政沉默良久 才说道 你不想死 也不想为我所用 那么说说你的条件 关于你的计划 我很震撼 关于你的为人 我很敬重 我想不到 这个吃人不是形容词的世界 还有你这样的人 秦然说道 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混 但一想到这件伟大的事业之后 会遇到的无穷量的挑战 我就觉得心累 我只是一个死宅 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 只能由你这样的人去完成 所以 我不想阻拦你的计划 人人平等 人人呈现 人人如龙 这是我想看到的 也无怪云天门会支持你 你真的很了不起 但我也不能让你灭了北楚 所以 我想以这颗告死丹 卑鄙的与你谈条件 请你放弃北楚 他说道 我会让北楚 帮你建造在北楚境内所需的震机 如何 秦然这句分身 从此从秦然的感知中消失 远在武夷城的本体 在三天之后 得到分身传道的一个讯息 玄秦将要退兵了 新年刚过 武夷城城内城外的形势 忽然就不对劲了 武夷城内在增兵 因为大燕和严汉两国撤兵 北楚终于有兵力来支援武夷城 而武夷城外却在撤兵 很奇怪的 玄秦军队寒冬腊月的 耗损着资源都要在这里驻扎 只为了找机会攻城 现在天气即将转暖了 玄秦那边却有了撤离的迹象 武夷城 城主府内 李战正在与北楚一众将军 谋视分析武夷城当下的形势 从我们得到的情报来分析 玄秦方面确实是在撤军 有测试出声说道 我们的探马看到 玄秦迎债的吹烟明显小了 确实有帐篷空了 也在撤离的方向 发现了车折印 不像是玄秦在固步一阵 是真的撤军了 有人分析道 丹药传来消息 大燕那边再给玄秦压力 这可能让玄秦招架不住了 也或许 这个冬天的物资消耗 让玄秦扛不住 他们必须撤离 回去春耕 我觉得是他们看到 我们在增兵 玄秦那群损惑怕了 有将军道 李湛没有说话 他在拧眉思索 他站得高看得远 早知道北楚和玄秦之间的关键点 不在于兵力多少 而在于修士强弱 玄秦得云天门支持 有修士无数 而他们北楚 在原有修士死完之后 就只有李诗英和秦燃了 而李诗英和秦燃 他想到秦燃 忽然觉得 此次撤兵 应该跟他这个高深莫测的准女婿 有莫大关系 雪已经停了 这两天天上云层散去 黑漆漆的天空 也时有几颗星星在闪烁 秦燃 站在武夷城城头 看着玄秦军营 脑子里想着分身传来的信息 玄秦将要退兵了 而随着这个信息 在他脑子里浮现 分身与他的联系 也随之消失了 所以 分身在那个客栈里 遇到了谁 又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他心里有所猜测 但关于具体情况 还是分析不出来 玄秦退兵 跟你有关系吗 身边传来李诗文的声音 秦燃点点头 坦然认下 应该是有关系的 什么叫应该有关系 李诗文皱眉 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派去玄秦刺杀 玄秦皇帝的分身 死了 或者说 消失了 秦燃也不是很确定 我猜 他应该是 见到了玄秦皇帝 我的分身与玄秦皇帝 他们之间大约达成了什么交易 分身 你的这神仙法术 你跟你的分身之间 你们没有联系吗 李诗文问道 有联系 但前几天感知觉被突然隔绝了 秦燃道 更早之前 我发现玄秦皇宫里有一个化神修士 应该是精通阵法的 很厉害 应该是他做的 化神修士 李诗文不是修士 但荆丹修士在他心中的形象 已经跟仙神差不多了 所以 化神修士在他心中 不过就是一个境界而已 已经失去了具体触感 所以 你的分身与玄秦皇帝之间达成了什么交易 他关心的是这个 分身是过去刺杀玄秦皇帝的 我事前知道玄秦皇宫有高手 所以准备了多个后备方案 其中一个是 秦燃从乾坤代理取出一个瓷瓶 示意李诗文 如果刺杀不成 或者他将生死 或者遇到什么不可为的局面 可以玉石俱焚 李诗文伸手过来拿瓷瓶 问道 这是什么 秦燃缩手回来 不给他碰 回道 这叫告死丹 宣告死亡的丹药 死亡 李诗文本能地不相信 一颗小小的丹药 有什么巨大的威力 这里面有一颗告死丹 秦燃说道 他足以毒死五一城内所有的生灵 他象征着死 所以一切活着的生灵 都为他所克 李诗文吓了一跳 手向被雷击了一样缩回来 惊道 这么恐怖 秦燃将丹药收回乾坤代 叹道 我本来是为了研究 使人不死的丹药 但没想到阴差阳错地搞出 这么一颗让人死的丹药 哎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研究出来 这颗丹药致人生死的原理是什么 不过 等我研究出它的原理时 想必我就是我炼制出长生丹的时候 李诗文文言 默默地离秦燃远一些 所以 这颗告死丹 是你炼制出来的 秦燃看到李诗文害怕的样子 笑了笑 说道 你倒也不必害怕 这世间 其实许多伟大的发明 都是在意外中发现的 比如 炸药是炼丹师们炼丹时倒不出来的 青霉素是人们发现发霉的东西 对细菌有灭杀作用 李诗文什么都听不懂 只是觉得 秦燃更恐怖了 他默默离去 他还要事情 还要继续巡逻 见李诗文走远 秦燃想起什么 随口一问 最近有看见过什么奇怪的花纹吗 李诗文摇头 没有 第二天晨时 李诗文忽然派人找到秦燃 说道 玄秦军中有人找你 玄秦找我 秦燃一愣 意识到 这恐怕就是分身与玄秦皇帝达成的交易了 他连忙往城外赶去 武夷城外 李诗文正带着五百荆旗 与对面玄秦士族对峙着 这边五百荆旗是黑红色铠甲 对面五百荆旗是玄色铠甲 一黑一红 却有肃杀味道 秦燃从城墙上飞下来 到两军之间 面向着玄秦那边 他抬眼一望 玄秦为首者 竟是赵亚秦 找我何事 他向赵亚秦问道 赵亚秦淡淡地看他一眼 抬手扔过来一封信 却没有说话 秦燃皱了皱眉 身体里浮现出来一具透明的水分身 以水分身将信接住 他远远地看去 信封上写着秦兄敬起 寄信处写的是赵正 玄秦皇帝寄来的信 那客栈中见到的 果然是赵正 他心下暗道 算你们走运 赵亚秦就是来送信的 见秦燃接信了 他冷哼一声 准备玄秦军营去 这边北楚旌旗 倒也没有动手的意思 都看着玄秦那边调转码头 往玄秦军营的方向 但就在这时 轰隆隆 天空中忽然风云突变 大片大片的云 从不知名的地方 向这边聚集了过来 眨眼之间 天光暗淡 日月无光 有诈 小心 两军之中 同时响起这样的惊呼声 狂风怒嚎 黑云密布 日月无光 天地失色 战场有战马寿惊斯明 由将士战刀出鞘 极短时间内 武夷城内外 便从一个春意复苏的人间 来到了阴风阵阵的地狱 狂风卷起尘土 秦然站在风中 向天空看去 天空中黑云翻滚 以他在阵法领域的造诣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阵法 这是阵法 造成这一切异象的根源 是有人在此方添地 布下了阵法 一个足以遮天盖地的阵法 这个阵法不是一般的阵法 它囊括了 它身后整个武夷城 以及身前的玄秦军营 秦然身负铜树幻剑 他也看得出 空中翻滚着的云层中 有怨气 煞气 魔气等等阴森邪义的气息 由此 他隐隐有所猜测 这 很有可能就是那万鬼索命阵 玄秦军营中的黑袍男 他曾想以万鬼索命阵 将整个武夷城带走 但被赵里以太伤天和为由暗下 而秦然一向以最险恶的心揣测别人 所以 就算赵里没有采用黑袍男的阵法 但他仍然一直叫李诗文 注意武夷城附近 一旦有奇怪的阵文就通知他 防止那黑袍男 暗中不知万鬼索命阵 他已经足够小心了 但他很难算到 黑袍男在被赵里拒绝之后 竟然把玄秦军营也计算在内了 这个阵法的范围 超出了他的预想 不仅把武夷城囊括在阵法中 玄秦军营也在 不过 此时反推回去 虽然不知道黑袍男到底是谁 和玄秦军营到底什么关系 但他是一个修士 还是一个邪派修士 毫无道德性义 同时灭绝人性 对眼下突然发生的事 也就没那么意外了 就是 关于这件事 不知道玄秦皇帝有没有想到 城外的一千将士都是精锐 虽然战马受精 但战士到底还是稳住了 但 李世文以为是赵亚秦社福 赵亚秦以为是秦燃耍诈 两边稳住军阵 立马必要冲杀起来 秦燃正好站在两军阵之间 要是再不做点什么 怕是要被马蹄踩成肉泥了 他立马朝玄秦的五百惊气大喊 赵小姐 这阵法你可熟悉 阵法 赵亚秦一愣 抬头看 这才隐隐约约看出些门道 知道 是有阵法启动了 他倒是没什么阵道知识 他只是见过黑袍男的万鬼索命阵而已 停 他急忙叫停了玄秦骑兵 看向天空 脸色有不解 有震怒 他怎么敢 他连本郡主也不放过 云层堆积 遮掩天光 天地之间失去了颜色 地面有狂风怒嚎 风中云里 传来了鬼魂嘶吼 仿佛到了无剑炼狱 这怒嚎 嘶吼 竟能射人心魄 阵中之人 心神渐渐受了影响 武夷城外 战甲哗啦 作响 又有战刀磨蹭战甲的声音响起 对峙者的一千斤旗 慢慢有了拼死一战的意思 李诗音从武夷城内飞出来 到秦燃身边 向秦燃问道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布了阵 秦燃随口回道 他这时已经离开了两军对峙者的中心地带 找了个平台地方 盘坐坐下 手里拿着纸笔 按在膝盖上写写画画 布阵 李诗音仰头 从玄情军营那边 看回到武夷城这边 不敢置信 谁布了这么大一个的阵法 玄情那边的人 那个人一开始就有拿武夷城记阵的意思 在被赵李拒绝后 他便连玄情军营也算上了 秦燃一边写一边回道 这个阵法 应该是一个固有阵法 但他依然布置了两个多月 所以布置了这么大 固有阵法 是指 法宝镇法自带的 镇文刻录好的镇法 继镇 李诗音惊道 难带他要把武夷城的人都杀完吗 秦燃抬头看了看傻徒弟 说道 不是武夷城 是武夷城的人和玄情军营的人 竟这么残忍 残忍 秦燃低声重复这个词 怎么说呢 这种事放到整个修行界 应该算做日常吧 他看向赵亚情那边 护道人梅仪 已经带着几个云天门弟子飞过来了 也在向赵亚情问寻情况 那是他们玄情找来的帮手 他叹道 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那人的根底 所以 是玄情找来的人背叛了玄情 李诗音里清楚了 不只是要杀武夷城的人 连玄情的人也要杀 他说着 忽然反应过来 布阵的人也是元阴妻吗 玄情军营中 不是有好几个元阴修士吗 他们去哪里了 为何不破阵 谁说元阴修士就会破阵了 秦燃白他一眼 反问道 又指了指黑沉沉的天空 你给道剑气试试 李诗音一眼取出剑 向空中斩出一道剑气 剑气轻松斩破黑云 但很快消失在黑云之后 不再出现 黑云从心合拢 仿佛剑气未曾到过 你实力不弱 剑宗两个元阴七战力 虽然比你强很多 但结果不会有太大差别 至于云天门那个元阴修士 听你说起 似乎更倾向于狗命 战力还不如你 情然回到 所以 你傻乎乎地 对这阵法毫无头绪 他们比你好不到哪里去 别说元阴修士了 若是不懂阵法 化神修士 来了也没用 所谓隔行如隔山 李诗音在剑道领域 是绝对的天才 已经走在了 绝大树剑修的前面 但他在阵道领域 李诗音已经如此了 其他修士的情况 不会比他更好 那师傅 他收回视线 看向一边跟他说话 一边写写画画的情然 你是在干嘛 破阵吗 他知道 屠山幽幽为了学阵法 天天在后山洞府里 写写画画 嗯 秦然点头 这阵法我一点也不了解 所以我现在得根据 阵法表现出来的效果 去反推它 具体是些什么阵法的复合 再根据基础阵法 反推其基础阵文 知晓了基础阵文 才能根据基础阵文的 克制关系 整合一个新的 与之相反的阵法出来 以达到破阵的效果 我毕竟不是阵法师 无法用法力推演阵法 只得用纸笔代替 师傅很厉害 李诗音是知道的 所以师傅出手破阵 李诗音很放心 秦然的话 他半句也听不懂 只点点头 抱着剑 跟在师傅边上盘坐下 等着师傅破阵 为师傅护法 但 他看着师傅计算阵法没多久 他忽然发现 周围的动静有些不对 有刀剑交击之声大作 他抬起头来 看见玄琴五百荆旗 和北楚五百荆旗 内部都自己打起来了 受阵法影响 两边士族都失去心智 满心杀戮 在癫狂之中 向身边战友出了刀 袍则兄弟 在这万鬼索命大阵之下 刀兵相向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片刻功法 有人战刀剑红 有人跌下战马 师傅 见状 李诗音站起来 轻心剑出鞘 就要冲过去阻止 你不要动 秦然却出声阻止了他 这阵法叫做万鬼索命阵 如今连鬼都还没有出现 其实阵法还没有启动 你要助我破阵 李诗音看了看拼杀着的将士 手中剑紧了又紧 但还是听了师傅的话 盘膝坐下 今天在这里对峙的一千惊奇 不管是玄秦那五百 还是北楚的五百 都是身经百战 一亿当时的精兵 这些人的意志力 其实坚韧无比 但他们都这样了 那承重的普通百姓 他不敢多想 时间越长 将士们受阵法影响越大 便越来越癫狂 拼杀起来便越来越狠 总共就一千精兵 短短时间 就死伤上百人了 李诗文因为修炼过 秦然给他的体修功法 又因经历过大起大落 他的精神意志 又要比寻常将士强很多 阵中将士相互拼杀 他还有心力出手劝架 他仗着武力强横 拉开了不少将士 阻止了不少惨案 但 他到底只是一介凡夫 他灵魂 原神 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渐渐发现自己 也有些不对劲了 有时候不想拉开 即将杀死的将士 有时候 也想那刀枪砍在他身上 有时候 也会不自觉地用力过度 他也越来越不正常 然后 他又看到有兄弟的刀将要看向另一个兄弟的脖子了 他很焦急 手中刀一伸 拦住了这一刀 然后反手用力 准备隔开这一刀 他确实隔开了这一刀 但他没有收力 他的力气 是这个将士的数倍有余 当 破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士族的 半边脑飞了出去 他拿着手里的刀 正正地看着慢慢倒下的兄弟陶泽 这跟玄秦打了半年 从横断山打到武夷山都没有死的兄弟 死在了他的手中 他最该问 边上忽有人向他杀来 他伸手矫健 回身一挡 再用力一踹 将这位兄弟踹飞树掌 眼看是活不成了 不 他哭喊着 然后加入了战局 李诗音看着这一幕 再喊一声 师父 秦然抬头 向李诗文看去 李诗文正一边控制着自己的手 一边痛哭表情 一边挥一刀砍杀 哎 你去 他话未说完 战场忽然起来了一遍 玄秦这边 有修士气息散开了 有修士正在运转法力 正在施展法术 他心下一惊 急忙看过去 却见赵雅琴一人一剑 正杀得开心 梅姨和其他云天门修士 怕伤到他 一时不知如何阻止 同样是助击后期的修士 李诗音原神强横 根本没有感受到阵法的影响 但赵雅琴 已经癫狂暴走了 如此惺惺 他心下叹一声 哼 玄秦军营那边 终于有两道冲天起的剑光 向空中杀去了 无影剑宗的原因修士 出手了 李诗音有些激动 煞世间 天空中有无数剑气扑洒而开 将这片天空所有黑云 都尽数切开剁碎 又有剑气游散下来 叫狂风都静止 黑云散 终于有光从黑云之间漏了下来 地上或寻死密活 或持刀杀人的人 被光一照 忽然有了清醒 从癫狂状态中清醒过来 李诗文砍出去的刀也生生收住 他刀下士足 不由得有劫后余生之感 向他哭喊道 多谢将军不杀之恩 他看了看他 脸上挤出一点笑 点了头 他回头 看见他身后歪歪斜斜 躺着十来个人 都是他亲手所杀 他又想起了 横断山脉中 因他而死的天侧君 是否 你看 李诗英指了指天空中驱散乌云的两个无鹰剑宗修士 颇有些欣喜 果然 剑修 就需要一往无前 什么阵法 暴力破除就完事了 只是 他没有在秦燃脸上看到笑 秦燃叹息一声 看着他说道 这就是不懂阵法的人了 你们只知道 胡乱泼洒法力 却仿佛对着空地发疯一般 除了浪费法力外 没有任何用处 可是 李诗英不支持秦燃的话 指向天空 然后 他看到天空中被剑气搅散的云 又慢慢复原了 地面上被剑气定住的风 又慢慢吹起来了 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形 如烟如雾如空气 这样的破坏 对阵法的影响 是微乎其微的 秦燃与李诗英说道 师父 李诗英抿了抿唇 问道 那该怎么办 作用虽然微小 但不是没有 秦燃摇摇头 至少让我多看到了 这个阵法的更多变化 我能据此推断出 更多的基础阵法 天空中的无垠剑宗二人 见被他们驱散的风云 慢慢恢复了 皱了皱眉 却只得继续驱使剑气 去定风散云 虽然他们做的事情 对阵法本身的影响微乎其微 基本不可能以此破阵 但他们二人 在空中持续性地破坏阵法外向 阵中生灵的心神 倒是不再受影响 李诗文的刀 到底是没往自己身上扎去 他随手插在地上 面无表情地 未受伤的士族包扎 李诗英见状 收剑回翘 盘坐在秦燃身边 他看了空中展云的两人好一会 知道他们对剑道的感悟 还不如自己 便对这等无用功 不再关心 他收回视线 看向奋笔演算的师傅 还是自己师傅 做的是有用功 俗话说 认真的男人最帅 虽然师傅在李诗英眼中 本来就是最好看的 但此时认真演算的师傅 确实更有几分魅力 他脸上不是平常时候的温文微笑 也不是他算计别人时的皮笑肉不笑 而是一种认真的样子 带着一种对知识的纯真 一种痴迷 他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中 这种痴迷叫他痴迷 他想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师傅 看一辈子都不会厌烦 某一刻 师傅停下了演算 他拿起稿纸站起来 转着圈到处看 又对比着他手中的稿纸 似乎在找什么位置 他找了好一会 忽然指着玄秦军营左侧的空地位置 与李诗英说道 那个地方 诗英 你用剑气将那里定住 果然师傅是最强的 这么快就找到了破阵之法 李诗英想 天上两个圆银修饰 武力再高 有什么用 还不是拿着剑的莽夫 他想着 站起来 拔出剑 运转法力 凝出一道剑气 精准地插向师傅所指的位置 剑气飞出 空中便有星辰之力 被星辰剑气勾连 落在那边空地 使地上的剑气更壮大几分 星辰之力 秦燃注意到这一幕 他抬头看向天空 难难道 这阵法连星辰之力都没有隔绝 说明他的复杂程度 比我想象中要低 至少他不设计空间阵法 乾坤阵法本来就难 要是复合阵法中 加入乾坤阵法 那么难度 就会成几何倍数的往上增 师傅 还要做什么 李诗英问道 秦燃拿着笔 在纸上修修改改 好一会 才给李诗英指 那边那座小山 将山顶位置定住 紫色剑气穿破山峰 将之定住 随着这一道剑气飞出 阵法中的风 突然停下了 这是阵机 秦燃有些兴奋 师英 我们找到其中一个阵机了 看着秦燃高兴 李诗英也很高兴 是师傅 我们真厉害 阵机被破坏一个 这惹恼了阵法的主人 天地间忽然有一声 似鬼似魔的嘶吼声响起来 紧接着便响起一声声的 吱压怪叫的嘶吼声 天地之间 到处都有透明生灵在挣扎 他们像是在薄膜外 要穿透薄膜 来到这个世界 师傅 这些是什么东西 李诗英看着空中浮现出的东西 漂浮不定的 不可名状 让他莫名恐怖 只觉肌肤发麻 万鬼索命阵 见此 秦燃却笑了起来 阵法这时才出现 自然就是那万鬼了 鬼 鬼 哪有女孩子不怕鬼的 强如李诗英 都吓得大舌头了 这些不是你所想的鬼 这是人刚死的时候 魂魄还来不及散去 被这人强行收起来 然后以残忍邪恶的手段 炼制成冤魂 恶鬼 秦燃说道 这世间没有鬼 有鬼的是修士 修士比鬼恐怖一万倍 那 那那那师傅 我们要怎么杀鬼 李诗英并没有因秦燃的解释而不害怕 他一把抱起秦燃的手 瑟瑟发抖地看着 即将穿透薄膜的鬼 你忘了 秦燃拿着笔的手 在李诗英头发上揉了揉 安慰傻徒弟 他说道 你那招封尘绝念呢 那是针对元神的剑法 李诗英道 灵魂变成原因而出窍 便是元神 灵魂被修士 以邪恶手段炼制 便是鬼 秦燃解释道 鬼 其实是低劣的元神 哦 听到封尘绝念 能对这些可怜的恶鬼起作用 李诗英忽然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他深吸一口气 又盘膝坐下 师父 你要替我护法 嗯 秦燃点了点 又与李诗英道 这个阵法 以鬼为核心 鬼越多 威力越大 鬼越少 威力越小 你多杀些鬼 等会师父 破他那些辅助阵机 会更轻松一些 再听师父这么说 李诗英彻底不害怕了 他能帮到师父了 鬼又有什么好怕的 他闭上眼睛 元神提着木然剑 从眉心走出 其实这万鬼索命阵 确实恐怖 从他可以笼罩 武仪成家 玄情军营这么大的区域 就可见一般 但 也正是因为这阵法厉害 让黑袍男膨胀了 他竟然将这阵法 笼罩在这么大的地方 如果是在一个 很狭窄的地方 就算只是武仪成 那么一万只恶鬼 在城里面肆虐 也着实是一件恐怖的事 如果是在很小一个地方 应对修士 说不得原因修士 也得遭重 但 现在 这个阵法囊括城内城外之后 如此大的空间 一万只鬼 似乎就没有那么 够看了 特别的 他万万算不到 这里的修士中 竟然有人在未达到化神之时 就修成了元神 更想不到 这个人专门误了一招针对元神的剑法 只见 李诗英施展封尘绝念 元神提着木然剑降临 浑身散发着隐隐光芒 真如折仙一般 而从空中凭空凝成的恶鬼 见到他仿佛见到了天敌 奇奇地停住了一瞬间 那是阵法持有者黑袍男在震惊 在恐惧 李诗英一剑出 便有一只恶鬼 化作黑烟 消散在空气中 紧接着 他施展九转星辰剑法 无数道元神剑气四散而出 斩杀恶鬼 如同割草 而同一时间 凡人暂且不论 他们对这些恶鬼毫无办法 只能逃跑 被杀 就算是修士 也只能以法术勉强逼退恶鬼 而无法伤到恶鬼 赵雅琴剑光舞动 施展出自己的剑法 剑法带动法力 在他深周流转 将恶鬼打得节节败退 但是 他每一次打退恶鬼 那些恶鬼都会无视一般 再次私教着 向他冲来 万鬼索命 他咬着牙 问梅宜 怎么才能伤到这些东西 梅宜摇摇头 叹道 要修元神或灵魂相关的功法 才能伤到这些恶鬼 陛下为什么要把这套功法交给他 赵雅琴恨恨道 梅宜不敢说话 我们迟早会因法力耗尽 而被万鬼视魂而死 但在再一次逼退恶鬼后 赵雅琴惊讶地发现 那些恶鬼没再向他攻来 而是调转身形 向另一个方向冲去了 他心下不解 向那边看去 发现其他地方的恶鬼 也都在向那边的位置涌过去 密密麻麻 一如潮水 那边已经被恶鬼包裹住了 只有中心有盈盈光芒 从恶鬼的缝隙中露出来 那是谁 他问道 所有恶鬼都向他而去了 没一步清楚 但很快 羞羞羞 无数道带着紫义的剑气 从那中心向外展出来 将那些恶鬼整齐地切割成几块 无数恶鬼在剑气下变作黑气 那剑气 赵雅琴觉得 那剑气十分眼熟 心中有了一个最不愿意的猜想 哄 一道洁白的身影 从恶鬼围堵中杀了出来 那是立足于地狱的天仙 他是 李诗英 赵雅琴如遭雷击 怎么会是他 梅姨看了看半空中绕着恶鬼游走的李诗英 又向秦燃身边看去 看到那里也有个李诗英 秦燃感知到他的视线 一双深沉如深渊的眼睛 向他看了过来 他不敢与之对视 连忙收回视线 原神 他叹道 是原神 一个人的一生 总会遇到那么几个 如同流星般耀眼的天才 他们出现在别人的人生中 叫别人只可仰望他们 他们一如流星划过天空一般 划过别人的人生 不留下半点痕迹 李诗英 就是无数修饰人生中的那颗流星 有的人会为他赞叹 有的人会仰望他 有的人会追赶他 有的人因他而自卑 有的人会嫉妒 如赵雅琴这般 导致道心崩溃 双膝跪地 仰望天上 肆意挥洒剑气的他 或许是正法的影响 或许真的是李诗英 强得让他绝望 总之 他在这一刻忽然明白 就算到时候 陛下建立了修行王朝 他成为修行王朝中的郡主 得到郡主身份 以及无数功劳加持而来的灵气修为 他也追不上李诗英的脚步 王朝气韵加持 追不上一个人 可是 他就是有这种感觉 雅琴 梅宜走过来 伸手搀扶他 他回头仰望梅宜 问道 我的天赋很差吗 不 梅宜摇头 一如往常对他说道 你很优秀 赵雅琴笑起来 又看向李诗英 这时李诗英已经在追着恶鬼杀了 他说道 我受了正法影响 一时之间心神不稳 心境出现了些许问题 梅宜将他扶起来 也抬头看天上 天上有两位元英修士 元英修士 将那黑云半点不得聚合 而影响阵中生灵心神的 正是那黑云 恶鬼被自家妹妹一支支地斩杀 李诗文站在他的战马旁边 抬头仰望着 他发现 自家妹妹越来越强了 他轻松战败江小白 一人一剑手下武一城 现在又能独占万鬼 在他心中 李诗英的形象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高到了云层之上 成了神仙 妹妹是神仙了 而他还是凡人 他一直害怕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他终于从心底确定 自己跟妹妹 有着鸿沟一样的差距 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亲人之间 本来没有高低之分 一旦出现了 他不配做他哥哥 他不是他哥哥了 他知道 李诗英从来不在乎这些 但他知道 这件事客观存在着 无法忽视 他开始想 如果当年真的将诗英带下了山 会怎么样 或者守得严一点 不让诗英从军营里逃出去 败入道剑门 他或许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妹妹了吧 李诗文看着李诗英杀鬼 脑子里胡乱地想些有的没的 后 某一刻 他耳边忽然传来 叫他心惊的嘶叫声 那声音很静 好像就在地面 他悚然一惊 回过神来 急忙低头去看 正看见地面的泥土在翻覆 有东西要从土里爬出来 泥土见开 有手从里面伸出 紧接着是脑袋 黑漆漆 雾蒙蒙 看不清面容 不多时 那怪物别人从地里爬出来了 李诗文顿时明白 那也是鬼 只是不像空中那些飞来飞去的 肉体繁胎摸不到的鬼 而是一种实体的 仿佛僵尸一般的鬼 从泥土里爬出来的 不是一只 而是 无数只 整个地面 整个地面的泥土都被刨开 一只又一只 密密麻麻的 成千上万只尸鬼 从土里爬了出来 李诗文感觉到脚下泥土松动 他急忙退开 那里也有一只尸鬼往外爬 短短时间 一颗脑袋 就从他刚才所站的地方冒出来 见状 他不及多想 手中战刀挥动 一刀向前 静止将这尸鬼的脑袋掀飞了 尸鬼没了 脑袋也没死 伸出手来到处摸 还想找回自己的脑袋 李诗文再过去 两刀将尸鬼的手也砍断了 他身后还剩下来的三百余名惊奇 也都顶着恐惧 将近处的尸鬼斩杀了 又一重变化 秦燃眼里光芒闪烁 飞速计算着 他一边俯身记录 一边施展法术 换出三具分身 都直剑 向周围的尸鬼杀去 从空中浮现的恶鬼 有万鱼 会飞 无实体 不会原神 灵魂相关的术法神通 无法伤害 而从地里爬出来的尸鬼 数量有十万鱼 有实体 普通的刀剑也能伤害 还有变化吗 秦燃看着手中稿纸上 计算出来的破阵阵法 有些担忧了 要是还有变化 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他毕竟不是阵法师 是纯粹靠计算破阵的 还是用笔算 计算力有限 所能破的阵也有上限 啊 啊 他正担忧着 战场上忽然响起了一个男人压抑 而绝望的嘶吼声 这声音情然熟悉 是李诗文的声音 出什么事了 他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却只能看到 密密麻麻 形成了人强的尸鬼 而看不到李诗文那边的情况 他心面一动 一个分身腾空而起 向李诗文的方向飞去 他本没有那么在意 毕竟破阵才是大事 但就在他俯身准备继续计算时 他忽然发现了什么 就算是他 脸色也被震住 眼里神色也是不敢置信 他重新抬起头来 看出去 看向那些从土里爬出来的尸鬼 尸鬼都着了甲 战甲 黑红色的战甲 北楚国的战甲 这些从地里爬出来的尸鬼 全部都是北楚国的将士 甚至 他在李诗文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见了天侧军的战甲 斩杀掉了那只 还没有完全从地里爬出来的尸鬼后 李诗文看到地面有无数的尸鬼 在往外冒 他不由头皮发麻 回身从战马上抽出来一把马朔 拿着长长的马朔 准备迎敌 但是 当那一只尸尸鬼完全爬出来后 他的眼神逐渐呆滞了 他死都不可能忘记天侧军的战甲之事 从北楚国旌旗附近爬出来的尸鬼 全都身着天侧军战甲 全部都是天侧军将士的亡魂 他看着他们向他围拢过来 仿佛听到他们在说 还我命来 是你把我们害死的 我们都死了 为什么你还活着 为什么你还活着 来陪我们吧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啊 李诗文双目血红 仰天嘶吼 手里的马朔无力落下 空中灭杀恶鬼的李诗英 听到李诗文的嘶吼 俯身看下来 正看到无数的恶鬼 向李诗文围了过去 哥 他大喊一声 向李诗文所在冲了下去 不对 秦然很快发现了盲点 他知道 天侧军大部分 都是被是吉摩柳的柳絮吞噬而死的 是吉摩柳的吞噬 哪里还会残留有灵魂 退一步讲 就算残有灵魂 那也应该只有很少几个 而不至于有成千上万的 这时 李诗英从空中落了下来 他忽然明白了 这是一座活的阵法 是有人在外面操控的阵法 外面操控阵法的黑袍男已经知道 能切实对空中恶鬼造成伤害的 只有李诗英 PS 除了李诗英 秦然和追风也能对鬼魂造成伤害 但是秦然在破阵 追风在五一城内 他要把李诗英从空中引开 就算不能引开李诗英 他也可快速将李诗文炼化成为他的尸鬼 以李诗文的强度 或许可做他的尸鬼外 想到这里 秦然知道 必须要把李诗文骂醒了 紫色渐气如雨 唯像李诗文的尸鬼 都被渐气搅成碎末 李诗英落下 一把把李诗文从地面拉起来 骂道 李诗文 你在干什么 只是李诗文心存死至 不回他的话 也不去看他 李诗英看他的样子 气得给了他一脚 他不挣扎 也不反抗 跌倒在地 仿佛取玉池针之前的样子 整个人没了灵魂 他这个样子 叫李诗英怒火中烧 却毫无办法 他只想打他 他正准备冲过去 师父忽然来到了这边 他交给我 你去对付空中的恶鬼 师父与他说道 他看了看眼前这个身上 有破绽的师父 有些迟疑 向远处那个没有破绽的师父看过去 那个没有破绽的师父 向他点了点头 他才应道 好 到现在 这个世界最值得他信任的人 无疑是师父 身上没有破绽的师父 他反身往空中飞去 继续杀鬼破阵 秦燃抬手 拉出一个气泡薄膜 将他和李诗文都笼罩在其中 他在李诗文边上盘坐下 说道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很强的男人 李诗文不答 但我没想到 你是个懦夫 李诗文看他一眼 横断山脉的事发生之前 我就劝你离开 你没有 你说 你要守卫横断山脉的百姓 秦燃语气平和 你带着你那十万天策军 死在了横断山脉中 这是谁的错 这是你的错 他继续说道 玄秦那边得了通知 军队早早撤离横断山脉 因此 玄秦守卫在横断山脉的军队 没有受损 因为北楚折损十万惊奇 而玄秦惊奇保存完整 玄秦入侵了北楚 玄秦骑兵 在北楚的土地上肆意驰骋 北楚对此毫无办法 这是谁的错 这是你的错 他深吸一口气 天策军是世极魔流灭的 你活下来后 不思如何报仇 不想如何重建天策军 整日里只颓废度日 浑浑噩噩噩过了三年 当玄秦入侵北楚 你手里没有骑兵 去党玄秦骑兵 国内没有修士 去党玄秦修士 你不思如何处理玄秦骑兵 不想怎么劝说 北楚境内的大宗门帮忙 你一心只想赴死 你不是个男人 秦燃摇头总结 李世文抬起头来 看向秦燃 秦燃盘坐在地上 他也坐在地上 当他抬起头来坐正 比秦燃大了两圈 但他大则大矣 整个人毫无威慑力 秦燃目光淡然地与他对视 继续声音平和地辱骂道 你只是看起来很强壮 其实你软弱不堪 你还不如诗音 甚至你还没有玉秦真爷们 李世音暂且不说 玉秦真柔柔弱弱 仿佛风都吹能倒 李世文嘴唇动了动 想辩解点什么 我本以为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会有所成长 会成为一代大将 会倾史留名 但你没有 你被打垮了 秦燃讥笑起来 问李世文 告诉我 你算什么男人 李世文不想回答 这么无聊的问题 秦燃自己给出了答案 男人 是责任 是担当 你有责任和担当吗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担当 秦燃的声音有了起伏 是你自己犯下的错 要你自己去补救 是你身为丈夫 要给你妻子幸福 而不是带着他在战火中颠沛流离 是你身为父亲 要给你儿子幸福 而不是让他只知母亲不知父亲 在悲切中度过一生 是你身为一军将帅 应该带领他们打赢战争 从战场上活下来 而不是自己在这里寻死觅活 任由他们被万鬼吞噬 他说着 向气泡外指了指 李世文带出城的五百惊奇 眼下只剩下百余人了 他们在狮鬼群中围成圈 抵抗狮鬼 仿佛海中礁石 但每一秒都有人被狮鬼拖走 然后吃掉 你身为北楚国的将领 在北楚危难的时候 应该是你站出来 而不是 让我来帮你插屁股 现在 我们被困在阵法中 我在破阵 狮鹰在斩杀恶鬼 你该做什么 为我们增加难度 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不该来这里安慰一个 要寻死觅活的 不是男人的东西 话已至此 秦燃已经说了太多了 气泡外已经死了太多人了 他不想再说 他从乾坤代理 取出一把长枪 插在李诗文身边 最后道 生命很脆弱 想死太容易了 世界太艰难 死亡可得解脱 只是 你应承受不住苦难 而放弃生命 那些苦难却不会消失 他们会被别人承担了 会被谁承担 他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天空中的李诗鹰 再指了指武一城 最后 指了指那边 还剩几十个的北楚惊奇 话音落 气泡消失 他展开身形 向尸鬼杀去 尸鬼又向这边围了过来 李诗文的身影 慢慢被尸鬼掩盖 秦燃看着李诗文所在的地方 神色十分复杂 可怜 鄙夷 惋惜 痛恨 或还有其他 他摇摇头 准备灭杀即将成型的尸鬼王 轰 这时 那边的尸鬼 忽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轰开 李诗文拿着他给的枪冲了出来 在尸鬼之中横冲直撞 不消多时就将那些身穿天侧军战甲的尸鬼砍砸成了碎末 秦燃看着他 见他虽然浑身是伤 但身体里到底有了一股精气神 他暗自叹息一声 还不算完全没救 到这里 在横断山脉死去的李诗文 才算彻底活过来 尸鬼虽有十万 但阵中有许多修为高深的修士 恶鬼虽然万余 但李诗英的剑气砍恶鬼 如砍瓜切菜 于是在过些时间 尸鬼和恶鬼都明显减少 秦燃能感知到 这阵法有明显的减弱 而此时依然不见黑袍男 施展出更多的变化 于是秦燃知道 这大概就是万余所命阵的全部了 该破阵了 他从乾坤代理取出许多布阵材料 刻露阵纹或是其他 处理好都分发给分身 由分身带着四范儿去 在此阵中各处关键位置 把阵法材料按要求布置妥当 尸鬼和恶鬼再减少两分 秦燃算算时间 怕是要天黑了 他知道不能再拖 朝空中的李诗燃喊道 诗燃 回来 李诗燃便携带剑气 从恶鬼中冲出 回到肉身之中 师父 空中恶鬼还有很多 他不见 差不多了 秦燃道 他指了指玄秦军营四个位置 又指了指武移成四方 道 你需要出八道带有剑意的剑气 镇住这八个地方 李诗燃暗自估算 回道 师父 我能出八道剑气 但这八道剑气一出 我的法力就剩下不多了 他只是根基扎实 天赋高 不是法力不会损耗 秦燃迟疑 他问道 还有一战之力吗 虽然黑袍男没有在变化 但秦燃总觉得不稳 勉强可以 李诗燃点头 秦燃看了看武移成 想到武移成中的百姓 叹道 再不破阵 就要死完了 还是试试吧 李诗燃念及武移成中百姓 也不再迟疑 他点点头 运转法力 便一道一道地 连续换出八道天外飞仙等级的剑气 剑气出 空中星辰明亮 剑气携带着星辰之力 从天落下 镇守在秦燃所指的八个位置 剑气锁住阵眼 煞时间 阵中之鬼都不得动弹了 秦燃见状 急忙飞升而起 在半空中运转法力 勾连分身布下的阵法材料 一道道阵纹 被他以法力勾勒而出 在空中阵阵扩散出去 不消多少时间 便隐隐有个粗糙的阵法成形 阵中人向他勾勒出的阵法 粗呸看去 能看见阵法之外的光亮 以阵破阵 紫义长老守护着玄情军营 他遥遥看到秦燃的操作 颇有些惊奇 阵道造诣如此之高 紫义长老尚且如此 其他人更是叹服 而就在阵法 破开阵法之际 空中黑云忽然受到 某种力量的操作 避开了无音剑宗 两位剑修的剑气 物资在空中形成了一张脸 这张脸上的眼睛睁开 猛然看向秦燃 眼里有无限恨意 怒气 他张嘴出声 你胆敢破阵 破 天空之脸 便是这阵法的主宰 空中响起的声音 仿佛是大道之音 他向秦燃怒斥 秦燃承受不住 心神受损 一口鲜血喷出 手中阵法 眼看着就稳不住了 果然还有最后的变化 黑袍男善灵魂法术 秦燃本来是知道的 但是 再不破阵 阵中百姓 将是一百多万人 可能都要死 他没有选择 师父 李诗银喊了一声 他在地面看着师父 很紧张 想飞上去抱住师父 但他看了看师父 又看了看天空那张脸 心下意狠 忽然遇见而起 直向空中杀去 他运转体内残存不多的法力 一道道紫色剑气 萦绕着他 他整个人仿佛便做了一把巨大的剑 直冲进黑云之中 诗银 秦燃出声喊李诗银 但李诗银遇见极快 已知半空 他抬头一看 空中战士胶着 他咬了咬牙 还是决定信任自己的傻徒弟 不再去看天空 继续勾勒其震吻 没有黑跑男的意志影响 他飞速勾勒 法力不计成本的输出 在他伸周 凝成一个又一个阵纹 这些阵纹 由他意志控制 组成一个又一个基础阵法 这些由阵纹组成的基础阵法围着他 密密麻麻地 将他整个人都淹没其中 哄 某一刻 一声巨响 空中黑脸散去 李诗银从空中落下 秦燃大喝一声 开 他伸周的密密麻麻的白色阵纹 便猛然散开 向四面八方的虚空中飞去 白色阵纹从虚空中 每多消散一个 此间阵法便多虚幻一分 阵法已成 秦燃不在里 他在满世界的白色阵纹中 飞升过去 接住了李诗英 李诗英脸色惨白 他身受重伤 体内再无半点法力 他在秦燃怀中 虚弱地笑了笑 轻声问秦燃 师父 他没打过诗英 诗英厉不厉害 诗英很厉害 秦燃点点头 师父 你成功了吗 嗯 李诗英在秦燃怀里 从秦燃的发丝间看出去 看到在天空中扩散开的白色阵纹 好像白雪一般 又像那一次的白色柳絮 而正是在那次白色柳絮中 他知道了 师父也喜欢他 他问道 师父 你喜不喜欢诗英 喜欢 师父 我们成亲好不好 好 秦燃抱着李诗英落到地上 他空中待了太久 不由得腿软 犯恶心便抱着李诗英盘坐了下去 阵法被迫 空中恶鬼和地上 尸鬼都消失不见了 只有不远处 有一个抱着一根残破不堪的魂帆的黑袍男 黑袍男抱着魂帆坐在地上 低垂着头 显然也受了重伤 李诗文带着残存的三十余士族 走到秦燃身边 看着远处的黑袍男 问秦燃 怎么处理 你说呢 秦燃反问他 不杀了留着过年吗 李诗文抬手一枪 飙向了那黑袍男 枪没能刺穿黑袍男 被赵雅琴的护道人梅姨接住了 赵雅琴和梅姨带着几个云天门修士 出现在黑袍身边 与秦燃说道 这是我玄情的人 是非罪过 由我玄情来定 秦燃看了看他 没有理 向天空中道 麻烦两位前辈 便有一道花瓣剑气和一道黑煞剑气交叉下 将黑袍男劈成四瓣 约 咬紧牙关 美眸瞪着秦燃 好一会 他冷哼一声 反身捡起黑袍男的万鬼索命番 回头与秦燃道 我们走着瞧 他说完 便带着云天门一行人 飞回了玄情军营 秦燃看着离去的赵雅琴 皱了皱眉 走着瞧 他总感觉赵雅琴话里藏有话 破阵之后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赵雅琴带着万鬼索命番离去了 他是修士 对死在这里的士族不感兴趣 李诗文则带着北楚还活着的三十几个士族打扫战场 为死去的人收尸 将没死的人带进城去救治 他来到秦燃身边 看到秦燃怀里的李诗英已经睡着了 小声问道 诗英怎么样了 伤势严不严重 受了些伤 秦燃回道 不过问题不大 李诗文放心了 又问道 你呢? 打把手 秦燃说道 嗯? 腿软? 李诗文不知道秦燃腿软是什么情况 但还是伸手将他扶起来了 要不 诗英给我 虽然他也受伤多处 但大都是外伤 而且他身体足够好 还支撑得住 秦燃想都不想 摇头拒绝了 香香软软的美少女抱在怀里 给他皇帝他都不稀罕 不说 现在他只是恐高腿软 就算他是受伤严重 只剩下半口气呢 我们去那边看看 他示意李诗文 一起来到黑袍男生死之处 赵雅琴离去时 只带走了那一件万魂索命番 也丝毫不在乎黑袍男的尸首 之前 秦燃杀完人之后 是从来不舔包的 但那是防止行踪 身份败露 现在都知道 黑袍男是他杀的了 那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有包怎么能不舔 黑袍男是被竖着切成两片了 这时一边一半 分在两地 形状极其凄惨 李诗文是见惯了惨况 他蹲下 准备伸手去搬动黑袍男的尸体 好歹给他拼成一个整体 还他一个全尸 但他的手还没碰到黑袍男 秦燃就出声阻止道 你最好不要碰他 李诗文及时收手 回头来看秦燃 问道 怎么了 这家伙擅长灵魂法术 目前只是肉身死亡了 还不知道他的灵魂死没死 秦燃回道 而且 他好像也擅长用毒 他身上说不定有处之急死的毒 李诗文当即站起来 后退好几步 来到秦燃边上 离黑袍男的尸体远远的 他偏头看了看秦燃 问道 爷 秦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身形一晃 换出一个透明的水分身 水分身上前去 伸手去搬动黑袍男的尸体 然后果然 他的手一碰到黑袍男的尸体 就立马变得漆黑了 黑色从他手上刹那 遍布全身 秦燃看李诗文一眼 发现李诗文已经被吓得脸色煞白了 这家伙现在不想死了 反倒是怕死了 水分身将黑袍男的尸体拼在一起 再才伸手在黑袍男身体上下 仔细地摸了一遍 但什么都没摸到 他又将黑袍男的乾坤袋摘了下来 探进去一看 里面只有些单药 药材和零食 而没有其他 特别是秦燃很在意的灵魂类功法 黑袍男那日对着他一拜 直接把他的分身给拜死了 是把居住在水分身里面的原神 直接拜死 这诡异而强大的灵魂类功法 他很感兴趣 但是很可惜 黑袍男身上并没有这些东西 秦燃远远地看着黑袍男的尸体 脑子里飞速转着 这黑袍男和玄晴到底是什么关系 而玄晴 自己那句莫名其妙消失在玄晴的分身 其前因后果还不知道 玄晴目前还处处透露着诡异 玄晴朝廷里的修饰 似乎不止云天门的修饰 玄晴到底要做什么 本体思索着 变得黑漆漆的水分身再过去 将遮盖在黑袍男脸上的黑色斗篷掀开 露出一张长满浓窗 烂得不见本色的脸 这张脸 小孩子看了得请人招魂 成年人看了得三天吃不下饭 难怪遮盖的岩石 秦燃暗倒 不过 一般来说 修饰体内有天地灵气流转 不说每个修饰的颜值都高得惨绝人寰 但至少 大部分修饰的皮肤 肌里是没得说的 会很干净 恐怕这跟他的功法有关 秦燃心里有些复杂 他既可惜没能找到那功法 又可惜这功法的代价有些大 就在此时 那具身体被分成了两半 早已烂透了的脸上 有一道沟壑忽然分开 露出一双黑漆漆的诡异双瞳 这双瞳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水分身 一股凭空而来的力量将水分身定住 然后 一道虚幻的影子从这双瞳中飘出 直接钻进水分身的身体里 呼 有了前面的毒 这次的夺赦 对李世文的惊吓 就没那么大了 只是 他看了看秦燃 怎么这家伙对这些如此了解 果然还有后手 秦燃淡淡地笑一笑 防着你的 水分身被黑袍男的灵魂侵占 但却有一股力量控制着他 顿时盘坐而下 片刻 黑漆漆的水一样的身体 渐渐凝实 变成了一个模样普通的男人 明明夺赦成功了 他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不对 这身体有问题 这不是人身 不对就对了 秦燃道 他眉心走出一个凝实的身形 白衣如雪 长得与他一样 正是他的原神 原神往前一闪 来到被水分身限制在体内的黑袍男身前 张大嘴巴一吸 水分身带着黑袍男的灵魂 都被他吸进了肚子了 九级原神是魔宫的另一重效果 吞噬 这门功法 有两大效果 一是分神 二是吞噬 吞噬以强大原神 分神以无限分身 秦燃学了这门功法 自然两个都会 但他以前只展现了分神的一面 从没有展现吞噬的一面 这是他的第一次 吞掉了一个灵魂 原神回来 钻进眉心 秦燃轻吐一口气 看向边上的李诗文 李诗文早已被震住了 他没想到 秦燃会当着他的面 把黑袍男的灵魂吃了 你 他看向秦燃 这个气质温和 长相清秀的年轻人 他怀里还抱着一个 绝色动人的少女 这样一个操作 是你现在这个形象 组合该做出来的事 修行界日常了 秦燃与他回道 李诗文顿了顿 到底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好了 就把他丢在 玄秦氏族的尸体里 一起烧了吧 秦燃道 他大约也是个玄秦人 深夜 成竹府某卧室里 李诗音正躺在床上安睡 床前有一张桌子 桌上点了灯 秦燃坐在桌前 从乾坤带礼 取出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白天时候 赵雅琴送过来的 只是 他刚刚接过信 就遭遇了黑袍男的 万鬼索命阵袭击 一直没有机会看 到了现在 才有时间 信封上写的依然是 秦燃静起 寄信处依然是赵正 他将信封外 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没有毒 没有法力波动 没有正文 没有神识 灵魂 法力印记 就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 但 没什么不对劲 就是最大的不对劲 赵正给他一封信 他们很熟吗 凭什么给他写信 又想到玄秦莫名其妙的撤军 秦燃更是满肚子都是疑惑 他拆开信封 取出信打开 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 第二本体 秦燃瞪大眼睛 这TM是什么东西啊 他反应很快 意识到什么 压下复杂的心 继续看下去 第二本体 当你看到了这封信 那就意味着 I'm免费了 同时 你也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 也判变了 就是头下话现一念起 刹那天地宽那种感觉 你懂吗 其实我真的很不想做这等被得之事 也想死在莫都算了 但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赵正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伟大到 我听到时 有一股巨大的悸动 觉得狗在丹丰 是一件极其猥琐的事 觉得我应该从丹丰的舒适圈跳出来 去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觉得你如果知道这个梦想是什么的话 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 毕竟 我就是你 可惜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这个梦想是什么 但 我们也曾想过 穿越到这个世界 来这个世界走一遭 最好还是做点什么 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老是那么耸 也不是个事 这个事情你不好做 那就由我来带你做 玄情撤军 是我跟赵正的交易 你不必抱有太多疑惑 但也不要觉得万事大吉了 因为玄情是一定要统一 先仪之地的 但对于北楚 可以有优待 就是以后就算统一了 也可以采取两种政治制度 你懂我意思吧 现在 北楚可以和玄情联盟 但最后 是一定会并入玄情的 这个过程不必是刀兵 可以是和平演变 相信我 这对北楚来说 一定是好事 甚至对于诗音说的那个长生梦 也可以通过这个来实现 甚至对于道剑门的危机 也可以在这个过程解决 总之 你要相信我 其实也就是相信你自己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不管怎么做的 我们到底是帮北楚解围了 以下 是你还要做的事情 第一 我后面会派人 给你送来阵法图 设计图 地理图 你需要劝说北楚 在地图上相应的位置 建造相应的阵机 第二 你要劝说北楚归顺玄情 我知道你 一定会研究阵法 然后通过阵法 反推我们要做什么 但我的建议是 没必要 因为费力不讨好 OK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了 以后 我们应该是会再见面的 就祝你和诗音开开心心的吧 我一个人苦逼地帮你追梦 呜呜呜 秦燃四号分身于一月二号 寄于莫都皇宫 看完信 秦燃起身 来到窗前 看着外面的黑暗 抽了一整晚的风 因为实在是没有烟 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一一春风中 宽阔大路上 秦燃骑着马 向李世文侃侃而谈 其实仙仪之地 已经分散太久了 已经到了统一的时间 此次玄秦统一仙仪之地 实乃天下大势 李世文也骑着马 就在他边上 文言携视他一眼 问道 所以 这就是你让北楚 向玄秦称臣的理由 秦燃不答 反问李世文 你想听卧薪尝胆的故事吗 说来听听 秦燃便给他讲了 月王勾剑和无王合驴的故事 末了 他以苦心人 天不负 三千月甲可吞吾作为总结 鼓励李世文 往后北楚不是没有机会 你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 李世文很不幸 诗笑道 跟那些穷酸秀才一摸一样 说得比唱得好听 穷酸秀才可做不到 让百万玄秦退兵 秦燃道 玄秦精锐士族二十余万 用以伺候这二十万士族的后勤士族 又有近六十万 加之在北楚被占领的城池驻扎的士族 说是百万 还是保守估计 他们这是 再回丹阳的路上 经历了黑袍男万鬼索命那一天后 玄秦撤军的速度越发快了 没用多少时间 就一直从北楚武夷城 撤回到了玄秦安路程 李战自己需要在武夷城 打理被战争打烂的秩序 便一边安排少许人 远远掉在玄秦军队后面观察情况 一边安排李世文 带队回丹阳去复命 派李世文回都城复命 一方面是为北楚皇帝 汇报目前战况 另一方面 却是为了说服北楚皇帝 接受秦燃分身与秦燃所说的 玄秦那边提的条件 而又因为李世音受伤 一直没好 撒娇卖萌打滚的 要回去看娘亲 秦燃便带着他随队一起回丹阳去 他和李世文骑着马在前面 李世音和玉池真坐着马车在中间 所以 你打算要怎么说服你们 北楚皇帝给玄秦当儿子 两人一路都闲聊着 秦燃这会儿又出声问道 你也是北楚人 说话可不可以注意些 李世文瞥一眼秦燃 然后才回到 陛下毕竟不是那等昏庸固执的皇帝 他看得懂形势 不需要我多费口舌 事实上 据我所知 在我们接连失利的情况下 陛下已经多次找玄秦求和了 只是玄秦没有鸟他 这次条件如此轻松 陛下可能半年都合不拢嘴 行吧 你有信心就好 秦燃无所谓道 不过 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又要我去做这个恶人呢 明明是你卖的国 李世文又想起这件事来 心里觉得不愤 我从横断山卖事件后 背负的骂名已经够多了 这次之后 我不知道会被骂成什么样子 所谓狮子多了不怕养 你还在乎那些 秦燃问道 难不成还要我亲自去 李世文点点头 我就是觉得你却要更好 以你的才智和阴险 做北楚的国师刚好 阴险一词 其实用的不是很准确 秦燃想起他的分身 加入了玄秦 那家伙说不得也是做国师 便不由地不爽 骂道 委婉了一些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李世文正说着 忽然看见远空中有一道光亮 向这边飞速而来 他仔细看去 是一个修饰预见而来 直直地向他们这边飞来 他急忙停下 等着那修饰过来 不多时 那修饰来到近前 李世文定睛一看 嗨 居然是熟人 来人竟是城南 你怎么在这 城南停在半空 俯视李世文 皱眉问道 前线战士吃紧 您何在此地 你是否临阵退逃了 李世文眯着眼睛 仰头看城南 这小子 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 一口一个文歌 现在修为有成了 竟是这种态度 您老人家 这是要去干嘛 他似笑非笑地问道 我在宗门之时 听得北楚被玄情入侵 缺少修饰 便急急忙忙赶回来 这是去与前线军队 共进退 城南凌然道 不曾想在这里遇到了你 枉我以为你是一代俊杰 你们李家 李世音是否回来护国了 城南虽是一副势力的态度 也虽然是在战争打完了 才跑来参军 但他到底 有着一腔热血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知道回来 总算是不坏 李世文在马上 向城南抱拳一礼 表示尊敬 道 不想城大少爷一介修士 心里也有中军爱国四个字 他说着 看了一眼秦然 若有所指 不过 现在却是不需要再往前线去了 不用再去前线了 城南南南 脸色灰败 莫不是已然战败了 你们这是 他看一眼队伍 残兵败将 你如何看出 这是残兵败将了 李世文无语 他这一队 军容整洁 军阵整齐 从任何方向上看 也不像是败军 他说道 玄秦撤军了 嗯 城南一愣 等你回来 北出早就没了 李世音的声音 忽然从后面传过来 一行人看过去 看见他掀开马车门帘 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 向这边说话 石英 城南竟有些惊喜 他似乎已经忘了 被李世音拒绝殷亲的事 见李世音脸色苍白 还关切道 石英你受伤了 嗯 受了些皮外伤 李世音无所谓道 城南在乾坤袋里翻找 找出一瓶丹药来 要飞过去给李世音 道 我这里有疗伤丹药 石英你快服下 谁要你的丹药了 李世音翻了个白眼 他师父要多少丹药 有多少丹药 他要是想服用丹药啊 早就服用了 但是他没有 因为服用了丹药 伤好了 怎么找师父贴贴 麻烦你从剑上下来 他与城南道 瞧你那个样子 搞得好像遇见很了不得一样 城南这才从剑上下来 他谦虚笑道 试试 剑修都会遇见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学会遇见多久了 李世音问道 岳于 城南道 那还不错 李世音很老成的点评道 你的速度和稳定程度 都很不错 岳于的话 算是很有天赋了 我师父也说我很有天赋 城南很高兴 问道 师音你受了伤 是否要我再尼城 你这是要回丹阳城吗 要遇见 我自己不会啊 李世音撇嘴道 我不想遇见 然后他忽然拉高语调 娇气道 人家要骑马 你过来载我好不好 秦然被击 被傻徒弟这语调 激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向李世文看过去 李世文也在磨手臂 显然也被李世音的撒娇声恶心到了 他本来是不想理这傻徒弟的 但他看了看城南 他也起了炫耀心理 师父 城南一愣 你师父来了 在哪 然后他就看到他眼皮底下 秦然调转马头 向李世音所在的马车走了过去 你 你是师音师父 他不敢置信 这个看着像李世文军师的家伙 浑身没有半点秀为气息的家伙 竟然是师音师父 秦然没有理他 静止来到马车前 他瞪了李世音一眼 问道 你不是身体 痛得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吗 嘿嘿 李世音傻笑一声 他那是要师父为他吃饭 他钻出帘子 身姿脚健 一头钻进秦然怀里 跨 骑在马上 哪有伤重的样子 他还说道 师父 我教你骑马 傻徒弟虽然傻 但很多时候 就是会有很多坏心眼 哼 对这个心眼越来越多的傻徒弟 秦然不想与他一般见识 抱着他在怀里 一抖缰绳 向队伍前面回去 队伍前面 李世文对此 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太清楚 李世音的秉性了 这丫头 从小就不是个乖孩子 现在有了个腹黑师父后 那更是静默者黑 坏得很 但是成男已经经得嘴巴张大 足以塞进一个拳头 他指着那对浑身散发着酸臭味的师徒二人 结巴道 你 你是 师父 喜恨 这是你师父 他终于记起 那年李世音拒绝他们婚约的理由 就是 他心有所属 他以为是哪个师兄 没想到 诺 我师父 秦然 他抱过秦然 一只手在肩头 与成男介绍道 这哪里是在介绍师父 成男看得清楚 不想说话 他再一次被李世音伤破了心 他看着柔情蜜意的二人 欲见而起 只往武夷城方向飞去 秦然伸手捏住李世音的脸蛋 在他耳边低声道 道剑门那些弟子 对你的评价很对 什么评价 李世音睁大无辜的眼睛 回头看秦然 他们说你是恶魔 有人给你个称号 叫你剑魔 秦然凑过去 轻咬他的耳朵 你就是个小魔女 傻徒弟明显是故意做给成男看的 旨在彻底打消成男的想法 或许 也有炫耀的意思 他那么喜欢师父 自然是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才不是呢 李世音耳朵痒痒 急忙让开秦然的嘴巴 只给秦然一个后脑勺 细细笑道 世音最可爱了 世音只是师父的傻徒弟 小魔女李世音 跑出去找师父贴贴了 马车内就只剩下预示针一个人了 嗯 也不是 还有一只猫 追风的变形术修炼有成 已经可以变换身体的大小了 这时他变成一只猫猫大小 也窝在马车内打盹 猫科动物就是这样的 就算他再厉害 再强大 再凶猛 他终究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所谓能坐车就绝不走路 能趴着就绝不坐着 能睡着就绝不醒着 事实上 除了人类 其他生灵也都是这样的 除了捕食和繁衍 其他所有会浪费能量的事情 他们都不愿意干 城南离去后 车队继续前行 李世音在马车内的时候 玉池真还可以和他随意聊聊天 听他讲讲修行街的趣事 现在李世音溜了 他就显得无聊了 他找出书来看 但因为这马车的质量不太好 走起来摇摇晃晃的 让他看得不舒服 再看一会 他终于放弃了 他无聊地到处看 也掀起窗帘向外看 看外面路边忙着春耕的百姓 看了一会 也没甚意思 他收回视线 在车内看了看 终于停留在了追风身上 试想 一只雪白的 毛茸茸的 可可爱爱的大猫猫 谁又不喜欢呢 特别是女孩子 光是看着 他就觉得安逸 又想抱在怀里来 只若想着猫猫软软的 毛茸茸的 滑滑的温热手感 现在有这样一只猫猫就在眼前 他忍不住 伸出了手 但他还是停住了 因为他想起眼前这只猫猫之前的样子 他是一只站起来跟小房子一样大的白虎 强大 威武而霸气 他又在城墙上坚守了两个月 化作了五一成人的守护神 继而又有了神圣 这样一个守护神兽 他现在竟然想把他抱在怀里把玩 这是亵渎 是毒神 他真是罪不容束 于是又过了一会 他伸手到了猫猫身上 他眼睛顿时放了光芒 果然 热乎乎的 软乎乎的 手感棒极了 跟想象的一模一样 或者说 比想象中更好 最关键的是 这强大的守护神 可爱的猫猫 没有管他 任由他摸 嗯 这是可以的吗 他心里一边迟疑 一边摸得更加过分 手掌撑开 从猫猫身上输过 去揉一揉他的肚肚 又拿起爪子来把玩 再抓过尾巴来摇晃 真的把他当成一只 听话可爱的猫猫来玩 末了 他更觉得不过瘾 终于伸手抱起了猫猫 抱到怀里来 似乎是动静太大了 终于把猫猫弄醒了 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看向了御池珍 御池珍一惊 心知自己如此过分 大逆不到 居然把神兽抱在怀里来玩弄 神兽肯定会心生不悦 对自己降下神法 他连忙低下头 等着神法降临 追风看他一眼 便不在里 又闭上眼睛 呼呼呼地睡去了 从他长大之后 爸爸好久没有入爱过他了 现在时隔多年 换了一个温柔美丽 又加人妻属性的女子 来给他按摩 真舒服呀喵 诶 御池珍健壮 顿时有些疑惑 没有惩罚吗 又过了一会 他试着 把手放回到追风身上 再过一会 他又玩起来了 撂翘春寒时候 抱一只暖哄哄的大猫猫在大腿上 像一个暖炉一样 还可以肆意把玩的暖炉 又何尝不是 一件人生乐事呢 这边的马车车队悠悠前行 还没有到丹阳 那边的城南遇剑而行 不多时便已至武夷 其实还没到武夷城 还隔得很远 城南就看见了 耸立在武夷城四周的四道星辰剑气 那剑气远远高过城墙 仿佛向上连接着天一般 身为剑修 虽然剑道修为低微 但凭借多年对剑的熟悉 城南能感知到那几道剑气的强大 其中蕴含着的高深的剑道理解 以及那一股温和的意 剑意 剑气的锋利气息隔着遥远距离 作用在城南身上 叫城南只敢畏惧 但那锋利气息之中 却又有那股温和的守护之意 是哪位剑道前辈留下的剑气 城南心下问道 这一定是北楚的剑道前辈 因为那守护之意针对的是北楚人 他能感受到剑气的强大 也能感受到剑气对他没有攻击性 若是有机会 他憧憬着 能向他请教剑道知识 那该有多好 城南遇见到武夷城 又见武夷城正热闹着 城内有许多人在进行战后重建 清理着城内无杂 城外也很热闹 有许多人在耕地翻土 准备着春耕 总之是一派战后重建的新兴姿态 战争果然结束了 他心情复杂 一方面是为此感到高兴 另一方面是为自己大老远跑来 却跑空而失望 但他又疑惑 听说宗门高层全面支持玄情 北楚又如何能打赢 他是云天门门人 城南越过武夷城上空 落到城中城主府落下 他一路低空飞过来 他发现城中百姓对他并不好奇 也不畏惧 反而是有些尊敬之意 他隐隐明白 或许这一切都与城外的剑气有关 我北楚到底何时出了 这么一位强大的剑修 他站在城内望着城外的剑气 隐隐发现那剑气对武夷城的庇护作用 他脑海里不禁浮现出 那位前辈一人一剑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将青 独自战败云天门众修士的绝世风采 一剑落下 叫敌修莫敢再犯 无被剑修当如此 他叹道 可惜未得一剑 城南在城主府中走着 他是要去找此城中主侍者 他大约知道 是李诗英的父亲李战 一路问路到书房 他还没来得及敲门 敏锐的听觉 就叫他听到了书房里的声音 这时正是李战的声音 他说道 为神兽白虎立雕像 这确实可以 但是诗英的话 还是算了 他是我李战之女 终归是北楚人 为北楚而战 是情理之中的事 有人道 有人建议为武夷城改名 以纪念李建仙 为武夷城做出的贡献 什么名 建仙留了四道剑气在城中 此城以后 便为建仙养剑气 有人道 叫剑阁如何 李战思量这名字 不涉及李诗英的名字 不至于那么夸张 便印下 可以 关于城墙的翻修 屋内人还在继续商讨 关于战后北楚的重建工作 屋外的城南 却已经呆若木鸡了 他不是傻子 听了屋内的话 已然明白 此战能胜利的关键 是在于李诗英 也就是说 让他震撼 让他憧憬的那位剑修前辈 就是李诗英 李诗英 李诗英 他喃喃念叨 只觉得人生如梦 恍如隔世 这世界太魔幻 太玄学 太 修宪了 谁在外面 他低声喃喃声 叫屋内人听见了 急忙有人出来查看 但屋内人出来时 只看到有一道剑光 向远处飞去 那剑光在云层中 摇摇晃晃 原来又是一位剑仙 有人叹道 此 真是北楚之福 北楚之福 李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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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剑守住武夷城 武夷城正式更名为剑阁城 为了纪念 白虎匐匐城 城墙两月 剑阁从此以白虎为信仰 白虎主杀伐 杀伐主剑道 因为剑阁城外的剑气 剑义 由不少剑修牧名而来 以参悟剑道 赶怀传说中的护国剑仙 又因为剑气交感庇佑 剑阁城内 又多有剑道天赋高绝的孩子 往后越千年 万年 剑阁的剑道修饰越来越多 更服剑阁之名 隐隐有天下剑道中心的意思 也曾有一位剑道通学的剑仙 来剑阁赶怀 他站在剑阁城头 看着城外万古不灭的星辰剑气 迎叹道 剑阁争荣而摧尾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以此赞颂伟大的剑仙李诗英前辈 车马行路 虽不如遇见飞行方便快捷 但只要向前走 也总是会到目的地的 这天傍晚时候 李诗文终于带着车队 来到了丹阳城 到了坝桥 有宫内李冠湘迎 自遵循北楚李志 李诗文下马 走完程序 最终直接进宫面胜去了 又由李家主母杨颜奇相迎 除了李诗文 李诗英 秦然和玉池珍等李家相关的人 都随杨颜奇去了李府 到了李府门前 秦然还没反应过来 怀里的李诗英 就当先跳下了马 然后伸手来拉他 笑道 师父师父 快下来 他大约知道 傻徒弟要干嘛 上次载武一程就是这样 直接拉他去剑里站了 他也不反抗 顺着他的力道下了马 跟他一起 跑到了杨颜奇的马车前 傻徒弟爬上马车去接杨颜奇 上半身子在马车里面 下半身子在外面 大长腿翘着个屁股在他面前 那屁股很丰润 秦然想 要是现在拍他一下会怎么样 李诗英很快把杨颜奇 从马车里接出来 好高兴好高兴地与他介绍 娘 这就是我师父哦 像是献宝一样 把秦然介绍出去 秦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有那么宝贝吗 他扫视杨颜奇一眼 立马知道 李诗文和李诗英的外形 遗传了他 李诗文很高大 但这家伙其实有一张 棱角分明的帅气脸庞 又高又帅又壮 又有家世 本来是完美地人生赢家 李诗英也是 高挑 大长腿 前凸后翘 长得漂亮 该有肉的有肉 不该有肉的地方不长肉 就是不知道 这两个家伙的脑子 去哪里遗传来的 李诗明显不是笨的 他与杨颜奇公身一礼 道 见过伯母 杨颜奇顺着李诗英的力道 走下马车 上下打量着秦然 不比秦然的眼壁扫视 他是丈母娘看女婿 从头到脚 一丝一毫地仔细打量 看得很清楚 秦然一副书生模样 身上没有神仙高人 高傲气度 倒是气质温润深沉 一副饱饬群书的样子 秦然的样子 让他很满意 他们李家是匠门 他却没有再找一个女婿 也是匠门的意思 因为一家子都是粗人了 在找粗人来干什么 整天在家打架吗 他们正是需要文气一点的 且看李诗为李诗文 和李诗英取的名字 诗英和诗英 又看李诗文的妻子 玉池珍书香门第的小姐 秦然文周周的书生气质 让杨延齐十分满意 说起来 也正是这种家风 才会让李诗英喜欢上秦然 杨延齐还能看出 秦然其实是有紧张的 这让他觉得有趣 他女儿被教得那么厉害 那师傅显然也不会是简单的修饰 但眼前这孩子 哪里看得出是一个神仙高人 分明是一个初见家长的 矛头小子样子 他不由更喜欢秦然几分 会紧张 说明很看重诗英 于是杨延齐知道 秦然是真的喜欢自己女儿 他笑起来 与秦然道 你是诗英师父 又是道剑门的神仙 我须得换你仙长 你得换我明信 文此言 确实紧张了的秦然 还以为杨延齐不喜欢自己 皱了皱眉 向杨延齐看去 却见他正笑着 大约知道 不是他所想的意思 看一看李诗英 无法无天的小魔女性子吧 便可推论杨延齐是个什么性子 他俨然是跟秦然开起了玩笑 秦然这事看不出来 居井回道 我和诗英的关系 我还是称呼你伯母吧 你和诗英的关系 你们不是师徒吗 杨延齐问道 秦然娜娜不言 哎呀 娘 李诗英瞪一眼杨延齐 可不许他娘欺负自己师父 杨延齐看了看自己的傻女儿 不由得想笑 他摇摇头 道 怎么叫兜兜随你们 你们修士之间的事 不同于凡间 我是不懂 不过不要在这里站着了 先进屋去吧 他说着便要引众人进屋去 这时 玉池真抱着追风 从后面的马车下来 走到了这边来 李诗英看见了 笑起来 哇 追风你太懒了 那么大的人了 还要别人抱 追风在玉池真怀里 懒洋洋的睁眼 一毛脸的茶味 瞥一眼李诗英 道 我才四岁 哦 年过了 那我也才五岁 还是个宝宝 嗅嗅嗅 李诗英向追风刮脸 听到玉池真怀里的猫说话 又听李诗英叫他追风 杨延祺知道 这就是李诗英一直跟他说的 单风的大白虎了 他仔细看了看追风 发现这猫长得也很俊 追风不是只老虎吗 他疑惑到 怎么变成猫了 娘 你不知道 他可是神兽 确实玉池真与杨延祺解释道 追风在武艺城的时候 可大一只了 比房子还要高 但是他会法术 变小了 追风也这么厉害 杨延祺赞叹 懒洋洋的小猫猫 也不免露出得意的笑 杨延祺见他实在是可爱 也想抱抱 便伸手过去 说道 哎 给老婆子也抱抱 追风是个不认生的 见自己受欢迎 高兴得不得了 必要自己 跳到杨延祺怀里去 还是玉池真眼力静好 急忙把他递给了杨延祺 杨延祺胸怀更宽广 追风睡得更舒服 猫猫眼都眯起来了 杨延祺爱怜地抚摸着他 与秦燃笑道 他们兄妹俩小的时候 家里有一只大狗 也叫追风 追风陪着他们玩闹 长大 但在诗英十岁那年 追风老死了 秦燃总觉得 追风比自己受欢迎多了 他有些嫉妒 听了杨延祺的话 他看向李诗英 明白当时让他 给追风起名时 他毫不犹豫地 娶了一个追风 难怪他当时就觉得 这像个狗的名字 而不像猫 原来真的是狗的名字 嘿嘿 李诗英傻笑一声 跑过来抱住他的手 哦 原来我是狗啊 追风眯着眼睛悠悠道 错 李诗英笑道 你还不如狗 忘 追风凶巴巴地 朝他叫了一声 一行人有说有笑地 进了李府 至于车马行李之类的 自有下人安排 他们这是自战场上归来 李家是将门 自有一套驱除战场上的血气 邪气等晦气的仪式 当然与跨火盆 撒柳之水之类差不多 简单地过了一遍 然后才是他们凯旋的欢迎仪式 其实李诗英和秦然是修士 都不相信这些 因为什么血气 邪气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 有没有他们厉害 都不好说 但这不过是一种习俗 李仪 他们倒也没说什么 都照做了 扬言其提前安排了丰盛的晚宴 屈了邪 便都坐到了大堂之中 正儿八经地吃起了晚宴 李家虽说是将门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但毕竟是北楚最顶尖的家族 就算少了很多规矩 但眼下这种场合 认真起来 还是有些东西在里面的 而秦然这一世 所出生的家庭 只是最普通的 北楚百姓的家庭 虽然秦家这些年德 他在背后照顾 总算是从村子里 搬进了镇子里 但那离李家 这种忠名鼎诗之家 也太远了 于是 今天这些晚宴 给了他一种 林妹妹进甲府的感觉 恍惚间他成了林妹妹 被李家 花里胡哨的燕西搞花了眼 幸好傻徒弟 一直在他边上 悄悄地教他 叫他不至于露窃 莫非你也含愈而生 秦然悄悄在李诗音耳边问道 不 李诗音笑着 与秦然摇耳朵 师父你傻呀 我当然是握剑而生了 那人家叫宝玉 你叫宝剑 秦然低声回道 李宝剑 什么李宝剑 好难听 李诗音皱了皱鼻子 可惜他不懂秦然玩的梗 不然确实可以回秦然 一句秦待遇 看着两师徒 当着他的面摇耳朵 扬言其笑了笑 出声问道 小秦是哪里人 刚才还叫人先长 现在就叫人小秦 知道李诗音的傻袍子性格 小魔女性格 迷糊性格 哪里来的了吧 秦原人 秦然回道 虽说他调侃自己是灵妹妹靖甲府 但他到底不是灵妹妹 因为他 不只是心似玲珑 他确实有强大实力 眼下见岳母 虽有一时的羞涩 但应对还算从容 不知道伯母是否知道 秦原 可在横断山脉附近 扬言其道 之前诗文就在那附近助手 是 就在那附近 这些年来 那边常遭劫难 扬言其关切道 家里可还好 秦原点点头 回道 家里我常有关注 都无大碍 李诗音闻言 意识到清源那边 都被玄情占领了 也问秦原 师父 弟 他们都没事吧 我到五一城之前 先去了清源 他们我都安排好了 秦原回道 你不必当心 师父 你应该带我去看看他们的 李诗音道 要是我们成 清 他红了脸 声音小下去 到底是没继续说出来 为了不给他们带去麻烦 其实我很多年都没回去了 秦原摇头 就算 他们也不必知道 李诗音看了看秦原 忽然觉得 师父跟家里关系 好像很淡漠的样子 你们已经决定要成亲了吗 扬言其却是听到了李诗音的话 突然出声问道 李诗音下了一惊 成亲 顿时羞红了脸 低下头去不回答 秦原迎着扬言其的目光 笑道 我们是修士 成亲与不成亲 其实没那么重要 不必急于一时 他才说完 就感觉腰尖软 肉被拧得生痛 他低头看去 正是李诗音红着脸低着头 脸偏向另一边 手伸过来拧他的肉 这真是女人得天赋技能 他不得不感叹 还是澄清了好 扬言其只当看不见他们的小动作 出声问道 小秦桂庚 虚岁三十了 秦原道 那确实不小了 扬言其道 你们可以在我们李家举行婚礼 若是你们不反对 明日我便去求个吉日来 这么夸 秦原也吃了一惊 急忙出声 倒也不必那么急 腰尖软 肉再遭袭击 他咬着牙 继续道 一来我们还年轻 往后还有悠悠岁月 二来诗音还没有结丹 结了丹成亲更好 我随时可以结丹啊 李诗音闭着嘴出声 秦原瞪他一眼 可以结个屁的单 成亲是什么 这时 蹲在杨延奇旁边 吃得正热闹的追风问道 追风很能吃 杨延奇很喜欢 一直给追风肉肉 他就喜欢胃口好的孩子 不然李诗文怎么会那么大一只 你太笨了 我很难跟你说清楚 李诗音急忙红着脸回道 杨延奇给追风碗里加满菜 笑道 你是叫他爸爸吗 爸爸是父亲的意思 就是你父亲要给你找个母亲了 追风眨眨大眼睛 假装单纯地问道 妈妈是母亲吗 嗯 杨延奇不是很懂 他看了看秦燃 秦燃大约知道 接下来要发生神了 捂住了脸 他便懂了 与追风回道 大概是吧 诗音不就是妈妈了 追风笑道 爸爸教我说话的时候 就让我叫诗音妈妈 刷刷刷 屋内有好多道 目光看向了秦燃 秦燃的脸 顿时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 他强大的肉身 赋予了他强大的脚趾 他用脚趾 在地面抠出来了一个洞小别墅 李诗文的运气没有那么好 他从皇宫回到家的时候 李家的晚宴刚好结束 他从外门进来 看到里面的下人 正忙着撤席 和上饭后甜点 怎么你们都吃过了 他有点傻眼 紧赶慢赶跑回来 还是没赶上宴席尾声 李诗音从桌上拿来糕点 想为一个秦燃吃 秦燃没好意思 伸手接了过来 他自己拿着一个糕点 瞥一眼门口的李诗文 问道 怎么 你没吃饭 自有丫鬟过来为李诗文卸战甲 他还站在门口 回道 我哪来的时间吃饭 我们守住武夷城 击退玄秦军 此乃大圣 陛下还不得好好犒赏你 李诗音靠在秦燃身上吃糕点 与李诗文说话 宫里好好地御宴 你不想用 要跑回家 你怪得了谁 李诗文换了长服 走过来 坐到玉池珍身边 他瞪一眼秦燃 冷声道 这就要问你的好师父了 关我师父什么事 李诗音哪能容忍李诗文 诋毁自己师父 呵呵 李诗文冷笑两声 接过玉池珍递过来的热汤 喝了一口 才说道 我在玉宴上坐着 那些人恨不得眼力有杀伤力 虚虚虚地 把我射成筛子 我哪里吃得下去 他又冷哼一声 好处都让你们师徒拿去了 骂名都让我背 你说 关你师父什么事 李诗音这才回头看秦燃 以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询问 是关于北楚和玄秦义和的事情 秦燃低声与他解释道 哦 李诗音明白过来 李诗文进宫 是找陛下说这点 追风白白净净的 长得很俊 又胃口好 很得扬言其喜欢 吃了饭 他逗着追风 倒是十分开心 他听到席间几人的对话 将追风抱起来 问道 所以这次是怎么回事 玄秦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退兵 作为李家主母 他自然是织兵的 他其实看得清楚 玄秦和北楚的国力 本身就有差距 又一边越打越强 一边越打越尾 所以 就算有大燕和严汉相助 武夷诚也不一定能守住 他都以为 北楚要亡国了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 玄秦突然退兵 这太不合理了 让人看不懂 有下人重新往桌上上菜了 李诗文在玉池真的伺候下 一边吃饭 一边与他老娘回道 这也是 这位秦兄的功劳了 我们能在武夷诚坚持 那么是因为他 那个判断出 玄秦将会统一六国的人是他 最后支身前往玄秦末 都劝服赵政的 也是他 玄秦会退兵 会给北楚一个议和的机会 全是他的功劳 而玄秦给出的条件 他摇了摇头 太简单了 陛下 都生怕玄秦使者反悔 随着李诗文的话 扬言其的眼睛越来越亮 越看秦然越顺眼 渐渐火热 他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文咒咒的准女婿 还真是文咒咒的 居然有此等本事 是个能既定天下 掌握局势的文人 他们李家正需要这样的人 你支身前往玄秦皇宫 说服赵政 而后全身而退 他问道 秦然摇了摇头 扬言其一个都没说准 他既没能进皇宫 又没能说服赵政 甚至反被赵政说服了 也没能全身而退 全身 他顿了顿 苦笑道 没退 扬言其疑惑 扬你不知道 他们这些修士啊 李诗文一个人吃饭的动静 比他们之前五个人吃饭还要热闹 稀里哗啦的 他与扬言其解释道 都有些稀奇古怪的能力 你看诗音是剑修 所以剑法很厉害 他师父是单修 所以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会分身 他是让他的分身去玄秦 哦 厉害 不利微强 运筹帷幄 扬言其更是赞叹 他逐渐觉得 秦燃真挚他的完美女婿了 怎么样 我师父厉害吧 李诗音更是重量级 见到秦燃 被哥哥和娘亲夸奖 比什么都开心 厉害 扬言其叹服 嗯 这时 李诗文盈盈感觉发现 哪里不对劲 他从饭碗里抬起头来 向秦燃看了看 怎么回事 他不是想骂他来的吗 劝和这些事情 确实是秦燃做的 但是 骂名是他背的呀 但他看了看 自己老娘和自己妹妹的样子 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只是接过 玉池针递过来的肉 恶狠狠地咬了起来 扬言其和李诗音 一人一句 一个夸一个捧 把秦燃夸到了天上去了 秦燃都被夸得 有些不好意思了 酒足饭饱 又闲聊了好久 终究还是要 各自回房歇息了 不过 其他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回 秦燃却没有 他是客人 他只能去客房了 师父自己疼 李诗音倒是热切 自己拉着师父 往客居的小院走去 李诗文本来是要和玉池 争回自己的小院 过二人世界的 但在出门时 却被杨延齐拉住了衣角 他回头 见杨延齐 以眼神示意前面的李诗音 和秦燃 母子连心 他顿时明白 杨延齐这是担心 李诗音这个傻孩子 不知廉耻 送着送着 就跟秦燃同房了 让秦燃太过轻易得到 杨延齐对秦燃欣赏归欣赏 但他还是认为 基本的道德礼仪 还是应该有的 两个孩子都不小了 感情也到位了 想原房可以 但得先拜堂成亲 所以 他还是让李诗文注意着 虽然李诗文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他看得清楚 那对师徒 主动进攻的 其实是李诗音 但凡秦燃有意 李诗音早就被吃干抹尽了 但老娘有命 他还是叹息一声 松开自己的小娇妻 嘱咐他自己回房去 他则是跟着李诗音师徒跑了过去 师父师父 往这边走 你看那边是爹爹的书房 比我们单峰的书房大很多 里面有很多很多书 师父你 以后可以去看书 往那边走是去后花园 就是你还记得吗 我说爹爹种花 跟你种药草一样 后花园很漂亮的 然后这边是轿场 可以练功比武打架 李诗文走近了 听到李诗音 在为秦燃详细介绍 介绍着李府各处 师父 诺 那边 我住在那里 你看 那个最漂亮的 就是我的院子 李诗音点着脚给秦燃指 你都可以到那个院子去找我 那师父要不要去 你那个院子睡觉啊 李诗文在后面沉声问道 也可以啊 李诗音点头道 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 没必要那么麻烦 我院子里也有客房的 师父可以睡我的房间 我睡客房也可以吗 李诗文一脸黑线 训斥道 女孩子家家的 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先生教你读的书 都到哪里去了 忘了 李诗音里不知气也撞 他回头问李诗文 你还记得吗 我 当然记不得了 李诗文冷哼一声 女孩子不知道矜持 都不知道有谁会喜欢 我师父喜欢 李诗音给李诗文吐舌头 得亏你师父 也是个奇怪的家伙 李诗文道 喂 秦燃表示无辜 你别乱把战火 引到我身上好吧 哼 像我这么厉害 喜欢我的人可多了 李诗音臭屁道 我看不上他们而已 师父 是是是 就你最臭美了 全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 李诗文翻个白眼 不 女人也喜欢 李诗音坏坏一笑 如今李诗文道心重铸 倒是没有了维米自卑 和李诗音的关系 恢复往常了 他没有因为李诗音强无敌 而觉得高低差距 他以前怎么跟李诗音相处 现在还怎么相处 哥哥与妹妹 该打就打 不该打也打 该骂就骂 不该骂也骂 斗嘴嫌弃 又变成了日常 话说你又被了卖国的骂名 情然好奇地问李诗文 那你的官职 是不是又被一炉到底了 李诗文摇摇头 道 骂我的人虽然很多 但其实 他们大多是都是知道 两国厉害关系的 有的人是为了骂而骂 有的人是因为立场不同骂我 有的人是因为本来都准备投降了 为投不了降而骂 只有很少的 真的因为道德问题骂我 我没有降职 反而升职了 现在又变成左将军了 过几天 我还得去守皇宫 守皇宫 秦燃点点头 知道李诗文是确实升官了 他简陋的政治历史知识 还是让他知道一件事 只有得皇帝信任的将领 才有资格守皇城 而在这个万恶的封建王朝 得皇帝信任就是一切 他笑道 所以 你这是因祸得福了 嗯 被骂火了 黑红也是红 三人一边说话 一边到了安排给秦燃休息的小院 李诗英拉着秦燃在院子里到处看 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细细地介绍给秦燃 他今天晚上 为师傅介绍这个家 仿佛多年前 师傅带着他 认识丹风一样 末了 他们来到卧室 李诗英从柜子里取出被子褥子 动作娴熟地装好被子 又铺好床 李诗文看着李诗英的操作 颇有些惊奇 这傻孩子 什么时候也会这么技能了 在山上的时候 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 秦燃笑道 去年他还在学女工 说不得今年过年的时候 还能送你一件新衣服 乐不得了不得啊 李诗文连连摇头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没想到 李诗英也能有女孩子的样子 秦燃呵呵笑 有些得意 他为傻徒弟付出了很多 傻徒弟也因为他改变了很多 李诗英一通忙碌 整理好房间 铺好被子 回过身来 在床前插腰 看着李诗文和秦燃 得意到 怎么样 厉害吧 诗英最棒了 秦燃照样是夸奖 但同时 有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还行吧 没想到 也会这么女孩子气 嘖嘖嘖 哼 李诗英瞪了李诗文一眼 又笑着看向秦燃 师父 那明天我去给你要几个丫鬟来 让他们伺候你 秦燃倒是想 但是李志让他摇了头 他笑道 不用了 师父习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这傻徒弟 不知道去哪里学了一肚子坏心眼 居然还想试探他 应该都是七七的错 看来回去了 给教训教训七七 把他乖巧可爱的徒弟 带坏成这个样子 嗯 也好 李诗英满意地点点头 那师父 明天我亲自来伺候你好了 李诗文靠在门框上 悠悠说道 你今天也可以 要不你先去暖床了 就你话多 李诗英杀气腾腾地瞪李诗文一眼 这个人怎么这么烦 搞得他没心情调戏师父了 只好说道 哎 师父 不早了 你先休息吧 我们走了 别啊 时间还早 再说说话 李诗文阴阳怪气地说道 清静清静 李诗英嘟嘟嘟走到他身边 然后砰的一声踩下 嘿嘿 李诗文早有预料 及时收了脚 见笑道 踩不着 但李诗英跳起来 就是一个头锤 啊 李诗文惨叫一声 捂着鼻子蹲了下去 秦然走过来 看到李诗英给他挥了挥手 然后消失院门处 他低头去看李诗文 看到地上有血 知道李诗文大约是鼻子破了 哎 好惨啊 他叹息一声 随手丢出一张手绢给李诗文 然后 碰 把李诗文关在了屋外 不是 李诗文捂着鼻子仰天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又香又软的娇气不报 非要跑到这里来 受气挨打 哎 真是太可怜了 所以 丹阳城宽阔的大街上 秦然向李诗文问道 你这是要带着我去干啥 这丹阳城 李诗文一把揽过秦然的尖头 我的地盘 什么事不能做 你想做什么 我就带你做什么 他说着 向秦然抖了抖眉 露出一个男人都懂得的笑容 好你一个浓眉大眼的李诗文 居然真的是这种人 秦然挟视他 问道 举个例子 吃喝玩乐 但凡丹阳城有的 我都可以带你去 想我堂堂李家大少爷 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李诗文颇为得意 虽说秦兄你的聪明才智 修为实力 甩我八百里 人间这些消遣娱乐 你定然是没我玩得多 秦然看着他眨眨眼睛 不知道这家伙 是哪来的自信 跟一个现代人谈娱乐方式 所以 他在问道 说实话 他现在很想让李诗文 给他长长眼见 李诗文伸手揽住他 弯下腰 又声音小下来 巧声道 据可靠消息称 天香楼最新的花魁陈诗诗 还是个厨 长得极其漂亮 又精通琴棋书画 首似绸缎 足似精莲 嗯 秦然听得清楚 这是要带他去逛窑子 于是他只静静看着李诗文 希望他能明白 他是他的准妹夫 他要带他的准妹夫 去逛窑子 以我李家大少爷的身份 再使些银子 说不得 你也有一清方泽的机会 李诗文迎笑着挑眉 怎么样 不怎么样 秦然翻了个白眼 正气道 你看 我是像去这种烟花之地的人吗 李诗文上下打量秦然 点头道 你们这种读书人 都是一肚子猥琐 闷骚货 都喜欢在青楼显眼 砸钱 难道你不是吗 不是 秦然眼神十分坚定 哎 见状 李诗文叹息一声 松开秦然 两人又在街上走了一会 李诗文忽然想起什么 手肘撑在秦然肩膀上 笑道 说起读书人 我记得唐映今天办了一个师会 说是春日踏青师会 唐映是吏部尚书家长子 师会 这个你有没有兴趣 秦然翻了个白眼 师会 要他一个深山宅男去参加宴会 那是参加宴会吗 那是要他死 他话都懒得说 李诗文奇道 这是吏部尚书家牵头的师会 会有许多才学极高的国子剑 汉林学子来参加 你颇有才学 也一肚子坏水 可以和他们交流学问 也可以吟诗作对 这样不好吗 你们这些读书人 不是最喜欢踩着别的读书人的投人钱显胜吗 什么交流学问 什么吟诗作对 这还是要他做文抄公 秦然连连摇头 他可不想对不起前世那些伟人 我跟你说 你这是刻板印象 读书人不是都那样的 读书人也是有真君子的 不是都道貌岸然的 再说了 我也不是读书人 他与李诗文道 我一看到读书人就烦 不是读书人 李诗文看了看他 还是说道 师会上会有很多才子家人 才子你不感兴趣 那家人呢 春日踏青加上师会 那些个官奉小姐 青楼铭记 可都很喜欢的景 秦然站定住 认真地盯着他看 好一会 他劝接道 你说你一个有夫之夫 儿子都有了 又是师姻的哥哥 你跟我说这些 你觉得合适吗 男人骂 胸怀要宽广一点 李诗文却是毫不在乎 拿手被拍了拍 秦然的胸脯 回到 又不是要带回家 看一看 玩一玩 影响不了什么 秦然文言 到自己乾坤代理找了找 找出一瓶丹药 递给李诗文 表情严肃道 我觉得 你迟早要感染花柳 这瓶丹药就送给你了 到时候 可以救你一命 哪有那么夸张 李诗文说着 把丹药接了过来 修饰的丹药 不要白不要 春日踏青诗会 还会请来乐师 舞姬 高远山那家伙都会去 所谓雅音 俗乐 慢舞 美姬 他收好丹药 继续问 这些 你也不感兴趣 李诗文这股热情劲 脚情然慢慢地反应过来了 这家伙根本就是 自己想去青楼 想要他做个共犯 也是他自己想去春日踏青诗会 他想去诗会看妹子 但他是一介粗人 去诗会确实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这家伙 才会一个劲地识多他 是你想去吧 他义正言辞地问李诗文 嗨 李诗文摇头否认 你不去就不去 怎么是我想去呢 我可都是为你着想 我乃是一介修士 清心寡欲 这些红尘世俗都不入我眼 秦然一脸正气地说道 你不要再用这些来坏我道心 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都把他妹妹拐跑了 两个人大白天的 就在那里腻歪地跟什么似的 还在这里跟他说什么清心寡欲 李诗文是半个字都不信 但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他认真看了看秦然 他就说 怎么感觉今天这个秦然 有点不太正常 秦然哪里是今天这一副 一身正气的样子 他压低声音 巧声问道 诗音 秦然暂许地看他一眼 暗道 不算太笨 家里有一个见仙妹妹 还敢拉着妹夫 出去拈花惹草 只能说 李诗文是寿星宫上吊 活够了 见秦然默许的表情 李诗文顿时有些慌乱 他四下打量出去 寻找着李诗音的位置 但他怎么可能找到李诗音 好多修为高深的修士 都没能做到 他挣扎了一会 没有找到李诗音 但也平复了心态 不过是挨一顿打而已 李诗音还能杀了他不成 想着 浓眉大眼 棱角分明的李诗文 也一身正气了 他语秦然道 我曾听闻诗音言 然哥你吸过笛子 笛声颇为优美 然哥对音乐有研究 正巧 我在丹阳黎原有些熟人 不如我们去黎原听曲儿 晌午如何 这可是高雅之事 不至于被李诗音抓了把柄 秦然终于点头 道 甚好 于是 秦然纹固出体验的第一天 黎原听曲 然后第二天 踏青钓鱼 第三天 茶楼听书 那真是连赌方都不敢去 却说这天下午时分 李诗文带着几个猪棚狗友和秦然一起 在丹阳城中 戏梦茶楼 饮茶听书 岂是说书什么的 秦然也不敢感兴趣 但一来是他们没地方去 二来是 此处茶楼说书 这几天说的 是此次抵抗玄情入侵的战争中 北楚修士的传奇故事 他很想知道 这里面有没有他和傻徒弟的故事 于是觉得有几分意思 而今天说的 正是北楚传奇 剑神将小白的故事 此时已到了尾声 却说那一晚 千云密布 好似几万金升铁 悬在高空 雪 鹅毛式地飘洒 将小白一人一剑 独坐武夷城头 他在饮酒 九四冰刀锋利 从他喉咙割下去 他在等人 人是强敌汉敌 要来取他性命 他知道他今天必死 但他没有走 他很平静 因为他守护着他身后的武夷城 一阵寒风吹来 敌军派来了修士九人 都是华丹成英的恐怖大能 其中也有持剑者 问剑神 你非北楚人 一语玄情无恩怨 为何要为那区区凡人 葬送性命于此 剑神抬头 看向持剑者 回道 我是北楚第一剑神 今天你死后 再无人记得你 剑神饮酒 叹息 不被记得的人 有很多 不差我一人 这城市死了那么多人 也不差我一人 别人死的 我一死的 玄情有神光无敌者 劝剑神道 我很欣赏你 给你一个机会 加入玄情 剑神看向他 向他吐了一口唾沫 道 是可杀 不可辱 你何必侮辱我呢 掌控神光者 腹部在言 玄情有生机无限 百战不死者问剑神 不后悔 不后悔 剑神说 今日退缩 心会死 战 身会死 世境一死 退一死 等死 死国可以 玄机是大战 剑神有飞剑72 敌将有9 八道飞剑战修是一个 剑神一人独占9人 是满天飞剑 斩破苍穹 大雪落下 大雨落下 大日降临 是神通无数 阵列大地 地龙翻身 妖兽亡离 剑神出剑百八十剑 剑神亦有极限 终法力枯竭而亡 那一日 武夷呈下了一整天的血色雪花 说完剑神江小白身死 茶楼众人都有心有戚戚 一时静默 无有不悲伤者 秦然转头看向李诗文 却见李诗文也是一脸沉宁 目有悲伤 大约是记起了那一碗真实的江小白身死的画面 堂中说书人说到此处 喝了口茶水 醒目一拍 啪 出声道 江山带有人结出 前赴后继为悲处 剑神身死 天地同碑 但匹极太来 就在玄秦即将攻破五一城之际 他顿了顿 大声道 剑仙降临 这一声出 仿佛也将堂中的悲伤扫空 西记 光亮重现茶楼 谁人不知道 他们北楚绝世无敌的李剑仙呢 心火相传 老朽接着讲那剑仙李诗英的故事 那说书人嘴角都有了微笑 却说这李诗英啊 还颇为年轻 是我们丹阳城的姑娘 各位平时或许见过他调皮捣蛋里 说到了李诗英的故事 茶楼内的气氛忽然就变得快活了起来 秦然听着 想到傻徒弟那迷迷糊糊的样子 不由得有些很奇怪的感觉 他看到的傻乎乎的徒弟 也是别人眼中的绝世剑仙 他眼中是个傻乐呵的憨憨 却也是别人眼中救国救命的侠士 这种感觉可美了 叫他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笑 然后美好的一天 从看到城南结束 城南是被好几个人 拥着走进这间茶楼的 那几个人锦衣玉食 显然也都不是普通人 不过秦然不认识他们 他只认识城南 那几个公子哥进入茶楼 引起莫大喧嚣 李诗文皱眉看过去 顿时认出了那几个人的身份 台上在讲妹妹如何拯救国家苍生的事 她是不想理会那群公子哥的 但是很不巧 那几个公子哥就是冲着她来的 他们方进茶楼 仰头搜寻一圈 便找到了李诗文 秦然他们这间雅间的位置 然后静止往这边上来了 秦然皱眉 与李诗文道 来找你的 都是丹阳城里的顽固 李诗文与秦然介绍道 被簇拥在前面当冤大头的 你见过了 是首府成立雪的儿子 城南 以前跟诗英有婚约 因为你 四年前 诗英单方面撕毁了约定 跟在他身后的 是大将军相继的弟弟相回 相继是陛下为了制衡我们李家 而推出来的大将军 所以相家与我们李家天然对立 也是同水火 以前他被我轻松压制 但横断山脉之事后 我颓废多年 他有了些气势 向回旁边的就是唐印 前几天举办春日踏青诗会的 就是他 然后是世子米华 汉林学子田伯明 总之一句话 都是以前被我压制的废物 近两年在我身上找到了优越感 气势有了回暖 这大约是知道我又回来了 即使跑来打压我 还带上了城南 李诗文看着不靠谱 跟李诗英一样 是个憨憨 但其实他不是憨憨 首先 他是京城恶少第一人 是他们 这一代最优秀的那个 其次 他将政治 形式看得分明 根本就不是个简单人物 这些在天子脚下长大的恶少小姐 大约只有李诗英 是真的憨憨 但李诗英经过秦燃这些年的调教 也不是憨憨了 秦燃对其余那些京城恶少不感兴趣 他多看了两眼成男 他这时才知道 原来这个家伙 就是传说中被退婚的消炎 他也才反应过来 原来四年前 傻徒弟就为了他做了纳兰燕燃 看来 在他心怀鬼胎的时候 看起来憨憨的傻徒弟 心思也不单纯 他都被他骗过去了 嗯 是这样的 几个丹阳恶少推着城南来到了这个雅间 暴力砸开门 一涌而进 塞满了雅间 李诗文那几个猪鹏狗 有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与闯进来的向回等人对峙 向回悠悠然越过城南 与城南并列 伸手撑在城南肩上 看着李诗文笑道 呀 李大少爷 好不久不见你啊 身体可好 托陛下的庇佑 身体很好 李诗文靠在椅子上 与向回道 那么向少爷 敢问您老人家有什么事 我路过茶楼时 听到茶楼里面 在蒋剑仙李诗英 这时说书人正好说道 年轻的剑仙 偷偷跑出天侧君驻地 越过千南万险 渡过千山万水 来到了道剑门前 届时 道剑门正在举行五十年一次的问道大典 我与诗英从小玩伴 青梅竹马 连忙进来捧场 向回笑道 又指了指城南 况且城兄弟 还与诗英有婚约呢 城南文言 脸色微变 悄悄地看了看秦燃 却见秦燃是一脸淡然表情 仿佛没有听到向回的话 他暗中拉了拉向回 希望他在想死的时候 不要拉上他 但向回哪可能理会他的意见 他们让城南当老大 大约是因为他是修士 武力之强 他们赐他 做他们的老大 城南实质上是他们的剑 他们的盾牌而已 我一进茶楼 就看到了文哥 立马和小南来给文哥问好 向回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现在问好了 我很好 李诗文道 你们可以出去了 向回夺不过来 多久未见 怎么不续续旧呢 我见文哥状态不同于以往 很是高兴啊 李诗文脾气很好吗 显然不好 这家伙第一次见秦燃时 都敢冲冠一怒为妹妹 向强大的修士举枪 要是横断山脉之前的李诗文 向回敢这么跳 这么步步紧逼 早就被丢到楼下去了 现在的李诗文 是经过了大起大落的洗礼 沉稳了 此时还很平静 但沉稳归沉稳 该搞事还得搞事 火气在心间 他面上不嫌喜怒 与向回问道 你想要怎么续旧 向回走到了李诗文身前 他站着 李诗文坐着 他俯视李诗文 伸手拍在李诗文的肩膀上 关切道 据说文哥在战场上战斗勇猛 涌冲第一线 有没有受伤啊 这个动作 属于上位对下位的关切 但放在向回和李诗文之间 就很有些羞辱的意思了 李诗文仰视向回 笑了起来 另一只手拍在肩膀上向回的手上 他现在心态真的很好 还给向回最后一次机会 他问道 你想知道 我是否还能站 向回和他身后的三个小伙伴 属于那种被李诗文压了二十年 然后李诗文突然遭重 萎靡下来 被他们反过来打压四年 这四年 让他们忘记了 前二十年 是怎么被李诗文揍的了 甚至忘了自己姓什么 向回也笑起来 问道 文哥 你还能站吗 咔 他话音未落 雅间内就突然想起这么一声声响 这声响来得突兀 也来得吓人 叫雅间内有一瞬间的安静 他们听到外面的说说人说道 重重磨练 李建仙通过最终考核 进入到了道建门核心区域 问道大殿 啊 安静之后是痛好 上一秒还得意猖狂的向回 下一秒就抱着手 在李诗文面前跪了下去 他的手掌 被李诗文一把捏碎了骨头 李诗文当前是什么站脸 是凡人的极限 给他一双翅膀 他能干翻绝大多数助击修饰 这岂是向回可以挑衅的 但向回到底是京城的恶哨 尽管他痛得直冒冷汗 大声惨叫 但在惨叫之后 却还能发号施令 成难 你还在等什么 成难看了看面色 依旧淡然地勤然 漠不作声 李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 高大的身形 威慑着雅间内所有人 包括成难 他们终于回忆起了 被李诗文支配的恐怖 他逆时跪在地上的向回 问道 向少爷 能再战斧 如果你还想追回李诗英 李诗文是你唯一的希望 唐映忽然出声 与成难说道 女人都是贱的 你哭着喊着求着跪着 是换不回他的心的 你只有逼迫他 用战力强迫他 用利益威胁他 用感情约束他 既然得不到他的心 你可以用各种手段 得到他的身体 他仿佛恶魔一样 在成难耳边低语 强扭得刮不甜 但能解渴 你可以控制李诗文 以此要挟李诗英 你可是修士 强大的修士 连一个女人都得不到吗 成难回头看了看他 只觉得自己心里 被压抑着的东西被掀开了 里面有黑暗跑了出来 但他又看了看秦燃 咬紧牙 拼命压制心中的黑暗 你知道李诗英 为何不喜欢你 要抛弃你吗 唐印继续说道 就是因为 你这唯唯懦懦 犹豫不决的懦夫样子 她是你这辈子 最喜欢的女人 是你生命中 最珍贵的人 连这样的人 都不值得你改变 拼尽全力 你说 你还能干什么 成难眼睛有些红 他看了看秦燃 心想 我或可与之拼死一战 李诗英幸好没有嫁给你 唐印道 那般天之娇女 尾身于你 那就是暴殖天物了 成难握紧拳头 脑海思绪波涛汹涌 这是 外面的说书人说道 初时 李建仙拜世于丹丰手作门下 要学炼丹之术 后 他忽然自通剑法 丹丰 炼丹 成难猛然抬头 一双血红的眼睛 看向秦燃 出声问道 炼丹师 他看见秦燃眼里 有一丝慌乱闪过 尽管秦燃掩饰得很好 但他还是看到了 秦燃维持着淡然表情 也出声道 我是金丹修士 他不说还好 一说 就显得心虚了 这瞬间 点燃了成难心头的黑暗 呛 有剑出鞘 成难身形一展 一剑刺向秦燃 然后 叮 他的剑 顿住了 他仔细看过去 他的剑被秦燃以左手时钟 二指夹住了 他用力 发现是静也静不得 退也退不得 平生见到的第一个被凡人忽悠瘀的修士 秦燃看着成难 眼里带笑 你真是让我长了见识 妈 也不全是 修士就是拥有超凡力量的凡人 若是星星跟不上力量 确实很容易被内心的黑暗侵蚀 这应该在我的了解范围内 当 他手指用力 剪断了成难的剑 看向唐义 笑道 不如说 这位兄台让我敬佩 你完成了 我很想完成的事 凡人以嘴顿干到修士 还有高手 唐义面色一冷 看着秦燃 心生了畏惧 有趣 秦燃笑着 但可惜地摇了摇头 他起身向前 带着李诗文 走出了茶楼 身后 说书人还在说 李建仙是从一个稚嫩的小剑修成长起来的 得他师父精心教导 为他助了剑 有言道 助手中剑意 助心中剑难 他师父却在为他助手中剑的路上 为他助了心中剑 往后月数日 向继弟弟向回 吏部尚书之子唐印 世子米华 汉林学士 纷纷病倒 药师无医 月鱼 受病痛折磨而死 傻徒弟扑的床 情然睡得很香 第二天还在梦境中 他就隐隐约约听到有人 在耳边喊 师父大懒虫 起床了 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傻徒弟 傻徒弟忽然对着他坏坏一笑 呼啦 一声 变成一个头上张有鸡脚獠牙的魔女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住了他的鼻子 啊 他吓了一跳 猛然从梦境中惊醒过来 他睁开眼 却看见傻徒弟正趴在他床前 也坏笑着 一只手撑着下巴 一只手伸过来 将他的鼻子捏住 啊 难怪 他会做那样的噩梦 傻徒弟果然就是个头肠鸡脚的魔女 见他醒了 傻徒弟若无其事地收回手 他双手撑着下巴 只看着他黑黑黑地笑 师父你醒了 他笑问道 秦然缓了缓 向上看着近在眼前的傻徒弟 他皱眉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敲门了 但是你没有回我 小魔女表情无辜 所以我就直接进来了 但是 师父你睡得好死哦 你以前还教我在陌生的环境 要怎样怎样 睡得死 秦然文言 一脸正色 怎么可能 我被修行中人 就算是睡觉 也是会睁着一只眼睛的 周身的任何一点细微变化 都逃不过我的感知 啊 对对对 师父你说的都对 李诗英站起来 转身过去 往洗脸盆里倒些热水 他润湿了毛巾 又凝干了 回身过来 嬉笑着 宇秦然说道 刚才我推门进来 师父你 没有一点反应 我捏你的脸丸 师父你也没有反应 然后我捏了好一会鼻子 你才醒过 他走过来 坐到床檐上 拿着毛巾 去给秦然擦脸 压低嗓音 师父你刚才 是不是梦到我了 秦然把毛巾接过来 自己擦脸 他一边擦脸 一边否认道 哪有 我怎么会梦到你 是吗 李诗英疑惑道 那你刚才念到了 好几声诗英 难道不是我吗 你还认识别的诗英 他眼睛眯起来 秦然把毛巾 还给李诗英 一脸正气 道 肯定是你听错了 哦 好吧 李诗英点头 起身去洗毛巾 他一边洗 又一边问 那丝袜是什么呀 师父 什么 秦然悚然一惊 自己不仅做梦 还有说梦话的坏习惯 你让我不要脱掉 说穿着更好看 丝袜是袜子吗 什么样的 李诗英说着 回过头来看秦然 看见秦然脸上的汗水 扑扑扑往下流 啊 师父你怎么了 流这么多汗 他急忙拧干毛巾 过来 趁着秦然神魂震惊 没机会反应之际 将毛巾伸到秦然脸上 温柔地擦拭 他昨晚说要亲自伺候师父来的 自然不能食言 秦然回神过来 被人伺候 他第一时间觉得不适应 便伸手去拿毛巾 但他视线一转 忽然看到了 静在眼前的傻徒弟 傻徒弟那么漂亮的脸 距离他那么近 他表情那么认真 眼神那么温柔 真的诱人急了 他鼻息扑出来 带着毛巾上的热气 钻进了他的鼻腔 好香 大清早的 他感觉他的心脏在砰砰乱跳 他的喉咙发干了 咕咚 他咽了一口口水 响润润喉咙 但在这极其安静的环境下 声响极其大 诗音 他出声患道 就算有口水润湿了 他的嗓音也还是很沙哑 李诗音眼眸轻转下 眼瞼垂下 他看到师父的脸 被他手里热烘烘的毛巾 捂得红红的 他看见师父眼里 有热烘烘的火苗窜了出来 他抿了抿唇 从鼻翼里挤出一个音 嗯 这个颤音 就是那一点落到汽油上的火星 秦燃心里猛然悸动 他叹起上半身 嘴巴像傻徒弟的唇寻了过去 李诗音慢慢闭上眼睛 等着师父的轻轻 秦燃歪歪头 轻到了傻徒弟的唇瓣上 鼻子贴着傻徒弟的鼻子 闻到了傻徒弟身上暖香 李诗音在秦燃脸上的手 不自觉下移 拿着湿热的毛巾 搂在秦燃脖间 秦燃直起腰来 凭空半悬在那里 又伸手出去 抱在了李诗音的腰 仿佛是蛇被拿捏了七寸 李诗音身体顿时发软 一身通天彻地的战力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坐到床上 倒在了师父怀里 秦燃按在傻徒弟 腰间的手倾斧 指尖感受傻徒弟衣服绸缎的触感 此等重要时候 咳恩 忽然有人 在门口咳了一声 沉迷在轻轻中的两个强大的修士 根本没有 察觉到门口来人了 于是门口那人又大声地咳了几声 咳嗨嗨 坑坑 秦燃敏锐的感知觉 终于感知到危险了 他连忙停下 眼睛一转 从傻徒弟嫩白的脸颊 看出去 看到李诗文站在门口双手抱胸 一脸严肃 这是被捉奸在床了 他心下一惊 连忙将傻徒弟拉开 师父 李诗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脸上是迷迷蒙蒙的表情 眼里是迷离的眼神 好不诱人 咳 秦燃干咳一声 咋咋嘴 他看了一眼李诗文 却心虚 不敢直视 又看向别处 说道 我们在修行 对 修行 教师音气息的运转和运用 李诗音这时才知道有情况 他偏过头向外看去 看到了严肃着脸的李诗文 啊 他尖叫一声 到底有些羞涩 一下子把脸埋到了秦燃脖子间 气息 修行 李诗文冷笑一声 当他是傻子吗 他更了瞪秦燃 道 大白天的 也一点不注意影响 他说着 往外走 道 起床吃饭了 来了丹阳城 你不会天天都待在房间里吧 搞快点 本少爷带你领略一下丹阳圣景 带恶人李诗文悄悄地来 又悄悄地走 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秦燃从床上坐起来 还抱着李诗音 李诗音的脸埋在他脖间 他的脸也埋过去 下巴轻轻放在李诗音肩膀上 他的鼻子在他发间 闻着他的发香 诗音 他轻声唤道 嗯 李诗音回道 等你结单了 我们就澄清 好不好 他问道 李诗音在他怀里挣扎一下 他放开他 他侧坐在床边 伸手捧住他的脸 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师父 我现在就可以结单 傻徒弟红着脸 勿施的眼睛里 有星星在闪 秦燃笑起来 伸手捏住这个调皮的 小魔女的鼻子 道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他推算道 修行的境界是有极限的 每一个境界都有极限 他曾经想探寻助击的极限 但李诗音的到来 让他提前结单了 现在李诗音距离助击的极限 已经很近很近了 他很想知道 走到一个境界的极限 会是怎样的 李诗音文言 捧着秦燃的脸 轻轻一挤 把秦燃的嘴巴挤得嘟起来 他摇摇头 挣托秦燃在自己鼻子上的手 然后凑过去 在秦燃嘴巴上摸了一口 他起身从床上蹦起来 笑道 好的 师父 但他没有计较到自己发软的身子 还没有恢复 不受力 又嗷的一声扑倒下去 扑倒在了秦燃怀里 秦燃笑着 将他搂住 免得这个总是迷迷糊糊的傻徒弟摔倒 嗯 受伤了 腻歪了好半天 秦燃总算是起床了 吃了早饭 李诗文忽然过来 将他从李诗音手里劫走 道 这几天跟歌混 不要整天沉迷在小儿女的情情爱中 没出息 李诗文带着秦燃 当了几天顽固 指正 接溜子 之后 就滚去皇宫上班了 秦燃又变回了那个宅男 整天只待在家里看书 不过 到底是如李诗音所想的 他成了他爹爹书房的常客 这天 秦燃看着书 心里计较着 北楚和玄秦的战争 已经告一段落了 两国议和成功 北楚即将向玄秦称臣 而据李诗文说 玄秦从北楚拉出去的军队 这时已经北上去了大烟 傻徒弟的家人 也已经见过了 李诗和杨延奇 对他和傻徒弟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他们以后该怎么发展 还是看他们自己造化 所以 他想 是时候回到剑门去了 这边的危机已经结束了 但到剑门那边的危机 却还在酝酿着 虽然他接手掌药堂后 盗剑门的丹药供给正常了 但这丹药依旧 是向支身骨购置来的 盗剑门本身 还是没有炼制丹药的能力 尽管他这两年 有尝试培盗剑门自己的炼丹师 但他的这种培育大约只是杯水车薪 对一整个宗门的丹药供给来说 还远远不够 如果有时间给他慢慢发育 一年多几个炼丹师 多几个灵职师 那只需要一两百年 盗剑门就可以实现丹药自由了 但 支身骨和无鹰剑宗 肯定不会给他这么才的时间 不会任由着盗剑门发育 就是不知道 下一波进攻会来自于何处 内部 外部 还是直接翻脸 不给丹药供给了 甚至 不计代价 强攻 秦燃一边看着书 一边想着这些事情 支呀 这时 书房的门被人从外边轻轻推开 他看过去 是李诗英捏手捏脚的 从外面进来了 师父 他看向他 嗯 秦燃挑眉问寻 傻徒弟 确实是有很大转变的 至少温柔了很多 以前的他 开门声只会是轰隆 喷咔嚓这些声音 他少有会亲手亲脚开门关门的时候 你不是喜欢吹笛子吗 李诗英开门走进来 双手背在身后 站在书房门口 外面明亮地光在他身上 好一个青春靓丽的少女 还好 秦燃回道 他看着乖巧漂亮的徒弟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其实当年的他 只是想学个乐器 然后又觉得 笛子很符合他的修仙气质 所以学了笛子 他倒没有说 有好喜欢笛子 不过他瞎学了三四年 也能吹出一些调子就是了 那师父你还记不记得 但阳城有个很厉害的乐师 叫高远山 李诗英说着 有些不好意思 偏转了视线 向外看去 高远山 情然沉吟 前几天 李诗文还跟他说起过 高远山在那个春日踏青的诗会上当乐师 当然了 他记得更清楚的是 当初他刚开始学笛子时 李诗英跟他提起过这个人 说他很帅 说他抢亲没抢成 有点印象 怎么了 他问道 我不是说 要让他教师父 你吹笛子吗 李诗英道 嗯 看着傻徒弟不好意思的样子 情然逐渐意识到 事情的走向好像不太对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傻徒弟当年说的是 要把高远山绑来教他吹笛子 绑来 可 李诗英低下头 拢了拢耳边碎发 低声道 师父 我把他绑来 不不不 请到家里来了 他 就 知道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他的傻徒弟 不可能那么温柔 秦燃深吸一口气 和上书 站起来 向李诗英问道 人在哪里 就在会客厅 李诗英抬起头来看师父 看见师父眼里的严肃 又急忙低下头去 说道 我让下人 以贵客之理接待他了 哎 秦燃一脸无奈 想骂两句 但最终只道 带我去看看 嘿嘿 李诗英跑过来 一把抱住秦燃的手 带着他去了会客厅 来到会客厅 秦燃一眼看见 里面坐着的那个白色圆领 镶金边的锦袍男子 他年约三十五 竖了发 留了浅虚 确实有一张极其漂亮的脸 加之其本身的温雅气质 和中年男子的沉稳气度 又着实可以称 一生少女斩 看他那一张脸 可以想象四年前 刚刚三十岁的高远山 会是怎样的惨绝人寰的帅 难怪会引得傻徒弟 想抢人家的亲 高乐师 秦燃进屋 向高远山抱拳陪礼道 失礼 失礼 实在失礼 真的对不住你 高远山正在喝茶 闻言 盖了茶盖 回头来 看见青山儒雅的秦燃 和古怪精灵 滑去 的李诗英 看见李诗英时 他眼里还明显有慌乱和闪躲 但秦燃的气质 让他觉得亲切 也回礼笑道 无碍 无碍 我其实还好 是见现在与我玩笑 我这猎徒粗鲁 多有得罪了 秦燃走到高远山对面坐下 再道 哈哈 高远山抢笑两声 看了看在秦燃身后 站在的李诗英 还是出声问道 见仙与我说 他师父精通音律逐笛 特邀我来交流 敢问仙师便是见仙之师 我是他师父 秦燃点头 但又摇了摇头 道 我喜好音律 会吹笛子 但远远谈不上精通 原来仙人也文乐取声啊 高远山笑 却是叹道 我道你们 都追求长生战利 不会在意这些旁门杂技 其实仙人也是人 音乐 舞蹈 美食能动人心 自然也引得动修士的心 秦燃回道 而且 乐曲 舞蹈 也不是旁门 而是堂皇大道 所谓音乐动人心 而心 就是道 高远山眼睛一亮 问道 莫非真有以乐入道者 自然有 秦燃点头 以乐入道的修士 还远比一般的修士 更强 一是音波本身 便有极强的破坏力 二是 乐声可以影响修士的道心 心境 灵魂 元神 十分厉害 仙师 高远山与秦燃问道 我可否修行 你若有灵根 自然可修行 秦燃回道 我是否有灵根 高远山再问 秦燃施展铜树 上下打量高远山 出声道 高先生颇有灵气 自然是有灵根的 仙师可愿收我为徒 高远山顿时败倒在地 李世音睁大眼睛 这剧情走向不对啊 怎么是来跟他抢师父的 他连忙上前 将高远山从地上拉起来 臭着脸道 我是我师父的关门弟子 我师父不收徒了 啊 高远山脸上写满了失望 而且 我是让你来教我师父 吹笛子的 不是让你来 向我师父学修行的 李世音再道 哎 高远山叹息一声 与秦燃道 先师 我们还是谈论音律吧 李世音的举动 让秦燃觉得好笑 他看着傻徒弟 气呼呼地走回来 美好气地瞪他一眼 他笑着与高远山道 猎徒是请你来交流的 交流交流 那你教我吹笛子 音律和乐器 我教你修行的本质和原理 这也是交流 往后 我可以一音律讨野秦操 你可以根据音律 入道修行 高远山十分高兴 连连道 好好 交流 这就是交流 好 很好 哈哈 李世音看到师父向他瞪眼 他也向师父皱了皱鼻子 表示他对高远山很不满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秦燃笑着 悄悄与李世音 神识传音道 才没有 李世音想起年轻时干的傻事 脸红了红 传音回道 我只喜欢师父 秦燃心里很高兴 看来他比高远山更帅 笛子其实是一栋南京的 内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高远山不知道师徒之间的交流 却与秦燃这儿八经地说起了笛子 你是神仙高人 与我等凡人有一些优势 必须 你不需要当心气息 高远山对于音律 笛子 确实有很高的造诣 在他的教导下 秦燃吹出来的笛声 渐渐不再难听了 渐渐有了笛子本来的悠扬 渐渐地 他确实精通笛子了 当然 在秦燃的指点下 高远山也开始以音乐养气 感气 也算是走上了另类的修行之路 至于多年以后 高远山已乐入道 成为先秦帝国有名的灵魂先师 那又是后话了 秦燃虽然表现的性格好能力强 但跟追风比起来 他的受欢迎程度 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试问 谁人不爱一只乖巧可爱 甚至会说话的小猫咪呢 闲暇无事的时候 逗弄逗弄漂亮的猫咪 甚至可以和他说话解闷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宠物 所以 追风走在将军府内 不说万众倾倒吧 那也是人见人爱了 这样的日子对追风来说 比在丹风时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当秦燃说起要回到剑门时 最不舍的居然不是李诗英 而是追风 却见追风眼泪汪汪的 抱着秦燃的脚 哭诉道 爸爸 我们不回丹风了好不好 真 乐不思数 秦燃气的一脚 把他踹飞 骂道 赖在别人家不走了是吧 没见脸皮 有你这么厚的 没有出现 这里不是别人家啊 追风在地上滚一圈 毫发无损 又阵阵有刺的狡辩 是诗英家 秦燃一时语色 他很难跟这个笨蛋解释清楚 诗英家跟他们自己家是有区别的 你想 你每天要吃那么多 肉肉不要钱啊 他劝道 别人养得起你 我可以不吃肉 追风居然可以给出这样的让步 他是真的很想留在这里 你是妖兽 别人都怕你 秦燃再道 会有猎妖狮来找你麻烦 猎妖狮打不过我 追风道 而且我只是偶尔说话 不现出真身 不会有人发现的 那猎妖狮会找诗英家人的麻烦 追风拿爪子拍拍胸脯 我保护他们 啊 跟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讲道理 秦燃觉得自己一定疯了 他上前去 再给这小猫咪一脚 呵斥的 赶紧恢复真身 我们要走了 呜呜呜 追风满地打滚 滚了一身的灰 委委屈屈地说道 爸爸 要不你们回去吧 我不回去了 秦燃气死了 这节奏是 养了四年的白眼狼 被别人轻轻松松拐走了 就 他有一种信信苦苦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被别人两根棒棒糖骗走的感觉 他又想给这个逆子一脚 扬言气大包小包地提着一些东西过来 看见追风的样子 心疼坏了 把东西丢在地上 紧张兮兮地抱起追风 轻轻揉揉拍去追风身上的灰 又责骂秦燃 你们要走就自己走啊 强迫我们追风做什么 追风这么乖 你也狠心这么踹 他瞪秦燃一眼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心狠呢 这难道是 传说中的阁代青 还是什么 秦燃很无奈 看向了李诗英 想他帮忙说两句 但这个傻徒弟 见到师父吃瘪 非但没有帮忙 反而在那里捂住嘴偷笑 秦燃仰头望天 这个家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这时 李诗文带着御迟针走了过来 两人还是 指手相看泪眼 是一一息别的样子 接了平安 你们就早点回来 李诗文与御迟针嘱咐道 我舍不得你 也很挂气他 嗯 御迟针乖巧地点头 我会早点回来的 两个时辰 看着他们搞得像什么生离死别的 李诗英忍不住出声道 我两个时辰 就可以从丹风飞到家里 要是嫂子着急 今天接了乖折 晚上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回来 李诗文看了看李诗英 这个不懂情调的傻妹妹 他不想理他 继续抱着楚楚可怜的 御迟针柔声安慰着 李诗文和御迟针的儿子 名字叫李安 取名平安之义 去年十一月 五一城外 玄秦第一次全面攻城时 于最危机的时刻 刚刚满月的李安 激活了李诗英 赐予他的剑气种子 一剑逼退了玄秦修士 而后 他以身驾驭剑气 一路向南 飞到了道剑门 李诗英由此知道 李诗文遇到危险了 他将李安交付给秦燃后 便申与剑河 飞速前去救援 终于在最关键时刻 赶到了五一城 救了李诗文 救下了五一城 乃至于北楚 在之后 秦燃将李安交付与龙七七 循着李诗英的踪迹 到了五一城 而后展开各种算计 为北楚谋来了和平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 是李安救了北楚 而到今天为止 小李安已经离开李诗文夫妇 三月有余了 所谓母子连心 与追风这个不想回家的家伙比起来 玉池珍早已望眼玉川 早就想去担风接回儿子了 李诗文因为要帮北楚皇帝巡逻皇宫 不方便去 加上李安还小 所以是由母亲御迟珍去 又 李安虽然决定了要走修行路 但他现在的年龄到底还是太小了 更适合跟在父母身边 当然了 有李诗英和秦燃在 就算他在父母身边 也不会耽误他住机修行 一个想走 一个不想走 秦燃瞪一眼追风 最后问道 走不走 追风在扬言其怀里 畏畏缩缩地看一眼秦燃 见秦燃好像真的有点生气了 他还是害怕 只好用了用力 从扬言其怀里跳了下来 走什么走 就在这里多好 扬言其劝道 他们回去是有事 你回去又没事 回去干嘛 追风成熟 老练地叹一口气 摇摇头 道 单风没我不行的 他又示意扬言其走开 道 姥姥 你走远一点 我要施法变身了 扬言其很难过 很舍不得追风 但也只好离远一点 其他人是知道 追风的本体有多大的 也都默默地 为他让开了位置 此处是李家叫场上 秦燃特意在这里告别 就是为追风变大准备的 扬言其看着那只 他天天抱在怀里的 可爱猫猫 双眼目睁 周身便有一圈一圈的 黑气萦绕 那黑气每绕着 那白色猫猫转一圈 猫猫变大一圈 圈圈绕了十余圈后 白色猫猫 已然变得有丈许高 又高又大的白色巨虎 猛然间挤满了叫场 扬言其看得目瞪口呆 仰头去看追风 不敢相信地换到 追 追风 老了 变成本体的追风很高兴 还以为自己是个宝宝 手舞足蹈地向杨炎奇走去 但是他那么大一只 压迫感实在是太大了 跳动起来 更是让人感觉地面都在晃动了 又让人生怕他踩到了自己 杨炎奇深吸两口气 压下恐惧 还是走远一点 他点起脚看 还是能看出 那张猫猫脸 虽然变大了 但确实还是他熟悉的那张脸 还是狠俊 他叹道 还威武霸气脸 不愧是我们的追风 追风高兴地甩了甩尾巴 又趴下来 大脑袋在杨炎奇身前 讨好的眯起眼睛 嘿嘿嘿傻笑着 杨炎奇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手摸在了追风的脑袋上 像摸狗狗一样地摸追风 追风很是受用 除了杨炎奇 其他人都见过追风的本体 倒是没有多么惊奇 秦然纵身一跃 跳到了追风背上 李诗英也带着玉池针跟着 做到了追风背上去 离去之前 秦然看向李诗文 出声告诫道 玄情一统现役之地 是早有预谋的 也是大势所趋的 北楚没有能力阻拦 我希望你要早做准备 倒不是让你叛国投靠玄情 而是一些其他的机缘 说不定 我猜测 你会因此踏上修行路 秦然上一次的劝说 李诗文没有听 直接导致了他 这几年来的悲剧 现在 秦然之言 与他如仙音 他点头道 我自省得 见他知道厉害 秦然又多说两句 玄情让北楚修建的建筑 极其重要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将这事承包过来 这大约是李家以后 依旧能站在高处的屏障了 好 李诗文印下 正好朝中无人愿意接受这事 话止于此 秦然不再多言 因为他知道 就算北楚没了 李家也一定还在 他还有一句分身在玄情 那个他 一定会确保李家安危 追风 他换道 姥姥再见 追风站起来 追风再见 扬言其招手 有时间就来完 别被听你爸爸的 爸爸就在背上 追风不敢答应 他微微点了点头 又与李诗文道 大块头再见 李诗文看了看追风体型 又看了看自己的体型 陷入了迷惑中 他向玉池针挥了挥手 追风屈膝一跳 跃至半空 再换来狂风 踩着风往道界门的方向 一路狂飙 到底还是顾及玉池针身子弱 追风没敢跑太快 花了四个多时辰 天色渐晚时 才回到了丹丰 穿过道界门的护山大阵 又穿过丹丰的护山大阵 追风向地面落去 但他还没落到地面 就发现丹丰的空中 好像有东西 不是东西 而是剑气 不是别的剑气 是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可是 李诗英不是还在他背上吗 他不由地停住 好奇地向那剑气看过去 却见到 有一个光着屁股咬着奶嘴的小屁孩 抱着一把剑 在空中飞来飞去 看见丹丰忽然来了一只大怪兽 李安很奇怪 咬着奶嘴飞过去 好奇地绕着怪兽飞了一圈 又停在大怪兽身前 他有一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 看着大怪兽 喊道 咦咦 呦 呦 大大 大 大什么大 龙七七的声音 从下面小木屋传出来 不一会 他小小一个身体 捆着个马尾 系着一张围裙 一手拿着菜刀 一手拿着奶瓶 从小木屋里匆匆走出来 他这模样 让人心酸之鱼 又让人觉得好笑 龙七七站在门口 仰头向空中望去 看见了李安身前的东西 追风 他激动的高音响起 震破了天上的云朵 也将玉池针吵醒了 玉池针是第一次坐飞虎 尽管追风很控制速度了 但他还是晕得不行 早早地就因为难受而昏睡过去了 此时他被吵醒 睁开眼睛 向前面看去 于是看见了那个前面抱着剑 光着屁股 叼着奶嘴的小屁孩 他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他的孩子 平 平安 他喊道 就要站起来 去抱李安 但李诗英没有松开他 他没能站起来 先下去 李诗英道 追风这才继续往地面落下 到了地面 秦然睁开眼睛 他翻身吓唬 抬头一看 看到那个光着屁股 露着昆昆的李安抱着剑 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 落到了龙七七身前 这个孩子 必成大气 他心下暗道 小小年纪就有了他 做梦都想拥有的能力 遇见飞行 平安 裕迟真一落地 就向李安冲过去了 但李诗英再一次拉住了他 因为李安身上的剑气 并没有消失 他这过去一抱 怕是要直接生死 最主要的是 李安对裕迟 真没什么亲近之意 看着这个想象他冲过来的女人 他满眼疑惑 哪声哪气地问龙七七 姨姨 他们 谁 还能是谁 龙七七气呼呼地哼一声 把菜刀刷的一声扔向秦燃 冷声道 那是你师父 秦燃接住菜刀 眨眨眼睛 没好说话 龙七七又指着李诗英与李安道 那是你姑姑 最后指着玉池真 他没见过玉池真 但他猜得出来 那就是你亲娘了 然而 对于李安来说 什么师父 姑姑 亲娘的 他都不感兴趣 他等了一会 没等来他感兴趣的介绍 疑惑眨了眨黑溜溜的眼睛 指着追风问龙七七 大 大 大怪素 显然 他更喜欢毛茸茸的大猫猫 他叫追风 是只宠物猫 龙七七没好气地说道 追风迎合着 身形羞的一声变小 问龙七七 是这样的宠物猫吗 哇 追风这一手 叫李安看呆了 趴在剑上连连拍手 这时 李诗英伸手一招 趴在剑上的李安 便随着剑 一起飞到了他身前 姑姑和侄儿两人 大眼瞪小眼 李诗英与李安道 叫姑姑 李安身上的剑气 就是李诗英的剑气 所以他能感受到 李诗英身上的亲切 稍作犹豫之后 他出声喊道 叫姑姑 姑姑 李诗英纠正道 这下的李安黑眼珠一颤 连忙道 姑姑 嗯 李诗英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伸出手向李安 道 哎 给姑姑抱抱 不知道为什么 李安除了在李诗英身上 感受到亲切之外 还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压迫感 来自血缘的压迫 小姑对侄儿的天然压制 他不敢反抗 笨拙地从剑上爬起来 颤颤巍巍地扑到了李诗英怀里去 李安身上 那控制不住的剑气 自然无法对李诗英 造成任何伤害 李诗英便手法粗糙地 抱着李安在怀里 这个光着屁股的小侄儿 让他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 这是他哥哥的孩子 他觉得亲切 但同时又有一种感觉 自己忽然老了 变成成年人了 自己已经是姑姑了 他抱着这个孩子 温柔而怜惜地轻抚着 李安也在李诗英的怀里 找到了安全感 亲切感 他安心地躺在李诗英怀里 享受着李诗英的轻抚 欲试针剑 李安到了李诗英怀里 忍不住伸手去抚摸自己的孩子 剑气被李诗英约束了 他到这时 也终于摸到了 自己十年四个月 却与自己分别了三个月的孩子 看了看这对母子相见的温馨时刻 秦然手里 拿着龙七七扔过来的菜刀 向龙七七走过去 问道 你怎么不给人家穿衣服 怎么穿 看得出来 被婴儿折磨了三个月的龙七七很暴躁 秦然是半点好 脸色都看不到 他在解释 但声音很大 他身上的剑气 他自己根本控制不住 衣服穿上去 就成粉末 你看 他撩开衣服 给秦然看他身上手上的剑伤 这些全都是他干的好事 可 那么多的剑伤 也不知道龙七七这三个月来 到底经历了什么 秦然很有些歉意 他看了看他手里的还比较原始的奶瓶 干咳一声 问道 那是你自己设计的 不然呢 龙七七白眼 反问道 要是没有这个 他早就饿死了一万遍了 真实化时代的发明 秦然评价道 你要是在凡间把这东西推广出去 你可以在很短时间身价过亿 龙七七一脸不屑 他一个修仙的黄白之物再多呢 又有何用 他都不稀罕李秦然 你给他吃的什么 秦然又指了指奶瓶里装的东西 龙七七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因为他知道 秦然这是在问他 有没有给李安卫七七怪怪的东西 要是之前 他还会假装一下 但是现在 啪 他直接把奶瓶砸给秦然 道 你自己看 可 秦然觉得自己还是过分了 又为自己的险恶和黑暗感到惭愧 但他还是接住奶瓶 打开来 神识探出 仔细分析了奶瓶里的奶的成分 里面就是单风常喝的三角赤蟒牛的奶 又加了一些其他补药 营养物质 比如人参 鹿绒 抱胎之类的 都被龙七七以炼药手法提炼过了 看得出来 龙七七在这上面 花了很多心思 秦然越发为自己的 以小心之心夺 君子之父 而感到愧疚了 很不错 辛苦你了 他说道 哼 龙七七冷哼一声 不想再说话 光是摸一摸 已经不能解 玉池真心里的思念之苦了 他想抱抱自己的孩子 便与李诗英道 给我抱抱 好 李诗英抱着李安 向玉池真怀里送去 玉池真双手很专业地接住李安 他浑身散发着母性柔光 眼里温柔能叫钢铁融化 他轻轻柔柔地安抚李安 等他抱稳了 李诗英的手便慢慢地往回收 然后 就在李诗英的手 离开李安的身体的一瞬间 嗡 李安身上那被李诗英压制住的剑气 瞬间反弹 小心 李诗英反应迅速 大惊失色 瞬间抢过了玉池真怀里的李安 但 虽然他的动作已经很快了 不过是瞬间的功夫 就压制住了李安身上的剑气 可是 他的星辰剑气 实在是太过锋利了 玉池真身上 还是出现了无数细碎的剑身 看着看着 他就浑身是血了 李诗英魂都下霉了 要是玉池真因此而死 他不敢想象 他连忙一手抱着李安 一边从乾坤带李找出丹药 秦然及时发现这边的动静 展开身形 越过短短距离 将李诗英找出的治疗伤势的丹药 未给了玉池真 不要慌 没事 就是外伤而已 他安慰着李诗英 又找出衣服 给玉池真披上 玉池真的衣服 也被剑气割碎了 浑身是伤 浑身是血 玉池真都不觉痛 他正正地看着李诗英怀里的李安 眼泪无意识地从脸颊滑落 他喃喃道 这是我应受的罪 我很心抛弃他 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他觉得是他的罪过 将一个月大的儿子 狠心抛弃 李诗英深吸一口气 稳住了自己的心态 出声安慰玉池真 不是的嫂子 只是因为平安体内的剑气种子 被提前激活了而已 这才使得剑气不受控制 不管你的事的 玉池真哭着摇头 没有听见去 剑气可以控制 李诗英又道 嫂子你相信我 我会很快 教会平安掌控剑气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本来是母子相见的温馨时刻 谁也没想到 会发生那样的事 而玉池真受伤严重 尽管服用了丹药 但他毕竟是凡人 路途的疲惫 精神的损伤 叫他困顿 李诗英直接带着他 去房间休息了 而李安也是他暂时看管 只有他能控制李安身上的剑气 夜深 龙七七终于完成任务 这回早就撅着屁股进入梦乡了 大约不睡个一两天 很难醒过来 而追风 这只猫科动物 趁着夜晚 跑出去警告丹风的妖兽 丹风的老大回来了 而秦燃又坐回了他 熟悉而安逸的小小书房内 书桌前 他拿着笔 在墨写着一门功法 功法的名字叫做 万鬼索命大法 正是武夷城下 那黑袍男所修行的功法 那一天 黑袍男的万鬼索命阵被迫 肉身被无音剑宗两位元英七的剑气所杀 法宝被赵雅琴带走 灵魂本来想伺机夺赦秦燃 但在被秦燃算计一道 被秦燃以九级式魔宫吞噬了 秦燃吞噬他的灵魂 不是为了他的灵魂所蕴含的灵魂之力 虽然一个金丹七修式的灵魂 让秦燃的元神又强大了几分 是为了黑袍男的技艺 准确一点是 黑袍男的修行功法 也就是这门奇特的灵魂功法 万鬼索命大法 这门功法 与丹风祖传的无名恋神口诀 极为相似 无名恋神口诀是残缺的 只留下了凝炼元神这一个作用 而 给了黑袍男伤害灵魂的能力 给予了他炼制灵魂 操控灵魂的能力 也给了他 夺射的能力 灵魂 不是每个修饰都能伤害的 如果没有凝炼元神 那么 伤害灵魂的手段 就极其有限了 修饰在什么时候接触灵魂 金丹七 金丹七 就是修饰无意识的凝炼灵魂 与体内金丹的过程 但这个阶段是无意识的 修饰是 其实没有掌控灵魂的能力 真正有伤害灵魂的能力 还得是原因 及原因以上 而夺射 也不是每个修饰都能夺的 修饰想要夺射 至少要有去占领 别人屈翘的东西 比如原因 或者元神 原因以下 没有夺射的能力 而黑袍男 不过是金丹七而已 就能一招击 秦燃的元神分身了 也能以灵魂夺射了 于是可以从此看出 万鬼索命大法的强大之处 秦燃在得到黑袍男的功法时 也简单地浏览了他的其他记忆 黑袍男 齐名赵璞 本是赵正身边的近身太监 后 赵正见他忠心 赐他名字赵璞 引他走上了修行路 又赐予他 万鬼索命大法 因为功法特殊性 赵璞从此转入暗中 专门为赵正做一些不能见光的事 但随着时间推移 赵璞在越来越得赵正信任 修为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心中的欲望 也逐渐高涨了 他开始不满足当下的身份地位 不满足当下的实力力量 这就是俗称的 心魔 所以 他会想要将北楚百万士族 和武夷成百姓家士族也百万人 都炼化了 成为他的鬼和修为 同时 也是他不知死活地 将三明原因妻 十几个金丹妻 都锁在阵法中的原因 赵璞被心魔所冲 膨胀到了极点 自以为有了万鬼索命番 原因他也不放在眼里 他终究是不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他不知道 他从来不是特殊的 他能早早地掌控灵魂的力量 别人也能 甚至 别人的机遇和天赋 都好过他无数倍 他遇到了秦燃和李诗英 然后生死盗销 整理着黑袍男的记忆 秦燃 除了可惜那面万鬼索命番外 还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 赵正 那不是一个凡人皇帝吗 他怎么还有修为 他怎么能随手赐予身边太监 这样一门厉害的功法 于是 赵正这个男人 在秦燃本体的眼中 有了更多的谜团 但他大约能猜出 这就是那个 让分身投靠赵正的原因 赵正他们 甚至能斩断分身和本体的联系 让分身独立出去 这种玄又玄道法 是秦燃此时无法理解的 于是他大约知道 赵正 玄秦朝廷 有多恐怖 记下 万鬼索命大法 秦燃不是要练这门功法 这门功法虽然特殊 强大 但它的副作用 其实太大了 秦燃更多的是 眼馋这门功法里面的法术 能伤到灵魂的法术 如何叫他不心动 他想将其中的法术拆解出来 充盈担风的功法库 于是一晚上忙碌 秦燃终于将 万鬼索命大法 整理完毕了 他得出了几个能用的法术 第一个 是采集灵魂 炼制炼魂的法术 收集灵魂的法术 更方便 他以后毁尸灭迹 至于炼制灵魂的法术 就是那日黑袍男 展示出来的恶鬼和尸鬼两种 其中还有一种誓愿鬼 很强大 不过黑袍男没能炼制出来 这炼魂之术 是需要修行这门功法的 秦燃却是不能炼 比较可惜 但是 追风有猖鬼空间 能控制灵魂 却是能给追风看看 第二个 是搜魂术 能强行搜索别人的记忆 相当于秦燃吞噬黑袍的灵魂 已得到黑袍男的记忆的法术 但是搜魂术不需要这样 吞噬别人的灵魂 不过 被搜魂术强行搜索 及其痛苦 还不如被吞噬了 第三个 败魂术 也就是黑袍男那次 将秦燃分身直接败死的法术 其实这一招的 限制极大 第一 需要施法者的修为 比受法者的修为高 第二 至少需要知道受法者真实姓名 第三 需要受法者没有防备 所以 这是一门只能用于偷袭修为 比自己低的功法 限制极大 其实鸡肋 最最关键的是 他只能修炼这门功法的人施展 第四 熔魂之术 这或许是秦燃忙碌这么一晚上 收获最大的法术了 因为这一世法术的作用 是让修士夺射之后的灵魂 尽快与肉身相合 做完记录 秦燃收起书册 将他放进书庵右边上方的书架中 在这书架里 还有许许多多他这些年来 有事没事收集的功法 比如李世音所修行的 九转星辰剑法 他自己修炼的 水滑星经 之前得到的 九级元神士魔功 等等 现在又多了 万鬼索命大法 他放好新的书册 开启阵法 将这一层书架隐藏 显露出外面的普通的书籍 秦燃生了的懒腰 心情总体是兴奋的 是高兴的 然后 他从书房的窗户看出去 看到大清早的 又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孩 架着一把剑 漫天追着一只白色的猫猫 从窗前划过 他感觉有哪里不对 有话说 如果家里有孩子 最好不要养宠物 因为那样对宠物不好 人类幼宰在二三四五岁的时候 那确确实实是人嫌狗咽 又麻烦又不可爱 特别是跟猫猫狗狗玩耍起来 下手不知道轻重 很容易伤到猫猫狗狗 也容易伤到自己 而李安不一样 这家伙自带剑气 满月就能架着剑气 满世界飞了 所以他的人嫌狗咽的时间 来得更早一些 也来得更恐怖 很多 且看外面 堂堂七级妖兽血脉 说不得已经是八级妖兽了的 玄冥灵虎 都被他拿着剑满世界地追 只能说 恐怖如斯 让秦燃倒吸一口凉气 他从书房开门出去 看到李诗英的房间外面 走廊上 李诗英正和玉池 睁看着空中的追逐戏 脸上满满的都是担忧 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为追风担忧 李诗英感知到秦燃的视线 看过来 看到秦燃从书房走出来 皱眉问道 师父 你昨晚又在书房一晚上吗 嗯 有些要紧事需要处理 秦燃点头道 你老是这样 李诗英道 什么事不能白天都处理了 秦燃看了看傻徒弟的眉眼 嗯 有那位了 他笑了笑 回道 正好处理 就一起处理了 有什么关系 熬夜可不好 李诗英道 秦燃回道 我们这是在休闲 说着 他看了看玉池真 关切道 嫂子伤好了没有 玉池真点点头 没有大碍 秦燃放松了些 要是玉池真在他这里 被他儿子嘎了 他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李家交代 他看向空中追着追风的李安 叹道 这孩子本身的剑道天赋也不低 能操控起诗英的剑气 那师傅 现在怎么办 李诗英有点愁 这样怎么能让他回去 你不是说 要教他控制剑气吗 秦燃问道 等他控制住了 就可以回家了 李诗英还是纠结无奈 说出了他的困难 师傅 你看他还不会说话 也分不清事理 要怎么教啊 比你还难教吗 秦燃惊奇问道 傻徒弟当初修行时 理论 功法 是半点都看不进去 要不是有他这个师傅啊 早就走火入魔 死了好几百次了 哎呀 师傅 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呢 我就是在说正经事啊 秦燃假装严肃 又与李诗英道 你想想我当初是怎么叫你修行的 又想想我是怎么叫追风说话的 李诗英本来就是见到天才 秦燃只需要从宏观引导 而不需要具体地教他 每一种剑法怎么练 每一种功法怎么练 甚至于什么见招见势 更是通通用不上他了 至于追风 这家伙本来是妖兽 根本没有人类的语言系统 不可能开口说话的 秦燃是以原神直接和追风的灵魂对话 然后再调动生理结构 这才一点一点地教会了他说话 李安现在的情况是综上两者 他也是见到天才 也不会说话 所以 就需要李诗英以神识与他交流 教他怎么控制自己的力量 逐渐变得成熟 稳重了的李诗英 顺着师父的话 想起过往师父 教导他和追风的画面 慢慢理解了师父的意思 他向秦燃点头 嗯 师父 我明白了 秦燃看向李诗英 眼里有好多好多的欣慰和成就感 他看着傻徒弟 从一个纯小白 到修行界的天才 到现在终于沉稳 有一代宗师的样子 是他一步步地带着他走过来的 他不由地又想起当年问道大殿里 那个高冷的倔强的女神一样的顶级金属性灵根的李诗英 再想到他伪装退去 变成他憨憨的呆萌的女徒弟 最后看向眼前这个 成熟了 稳重了 就要变成他妻子的傻徒弟 这中间 发生了好多好多事 李诗英察觉师父在盯着自己看 迎着师父的目光看回去 看见师父眼里的暖意和追忆 他露出牙齿 黑黑黑地笑了起来 傻徒弟 秦燃宠溺地笑着 轻声地唤道 李诗英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黑黑黑地傻笑 慢慢变成了黑黑黑地得意地笑 须知在爱情中 谁是猎人 谁又是猎物这件事 是很难说清楚的 说李诗英傻 他一点都不傻 还机智地一匹 说秦燃聪明 他有时候也会犯错 也呆得要死 师父俩隔着走廊 须须须须的眉目传情 一点也没有顾及李诗英边上的浴池真的感受 这就是所谓风水轮流转 苍天饶过谁 当年他和李诗文为李诗英狗粮的时候 也没有丝毫留情 不多时 追风从远空中呼呼呼地跑过来 诗英救我 他大喊一声 一头扎进了李诗英的怀里 憨憨的追风其实也很聪明 他知道 这种时候爸爸救不了他 只有诗英才可以 他刚刚在李诗英怀里喘了口气 身后就有一道紫色的星辰剑气 从远方杀来了 大大大怪 速不跑 随着剑气而来的 是小孩子哪声哪气的嘟囔声 没有直面过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就不知道他的剑气有多恐怖 此时走廊的玉池真和秦燃 看着李安架着李诗英的剑气 直直飞来 心里都觉得紧张 那剑气的凝重 那剑气的锋利 傻徒弟情然心下在叹 迎着恐怖的剑气 李诗英抬起手一招 李安便随着剑气拐了一个弯 飞到了他的手中 啊 啊 又一次被李诗英拿捏 李安依旧不适应 他从李诗英手上站起来 满脸疑惑 为什么他的宝贝不听他的控制了 坏 坏 他看着李诗英嘟囔道 姑姑 李诗英脸色沉宁着 再一次教李安怎么叫他 嗯 傻徒弟也能沉着脸教训人了 秦然看着莫名觉得好玩 又觉得好像有点凶 姑姑 李安歪着脑袋 姑姑 李诗英道 姑姑 好 李诗英点点头 道 今天我正式教你剑法 嗯 李安不懂 便见李诗英眉心一亮 一道原神之力出 直接飞进李安的石海 剑法只是剑修的外在表现 重要的是对力量的掌控 李诗英与小李安上的修行第一课 印在小李安脑海里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要成为力量的主人 不要被力量控制 李安只觉得脑子有姑姑的声音 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睁大眼睛 疑惑 而呆萌 但 那句话到底印在了他脑海里 单风 小木屋前 老林槐树下 草地上 李诗英正盘坐在草地上 漂亮的小脸十分严肃 眼睛直盯着离他有丈许距离的李安 而小李安正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 委屈着脸 想顺势躺下 但又不敢乱动 这个姑姑太凶了 虽然小李安 已经可以架着剑气满天飞了 甚至能追着八级妖王 追风满山跑 但是 他其实连站都站不稳 因为他就算是剑气种子觉醒 引得天地灵气入体 强大的肉身 就算他得龙七七地 精心投喂灵兽兽奶 也强壮了身体 他已经比正常的婴儿 强壮了太多太多了 可是 说到底 他终究还只是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而已 他再厉害 也是有个限度的 所以 想要教他如何控制自己身体里面的剑气 得先教他学会站立 学会走路 学会动手动脚 学会动用自己的力量 要一步一步地来 见小李安确实是站不住了 李世音向他伸出手 试一道 来 走过来 到姑姑这里来 然而李安站得腿软 瘪着嘴 不想动 见他久久不动 李世音眉毛一束 亲和道 过来 李安吓得一惊 眼泪啪哒啪哒地从眼眶翻落 但他还是脉动起粗壮的小短腿 向李世音一步一步地 一摇一晃地走了过去 姑姑好吓人啊 亲妈玉池真就在旁边 李安的样子让他实在心疼 摇摇晃晃地 似乎就要摔倒了 看着看着 他想伸手去扶一把 但李安身上锋利的剑气 又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他又抬头去看李世音 想让李世音别那么凶 但他张张嘴 终于还是没有出声 虽然一直不稳 走得跌跌撞撞 但李安到底还是没有摔倒 他一边流泪一边走 走到了李世音身前 伸出胖胖地抓到了李世音的手 又嘟嘟嘟几步加速 撞进了李世音怀里 真棒 我们的平安真厉害 李世音立马换一张脸 满面笑容 不住地夸奖李安 又拿出一把 从师父那里顺来的早餐糖豆 摊开在李安面前 诺 姑姑给你糖吃 李安眼睛一亮 又觉得这个姑姑还不赖 便一边流着泪 一边神情放松下来 一边从李世音手里捡糖豆吃 大棒加甜枣 这一招真是太好用了 小小的李安 被安排得死死的 训练的时候要严格 但训练完了 却也需要奖励 奖励机制 是最好的训练机制 这是师父告诉他的 李世音温柔地抱着李安 让他休息 又像玉池真笑着 给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秦然从小木屋走出来 看见李世音 在有条不紊地训练着李安 又出声告诫道 虽然训练要严格 但是也不要太凶了你 你也要注意让他休息 他现在很需要睡觉 哦 李世音点头 我知道了师父 他看向秦然 见秦然是一副 要出门的样子 问道 师父你要去哪里 掌药堂啊 三个月没去了 都不知道掌药堂怎么样了 秦然回道 你师父 我还是掌药长老 是哦 李世音恍然 你不说我都忘了 秦然瞥他一眼 装得在胸 也是个迷糊的 不理会傻徒弟 像训练猫猫狗狗一样侄子 他展开神行步 往掌药堂赶去 掌药堂被他重新整理 清除掉了简元杰旧部 全部纳心 已经走上了正轨 而一个走上了正轨的执事堂 其实没那么需要他 至少短时间可以不需要 所以他倒没有那么担心 走进掌药堂 他环视一眼 炎翼 周福 郑爵 无厌都在 四个杂役弟子 也在 果然一切如故 因为人比简元杰的班底要少 所以是要比简元杰那时忙碌的 特别是负责药材 担药等工作的杂役 本来堂内气氛轻松 整理药材丹药的弟子 都显得放松 有说有笑的 但随着他走进掌药堂 堂内的气氛瞬间变得严肃了 他往主位上一坐 内里八人的呼吸都齐齐一沉 等了一会 他出声问道 我不在的日子 掌药堂可有什么大事 负责丹药发放的周福 急忙找出几份卷宗 起身走过来 恭敬递给他 说道 这是这几个月 关于丹药发放的记录 秦然接过 没有立马看 淡然的眼神看着周福 问道 可有其他药是发生 没有 周福回道 药材 药理 炼丹手法 这些 秦然又问 学得怎么样 关于药材 我记了千余种 药理略有些领悟 但弟子悟性不好 很多都看不懂 至于炼丹手法 周福低头 没有什么进展 秦然皱了皱眉 问道 可有炼出丹药来 周福身体一抖 回道 没有 嗯 秦然正准备喝吃 忽然反映过来 为什么周福的药理 和炼丹手法 都没有进步 因为这几个月 龙七七在带孩子 没有时间教她 她一顿 收了气 点点头 道 行吧 后面抓紧时间 是 长老 周福大松一口气 连忙退回座位 周福退下 炼丹又拿着一份卷宗上来 与秦然道 首座 这是十二月的采购记录 秦然接过来 翻开看着 随口问道 你一个人去采购的 我请了陆军行师兄帮忙 炼丹说道 我负责丹药采购 陆师兄负责安全 你倒是聪明 秦然夸奖了一句 又道 等会把你采购的丹药 抽一份给我 我看看支生谷 有没有趁机搞鬼 是 然后也是同样的班主任 拷问学业 直问得炎翼满头大汗 秦然才将他放过 秦然又分别问了吴燕和郑爵 郑爵道没什么事 唯有吴燕说了一个要紧的事 吴燕现在负责的事情 便是之前炎翼负责的事情 也就是关于道界门内 新的炼丹弟子的培养 他与秦然道 前几天有一少年来了道界门 带着灵药 说是想以灵药 换取败入仙门的资格 什么灵药 秦然问道 灵符灵 入品品质 吴燕从乾坤代理 取出一个黑色木盒递给他 秦然接过 打开来看 剑盒子里的灵符灵 色泽饱满明亮 毫无损耗 不由的惊奇 因为灵药蕴含天地灵气 精华 不是轻易能采集的 很容易让里面的灵气精华流失 炼丹师采集灵药时 尚且需要千般注意 何况凡人呢 他看着盒子里的灵药 思存着 到底是凡人自己采集了灵药 还是支生骨在背后推手 什么年纪 他问道 十三岁左右 叫什么名字 张俊逸 你叫张俊逸 秦然坐在椅子上 看着面前悲怯的少年 出声问道 这少年的身体实在瘦弱 乃是营养严重不良的样子 吴燕说 他有十三岁 但谎眼一看 他是只有八九岁 回宣掌 小人是张俊逸 少年躬身行礼 他大约只有一双眼睛会引人注意 实在明亮 听说 你想拜入道见门 秦然问道 为什么要拜入道见门呢 我想学炼丹 张俊逸回道 秦然不由沉默 又一个跑道见门来学炼丹呢 他想着当初的傻徒弟 笑道 学炼丹 你应该去支生骨 张俊逸抬头看秦然 明亮的眼睛里有时宜 但他最终还是回道 因为支生骨是炼丹宗门 他们肯定看不上一株灵符灵 而道见门 我肯定能以灵符灵 换取入门资格 而且入门之后 也大概率会受到优待 秦然赞一声 很聪明 但他很快摇头了 可惜 你想当然了 想差了一件事 张俊逸问道 什么事 宗门招收弟子 首先要看的是资质 资质之中 最重要的又是灵根 而不是要你向宗门提供灵药 法宝什么的利益 如果你有灵根 甚至灵根足够好的话 宗门其实比你想象中 更愿意收下你 秦然与他解释道 一个天赋足够好的弟子 跟一个宗门 是相辅相成的 互利共赢的 除了特殊情况 直身骨不可能不要你 张俊逸闻言沉默 你明明很聪明 秦然疑惑 却不知道去哪里 学来这等处事价值 这明明是凡间 送礼贿赂的套路 见张俊逸依然沉默 秦然问道 你是什么品质的灵根 张俊逸伸出手 示意秦然检查他的资质 道 上瓶水灵根 上瓶水灵根 秦然手指搭在他手臂上 法力运送进去检查 又笑道 你看 你也不明白 灵根在修行界的概念 你不知道 一个上瓶水灵根的弟子 直身骨是会亲自来 收你为弟子的 甚至不需要你去 直身骨拜师 再加上 你好像是医药世家出身 你这样的 直身骨不可能不要你 秦然的话语 一直很平淡 但张俊逸却感觉 是一波又一波的浪涛 在击打他的心 至于这句话 他敏锐地感知到了生命威胁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知道 如果他再不说实情 眼前这个恐怖的男人会笑着 将他送走 他终于出声 先掌明鉴 他的声音平淡如水 补充道 我爹娘被支身骨的修士杀了 父母被杀 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 但他平淡地 像是在说故事里的事情 秦然收回手 确定了张俊逸的上瓶水灵根 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淡然 问道 为什么 虽然修行界弱肉强食 没有人性道德 但大部分修士 都不会随意杀人 没有好处的事情 做他干什么 因为灵药 张俊逸答道 我家传的医经里 记载有使用灵药 和采集灵药的方法 所以我家里有很多灵药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秦然点点头 这就给支身骨杀 张俊逸全家的理由了 你是医药士家 家里又有灵药 但他还是不解 为何你会如此瘦弱 营养不良 莫非先长以为 张俊逸问道 支身骨杀我爹娘 是昨天发生的事吗 秦然恍然 这就说得通了 难怪张俊逸明明很聪明 但在有些事情上 却很木讷 他大约很小时候 就一个人在凡人间摸爬滚打了 在我七岁那年 支身骨来我家里收购灵药 我爹无力反抗 将灵药卖给了支身骨 张俊逸平淡道 但为了我 他决定藏下一株千年人参 然后被支身骨的人发现了 所以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秦然问道 他们杀了人 发现了被藏起来的我 也是要杀我的 张俊逸道 但其中的领头者发现 我有灵根 有仇恨 便要我去拜别的仙门 再去找他寻仇 秦然看了看张俊逸 问道 所以 你以为拜入仙门会很难 是 张俊逸回道 我找了六年 才得到这一株灵符灵 那你为何不学剑 或者阵法 道法 体修这些 以报仇呢 秦然再问 仙长 我要通过炼丹术 摧毁支身骨 张俊逸道 支身骨以炼丹为主 那就在炼丹上毁掉他们 好 秦然点头 那你就跟着我吧 张俊逸跪服在地 久久不起 早上一个人离开丹丰 下午回来的时候 就变成两个人了 李诗音睁大眼睛看着秦然 指着张俊逸问道 师父 他是谁 他是你师爹 秦然道 嗯 李诗音看向张俊逸 再问 你要他做我师爹 他颇有炼丹天赋 秦然解释道 哼 李诗音大声喊道 七七 好一会 龙七七睡眼朦胧地 从自己房间出来 靠在门口 无可奈何地问李诗音 干嘛呀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送你一个弟子 李诗音道 我师父说他天赋很好 可以做你清传弟子 龙七七一惊 顿时清醒一半 他向李诗音那边看去 看到跟在秦然身后的张俊逸 连忙回道 不 我不收弟子 李诗音不容他拒绝 直接与张俊逸道 那才是你师父 以后 你就是他的关门大弟子了 龙七七转身进门 轰得一声关锦门飞 传出一声我不会收你的 并再无音信 看着这一切变化 张俊逸低着头 眼观鼻 敌观心 只当自己是石头 嗯 秦然准备开口解释 他是准备将张俊逸 收为真正的清传弟子 不是李诗音这种逆途 跑去练剑 也不是龙七七这种 学了东西不认账 而是准备继承他的丹道 甚至是之后的丹风手作的 但是李诗音冷着脸看着他 叫他说不出话来 师父 李诗音警告道 你 只能有我一个徒弟 哎 不是 诗音 李诗音不管 他无法想象 还有一个人叫他师父师父的场景 他说道 要么他就拜龙七七为师 要么我就一箭捅死他 于是 秦然带着张俊逸 来到喜剑湖边的大棚外 与他说道 丹风没有多余的位置了 你想要在丹风住下来 就需要自己 在这里搭建一个容身之所 然后 你便从药铺开始吧 以后为我照看灵药 张俊逸没有意见 那个憨憨的 乖巧的傻徒弟 好像不见了 秦然躺在躺椅上 看着那边照看着李安的李诗音 仔细思索着 傻徒弟 好像完全脱离他的掌控了 没那么好骗了 不听他的话了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出问题的呢 他想了好一会 隐隐约约得出答案 答案大概是 乖巧本身就是傻徒弟装出来的 要知道 他拜师之前 可是丹阳恶霸 拜师之后 也都是恶霸姿态 还对他有企图 甚至让他落入了他的圈套 嗯 傻徒弟才是最腹黑那个 他终于恍然 于是他又开始怀疑人生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被傻徒弟套路了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他一直以为是自己主导一切 在暗中勾引傻徒弟 来欺师灭祖 但其实 是傻徒弟在诱惑他 暗中不知 诱惑他暗中勾引傻徒弟 来欺师灭祖 秦然误了 原来他和傻徒弟 是谍中谍中谍 怎么样 他正稀里糊涂地乱想时 边上忽然有个声音问他 这次下山 顺利吗 北楚的事情处理好了 这声音很诱惑 很熟悉 带着慵懒和妩媚 一听就是屠山幽幽的声音 秦然回头去看了看 看到的确实白衣 如雪仙女一般的屠山幽幽 没看到半点妖艳妩媚 他明明是个狐妖 内里也是狐妖 但不知道的 只看他外表 还以为他真的是个仙女 嗯 都处理好了 他点头道 他的回答很敷衍 没有声聊的意思 屠山幽幽很懂 便不再多问 他站在秦然旁边 看着睡在追风身上的李安 忽然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 秦然很不解 我记得我来丹风之前 丹风之上 就只有你和诗音 外加一舌一猫而已 那边的喜剑湖 也还是泥泞的土坑 整个丹风其实很狼狈 没有半点修行圣地的样子 屠山幽幽笑着 但现在 泥坑变成了湖 湖边有树 树上有花有果 繁荣茂盛 灵气充足 有护山大阵 确实修仙之地 人也多了 刘晓吉 屠山幽幽 凤一虎头风 李安和那边那个心来的 现在热闹了起来 他叹息 一点一点的 没注意 丹风已经变化这么大了 秦燃也笑着 他心里有很多成就感 因为这是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其实就是人生 一点一点的做 总是向前 某一天回头 你会发现 自己已经走了很远距离 他笑道 但行前路 无问西东 但行前路 无问西东 屠山幽幽点了点头 秦燃看了看喜剑湖对面的陶树林 笑问屠山幽幽 所以 你的陶灵阵法 到哪一步了 不过是搭了个框架 屠山幽幽回到 还需要许多设计 以及很多有灵气的陶木 他说着 从乾坤代理取出一打纸 递给秦燃 这是我目前的构想 你没事可以看看 秦燃接过屠山幽幽的阵法设计 翻了翻 发现这不是草垢 而是十分工整的阵法示意图 思路清晰 阵法思路 一步一步地表述下来的 意思就是 屠山幽幽早有准备 这份阵法设计 就是给他看的 想让他帮忙点评改进 秦燃了然 点点头 我会看的 多谢 屠山幽幽感谢道 李安到底只是小婴儿 每天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 以前多余的经历 都是满单风飞 现在一有时间 就被李世音带着修炼 而在秦燃等人没有回来时 他睡觉都是龙七七 以法力包裹着他睡觉 现在秦燃等人回来了 他可以和追风一起睡 也可以和李世音一起睡 追风皮操肉后 一般的剑气伤不了他 李世音自不用说 他可以随意控制剑气 而不用多说 李安自然是更愿意和追风一起睡觉了 追风变大了 蜷缩起来 他睡在上面 又暖和又安逸 睡醒了 还可以跟大猫猫一起玩 虽然追风不一定喜欢跟他玩 总之 关于睡觉这件事 李安怎么舒服 大家就让他怎么睡 但 这天晚上 李安在很舒服地睡觉 但有人却睡不着 月光皎洁 透过窗户照在某人的床上 他看着这月亮光横树睡不着 脑子里想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某一刻 他出声问道 嫂子 男人和女人是怎么生小孩子的 他敢知觉敏锐 知道嫂子也没有睡 嗯 嫂子的声音有些惊奇 但他毕竟是过来人 很快明白 为什么某人会问这个问题 他想了想 问道 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有差别 这你知道吗 某人点头 应了一声 道 大概知道吧 嫂子想了想 觉得某人可以不是很知道 他说道 哎 你转过身来 做什么 某人不解 但还是转身 与嫂子面对面 月光皎洁 房间内很明亮 他们隔得很近 看得很清楚 嫂子伸出手 按在某人身上 与男人不一样的地方 道 这些都是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地方很敏感 某人急忙推开嫂子的手 红着脸问道 可是这跟生小孩 有什么关系吗 有 嫂子这才笑得很深意的 便与他一处一处地仔细讲解 他要怎样才能 和男人生孩子 其中内容详尽 是嫂子这几年来的全部理解 统统传授给某人了 让他一夜之间 长大了 一些姿势 口诀 技巧 都是人家的独门秘籍 出于嫂子口 禁于某人的耳消失于夜色之中 旁人却是无人得知 总之 娘亲没给他补上的关键教育 最终由嫂子来代劳了 只是 就在他们隔壁的秦燃 听着他们房间的软糯耳语 一整晚 硬是睡不着 从宇宙大爆炸 想到了星球崛起 从远古大能的班山倒海 想到了当代的法术演变 最终 他想 他是师父 这些也应该由他来教的 只是他犹犹豫豫地 怕这怕那的 平生少了许多乐趣 这一夜的月亮很圆 单峰上 至少有三个人彻夜未眠 秦燃的元神分身 其强大程度 基本只与居住在水分身中的 元神强度有关 分神越强 分身越强 毕竟 他施展水分身时所用的水 不可能每次都是单水 大多数时候 他用的都是普通的水 而每次分离出去的元神强度 又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 到目前为止 他一共使用过两种元神分身 其中第一种 也就是最基础的那种 只分出去很少一点元神 控制着水分身 这种元神分身 基本只有本体的思维能力 而不具有控制水分身 去战斗的能力 这种元神分身 与水分身相比 就仅仅是多了 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已 所以 这种分身死了 对本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大约就跟肉身 被针刺了一下一样 很痛 但无碍 休息两天就完全恢复了 其中第二种 是在第一种元神分身上 更进了一步 秦燃分出了更多的元神 到水分身中去 这种元神分身 除了拥有独立思维的能力 还具有了一定的战力 其元神足够强大 能操控水分身 施展本体会的法术 而在强大的同时 这种分身要是死了 对秦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 死一个 秦燃就少 说的虚弱割月余 这两种分身的用途不一样 前一种 多用于探路和迷惑 比如追杀简元节的时候 多数时候 用的都是这种分身去探路 死了也不会心痛 又比如清理掌药堂的时候 当时出现了好几个分身 多半都是这种 只具有迷惑作用的分身 后一种 多用于需要一定战斗的场景 比如最后骗简元节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战斗 比如 每次去支身谷采购丹药的时候 为了保证丹药安全 比如去玄情军营探秘 和去玄情皇宫的那只二五载 这些都是后一种分身 而可以看到 这种分身被毁一个 秦燃本体就得要虚弱很久 基本不会再主动出手搞事 此处说到秦燃元神分身的区别 是为了说接下来的事 秦燃决定分出一个分身 从他所构建出的超远距离 单向传送阵法传送出去 到阵法落点去探查情况 这是他的重要后路 是他帮助盗剑门 对付支身谷和无垠剑宗的保障 不容出错 所以他需要分出足够多的元神 去构建一个足够强大的分身 他计划分出去十分之一的元神 去做这件事 而十分之一的元神 基本可以算作一个主元神了 除了资源的损耗 这也是秦燃一直犹豫不决 拿不定主意 启动传送阵法的原因 但现在 北楚的事情处理完了 他回到宗门 掌药唐击夏的事情处理完了 丹丰慢慢走上阵轨了 他不得不重启这件事 丹丰地下的密室中 有两个秦燃相对而立 一个秦燃精神抖擞 一个秦燃虚弱不堪 虚弱不堪的秦燃 脸色煞白 手撑着阵法启动的台子 精神抖擞的秦燃 站在地上的阵纹的中心 两个秦燃对视一眼 一切都已明了 不需要多交流 都走到这一步了 没有后退的路了 精神抖擞的秦燃 拿起乾坤袋 仔细盘点这里面的东西 这是他要带着去传送阵那边的东西 他过去之后 吃香的喝辣的 就看这里面的东西了 而里面什么都有 包括零食 法宝 材料 丹药 服录等等 精神违靡的秦燃 则极度肉疼地 取出两颗上品零食 往台子上的两个缺口处镶嵌上去 临时镶嵌完毕 物资点选完毕 精神抖擞的秦燃 看向精神违靡的秦燃 点了点头 都准备完毕了 精神违靡的秦燃叹息一声 手拿阵印 与精神抖擞的秦燃问道 准备好了吗 精神抖擞的秦燃 拍拍胸脯 又进了个礼 道 时刻准备着 便有一阵耀眼的白光亮起 秦燃消失在了地底密室中 秦燃精神违靡地出现在书房中 书房外 李诗音在敲门 师傅 你在书房吗 他走过去 解开反锁 拉开门 同时有气无力地回道 在 在 他说着说着 嘴里的话语忽然停住了 手上的动作也停住了 无他 因为门外的李诗音 他挽了发 梳了夫人的妩媚的发饰 如铺的黑色头发 挽落在他左肩 落在他洁白如婚纱 他身上穿的是白色的衣裙 衣服很漂亮 但是 很薄 很薄很薄 他好白的肌肤都遮不住 在衣裙里若隐若现 他衣裙里的抹胸 也叫秦燃看得清楚 甚至他的身材太好 抹胸的能力很有限 无穷无尽地诱惑 这把秦燃看得呆住了 什么 情况 羞涩极了的李诗音低下头 双手在身前交错 相互捏来捏去 一向大方的他 声音比蚊蚁更小 他问道 师傅 人家好看吗 秦燃回神 不自觉上下打量傻徒弟 他鲜红欲滴的脸蛋 他咽了咽口水 回道 好 好看 李诗音慢慢抬起头 眼神声色地婉转勾人 他看向秦燃 却看到师傅傻呆呆的样子 不由暗器 又道 是 师傅 秦燃感觉身体里有火在烧 血液在血管里沸腾 肉身在狂欢 催促着他干点人事 但同时 他的元神又极度空虚 极其虚弱 叫他只想退缩 躺下睡觉 当肉身越来越激动 元神却越来越虚弱 想去抚摸傻徒弟 手或者尖 什么地方都好 但他刚刚抬起 就僵住了 他手在空中顿住 人却让开了身体 嘴里说道 快进来 别 别着凉了 李诗音只觉得困惑 为什么这跟嫂子说的不一样 为什么他的师傅 没有化身野兽 向他扑过来 他倾促眉 觉得自己师傅 是要含蓄一些 又再主动一点 伸手去握住了师傅的手 握住手后 他又想起嫂子娇的 然后才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的岔开 和师傅食指向扣 嗡 感受傻徒弟手指的柔软滑腻 情然浑身的血瞬间上涌 他的长头发 刷得竖起来了 又有鼻血流出 但同时 他眼睛却睁不开了 他很困 他一用力 将傻徒弟拉进书房 然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气力 顺着自己的力 无力地扬倒了下去 李诗音是强无敌的天骄 此时他有一万种方法 扶起师傅来 但他没有 他的大长腿一勾 将书房的门关上了 他人则随着师傅 一起倒下去了 他们身量差不多 所以他全身心地 压在了师傅身上 师傅 他嗓音沙哑地 唤一声师傅 但等了一会 他没得到师傅的任何回应 他睁眼向下看 发现师傅昏迷过去了 痛 剧痛 浑身上下 仿佛被淋食了一样 疼痛从全身 拥挤着冲向大脑 将大脑挤爆 将情然从昏迷痛醒了过来 当意识重回大脑 他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迷糊 混沌 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 第二时间 有炫目的白光 破碎的空间 肆虐的风卷 波涛汹涌的海浪 无尽的虚空 在脑海里狂舞 再然后 他感受到了 自己在空间乱流中 身不由己的滋味 他忍着疼痛睁开眼 发现自己是趴在泥沙里的 眼见着水贴着他的脸流动 而他嘴里 鼻里都是泥沙 这是哪 他脑子里冒出这个问题 然后 我是谁 我在做什么 问出了问题 好一会 记忆才从很远的乱流中 飘忽出来 他终于记起了 他叫秦燃 他是一具原神分身 他通过一个 超远距离的传送阵法 传送到这里 目的是 替本体查看此处的安全 以及建造一个后路 他的脑子从空空如也 到慢慢记起了 自己的前世惊声 知道了自己是谁 自己来这里 要来做什么 于是只有一个问题了 这里是哪里 他到底被传送阵法 传到了哪里 那个单向传送阵法的 目的地是哪里 秦燃尝试控制手脚站起来 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 他仿佛瘫痪了 身体根本接收不到 他的控制信号 所以 他看着脸下的泥沙 忍着身上的疼痛想到 难道我要这么憋屈地 被淹死在这里 但很快 身上的疼痛让他知道 他还没有瘫痪 他的大脑 其实还能接收到 身体的疼痛信号的 紧接着 他也反应过来了 他是一具原神分身 他本质是 原神和水分身两部分组成 他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人的肉身 所以不存在神经 以及瘫痪的可能性 思维这么慢 他慢慢明误过来 大约是原神在传送过程中 也受损了吧 原神就是我的脑子 脑子受损了 所以我现在是脑残 如果水分身在水里被淹死了 这会不会成为 修行世界的未解之谜 可以加入笑话极井了 嗯 传送过程中 我的脑子受损了 记忆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到底是不是秦燃 还是从现代社会穿越来的 有没有可能 我才是本体 但是被分身谋害了 我脑子里的记忆都是别的 或许是别有用心的人 给我灌输的 脑子里想些有的没的 秦燃感觉自己的脑子 逐渐变得灵活了 身上的疼痛 也有所削弱 他在尝试控制手脚 终于有了反应 看了原神的伤在 逐渐复原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是个诸天世界背景 我只是一个 遗落在修仙世界的 十八线反派 又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其实是某个 倒霉蛋的十八式转生 这一世 就是要被憋屈地淹死 或者说 这是我的记忆某处 而我是个植物人 我说不定是个疯子 手脚慢慢动起来 从不能动 到能动 从软弱无力 到有了力量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秦燃终于手脚并用 在泥沙里翻了身 从趴在泥沙里 到躺在水泥沙里了 咸鱼翻身了 从趴着变成了躺着 他看着天上 这时天空湛蓝 有几六洁白的云 在湛蓝的背景下 被拉长 飘忽如仙女长袖 哦 是个大白天 好天气 可我还是咸鱼 又花了好长时间 秦燃终于从泥沙里坐了起来 到这时他发现 自己不是落在了 哪个小泥坑里面 而是 落到了极大的 大到不可估量的 大海里面 他此时所处的位置是 沙滩 他向前看 是草 是碧绿茂盛的森林 是 海岛 他挣扎着回身看 果然 身后是无边无际的 大海 海风的呼啸声 大海浪潮的哗啦声 天上海鸟飞过石发出的鸣蹄声 传进了他的耳朵里 让他明白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是游戏吗 他又想 我没发现 这里是个海岛石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得不到任何线索 一直到此身所处 便一股脑地得到许多信息 此时 嘴里也有了味觉 他尝到了嘴里的海水的咸味 鼻子也有了嗅觉 他闻到了海风带来的海水的腥味 所以 他想着 我是个NPC 还是个玩家 坐在沙滩边的潜水滩里 情然又休息了好一会 得到些力气 挣扎着从水里站了起来 但他原神到底是受了伤 他走起路来 仿佛小脑不全 又仿佛宿醉之后 摇摇晃晃地 腿脚始终不着力 他尽量往岸上走去 身后的浪潮涌过来 多次将它冲倒 十来米的距离 他走了好久 才走到了岸边干燥处 盘坐在岸边 面朝着大海 却没有春暖花开 情然想 这是哪里 这里显然不是林南玉了 因为林南玉根本没有海 他待坐了好一会 才想起去找地图 传送之前 这些东西 都是准备齐全了的 但他一低头 才发现自己是裸身 别说乾坤带了 就连衣服都没有 全部消失在空间乱流中了 甚至裸身都裸得不是那么完美 因为身上伤势过多 还有血肉模糊的 没来得及恢复 啊 完美 他心里叹道 天湖开局 甚至没有碗 没有衣服 连叫花子都做不成 这开局 洪武大帝来了 也得直呼 玩泥 马 心里悲痛莫名地乱想着 他忽然发现 海水里有个反光的东西 被太阳照得晃了他好几眼 他忍不住站起来 妈的 虎落平阳被犬欺 堂堂金丹修士 流落到荒岛了 还得背个水产调戏 这谁能忍 秦然气呼呼地 跌跌撞撞地 又走进海水里 伸手将那个反光的东西拿起来一看 嗨 还是有个碗的 这东西不是别的 是他传送前 本体给他准备的护身法器 水滑珠 以 水滑心经的标准 炼制出来的水系法器 上瓶法器 激进法宝 秦然站在海滩上 将水滑珠举起来 透过珠子 去看碧蓝的天空 耀眼的阳光 虫巴胸快回来 还有得完 石鬼海鹰 是一种喜欢吃腐肉的海鸟 也不是喜欢 就是也吃腐肉 其中缘由 大约是他们的战力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体型 该有的战力 在这片海域 他们总能捕捉到 比他们大很多的猎物 这些猎物 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吃完 只好存放着 而此处天气极端 尸体很容易腐烂 于是久而久之 他们有了吃腐肉的习惯 此时 一只石鬼海鹰从天上飞过 忽然发现 下方海岛上 有一个受伤 极其严重的两脚生物 他的鹰眼 给了他超强的远视能力 就算几千米高空 地上那个生物 他也看得一清二楚 他看到那个生物 浑身都是血 低着头 虚弱地坐在那里 生物的基本准则 失血过多了 必然会死 石鬼海鹰的猎手 本能告诉他 下面那个生物 活不了太长时间了 今天可以很轻松地猎到食物 他很高兴 便在高空之中 慢慢盘旋着 等着下面那个生物死去 他很有耐心 等了很久很久 久太阳都从他头上飘过去 接近海平面 要从海里钻进去了 到这时 他才终于等到那个生物 栽倒在了海水里 他叫石鬼海鹰 他有一双能看穿阴阳的眼睛 他看到 那个生灵体内 有一个魂魄 慢慢飘忽出来了 是真的死了 他确定 灵魂都离开肉身了 那必定是死了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从几千米的高空中 俯冲下去 锋利的指掌张开 向那个生灵抓去 他等着海里那个生物死亡 不是说他打不过它 他只是想尽量节约能量而已 几千米高空转眼之间 带来的极端恐怖的俯冲力 加上他那锋利的指掌 很少有猎物 能从他手里够逃脱 除非是血脉远比他高的妖兽 可是附近海域根本没有 近了 他的眼睛 叫他将沙滩上的尸体 看得清清楚楚 只需要把他抓起来 再摔一次 他简单的思维这么想着 就不可能有危险 去到那具尸体前 他要先经过那个灵魂 但他没有理那个灵魂 因为灵魂不能填饱肚子 于是 他毫不在意地 飞过了灵魂 然后 啵 他变成了两半 他甚至没有感受到疼痛 他就死了 他疑惑着 灵魂从尸体中飞出来 他张眼一看 看见那个灵魂手里 拿着一把油水凝成的水刃 那把水刃的刀柄 是一颗珠子 那水刃并不锋利 看起来 是他自己 把自己撞成了两半 再接着 他看到那个灵魂 看向了他的灵魂 那个灵魂与他笑道 一击夭受的灵魂 大不啊 那个灵魂张开嘴一吸 他无法防抗 被吸进了嘴里 哥 秦燃打了个宝格 感觉自己的原神伤势 又恢复了几分 他散去水刃 拿着水滑珠 反身回到了下方那个 用来当诱饵的水分身体内 他站起来 在海水里稍微动了动 做了套广播体操 嗯 差不多了 基本不影响行动了 原神伤势恢复了大半 控制身体时 不会出现问题 也已经能简单地 施展法术了 显然 这不是秦燃在这里 钓的第一条鱼了 事实上 在周围的沙滩里 还有一些被他埋起来 腐臭了的 充当气味 气息诱饵的鱼 或者鸟 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整整一天了 从早上日出 到此时日头降落 他费了好大心力 才堪堪 恢复了行动能力 而他恢复实力 所采取的措施 自然是恢复原神力量了 因为 原神分身的重点 从来都在原神 而不在水分身 但他准备的 原神相关的丹药 都落在了虚空中 所以他就只有 采取这种钓鱼的措施了 因为九级原神是魔宫 有两大逆天能力 一是分神 二是吞噬 原神分身 就是九级原神是魔宫 分出来的 所以 原神分神 天然就有吞噬 别的灵魂的能力 事即魔流流 到即那时候 已经可以吞噬灵气 血肉 一切有能量的东西了 他吞噬一些 普通生灵的灵魂 不是问题 实力恢复了些 秦燃先到附近找了找 想再找点 乾坤带散落的东西 但很可惜 他什么都没找到 他便往岛内搜寻而去 花了差不多少许时间 秦燃将这个岛 简单地搜了一遍 他发现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小岛 面积肯定不到 二十平方公里 上面也没什么 厉害的生灵 那只石鬼海鹰 是一只比较厉害的 一级妖兽 而他已经站在了 这个小岛食物链的顶端了 灵气不充足 没有宝物 再回到沙滩前 秦燃思索着 他醒来就是在这个岛了 那么 丹丰那个传送阵 能到的地方 大约就是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地方 大约就是 丹丰传送阵的目的地了 如果 这个岛没什么危险 那这个岛 就是他在这个域的 大本营了 至少要保证 本体从丹丰 逃到这个地方时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现在 已经岛上没什么危险了 就还需要确定 这个岛四周的情况 这个岛 确确实实 只是茫茫海洋中的一个荒岛 还是某个势力的所辖 或者 附近会不会有什么强大的生物 修饰或是妖兽 或是其他生灵 想到这里 秦燃踏水而起 离开岸边 向海中搜寻而去 说起来 此处是海 水汽充足 而它是水灵跟 水组成的分身 这个地方倒很适合它 在海面上 它的实力强了不止一筹 本体到了这里 修行速度一定很快 它正这么想着 忽然 前面黑暗中 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向这边飞速而来 秦燃一惊 急忙停住 从它在海面上的脚掌开始 悄无声息地水化 施展出似水棉花 整个人融入了海水里 而就在它刚刚消失在海水里的时候 从它所在之处 有一只黑乎乎的翅膀一样的东西 飞速划过 海鸟 秦燃心道 有翅膀 不是鸟是什么 此处还有其他妖兽 那只妖兽 只是其中之一 但很快 它惊讶地发现 那翅膀更过去 不是鸟身 而是鱼身 翅膀上不是鱼毛 而是鳞片 有翅膀 但是是鱼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秦燃看着那只像它来时的小岛 飞速而去的怪物 心里惊疑 那长着翅膀的怪鱼 体型庞大 体长或有两米五 周身半径一米网上 一锅是顿不下的 它腹白而背蓝 翅膀被纯黑色的鳞片完全覆盖 有一种厚重而恐怖的味道 翅膀打开时 激进两丈 游动起来 像是鸟在空中飞 翅膀一扇 遮天蔽日 轰隆一声 一瞬间窜出去几十丈 从它的游泳姿势 大约能知道 它是个战力极强的妖兽 因为它是不可能靠偷袭捕猎的 它只能硬钢 它捕猎的过程大约是这样 先以纯粹的急速追上猎物 再以朴实无华的力量碾压猎物 黑暗中 秦燃与海水融为一体 一动也不敢动 光是判断气息 它就感觉 那条怪鱼 至少是一头四级妖兽 也就是说 它至少是个金丹修士 金丹体修的战力 而如果怪鱼 还有什么奇怪的神兽血脉的话 那就更难缠了 它本体是金丹初期 虽然实力不低 但它的实力 却还不到本体的十分之一 加上现在受了伤 它大概率是刚不过 那条怪鱼的 所以它只能看着那条怪鱼 围绕海岛游了一圈又一圈 它找什么 秦燃能感觉到 怪鱼的目标似乎很明确 莫非这海岛有什么特殊之处 是它看不出来的 它又仔细看了看那个小小的海岛 但白天它都没发现问题 眼下黑漆漆一团 更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它想了想 又运转元神 准备以元神之力查探 然后 它这边的元神之力 才刚刚探出体外 那边的怪鱼就忽然暴躁了起来 它轰隆轰隆地 就向它这边游了过来 什么鬼 秦燃一惊 连忙收回元神之力 又将身体在水中藏好 再不敢乱动 还好 它这边一收回元神之力 那边怪鱼又慢慢地平息了 它能感受到元神 它心下疑惑 于是它不由得有一种猜测 一种猜测 不一定真 那就是 这条怪鱼 会不会是被它引过来的 它现在绕着倒一圈一圈的游 不是在找可能存在的宝物 而是在找它 不可能 应该不可能 它心里否认着 又觉得 如果有万一的可能 这条怪鱼真的是冲它来的 那它就得早做准备了 一是 要想办法跑路了 因为它现在不一定能处理掉这条怪鱼 二是要想办法留下印记 以后回来把它清理了 因为丹丰的传送阵法可能连接到此处 而清理是以后的事 跑路是现在的事 就这么走了吗 看着怪鱼还在嚣张地游异 情然忽然觉得自己太怂了 难道就要 这么被一只畜生吓跑了 要不要干它娘的一炮 一念至此 它心里跃跃欲试 觉得应该想办法先试试 打不打得过 打了再说 然后 它回想自己所掌握的神通法术 寻找一招起手试 它一门功法 一门功法地想过去 水滑心惊 九级原神是魔弓 飞仙问道 想了一圈 它不由得破口大骂 它奶奶低 那个本体也太昆昆猥琐了 全他妈是狗命的功法 打个尖 水滑心惊 里面是顿术 顿术 幻术 九级原神是魔弓 是分身 勉强有个吞噬能力 算得上攻击手段 飞仙问道 是跑路的 如果强行算 大约只有战灵爵 算战斗功法 但战灵爵 本质上是家状态的 而不是一种攻击技能 所以 它在记忆里找了一圈 愣是没找到一个 作为骑手式的招式 本体掌握这些技能 其实还好 因为那或有些黑科技丹药 有阵法 实在不行 还可以轮着本命法器上去干架 但是现在的它 乾坤待炸了 浑身上下衣服都没有一件 只有颗珠子在手上 这颗珠子 有什么用 能控制水 能用水造出像白天时候的水刃 让那只海鸟撞死 更多的 嗯 都类似于此 妈的 别让我回去 它骂骂咧咧 不然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它放着狠话 调转身形 准备开溜 但就在这时 远处漆黑的海面上 忽然打过来一道光 光柱从它头顶穿过去 打在那条游异着的怪鱼身上 紧接着 便是轰隆隆的巨大声音 隔着老远 秦燃就看到 那边有一艘巨大的船 破开海面向这边过来了 船 秦燃又停下动作 修饰 这破地方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有吸引力 怪鱼被光柱惹怒 它哇哇怒叫两声 猛扇翅膀 带起巨大风浪 轰隆 轰隆地 向那艘船冲了过去 这么简单 就被激怒了 实力强大 但是无脑 秦燃心下评价 趁着怪鱼激起的风浪 秦燃混入其中 尾随着怪鱼 向那海船而去 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终于遇到人了 那么 不管来的人是恶意的 还是善意的 不管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他都觉得他应该 跟他们接触接触 他没靠得太近 他要先观察观察 而且 怪鱼已经跟船杠起来了 却见那怪鱼扇动翅膀 他周身的海水 便听从他的召唤 凭空掀起了浪涛 石鱼丈高 都向海船到清而去 船市修饰的船 船体设有防护罩 海水轻覆 都被挡在了外面 又滑落海水里 此方海水 被怪鱼搞得汹涌 秦燃仿佛在摇篮里 随着海水摇啊摇 他看着船体外薄薄的防护罩 心下判断 是防御性法器 而不是阵法 见这一招不管用 怪鱼更加暴躁 他猛然一拍 拍起浪涛数丈高 乘着浪涛 他从海水里飞起来了 他翅膀展开 两丈宽的后石身体飞起 在一扇动 便如利剑一般 向船体飞去 动 他一头撞在了船弦上 和船比起来 他的身体实在太小了 但他这一撞 却将大船撞得摇摇晃晃 比他掀起来的浪 有用太多 好大的力量 秦燃暗精 这不是普通金丹体 秀能有的力量 怪鱼怕是比普通的金丹修饰 还要强一点点 到了此时 怪鱼都依附在船体上了 船里终于有人出来了 黑暗中 离得太远 秦燃看不太清楚 但分明听到是个女生 他喝了一声 孽楚 便拖着一把牛尾刀 从甲板跳下 一刀劈向那怪鱼 持刀女修饰 秦燃眉头一挑 体消 船上飞出的女修 手持大刀 与怪鱼大战了起来 怪鱼是肉身强大的妖兽 女修是练体的修饰 两者肉身都极其强大 女修持大刀 怪鱼持双翅 他们在船体边上狂轰滥炸 叮叮当当之声大作 不住有火星子在黑夜中飞起 跌落大海之中 看到刀光剑影 大开大河的战斗身影 听着刀羽鳞片 叮叮当当的碰撞声 秦燃的血 也不禁沸腾起来 果然拳拳倒肉的近身战 才是最正宗的战斗 他不由得想到李诗英 幸好傻徒迪雾了剑气 不让他的战斗场面 不会比那个女修要好到那里去 那女修的速度和力量 竟然都不逊色于那怪鱼 两者在船体上对砍 又砍飞到空中 再从空中跌落水里 他们在水里站了半晌 水面轰然炸开 是那怪鱼扇着翅膀 从水里飞了出来 但秦燃看得分明 他那是逃出来 他在水里 没打过那女修 秦燃是融入水中的 他感受得到 水里有血的味道 但不是人类的血 是怪鱼受伤了 那女修太猛了 他太过太生猛 又冲出水面 在空中与怪鱼硬碰 他的刀被怪鱼的脑袋撞断 他又用拳头 最后 他骑到了怪鱼的脖子上 一拳接一拳 将怪鱼从空中又打入海里 巨大的海浪 一波接着一波 从他们战斗的地方 向四周扩散 但 随着时间推移 海浪再逐渐减弱 直到 没有海浪产生 海平面变得安静 从空中像雨一样落下的海水 毅然晃荡的船 和海面翻着白肚皮的鱼证明 刚才发生的 极其狂暴的战斗 船逐渐平息 雨慢慢变小 一个恶挪的身姿 从海水里飞出来 他单手提着那只怪鱼 怪鱼被他活活打死了 他飞到甲板 将怪鱼丢下 哇哦 船上顿时响起了欢呼声 战斗结束了 情然不由感叹 好激情的战斗 他仔细听着船上的欢呼声 判断着船上的人数 他慢慢从海水中显露出身形 水滑珠飞出 用水在他身上凝出了一套衣服 他一年控制 身体上出现许多伤 刀伤 擦伤 鱼翅拍伤 等等 衣服跟着破损 营造出流落 受伤的凄惨状 应该在二十个人左右 他判断出来 便往船体游去 近了 他听得有人在喊铁队长威武 有人欢呼若男同皆无敌 那女修大约叫铁若男 又有人在说 这银鱼果然厉害 若非此次游铁队长随行 我们还拿他没有办法 原来 那怪鱼叫银鱼 他也知道了 那大约叫铁若男的女修 应该是这艘船的顶端站立了 也就是说 这船上的顶端站立不到原因期 又有人说到 连银鱼都追着到这边了 看来这边出现的空间波动 是真有了不得的宝物 秦燃一惊 空间波动 该不会是他传送到这边时 引起的吧 所以 这些人 那条银鱼都是被他引过来的 银鱼好灾祸 洗法宝 最是喜欢这种 谁 船上的人本来还在继续说 却忽然被一声轻贺打断了 还有人 船上便有当当的声响响起 是船上的人在拔刀 下一秒 刚才打在银鱼身上的光 就打到了秦燃身上 他漂浮在海面 迎着光 睁不开眼睛 什么也看不到 不多时 他被船上的人捞了上去 甲板上 秦燃全身都是湿漉漉的 一件青衫 经历了许多灾难 有十七八道伤痕 被分成了碎部 通过碎部 能看见他身上有件伤 有不规矩的擦伤 以及其他伤痕 这些伤 还正在渗血 青衫变作血山 有二十几个人围着他 看着他这副惨状 秦燃脸色毫无血色 被水泡的浮肿 他无力地转动眼睛 扫一眼甲板上的人 男男女女 果然二十来人 一个大胡子 光着膀子 皮肤被海风 太阳染成黑色的汉子 走出人群 站到秦燃面前 粗犷的嗓音问道 你是何人 在下立飞语 秦燃有气无力地回道 哪里人 小竹风 小竹风 壮汉左右一看 问道 有谁知道 小竹风是哪个岛的 甲板上的人都摇头 我们那里很小 秦燃语气无力 含糊地解释道 是个很小的地方 哦 壮汉点头 是个小岛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又问 我途径此地 察觉到天地异常 以为有天才地宝出事 来此寻机缘的 秦燃道 谁料 竟碰到了盈余 哼 壮汉冷笑一声 道 修行界竟是你这种人 寻机缘 抢宝物 捡便宜 不是碰到老子 你今次就死定了 是是 秦燃说着 又有血从嘴角流出来了 妈的 怕是要死了 看秦燃这个样子 壮汉晦气地脆一声 左右问道 给他来颗神仙果 便有一个汉子上前来 拿出一颗黑乎乎的 手指大小的丸子 粗暴地 塞进秦燃的嘴里 丹药入口 味道苦涩难明 秦燃是炼丹师 分辨得清楚 这是一种疗伤丹药 但是品杰极低 别说药物精华了 就连药渣都没清理干净 他秦某人 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丹药 找间房 壮汉瞥了一眼秦燃 丢他进去 便有两个汉子过来 将秦燃一前一后抬起 走进船舱 找了间 勉强可以算 房间的房间 将他扔进去 房间内 一间窄床 一个窄道 床上一个小桌 仅此而已 两个汉子 将秦燃随手丢到床上 然后说说笑笑地出去了 老大人是真TMD好 这种TMD货色也收留 等他们走远了 被他们胡乱扔到船上的秦燃 慢慢睁开眼睛 他眼闭地扫了一眼此处的环境 发现没什么怪异和危险 才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这船上人的警惕性 比他想象中更低 混上来也比想象中 要容易太多太多了 他又想到 船上的最高站立是金丹七 便不得不怀疑 他来的地方 是个很偏僻的地方 恐怕比仙仪之地之鱼 林南玉更偏僻 不过 他嘴角带一点笑 修为越低越好 警惕性越低越好 位置越偏僻越好 地狱开局 但在慢慢地变好 分出去十分之一的元神 秦燃可以说是没了半条命 空虚地厉害 然后分身又遭受了空间乱流 这更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 当傻徒弟把自己打包好 给他送过来时 他竟然没有力气去拆那个包裹 苍天啊 大帝啊 当秦燃从昏迷中醒来 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的时候 不由得无脸望天 师父你到底怎么了 傻徒弟的清脆悦耳的声音 在边上响起 秦燃转头看去 发现此处是他的房间 而傻徒弟正穿着得体的坐在他床边 看样子是在看护他 没 没事 他勉强笑道 虽然他心在低血 恨不得起床来顿足垂胸 师父 你怎么会平白昏迷过去呢 李诗英很不解 看着秦燃苍白的脸 说道 吓死我了 我以为 他以为他有书上说的那种 瑟瑟就会让男人死的病 是 意外 秦燃只能这么说了 诺 师父 我给你熬了汤 李诗英忽然变戏法一般 从身后取出一个碗 碗里有热乎乎的浓稠的汤 秦燃看了看汤的颜色 感觉是能喝的 便问道 你熬的 嗯 李诗英声调 得意地抬起了下巴 秦燃看着傻徒弟 他抬起的白玉一般的圆润下巴 诱人地想让他咬一口 他笑问道 什么时候熬的 早上熬的 秦燃看了看窗外透进来的天色 发现已是下午了 早上熬的 他盯着这个撒谎的小魔女 哼 李诗英皱起小鼻子 焦胸道 就是早上熬的汤 人家想师父一醒来 就有热汤喝吗 但是我一直用法力保持着温度 所以现在 还是热乎乎的 秦燃恍然 此时他躺在床上 傻徒弟侧坐在床边 窗外的光照进来 他嫩白的脸蛋上 散发着仙女的光 他心里暖洋洋的 你喂我 他说道 为师看看你的手艺有没有长进 嘿 李诗英小心翼翼 把汤端到秦燃身前 拿勺子拌了拌 一股热气飘向秦燃的鼻子 师父 香不香 他问道 闻着汤的味道 秦燃的脸色 慢慢变得怪异 他是炼丹师 他只需要闻一闻 就能知道 汤里面放了些什么药材 很香 他回道 又反问 你熬的什么汤 甲鱼枸杞百合汤 李诗英嘻嘻笑道 嫂子教我的哦 好家伙 这是 昨天那个意外昏迷 让傻徒弟怀疑他不行 这汤太补了 我现在不适合喝 秦燃委婉说道 就是补一点才好 李诗英咬一勺 温柔的味给秦燃 憨憨如他 显然不知道这汤是干嘛的 大约还以为是强身健体的 他笑道 我偷偷把气气的饿归顿了 师父你不要对他说 秦燃拒绝不了傻徒弟的温柔 他顺着喝了一口 反问道 你觉得 七七自己知不知道 上次他誓言告死丹所犯下的罪 就被是龙七七揭发的 他不知道 李诗英回道 他最近都在睡觉 龙七七 确实是被李安折磨得够够的了 行吧 秦燃又问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七七之后发现了怎么办 嗯 李诗英歪着脑袋想了想 那我提前给他买一只漏 师徒俩一个喂 一个喝 一边闲聊 很快就喝完了汤 李诗英又扶着秦燃起来 服侍他穿衣服 秦燃很想说 他只是有一点点虚弱 不是病得动不了了 起行坐卧 他都可以的 甚至小型的战斗 他也行 昨天那枚行 主要是太刺激了 给他一下子搞猛了 但是这么温柔的傻徒弟 他拒绝不了 他看着他 眉眼带着温柔笑意 帮他穿衣 只觉得 人生从此满足了 他的手不自觉 抚到他腰间 将他浅浅抱住 又脑袋凑过去 亲吻他好看的脸颊 以他们的身高差 这样的轻腻动作 倒是方便得很 师父 李诗英假意躲闪着 却又像小猫一样凑过来 怪罪到 人家帮你穿衣服呢 秦燃在他腰间的手便捏了捏 傻徒弟结实 却又软乎乎的腰 手感实在很好 腰背揉捏 傻徒弟一下子软了 他跌到他怀里 衣服也穿不成了 师父 他娇怯道 你坏 他感觉腰间痒痒 又在秦燃怀里涌动 秦燃低头去咬他的鼻尖 低声问道 难道不是你最坏吗 居然那么大胆地勾引他 嗯 李诗英是不会承认的 他重重鼻音 我猜不坏 师父坏 那天晚上 你嫂子教了你什么 秦燃低声问道 李诗英红了脸 埋在秦燃怀里 就当听不到这句话 师父其实懂得更多 他凑到 他耳边去轻声说道 这李诗英却是不幸 他在秦燃怀里仰头 与秦燃对视 露出洁白的小牙齿笑起来 明艳而灿烂 师父吹牛 师父从小上山 女人都没见过几个 怎么可能懂男女之事呢 秦燃在李诗英腰间的手动了动 想给他点厉害瞧瞧 但他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往上往下 都会让他控制不住 他轻哼一声 低头下去 鼻尖顶在傻徒地鼻尖 凶巴巴地说道 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李诗英歪头 他的脸贴着师父的脸了 热乎乎地脸在一起 他脸颊的滚烫 都传到师父脸上去了 他没有脸红 他嗓音沙哑地说道 师父 你现在就交给我吧 秦燃脸上的烫落入心间 突然有岩浆沸腾起来 但 他抬起头 强行与傻徒弟分开 叹道 还不行 要你结单之后 破身会对你的修为境界有影响 哼 李诗英撞了师父胸口一头锤 他又在师父怀里腻歪了好一会 才继续帮师父穿衣服 衣服穿好 他们走出房间 在走廊上 秦燃看见喜剑湖边 市集摸柳树下 有四个小屁孩围在那里 几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他指着那个偏大的小屁孩 与李诗英道 你找时间查一查他 这件事 他可以自己去做 但他要李诗英去做 李诗英看向张俊逸 一问道 他的身世有问题吗 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都要查 秦燃与李诗英认真道 从他出生 甚至他的父母祖上 到他加入丹丰 这期间的 所有能查到的 你都要查 最后汇总给我 李诗英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很正式地印下 是 师父 市集摸柳树下的四个小屁孩 从小到大 分别是李安 刘晓吉 追风和张俊逸 其中 李安五个月 刘晓吉四岁 追风五岁 张俊逸十三岁 虽说张俊逸已经有十三岁了 但他过于瘦弱 其实体型和缩小了的追风 正常状态下的刘晓吉 差不多大 追风缩小身体 只大狗大小 护着李安在他怀里睡好 他看着张俊逸 笑道 其实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睡 我和平安 不用再造一个新的房子 他回身指了指老林 槐树下他的猫窝 示意给张俊逸 这两天 张俊逸没有睡觉的地方 都是狗在大棚里的 张俊逸看了看追风 这只会说话的 虎妖虽然笑着 虽然变小了 但他无意间散发出来的 妖兽气息 就让他觉得压抑 又见他邀请自己去他的虎学 张俊逸浑身都是危机 他勉强笑道 手座要我照顾灵药 我睡在这边 其实更方便 而且 里面很暖和 在里面睡觉 还很舒服 他说的倒是实话 大棚里的环境 比他风餐露宿在大街上 深山里食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这新来的 多少有点不识好歹 自己都放下身段来邀请他了 他居然敢拒绝 追风不想再邀请 毕竟他堂堂丹丰山大王 也是要面子的 他看了看大棚外面的空地 冷声笑道 爸爸让你自己造房子 你会造房子吗 张俊逸流浪多年 其实很多事情都会一点 木匠气强打地基 他都稍微会一点 但他见这头虎妖的城府 好像有点钱 便摇了摇头 道 我怎么会 刚才他拒绝了 服了虎妖大人的面子 现在示弱 以博取同情 居然连房子都不会造 追风多少有些小事 他抬起爪子 指了指边上的喜剑壶 又指了指另一边的大棚 很有些卖弄的意思 我会 知道吗 喜剑壶和灵妖大棚 都是我 建造的 张俊逸睁大眼睛 半是震惊 半是恭维地说道 前辈真是厉害 妖兽也会建造人类建筑 这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禽手做这只灵虫 很不一般 还好还好 追风话语谦虚 但脑袋却是昂了起来 这其实是我们单风的传统 当初诗音来的时候 建了喜剑壶 七七来的时候 建了我们的房子 就老林怀树下那几间 每新来一个人 单风就会多一个建筑 诗音 喜剑壶 张俊逸知道 诗音好像是擒手做关门弟子 在单风有相当地位 也很强大 七七 他知道那是他的师父 虽然师父还没认他 他们还没说过话 哎 你准备造什么样的 追风又问道 很有些前辈的意思 要是你想造像 胡心亭那种的房子 那你还得找火灵根修饰 帮你烧砖 你不知道吧 单风以前有个师兄 变成了火 特别厉害 胡迪啊 胡心亭啊 所用的砖瓦 都是他烧的 变成火的师兄 张俊逸想着 不知道那是怎样的状态 我准备用木头 搭一个茅草房 他与虎妖前辈 恭敬回道 木头 追风顿了顿 炫耀道 当年修建房子的木头 都是我和爸爸 去那边森林里砍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 但是已经可以帮忙了 你要砍木头的话 可以找我帮忙 呀呀 帮忙 他肚子上的李安 在睡梦中举手叫道 不用 我就随便砍点木头 张俊逸说着 眼睛不自觉地 看向边上的柳树 他知道 树上那个小屁孩 是柳树的树林 而他要砍树盖房子 感觉不对 我就弄个睡觉的地方而已 但他看的那一眼 让刘晓吉 吊着柳枝落下来 向他问道 你砍树盖房子 想砍我 没有 没有 张俊逸连忙摇头 说道 我是要去那边 森林里砍树的 我告诉你 你可别惹他 他最恐怖了 追风好心 提醒张俊逸 说起来 他既亲身经历了 世纪摩柳的柳树树栽结 又亲手斩杀了柳道枝的残魂 他确实知道 刘晓吉的恐怖 前辈是树林吗 张俊逸恭敬问刘晓吉 嗯 刘晓吉点头 他抬手指了指后山的竹林 与张俊逸建议道 不如你砍竹子来盖房子吧 不要砍树了 张俊逸回头摇看后山的竹林 心里知道 从后山砍竹子的话 会多费许多力气 而且 用竹子建房 工艺要求会高一点 但他点头硬下 好 单风的人一个比一个奇怪 他必须谨慎小心才是 这种请求 他可以答应 你可要小心他 刘晓吉忽然指着追风 与张俊逸正色道 你看 他是虎妖 你知道 虎妖最会蛊惑人心了 也知道 虎妖最喜欢吃人了 而且他吃起人来 是一口一个 他现在没吃你 是因为你现在太瘦了 口感不好 他计划把你养胖一点再吃 张俊逸想到 追风可以变到很大一只 确实可不 又见追风现在变成这么小一只来 跟他合颜悦色地说话 他心下意灵 追风笑着的脸上 生出了许多恐怖 但他说道 前辈是神兽 怎么会吃人呢 神兽 妖兽 刘晓吉纠正 他可是妖兽 人是万物之灵 妖兽吃人 最长修为 而且 你注意观察丹丰 是人多 还是妖兽多 其实 丹丰以前是有人的 这可是人类宗门 以前有人 但现在没有人 人都去哪了 都被这看似 城府浅的虎妖吃了 张俊逸自动脑不出 刘晓吉没说完的话 暗自被吓得半死 他看着憨憨的追风 总觉得狐脸下 藏了阴险狡诈 你你你 瞎说 追风大气 这刘晓吉为了报复 他方才的玩笑话 恶意重伤他 他抬起爪子 一巴掌把刘晓吉 拍回了 市吉没流里面去 又威胁道 我早晚有一天砍了你 刘晓吉从市吉没流的树干里 冒出个脑袋来 继续与张俊逸道 你看你看 他被我说中了企图 恼羞成怒了 你千万要小心 平安 见刘晓吉还在那里瞎说 追风大声唤李安的小鸣 举起爪子 指向刘晓吉 李安在他怀里被唤醒 睁开眼 看到追风爪子 指的方向 迷迷糊糊间 咻的 就是一道剑气 斩了过去 这是李诗英的剑气 蕴含剑意 能伤到灵魂 剑气袭来 刘晓吉也害怕 他连忙缩脑袋 退回到市吉没柳内部去 星辰剑气 没斩到刘晓吉 斩在了树干上 发出了叮当一声脆响 刘晓吉的声音 又从树里面 闷闷地传出来 那可不是小孩 那是个老妖怪 他最爱睡觉 睡醒就吃人 你也要小心 张军一暗想 哪有婴还有那般强大的剑气 那或许真是老妖怪 于是 这丹风有会说话的虎妖 有蕴含树林的树妖 有身负剑气的婴儿 原来这丹风竟是个妖怪窝 他心里恐惧 开始想怎么逃离 追风可聪明了 他早早察觉 爸爸对张军一的态度不太一样 不是对炎毅 周福那几个人的态度 是认真对待的态度 他猜测 这张军一往后 可能会常驻丹风 成为丹风的人 故此 他特意带着李安来关照他 他要担负起 丹风山大王的责任 趁早把这年轻人收入麾下 谁料那刘小吉 竟然故意捣蛋 他指了指示急魔柳 跟背上的李安说道 那是坏人 我们要打坏人 坏 坏 李安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疑问道 嗯对 他太坏了 你要用你的剑气砍他 追风继续叫缩 砍树 很好玩 剑 气 李安问道 追风指了指李安身上的剑气 道 就是这个 李安一言批出一道剑气 剑气砍在世纪魔柳树干上 又是一声金石相接的脆响 叶子 追风不怀好意地给李安指点 李安便是一剑 世纪魔柳的某条柳枝条 被消飞一截 追风 刘小吉气哄哄哄的声音 从树干里传出来 追风不理他 继续让李安砍树枝 连接着几道剑气飞出 此地便有柳枝柳叶 似羽一般落下 其间动静 直叫树底下的凤一虎头风都飞出来了 又不住有嗡嗡声响起 李安肆意地释放剑气 玩得很高兴 咯咯咯地笑不止 好玩吗 追风问李安 好玩 有人答道 那好 我们给他剃个光头 追风兴奋道 但他话没说完 忽然反应过来 那声音不太对 他回头一看 他爸爸正阴沉着脸 站在他身后 追风心吓一惊 站起来就想跑 但秦燃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脖梗 将他提了起来 嘿嘿 爸爸 嘿嘿 他看着秦燃傻笑 你多大了 秦燃阴沉着脸问道 五岁 五岁 秦燃道 都是大人了 还这么顽皮 一点也不懂事 爸爸 我还小 追风傻笑着争辩 还小 你好意思 秦燃瞇斜他 现在平安天天跟着你 你就是这么给他做榜样的 可 追风支支吾吾 不好说话 秦燃捏着他的后脖梗一用力 将他抛起来 李安从他身上落下 秦燃将李安接住 而后摆起踢球射门的造型 追风落下 砰 重重一脚 追风被踹飞 秦燃很贴心地打开护山大阵 直叫追风飞出去 消失在很远的地方 张军义看着让他恐惧的虎妖 被秦首座一脚踢飞 终于意识到 秦首座才是单风的大boss 不再管追风那个家伙 秦燃抱着李安回头看张军义 问道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张军义沉默半赏 答道 还好 秦燃从乾坤代理取出一本功法递给他 道 这叫基础功法 你自己看看 张军义点点头 双手接了过来 这两天不安排你做其他事 秦燃说道 你抓紧时间把你住的地方折腾出来 是 张军义攻身应下 秦燃抱着李安离去了 张军义站在原地 目送着秦首座离去 脑海里思索着 两天了 他还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学到高深的功法 能不能在这里学会练丹 能不能依靠丹丰灭掉支身骨 但他觉得不是很靠谱 丹丰的人都透露着天真幼稚 给他一种不安适适的感觉 大概只有首座秦燃 有他想象中的修饰的味道 可是 他其他路能走了 走一步 他叹息一声 周围的可怖的马蜂飞来飞去 嗡嗡嗡地叫他心烦 看一步吧 他把秦燃给的基础功法 揣进怀里 回大棚 找到镰刀 镰刀是秦首座昨天早上给他的 他还没有用过 他现在准备去砍点树来 规划盖坊 他走出大棚 看到湖边柳树 犹豫了一下 还是往后山而去 他还是该听柳树树林的话 盖一间竹屋 单峰后山 中间有个小型瀑布 两边都是门飞显明的洞府 张俊一担心洞府里有奇怪修饰 不敢离洞府太近 便绕了些路 从更远处爬上山 后山似乎少有人来 也许不是 只是因为这里是修饰 他们要去后山 多时飞上去 总之 后山是没有路的 不过好在这些年 张俊一为了找寻灵药 没少进深山老林 这点小情况 倒是难不住他 他带着镰刀 干净利落地 以劈砍开路 速度飞快 很快就到了后山竹林中 到了竹林 张俊一张眼看了看 找了颗掌饰喜人 足有碗口粗的竹子 这颗竹子 拿来做他的房屋的梁柱 应该是可行的 他上前去 瞄准竹子根部 运足力气 一刀砍了下去 当 谁料 这一刀砍下去 却仿佛是砍在了石头上 他手被震得直发麻 镰刀直接弹飞了出去 什么东西 张俊一吓了一惊 以为又遇到了 什么妖怪作祟 但他惊魂未定地 四下一看 发现附近 只有普通的鸟兽鸣叫 下午的阳光 竹林间的威风 没有其他的东西 他稳了稳心神 然后才蹲下去看竹子 却看见他运足 力气砍中的地方 只有一道浅浅的白印而已 这 张俊一皱起了眉头 他又去捡来镰刀 发现镰刀刀口 被崩飞了一块 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竹子也不是凡物 他想到这一点 旋即自嘲一笑 这可是仙家福地 灵气充足 这里面的东西 能是凡物吗 不过这镰刀 却是一般的镰刀 不是什么遗漏的法宝 砍不动 明天再来 张俊一拿着镰刀 往回走 但他走了两步 忽然停了下来 将手上镰刀拿起来看 那秦然不可能不知道 这里的竹子不是凡物 但他依旧给了他这一把普通的镰刀 所以张俊一明白了 这是给他的考验 他愁出片刻 又回身 在竹林里搜寻一圈 找了一颗拇指粗细的竹子 这颗竹子年岁不大 没有得到太多灵气的韵养 他一刀砍下去 还是砍得动的 如此 张俊一还是砍了一整个下午竹子 太阳落山时候 他才收拾着下山 他将镰刀别在后腰 用双手将自己砍了一下午的竹子收拢 竹子一共六根 都不过拇指粗细 而且 枝丫都没有羞取 他双手 拖着这枝叶茂盛的竹子赶路 因路上的杂草和荆棘 走得实在辛苦 特别的 他砍了一下午竹子 虽然只砍了六根 但他的确已经筋疲力尽 鸡肠碌碌了 不过他一路下山 都没敢歇息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一旦停下 肌肉酸痛和疲惫 会让他再起不能 脸上都不再有汗流出来了 却不是他没那么热了 而是他太渴了 汗流干了已经 不过 走到后山半山腰的时候 他忽然听到 那边瀑布的轰鸣声 他口渴难耐 实在忍受不住了 还是往瀑布方向走了过去 又是镰刀开路 花了少许功夫 他来到了瀑布边上 瀑布边 水气弥散 终于有了清凉舒爽 他扔掉镰刀和竹子 跳上一块稳当的石头 蹲下 伸手出去接瀑布的水 手捧水喝 他一连喝了七八口瀑布清甜的水 才止住了渴 又接水洗了八脸 脸上的了清凉 又接水来从脖子上浇下去 冰凉的水从脖子浇下 舒爽感直叫他 眯着眼睛呻吟了出来 然后他再去接水 他眯着的眼睛忽然看到了 瀑布那边有个白色身影 就算是眯着眼睛 就算是隔着四五丈瀑布 张俊逸依然觉得 那是个女人 而且极其美丽 大约是天仙下凡 他猛然睁大眼睛 仔细看去 对面果然有个白衣圣雪 仙气飘飘的女子 漫步走到瀑布边上 此时瀑布水花溅起 雾气蒙蒙 他仿佛从仙界凌晨 他身上似乎亮起了光 叫瀑布上出现了彩虹 张俊逸从来没有看到 这么漂亮的女人 他发誓 他做梦一想都想不到 女人能长得这么漂亮 他贪婪地看着对面那个女人 僵在原地不动了 伸出去接水的手 都被瀑布冲刷着 他浑然不知 那个仙子是皱着眉走来的 他想 他或许是有什么烦心事 或许是他看太久了 对面仙女姐姐发现了他在看她 他抬头向她看来 清冷如月的眸子与她对视 眸里清光将她灵魂击穿 他在瀑布边的石头上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那个仙女看到了他 皱着的眉慢慢抚平 清冷的眸子慢慢有了柔光 他唇角似乎还带了笑 他在对我笑 张俊逸心脏在一击 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他也不想控制自己 他要到仙子那边去 他要亲近仙女姐姐 他抬起脚 一步迈前 然后 他栽倒到了瀑布中 被瀑布冲下 原来 我在瀑布边上 他这才醒悟 我要死了 看来我应该从下面绕路的 他又想 好在是死在靠近仙子的路上 人生无悔 他浑然忘了 他身负血海生仇 正落着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清 似乎被什么捞了起来 他回神 想去看什么东西 把自己捞起来时 却发现自己 已经回到了刚才那块石头上 他不由地怅然若失 鼻子又闻到一股 亲人心脾的一香 他往边上一看 那白衣圣血的婀娜身姿 正在他身后 是仙女姐姐救了我 他狂喜 他又抬头 看到仙女姐姐眼带笑意 看着他摇了摇头 他不懂什么意思 但仙女姐姐下一秒 就凭空消失了 仙女姐姐 他大喊一声 伸手一抓 但抓了个寂寞 他又急忙回头 向对岸望去 在瀑布水雾间 看到仙子婀娜多姿的白色背影 消失在瀑布对岸 他痴痴地看着 心想 他对我笑 他喜欢我 他救了我的命 他心里有我 看了好久 直到暮色降临 他才回神 他回神托起竹枝 往山下走去 但脚步变得轻快了很多 回到山下 他刚刚走到喜剑湖边 那只叫追风的虎妖 就朝他喊 快来 吃饭了 他连忙把竹枝丢回大棚前 跑着去了老林槐树下 林槐树下的饭桌上 已经做了好些人 他师父 那个还没跟他说过话的小女孩 此时 正睡眼朦胧地歪在椅子上 一个凡人女子 身上有书卷气质 但同时又有贵气 大约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女子 至于追风 李安之类 都不必说 不过他没有看到 那个叫李诗英的 也很漂亮的女子 不知道干嘛去了 他刚到这边 就被追风一把薅过去了 要他挨着他坐 不一会 擒手座端出最后一样菜 摆在桌上 也落到席间 张俊逸不知道其他地方 是不是也是这样 手座还亲自给座下弟子 下厨做饭 但 别的不说 秦手座的手艺是真不错 至少他从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吃着 秦手座忽然出声问道 你在瀑布边看到什么了吗 张俊逸一愣 想到那道白影 他犹豫了一下 摇头道 没有 嗯 秦手座没有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 吃完饭 张俊逸走回大棚 他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躺下 闭上眼睛 又想到了瀑布边上的倩影 心头不由火热 他是谁 他想 要是能讨他做老婆 他死也愿意 想着想着 他又想到秦手座吃饭时 有意无意地问到了这件事 秦手座知道他是谁 他自嘲一笑 他是单风手座 他能不知道吗 难道那是秦手座的禁卵 他想着 又觉得烦躁 便伸手往怀里一掏 掏出白天时候 秦手座给他的基础功法 他看着手上粗枝烂造的功法 心下叹息 实在太瞧不起人了 就给我这种功法 基础功法 他摇摇头 很有些屈辱 我一定要奋起 为了仙女姐姐 要让秦手座 后悔如此瞧不起我 也要为爹娘报仇 铲除之身骨 这么想着 他还是翻开了基础功法 人体有先天之气 天地有灵气 种得法力种子 气海学 百会学 永泉学 大周天 小周天 十八经脉 张俊逸不由得傻眼 这都是什么 船在海上停了一夜 也喧嚣了一夜 一直有人在上船下船 秦燃躺在船上 听得分明 知道是船上的人 在搜查那座荒岛 比他搜查时还要恐怖 怕是真正的绝地三尺 直到天亮时候 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当第一道晨光 从窗外照进狭窄的房间那时 有人推开了这间房的房门 来人就站在狭窄的床前 打亮着秦燃 秦燃感受得很清楚 那人目光嚣张 上上下下地 一寸一寸地仔细打亮他 他也知道这人是谁 那强大的气息 凛冽的刀锋 必然是昨晚与怪鱼硬刚的女修士 铁弱男 但他没有丝毫反应 只当自己睡着 什么都不知道 狭窄的房间 在禁忌在禁忌之中持续了好久 知道空气都被铁弱男的气息凝固了 才有一个厚重而沙哑的女声响起 他问道 你到底是谁 知道是在问自己 装睡没有什么用 秦燃不再伪装 睁开眼睛 寻声望去 房间门口 靠着门 站了一个女修 确实是一个女修 尽管她强壮的不像话 胳膊能与她的腿脚做比较 而如果忽视她暗沉的肤色的话 她的相貌也还算端正 秦燃从床上爬起来 她的伤势 在她有意控制下 已经恢复了不少 像是真的受了伤 然后服用了丹药一样 她对着铁弱男 背靠着墙在床上坐下 微微笑道 在下立飞语 铁弱男的眉毛拧了起来 真名 秦燃眼里全是真诚 回到 在下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就叫立飞语 铁弱男如刀锋一般锋利的眸子 盯着秦燃看了好一会 见秦燃微笑依旧 又才问道 从哪里来 小竹风 秦燃还是昨晚的说辞 我是问你 从 哪个海域 哪个岛来 铁弱男声音变重 哪个海域 哪个岛 不是宗门 不是国家 不是某个地方 而是某个岛 莫不是这地方没有大陆 只有茫茫海洋上的岛 心里思索转瞬而过 秦燃依旧微笑 依旧真诚 到 海南岛 哼 此言一出 铁弱男不再废话 伸手往身后一拔 凭空拔出一把大刀在手中 大刀指向秦燃 他声音冰冷如刀刃 一派谎言 破嘴里 说不出半句真话 我在问你 你是谁 从哪里来 到这里做什么 此处空间震动 是不是你引起的 他运转了力量 刀刃上有冷光在流转 再不说真话 我一刀劈了你 空间震动 大约是我引起的 情然笑着 却没有被铁弱男震慑半分 他与铁弱男对视 沉默半晌 然后问道 如果我说我在阵法传送的时候 脑子受了伤 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不知道这里是何处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会相信吗 传送阵法一旦启动 中途若是有半点问题 你早就尸骨无存了 铁弱男反问道 你说我会不会信 剑铁弱男的刀没有立马劈过来 秦燃心下有数 他在吓她 他其实不想杀她 他回道 运气这种事 很难说的 铁弱男又 上下打量秦燃 那纤细的身材 问道 你能在空间动荡之时活下来 你是什么修为 经 秦燃忽然反应过来 话语一转 道 不过出入修行界 这地方跟灵男玉有很大不同 他得稳一手 出入修行界 一瓶 铁弱男撇嘴 那你的运气是真的好 但秦燃如此低的修为 也让他更放心了先 看你也不像是炼梯者 他再道 但你的脑子在传送时受伤 居然还活了下来 你莫非是炼神师 好家伙 炼体师 炼神师 修行体系果然变了 秦燃暗暗心惊 他这是 传送到什么地方来了 但他顾名思义 他与铁弱男回道 我是炼神师 原神分身以原神为主 他倒没说谎 炼神师 铁弱男的态度 肉眼可见的 变得尊敬了 他收回刀 拿在手上 说道 就算你是炼神师 也不过区区一品 你到天蓝海域 来能做什么 看来炼神师的地位很高 居然才到天蓝海域 他惊一道 才到天蓝海域 铁弱男冷笑一声 天蓝海域 已经是天海域边境海域了 你还要去哪里 你要到隔壁天妖域去 天海域 原来是到了天海域 这个名字 情然有点印象 他记得 在他找到的地图上 左下角位置 边角上是有个域叫天海域的 但是 天海域和陵南域之间 还隔了一个天妖域 他怎么想得到 他根本没想到 会传送到天海域来 横跨了一整个天妖域 虽然我记不得 我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但我感觉 不是天蓝海域 秦燃摇头 沉声道 恐怕是传送阵法出现了偏差 恐怕 铁若南肯定道 你那传送阵法一定出了偏差 因为传送阵法几乎不会出错 更别说伤到人了 你这还把脑子搞坏了 则 传送阵法不会出错 铁若南的语气如此笃定 看来天海域在阵法上 或者说传送阵法上一定有很好的造诣 秦燃沉思着提出一个猜想 莫非是我的传送阵法被人动了手脚 那我就不知道了 铁若南摇头 把刀往身后一插 刀瞬间消失不见 他说着 往门外走去 等回去龙京岛了 你自己去找炼气室求丹治疗原神 治好了原神 你或许就恢复记忆了 炼气室 原神 秦燃有一点把握到天海域的修行体系了 炼神师 炼气室 炼梯者 分别对应原神 法力和肉身 求丹 他与铁若南经一道 我想起我自己好像会炼丹 他需要展示一些筹码 以获得更多 这时 铁若南刚刚走到门口 文言猛然转身 盯着秦燃 惊道 炼丹 炼气室 你是双修修士 炼神 炼气双修 大概吧 秦燃皱眉摇头 我脑子不是很清楚 只是感觉会炼丹 铁若南深深地盯着秦燃看了好久 而后期有深意地笑了一声 才转身离去 看着铁若南离去 秦燃靠着狭窄的床坐好 整理着套道的信息 第一 传送阵法 把他从陵南玉 传送到了天海域 天海域的一个边缘偏僻海域 天蓝海域 而整个天海域 大约都是海 以海为主 以岛为生 第二 天海域的修行体系 与陵南玉有所不同 被分成了炼神 炼气和炼体 而具铁若南说 他是一品炼神师 那这样的境界区分 大约是一品 二品 三品往上不知多少 第三 因为地缘和修行体系不同 天海域的修行发展方向 跟陵南玉肯定也不同 但大约是各有千秋 各自在不同领域 有不同发展 比如在陵南玉 会使用超远距离传送阵法 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但在天海域 好像不算什么 比如昨晚他吃的神仙果 炼丹手法 就比较原始低裂 第四 昨晚的船长 刚才的铁若南 言辞之间都问他 是从每个岛来的 这说 明天海域的势力 大约也是以岛为主划分的 第五 这个叫天蓝海域的地方 很偏僻 整体实力不会很高 第六 铁若南来自一个 叫龙金岛的地方 第七 炼丹术依旧很重要 稍微整理了一番之后 秦燃还是有些迫切的问题 需要解决 比如 这天蓝海域到底有多大 这附近 到底有多少个势力 而知道他 不仅是炼神师 还会炼丹 是炼气势 铁若南又会有什么动作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该何去何处 该怎么建设 这个 可能是丹风传送阵法 落点的荒岛 想着这些 他从床上下来 稍微整理了一下 伤势和仪容 也走出了房间 他却是没有被禁足 船舱内没有灯光 显得昏暗 船又比较大 他摸索着 花了好一会时间 才走出船舱 来到甲板上 这回天刚亮 太阳刚刚跳出海平面 红彤彤的晨光 斜着扑过来 给甲板 船帆都盖上了一层 红色的薄纱 颇有些艳丽 但情然从舱门看出去 又觉得有些莫名的肃杀 甲板上有三十余人 都各自忙着 有的在清理甲板 有的在练舞 有的还在船舷边 上船或是下船 也有的围在一起议论的 其中 刚刚从秦燃房间里 出来的铁弱男 就是与人围在一起 商议着什么的人 在他边上 还有昨晚做主 收留秦燃的落腮湖壮汉 他好像是这艘船的船长 秦燃听力甚好 顺着陈锋 他听的船长说道 这里确实是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没有灵气波动 真没什么宝贝 那家伙所说 恐怕是真的 就是 他引起的空间波动 我们急急忙忙跑出来 结果就走了个空 言语里提到了自己 秦燃心下一动 不动声色地 就近靠在门飞上 假装看向远处 出生的昭阳 这让我怎么跟岛主交代 船长继续说道 接下来 我们要么是去 飞鱼侠 改条肥鱼回去 要么是去 幽森海域碰碰运气 就在外围也好 走空 铁弱男摇头 转头看向这边秦燃 笑道 这怎么能算是走空呢 秦燃心下暗自盘算 他给出的筹码 大约起了作用 船长顺着铁弱男的话 看向了秦燃 虽然是他救了秦燃 但他依旧不看好秦燃 摇头问道 救他 他会炼丹 铁弱男道 哼 这年头 但凡有根水灵根 谁还不会炼丹了 船长回道 他说他是炼神师 一品罢了 船长道 空间波动 就是送他来的传送阵法 引起的 铁弱男看着秦燃笑道 所以你要找的宝物 本来就是他 那两人把自己 当成商品一样 品头论足 秦燃不由收回 看朝阳的目光 向他们看过去 你有问出 他是什么来头吗 船长与秦燃对视一眼 问铁弱男 传送阵法 叫他受了伤 他失忆了 铁弱男回道 但能使用远程 传送阵法的 都是大导 他的身份 不会低 这种身世沉迷的 你也敢用 船长问道 敢 铁弱男笑起来 船长 我什么人不敢用 船长忽然回过未来 他收回打亮秦燃的目光 看向铁弱男 道 那小子细皮嫩肉的 你不会看上了吧 有何不可 铁弱男丝毫不加一眼视 眼里冒出火花 这样娇嫩的男人 我还没尝过呢 我怕他经不起你折腾 船长摇头 与铁弱男邀约 不如还是老地方 我们下一局 哼 你来来去去就是那两招 没意思 看着铁弱男那壮硕的身材 秦燃不自觉抱紧了弱弱的自己 下船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 船长招呼着杨帆 起程回岛 他还是听了铁弱男的话 准备带秦燃回龙京岛 要启动这么大一艘船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船长一声令下 整只船都忙活起来了 秦燃无视 他穿过忙碌的人群 走到船弦边 他看着船下荒岛 暗自留下原神印记 刻在岸边石头上 大海茫茫 广袤无垠 像这样的岛太多太过普通 如果不留印记 他在回来时不一定能找到 船被启动 风帆展起 逐渐远离了海岸 秦燃站在甲板上 看着荒岛 看到自己与荒岛越来越远 心里除了叹息 对未知世界的惶恐 却还有兴奋 刺激 他不是本体那个耸祸 这个精彩分成的崭新的世界 等着他灵性 这 不刺激吗 怎么 铁若男的声音传来 还舍不得 秦燃偏头 看了看铁若男 铁若男壮瘦的体型 给了他极大的压迫感 他回道 毕竟 我从此处重生 竟还有些离别哀思 铁若男伸手在秦燃肩头拍了拍 走到栏杆上靠着 笑道 你确实是个感情细腻的男人 这种的男人 在这茫茫大海上 真如捞针一样洗手 他还没玩过 不过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心情 到了我们龙京岛 就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铁若男安慰他 一个全新的开始 秦燃微不可查扫一眼 自己被拍的肩膀 只觉得浑身不适 他笑着回道 也不是感情细腻 只是在修行界 事事都要细心一些 细心 铁若男审笑一声 要是细心 你还会被人暗算 导致阵法出错 流落荒岛 但他是想拉秦燃上床的 应道 确实 修行界确实是要小心些才对 战斗也是 船在茫茫大海中飘荡 这是秦燃此前从未见过的场景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今生 这艘船其实已经很大了 秦燃保守估计 从船头到船尾 得有三百米左右 但这点体量 在茫茫大海中 太过渺小了 犹如沧海之一速 站在船头四下张望 四面都是 蔓延到天边的海平面 没有什么不同 天与地接一样 于是船随着翻在海面 摇摇晃晃 仿佛没有动过 他此时才明了 什么叫天地之广大 己身之虚余 想以此身占天地 到底要什么修为 秦燃趴在栏杆上 看着海平面 其实很想问铁若男 到处都是一样的 他们在海上航行时 到底是怎么辨别方向的 但天海域到处都是岛 本地人大约是没这个困惑的 他忍住了没有问 你说你会练丹 铁若男抱着胸 威武雄壮地站在边上 向他问道 大约是个什么水平 丹道博大精深 浩瀚无垠 我应该刚刚踏进丹道的大门 一个小小的丹道仆人 秦燃回道 铁若男看了看他 道 那看来你的炼丹水平还不赖 嗯 秦燃不解 什么意思 一般谦虚的人 都是有实力的人 铁若男道 你说得如此谦虚 说明你的炼丹水平很高 你这逻辑倒有趣 秦燃摇摇头 可惜你看差了眼 我炼丹水平真不高 有没有看差眼 试一试不就得了 铁若男笑了笑 试一试 秦燃沉吟 还没等他回应 铁若男就将船上的医师换了过来 吩咐道 给他一份神仙果的药材 神仙果 就是昨晚船上人喂给秦燃的劣质丹药 是一种疗伤丹药 横向对比秦燃的活血生肌丸 而医师 是随船而行的医师 是一个会炼丹的炼气势 这个医师不同于秦燃这种 什么丹药都炼 是那种专门炼质疗伤药的 这个医师对这个纤细的年轻人不是很喜欢 一是因为大海之上的审美本身就不是清秀 二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可能会炼丹 他会炼丹 要是他炼得比他好 那他的工作就有可能不保了 只是碍于铁若男的命令 他不得不听 他知道 从腰间类似于乾坤袋的皮甲袋 取出一份炼制神仙果的药材 递给秦燃 秦燃看了看这个医师 知道他对自己抱有敌意 也知道他昨晚吃的那颗劣质丹药 就是这个医师炼制的 他对这个医师的炼丹水平很有数 他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药材 一样一样看了 发现很多都不认识 因为都是海里的药材 他只好每样都取一点塞进嘴里 亲自尝一尝 这些药材都有些什么药效 见他的操作 医师不由地笑道 这是怎么 药材都不认识 他不由放心几分 秦燃不理他 试过药材了 他又在心里暗自推演 将些药材所产生的药效 做药理搭配 各种配方都推算一遍 很快得出了昨晚吃过的神仙果的丹方 看他试了药 又沉默不语 一时有些好笑 问道 你不会连神仙果都不会炼吧 你会炼丹吗 秦燃回神 笑了笑 回道 知道 知道 会一点 会一点 说着 他便以原神之力 将药材一样一样分开 每一种都分到适合的分量 但分好药 他准备炼丹时 他才忽然反应过来 他不是本体 他只是分身 他没有丹水 以水法炼丹的话 效果不是很好 于是他尴尬一笑 问医师 不知道 船上有没有炼丹炉和天地一火 炼丹炉 医师眯眼看着他 问道 活法炼丹 医师这个样子 让秦燃反应过来 天海域都是海 在这茫茫大海上 水气充沛 活法炼丹 肯定是不如陵南域的 但话已经说出去了 他值得反问道 怎么 有问题吗 既然医师说出了 活法炼丹这四个字 那就说 明天海域是有活法炼丹的 大约比较偏门 果然 医师摇头道 没有 就是活法炼丹太少见了 至少我没见过 而且 他笑起来 船上没有炼丹炉 也没有异火 他想知道 秦燃要怎么炼丹 没有炼丹炉 秦燃叹一口气 道 那就只好用水法炼丹了 没有丹水 就只能用普通的水 但是普通的水的效果太差 水法炼丹 才是最好的 医师赞许地点头 看不出来你既精通活法炼丹 又懂水法炼丹 真是后生可畏 不理医师的也于 秦燃深吸一口气 从体内换出一道水 都分开 将所有的药材都包裹住 原神之力飞出 以原神之力代替法力提炼药效 好狂妄地炼制手法 见秦燃竟然想一次性提炼所有药材 医师不由冷笑出声 铁弱男 见秦燃能一次性操控如此多的药材 按道 他的境界不止一品 肯定是二品炼神师 因为是普通的水 提炼效果差了太多 秦燃花了好长时间 才得到丹药原液 他随手将药渣扔进海里 开始按照他自己的推论 各种药材精华 按相应药理规则搭配 融合丹药原液 医师见此 又点评道 居然只提炼 一次就把药材丢了 真是可怕 秦燃闻言 想起昨晚神仙果 顿时明白 这个医师炼丹时 应该是担心药物精华提炼不彻底 才把药渣也混进药材中去了 他不由地想 是这个医师的炼丹水平不行 还是天海域的炼丹水平不行 将原液混合完毕 秦燃开始抽离丹药原液里面的水 医师摇头 这小子不是个炼丹宗师 就是个炼丹新人 但以他的年纪 恐怕是愣头青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不是丹水 抽离水的速度也变得慢了 又花了好长时间 秦燃才将丹药里面的水抽完 得到一颗成品的丹药 丹药偏黑黄 色泽圆润 有灵气外溢 是一颗入品了的丹药 只是 这显然不是医师 那所谓的神仙果的样子 你这怕不是毒丹吧 医师冷笑道 秦燃看了看手里的丹药 回道 刚刚入品 是下品丹药 他看向医师 问道 你要试试吗 我可不敢 医师摇头 秦燃又看向铁若男 问道 你呢 其实铁若男完全不懂炼丹 但他看着秦燃那一通 花里胡哨的操作 早就折服了 他洒然一笑 有何不敢 便拿过丹药 塞进了嘴里 昨晚语音于暴力狂战 虽然打得很痛快 但铁若男 其实受伤多处 虽然他吃过丹药了 治好外伤了 但内里 还是有暗伤存在的 现在 他将秦燃随手炼制的丹药吞下肚 药力扩散开来 顿时感觉浑身暖洋洋 不只是昨晚留下的伤 就连以前残存的暗伤 都有被治疗的迹象 呃啊 强烈的舒爽感 让他不由地呻吟了出来 而见到他这个样子 心下不愿意相信 秦燃炼丹水平的医师 觉得铁若男是在痛苦呻吟 他脸色大变 喊道 毒 毒丹 铁队长中毒了 听到铁若男中毒 立马就有许多水手 向这边围了过来 但等他们看到铁若男时 才发现铁若男仰面向天 眯着眼睛 一脸销魂 唇口微张呻吟 一副爽到了极点的样子 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是这小子 医师指着秦燃 色力内人的喝道 是他练了毒丹 抑郁谋害铁队长 你们赶紧杀他 虽然拿不定主意 但秦燃到底是个陌生人 心上岸的 所以还是有水手 站到了他身后 准备将他控制住 秦燃温和笑着 与身后的水手出手之前说道 胸台不必如此 我不过区区一个炼丹师 跑不了 事情到底如何 不如等等铁队长恢复过来 他淡定的样子 显然比绿色的医师 更有说服力 那水手稍加迟疑 却没有动手 虽然很舒服 但铁若男 不至于连话都没法说 他没有说话 其实是有意看秦燃 对这种事情的应对 而秦燃的淡定处理 让他很满意 不愧是他想睡的男人 他慢慢恢复正常 暂许地看一眼秦燃 笑道 这丹药品质好的不像话 比得上水源宗的丹药了 水源宗 周围水手一听这个名字 顿时肃然起敬 再看向秦燃的目光 也都带上了几分尊敬 医师知道 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暗叹一声 看着秦燃脸上复杂难明 原来真的是个炼丹宗师 而不是愣头青 原来是炼丹前辈当面 他急忙躬身行礼 说道 我到底是眼拙了 说了些妄语 这便与大师说声对不起 还请大师原谅才是 秦燃笑眯眯地看着他 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 看来得找个机会早点除掉 这种人 最能在暗中使绊子 不敢当不敢当 他笑着回道 我哪是什么大师 略懂炼丹而已 我就说 你是谦虚吗 铁若男一巴掌 拍在秦燃尖头 手就按在了秦燃尖上了 他大笑道 我的眼光一向很好 秦燃向水手们看一眼 向铁若男问道 方才你说的水源宗是 借着旋转的动作 他不动声色地 避开了铁若男的魔爪 水源宗 就是水源岛了 铁若男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小样 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他介绍道 天蓝海域第一大岛 最擅长炼丹了 他们炼制的丹药 在天海域中心区域的七大岛 也有一定声名 水源宗 原来天海域也是有宗门的 中心区域的七大岛 大约是天海域最强大的七个势力了 秦燃猜测 应该类似于陵南先宗 至于陵南域的地位 哦 秦燃了然 心里盘算着 怎么去水源宗转转 见识见识天海域的上流炼丹术 这边是一场乌龙闹剧 解释清楚了 水手们也都各自散去了 一时看了看秦燃 游异了一番 但是没有说话 独自离去了 你这炼丹水平 你肯定来自于中心区域 铁若男与秦燃说道 这铁若男是真的把他当成妞儿来泡了 秦燃摇头 回道 我的炼丹水平真的不高 铁若男是情场老手 见夸赞不奏效 立马转换战术 出声问道 说起来 你是被人搞了 才会流落此地 你始终是要回去报仇的 但以你目前的状态 暂时肯定回不去 要不要加入我们龙京岛 我身份不明 恐有祸端 秦燃拒绝了 恐怕误了龙京岛 在铁若男脸上笑容消失之前 他又补充道 不过 若是你们需要丹药 我可以帮你们炼制 我应该会在龙京岛住很久 于是 铁若男脸上的笑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热情好客 龙京岛永远欢迎你 他与秦燃道 他心下冷笑 到了龙京岛 哪里还游得着你 就在甲板栏杆边上 两人再闲聊几句 铁若男有意无意占了些便宜 才物质离去了 秦燃靠着栏杆 微眯着眼睛 他知道 铁若男这是 要把他的实力 价值 详细禀告给船长 他们针对他制作策略 这个比仙仪之地还偏僻的地方 一个二品炼神师 还是一个会炼丹的炼气势 应该很值得他们的势力拉拢 但秦燃心里自有盘算 他一个外乡人 显然是不会加入他们这种底细不清的势力的 或者说 他不想加入任何势力 他更想在天海域浪荡 本体 被限制在刀剑门了 还不够吗 分身好不容易出来了 还要加入宗门 炼神功法 炼丹术法 这些才是他感兴趣的 或许他会以权益之计 加入龙金岛 但等他对天蓝海域有一定了解了 他是一定会溜的 如果可以 去那个炼丹宗门水源宗丸 岂不是更好 龙金岛是什么臭鱼烂虾 也想留住他 脑海里盘算着些有的没的 秦燃手掌翻开 手掌血肉里 有药材在里面游动 这是他刚刚截留的神仙果的炼制药材 炼制神仙果时 他只用了一部分药材 其余的 都被他悄无声息地藏了起来 而对于他这样一个精通药理的炼丹师来说 虽然这是炼制疗伤丹药的药材 但他完全可以 玩出其他花样 药材 就是一切 从龙金岛到 秦燃那个荒岛 铁弱难易行人 用了差不多一天时间 回去的时间也差不多 而且 或许是顺风 或是顺阳流 回去还要快一点 天还没黑 船就到了龙金岛 秦燃站在船头 看着那边广袤的大陆 那往无限远的地方延伸的海岸线 他摇头笑了笑 这应该在意料之中吧 修行世界的岛 本来就应该这样大 有修行世界的样子 看着陆地越来越近 岛上独特的建筑逐渐清晰 码头的喧嚣声传来 他深吸一口气 笑道 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来了 铁弱难是龙金岛岛主的直属手下 所以他们要去的城池 自然就是岛主所在的城池了 也就是岛上的经济文化中心 最重要的城池 也因此 他们到的码头 就是龙金岛最繁华的码头 此时下午时分 正是繁忙时候 秦燃他们这一艘船 大约是日常出巡 没那么重要的船只 等了好久 才有空位进港 这期间 船长让秦燃知道了 什么叫老司机的基本素质 从头到尾 嘴里的脏话就没停过 也没重复过 着实让秦燃惊艳了一把 感受到了这海上抑郁的本土文化 大约是海盗文化 下了船 出了码头 船上水手 要么是回家去了 要么是喝酒吃饭瓢 尝去了 总之 他们很快就各自散去了 只有船长和铁若男 带着秦燃 往城内走去 这座城池的基本基调是灰暗 湿冷的 其中原因大概是 修建城池的石头 是从海里捞出来的石头 石头的颜色是偏灰暗的 上面又总是带有 灰之不去的湿意 然后整个城池 不仅是围墙 就连房屋建筑 都是用这种石头建造的 可以想象 整个城池的颜色 都是灰暗的 然后是石头 然后是湿意 给人的感觉总是不太好 金洛成 秦燃得知这座城池的名字 他看着城墙 城墙显得阴冷 有有些恐怖莫名的纹路 那些纹路 他大约能猜出来 都是镇纹的变种 跟制作符录时 写在纸上的符文差不多 这种纹路 应该能起到加固和粘合等效果 或许联合起来 会组成一个大型的镇法 看着满城建筑 都是这种风格 都有这种纹路 对镇法有很深造诣的 秦燃 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这件事 这座城池的美学设计 与它不合 建筑纹路让它觉得危险 总之 这座名叫金洛成的港口城市 让它很不舒服 因为是港口城市 又因为这只是个岛 城内建筑有点小家子气 城中街道有点狭窄了 跟武夷城 墨都这种国家城池比起来 差得有点远 船长和铁若男在前面带路 穿过了外城 很快来到了内城 或许也不能说是内城 应该用与它对应的 黄城这个称呼来指代它 皇上居住的地方叫黄城 那么岛主居住的地方 就应该叫岛城 这是一个风格很奇特的岛城 或者说建筑 以前这里 应该是一座相当高大的石山 但石山现在被掏空了 整座山被掏空成了一栋建筑 原理大概跟林南玉的修饰 修建洞府差不多 但是这种纯粹的石头 给秦燃一种 前世西方的暗黑哥特古堡的感觉 古堡是修建出来的 这建筑是直接从山石里挖出来的 确实有些独特 石山周围 也就是那座城堡周围 零零散散 修建了一些低矮建筑 又修了围墙 大约构成了皇城 岛城 城门口处 船长上前说明情况 有人进去禀报 等了许久 那人才出来 引三人进城去 确实有种进宫面胜的感觉 随着前面带路的人 在岛城内七弯八拐地走了许久 一行三人才来到了一处类似教场一样的地方 教场周围 有许多持刀护卫 秦燃看了看 护卫都有灵气波动 都是有修为的修饰 教场内 正有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 在抛完一颗巨石 巨石成方体 体积比秦燃要大不少 大约是在打熬气里 锻炼身体 三人进教场 站在一边等着 秦燃看着那个抛耍巨石的汉子 心里有个猜测 那大约 可能 大概是龙晶岛的岛主吧 一个猜测 不一定对 裸身汉子 抛耍了好几次巨石 觉得差不多 才把巨石丢到一边去 那边还有些大小不一 但形状差不多的巨石 秦燃看过去 那些石头前面有 重量标记 轻的有千斤 万斤 重的有二十万斤 五十万斤 百万斤不等 而中间有个空出来的位置 那里标准是 十万斤 所以这个岛主 是一个把十万斤石头 抛耍着玩的练踢者 这应该是什么修为 秦燃暗自推算 这大约是一个三品练踢者 也就是对应灵难遇的原因期 裸身汉子打熬了气力 是浑身的汗 有下属递来毛巾 他便一边擦拭着身体 一边向秦燃他们这边走来 人还未到 一股浓烈的汗臭 便先到了 他一双凌冽虎眸 第一时间看到秦燃 那下巴点了点 粗犷的声音喘息着问道 谁 禀导主 他叫丽飞宇 是一个炼神师 炼气是双修的修士 炼丹水平也很高 铁若男抱拳行李 以最简单的词汇 快速介绍秦燃 此次空间波动 就是因他而起 果然是岛主 炼神 炼气 这汉子沈笑一声 上下打两眼秦燃 你们这么远跑一趟 就找到了他 他的炼丹水平 能有多高 船长和铁若男 其实都不懂炼丹 他们倒是不知道 秦燃的炼丹水平 到底有多高 秦燃健壮 拱手一礼 不卑不亢地回到 三品丹药不在话下 据他猜测 所谓一品 大约就是灵南玉的筑基 二品是金丹 三品是原音 而他确实能炼制 原音器相关的丹药 三品丹药 岛主这才正眼相看秦燃 见秦燃不似说谎 抬手招过一个下属 道 找翟先生 拿一份三品炼体丹的药材来 看样子是又要自己炼丹 秦燃连忙说道 最好有炼丹炉和天地一火 我习惯以活法炼丹 行 岛主大手一挥 笑道 不管你是水法还是活法 能炼丹就行 秦燃眼眸变化 这岛内很差炼丹师啊 或者说 差像他这样的高阶炼丹 岛主亲自带路 一行人直接到了岛城中的一处炼丹室内 炼丹室里 正有一个外形四十许 留有山羊湖的中年人 他气质如雅 岛主见了他 也显得敬意 称 翟先生 秦燃看了看他 知道这是个炼丹师 大约是岛主的私人炼丹师 他没有多说话 接过递来的药材 试了药效 上前去 静止开了炉子 驾轻就熟 花了少许时间 练了一炉炼体丹 炼体丹给翟先生看了 满脸都是赞许 又给岛主试了试 他对秦燃也带了敬意 他与秦燃道 丽先生往后可助我这岛主府 若有要求 尽管吩咐 秦燃躬身一礼 没有拒绝 接受了岛主的邀请 多谢岛主 他说道 如此 在这岛城之内 秦燃也有一席之地了 丹丰 喜剑湖边 是吉摩柳树下 春日和煦 春风微浮 秦燃窝在唐衣里 读着丹经 分出去十分之一的元神 所造成的损害 比秦燃想象中更大 一连三五天来 他打不起半点精神 炼丹 修行 掌药堂这些事 都完全放到了一边 进入究极百烂模式 每天都只是奄奄地看书 睡觉 最多煮点东西吃 倒是跟龙七七有差不多 他窝在椅子里看书 他身后 有个小屁孩脚上 吊着柳枝条 身子趴在他的椅背上 跟着他在一起看书 微微春风吹来 湖面泛起涟漪 柳枝条轻轻摆动 小屁孩也随着风晃来晃去 你想学炼丹吗 秦燃忽然出声问道 刘晓吉左右看看 发现除了嗡嗡叫的凤一虎头风外 没有其他人 他知道确实是在问他 我也可以学炼丹 他反问道 要知道 他只是一棵树 没有丹火 没有丹水 没有手脚 一棵树炼丹 那也太奇怪了 可以 秦燃确定道 误打误撞 跑到了天海域的分身 在船上是 就表演了一把 用元神在炼制丹药 刘晓吉闻言 想了想 还是摇头道 还是不了 对于他来讲 专心修行 增长修为 才是王道 他只是一棵树 修炼起来的速度 本来就慢 哪有时间去管 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惜了 秦燃叹息 要是刘晓吉学会了炼丹 往后分身百万 一个人 一棵树炼丹 整个道剑门都够用了 秦燃百无聊赖 一边逗着刘晓吉 一边有一句 没一句地看着书 正说着 护山大镇忽然有波动 秦燃和刘晓吉 都第一时间 向波动传来的地方看去 他们一个是镇主 一个是镇法核心 镇法 有任何波动 都逃不过他们的感知 这一眼看去 是一个白衣剑修椅 信物打开镇法迷雾 欲着剑 从外面飞了进来 自然是单风的傻徒弟李诗英了 他进了镇法 停在在半空四下扫了一眼 看到秦燃这边 直勾勾地飞了过来 师父 查完了 他飞到这边 干净利落地收了剑 又蹲到秦燃的椅子边上 模样乖巧 与秦燃巧声汇报道 好几天不见 秦燃也想念的紧 伸手轻抚他的头发 笑问道 有发现问题吗 没有 李诗英摇了摇头 辛苦你了 秦燃摸了柔顺的头发 又捏了捏人家的脸蛋 手感依旧嫩滑 嘿嘿 李诗英傻笑 不幸苦 秦燃看着傻徒弟的这样子 也笑起来 但他的眼睛眯起来却像狐狸 他坏笑着问道 真的不幸苦 师父的样子 让李诗英感受到危机 他警惕起来 后仰小脑袋 避开师父的狼爪 问道 师父你要做什么 还记不得我说的什么 秦燃道 我让你把所有查到的信息都汇总 成一份卷宗 再交给我 现在你查完了 惠总的卷宗呢 所以 现在 立刻 下去惠总 做一份卷宗吧 啊 李诗英睁大眼睛 师父你不是吧 快去 秦燃催促道 时间久了 小心你记差了 师父 李诗英抬起手 抓着秦燃的衣袖摇啊摇 嘟着嘴撒娇 秦燃反手捧着他的脸 用力地如噜了如噜 笑道 快去 哼 李诗英皱着小鼻子站起来 臭师父 而他在离开 去做报告之前 看见张俊逸从大棚里面走出来 他多看了两眼 眼里多多少少有些联系 张俊逸感受到李诗英的目光 回望过去 却只看到了李诗英离去的背影 他不知道李诗英看他做什么 他也没资格知道 他看了看秦燃 发现秦燃没有理他 并物资从怀里摸出一本书来 靠在房屋地基上看了起来 他的房子这两天在地基 这个时候 倒是有点狼狈 但他丝毫不觉 看书看得津津有味 他手里的书是人体的经脉学位详解 就是之前秦燃给李诗英 但李诗英没有用上的书 秦燃说的是 借给张俊逸看 帮助他修行 但他只有七天时间 七天一到 就要将书归还 所以为了修行 张俊逸必须争分夺秒地记下书上的经脉学位 秦燃悄悄看一眼在土堆里看书的张俊逸 笑着摇摇头 这大约就是 儿子要穷养吧 李诗英花了大半天时间 总算是他这次找到的张俊逸的全部资料都记下来了 虽然不成体系 但到底是记得完全 晚上时候 他在书房找到秦燃 将张俊逸的资料交给他 哎 师傅 他好惨啊 他叹道 秦燃把资料翻开来看 发现张俊逸那天跟他说的 竟是真话 师傅你应该对他好一点 他发现 师傅对张俊逸的态度 跟对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劝道 他一路走来太可怜了 关我什么事 他又不是我徒弟 秦燃一边看 一边调侃一句李诗英 哎呀 师傅 人家跟你说正事呢 李诗英只是不想别人叫他师傅师傅 但是 他看得清楚 师傅是想把张俊逸 当成单风传人培养 这些事 你就少管 秦燃笑着摇头 师傅心里有数 李诗英气呼呼地 在秦燃脑袋上一顿乱抓 把秦燃的头发抓得乱糟糟的了 才转身出了书房 秦燃把李诗英 记得乱七八糟的报告通看了一遍 而后自己扯出一份卷宗 以时间为线索 从张俊一组上十八代 一直寄到了 他到道剑门拜师 寄完之后 他又对比着看了一遍 确认无误后 往书桌边上的书架 虚空一拉 凭空拉出一个隐藏空间 空间小小的 里面放着几份卷宗 最上面一份卷宗的名字是 反屠山悠悠计划 他把张俊一的卷宗放进去 打乱里面卷宗 那几份又显露出几个名字来 反追风计划 反刘晓吉计划 反李诗英计划 师傅 追风去哪了 第二天 秦燃正在大棚里检查诸果 李诗英忽然跑进来问道 第二天 秦燃正在大棚里检查诸果 李诗英忽然跑进来问他 师傅 追风去哪了 那家伙跟个野人一样 像是家里总有人拿针扎他一样 一刻也待不住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里 秦燃随口回道 诸果已经种下两年了 在龙七七的精心照顾下 长得惊艳茂盛 但就是没有开花的意思 秦燃正在找其中的原因 哎 李诗英叹息一声 他去哪里了 我也不关心 但是他把平安也带走了 带着平安 秦燃摇摇头 笑道 那也不用担心 他们两个混是魔王一起 不欺负别人 就谢天谢地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别看追风是个憨憨 但他成年之后 保守估计 也是七级妖兽 也就是修士化神出气的战力 他现在是亚成年 但加上一些 从道剑门护山神兽 蛟龙熬翼那里学来的一些神通 大约有原因修士的战力 而这仙仪之地 原因修士本来就没有几个 出门到处跑的 那就更少了 追风几乎可以说是山外无敌 我是怕追风把平安教坏了 李诗英叹息一声 他挨着师父 学着师父的样子 伸手抚摸着诸果的叶子 秦然想了想 好像是这个道理 李安身负剑气 本身就是个不安定的混世魔王 要是在一天天地 被追风那个无法无天的山大王带着 会交出个什么玩意儿 还真不一定 那倒是 你找机会给他们找回来 他说道 不过你多花点心思 早点教会李安掌控剑气 早点让他下山去 婴幼儿 还是应该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不然心里容易出问题 嗯 我尽量再叫他了 他也有进步 应该不用多久 就可以自由控制剑气了 李诗英应了一声 他偏头去看师父 发现师父的脸色不是很好 又问道 这诸果有什么问题吗 看师父你 一副担心的样子 其实长势很好 情然叹道 但就是没有开花结果的意思 开花 李诗英看着师父的脸 稍加沉吟 还是出声说道 师父 我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诸果 它其实还没有长大 还没到结果的时候 啊 秦然一愣 低头看了看眼前不足一米高的诸果 陷入了沉思 他好像不仅虚弱了 连脑子也不太好用了 莫非 九级元神是魔宫的无限分身 是有副作用的 盗剑门的护山大阵中 追风带着光屁股的李安 朝空中五彩斑斓的黑暗大声喊道 大哥 大哥 李安坐在他脖子上 举起双手有样学样 也喊道 大锅 大锅 他们喊了好一会 黑暗一通翻滚 有东西从黑暗中苏醒了过来 一个长相真容的黑色龙头 从黑暗中探出 在追风和李安前上方 他睡眼朦胧地问道 吵吵闹闹的 何事 哇 李安一见到这真容的黑色龙头 感觉十分帅气 兴奋得不行 压压大叫 小手不断拍打追风的虎头 敖意感受到他 睡眼朦胧的眼睛睁开一点 露出一双射人星魂的暗金色树桶 他看到这个剑气缠身的婴儿 问追风 他是谁 大哥 这是我新收的小弟 追风很骄傲的样子 连忙给敖意介绍 我特意带他来见你 天生富有剑气 厉不厉害 敖意看了看李安 他认得李安身上的剑气 那是丹丰那个剑道天赋极高的女孩的剑气 他叫什么名字 他问道 平安 追风回道 李安 也信里 敖意沉思一会 忽然黑暗中的尾巴一甩 甩出来一块漆黑的鳞片 落到追风身前 道 算是我送他的见面礼了 嘿嘿 追风急忙张嘴 闲着这块墨盘大小黑色的龙铃 轮轮着与李安巧声道 又一个 在来护山大阵之前 他已经带着李安 去主风建国陆军行和东仲园了 已经为小李安 讨到了两份见面礼了 多谢大哥 他两只前掌举起来 颇为人性化地向敖意拱了拱 祝大哥早日成龙 大郭 龙 追风背上的李安 也憨态可惧地双手抱拳 向敖意道 行了 敖意睡意未散 懒得李这两个活宝 道 要是没有其他事 就自行离去吧 老夫还要睡觉 是 大哥 打扰了 我们这就走 追风笑着 又得一份礼物 他把龙铃装进乾坤袋中 四只爪子一颠一颠地 十分欢快地往阵法外跑去 他又教李安 快给大哥说再见 大郭 接见 李安口齿不清地说道 敖意眯着眼睛 看着离去的李安 按道 又一个见到天赋好 且资源更好地见到苗子 道剑门当心 道剑门当心啊 追风带着李安 来到阵法外面 与李安盘算道 陆师兄为你刻了一道剑气 本源入骨 说是为你塑造剑骨的 东师兄送了你一块玉佩 有温养根骨的效果 敖意大哥送了龙铃 以后已铸造本命剑 算是有了材料 呀呀 只是李安什么都不懂 只是笑着怪叫道 现在我们去哪里呢 追风站在阵法外 朝到剑门内看了看 去山河剑里玩玩 他摇头 你还太小 承受不住陆师兄的剑气 他到处看着 忽然看到高耸如云的剑风 想起剑风上面 还有几个好朋友 眼睛一亮 笑道 我们去剑风 剑风上有你田文锦阿姨 文锦阿姨重情重义 他肯定很喜欢你 会给你好多好多宝贝 我们还可以去找柳白云师兄 柳白云师兄是剑风大弟子 不会吝啬的 说着 他便踩着风飞起 往剑风飞去 飞在剑风的途中 他又看到气风 眼珠子转了转 与李安说道 等会从剑风出来 我们再去气风堵门 气风跟你姑姑的关系不好 我们去揍他们 他心里盘算着 李安不过是个婴儿 干这种坏事 不必担责 到时候 气风有苦说不出 总不能说自己 被一个婴儿打了吧 只是他没想过 如果他们真的去堵门了 李安是不必担责 那该谁担责呢 一人一虎 很快到了剑风 他们单风和气风的关系 还算可以 追风倒没有表现得多嚣张 他在剑风半山的 席剑广场停下 然后才屁颠屁颠地 往田文锦的住处走去 他就是个不安分的性子 跟他爸爸完全不一样 这道剑门 很少有地方是他没去过的 田文锦的洞府他自然也去过 但他才刚刚颠出去几步 还没走出席剑广场 席剑广场上嘈杂的议论声中 就有几句话 被他的耳朵捕捉到了 他听到有个声音说 是神兽麒麟右兽 据说 麒麟身带圣光 凡人闻其气息 可驱除百病 长寿百岁 修士只需多看一眼 就可沾染气韵 从此修行之路 无心魔 突破境界一无阻碍 有声音与之补充到 就是从西南方向一直走 翻过横断山脉 再往西南走 那边有个天妖玉 这个玉是以妖兽为主的 人类是下等生物 里面有各种仙情神兽 据说有凤凰 有龙 有麒麟 有仙鹤 甚至有远古恶兽 饕餐 混沌 竹龙这些 这次的麒麟右兽 就是从天妖玉来的 有人问道 隔得这么远 麒麟右兽 怎么会跑到仙异之地来 这谁知道 有人与他回答 不过据传 天妖玉内有大变动 有低阶血脉成道的妖兽 置疑四大神兽的地位 发起了挑战 四大神兽 龙 凤凰 白虎 玄规 没有麒麟 麒麟是锐兽 什么是锐兽 锐兽就是 那一群人说着 各自遇见而起 往道剑门外飞去 麒麟 追风南南道 神兽 白虎 他好像就有白虎血脉 妖兽强弱 是以血脉强度划分的 从一级到九级 对比人类修士 从柱基到大成 一级妖兽 不过就是 比普通野兽要强一点点 但九级妖兽 就能媲美大成七修士了 而比九级妖兽的血脉强度 更高的血脉 就是神兽了 神兽 先情 对比的 就是人类修士大成七之后的 仙人境界 追风的血脉 本来是七级妖兽 玄冥灵虎 其中或多或少有 神兽白虎的血脉 但追风得到了一些造化 比如 他跟秦燃一起度了金丹节 替秦燃受了雷节 又吃了避风 增强了肉身 提炼了血脉 又比如 世级魔流倒下之后 其中灵气散开 加上天地补偿 这片糟节之地 吹起生命之风 追风本命长风 吞噬了最多生命之风 肉身 血脉 灵魂全面增强 又比如 他结识蛟龙熬翼 熬翼又教了他许多神通秘法 他现在的血脉 差不多已经是八级妖兽的强度了 而现在有一头神兽麒麟现实 追风回头看了看李安 大眼睛里满是笑意 道 哥带你去看麒麟 麒麟 李安表示疑惑 神兽 追风踩着风飞起 跟在那群人的身后 飞出了道剑门 那群人是往横断山脉深处飞的 但不是往正中心核心区域先移之地飞的 是偏离核心区域的 更偏向于横断山脉最高山脉 横断山 那座雪山的方向 而随着他们往雪山的方向靠近 其他地方也飞来了人 而且越是靠近雪山 人越是多 追风注意看了一眼 发现不只有道剑门的弟子 还有其他宗门的弟子 知深谷 无垠建宗 还有小宗门弟子 也在往雪山飞 不过 纵使人再多 一只白虎和一个婴儿的组合 也着实奇怪 修为低的 会隔他们远一点 生怕那头白虎发狂 把他们吃了 修为高的认得追风脖子上挂着的 道剑门身份令牌 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妖兽 这是道剑门的弟子 更有三大宗门的人 看到追风和李安身上的紫色星辰剑气 还认得出他们的身份 这些年来 李诗英和追风在这横断山脉区域 其实打下了相当的鸣气 飞了许久 追风带着李安来到了雪山山脚下下 这里已经聚集了数百修士 很热闹 他们停在空中 地上都向山上看着 好像麒麟就在山上 但追风跟着往山上看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他带着李安走进人群 听得人群中不时有骚动响起 每次有天骄到来 不知道是真天骄还是假天骄 也不知道是有那么大名声 还是暗中花钱请了托 总之 人群中时不时就会响起这样的声音 那 那是飞仙宗的花无极 据说他驻姬之时 引得天地齐名 风云色变 激起意向无数 他可是飞仙宗年轻一代最强者 可比你三大宗门的核心弟子 便有一阵银河声响起 又有一个迈向极好的玉面公子 到处拱手 似乎极有人缘 快看 那是知生谷的妙依仙子 他炼丹水平极高 可生死人 肉白骨 立地飞升 而且 他的战力也极高 据传他曾接下了到剑门路军行一剑 是个极其可怕的人物 那妙依仙子 不仅很漂亮 还是知生谷的弟子 还是个炼丹师 所以他到来时 引起的动静不是一般的大 人群中沸沸扬扬 仿佛麒麟再现身了一般 神体门的战神帖 他居然也来了 难道是想取麒麟血 再提炼战神帖吗 便有人问那是谁 战神帖是什么 神帖门是哪个宗门 得了解释后 也不明所以的震惊了 居然是盗剑门的商剑圣子 据传 他曾问顶盗剑门的天骄榜 是极其可怖的人物 有人问 商剑圣子 比之路军行如何 没有人回答 盗剑门呢 追风急目望去 是个抱着剑的冷面难修 他却不识的 他追风见过盗剑门大多数天骄 但对这位却没有一点印象 不知道是谁 不管这些很有生命的天骄们 追风稍微变小体型 钻进人群中 他伸出爪子 拍了拍身前的修士 问道 喂 兄弟 不是说有麒麟吗 麒麟在哪里 哎 别急 那可是麒麟 是一般的妖兽吗 这个修士回的 其实等闲可以看见的 他说着 回头却看到一颗硕大的虎头 瞬间三魂吓跑了气魄 手忙脚乱地逃跑了 至于吗 追风不屑 不就是问个麒麟吗 他又去拍了另一个修士的后背 道兄 麒麟呢 刚刚还在上面的 但消失了 这位道兄为追风指了指 不过神兽吗 有些我等凡人不理解的手段 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他说着 也回头看 但他身后什么都没有 见鬼 他呐喊道 追风把身形变得尽量小 小到刚好够李安趴在他后背上 他带着李安 在人群中如鱿鱼一般 左途右近 向人群前面 雪山下靠过去 平安 你有感受到神兽的气息吗 他一边往前挤 一边问李安 他自然是得不到回答 别说李安感受不到 他甚至连神兽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算他感受得到 他也说不清楚 但其实 追风本人是有隐约地感受到神兽的气息的 但是那气息不强 很淡 仿佛虚影一般 根本不像有一只神兽 清零这里了 嗯 想到这里 追风忽然停下 他顺着往下再想 如果真有一只神兽幼崽 来到了仙怡之地这种地方 那会引起多大的轰动 那年 一颗九级的士级魔柳 就差点让仙怡之地覆灭了 何况神兽呢 他飞高一点 高出人群 想看看有没有厉害一点的人来这里了 等了好一会 他才听到人群中有人在高喊 那是无鹰剑宗的无鹰剑道传人 福明 曾在临仙城 以金丹占元英 福明 他急忙看过去 那是个一席青山 长发飘飘的卑贱男子 比起之前的那些 他听都没听过的天骄不同 这是个实打实的天骄 是无鹰剑宗当代 战力至少在前十的剑修 李诗英曾与他碰面过 双方有交手 李诗英说他 没有胜的把握 但 到现在为止 此处出现的有名有姓的强者 除了他追风外 他就只听到了这个浮明 其他的天骄 其他的高阶修士 一概未到 如果真有神兽幼崽 这可能吗 追风顿时明白 这一定不是神兽 不是神兽 他问李安 又是什么呢 李安 亚姨 慢慢地还有人来 此地此起彼伏的 有喧嚣声不断 随着时间推移 追风忽然发现 一个有趣的东西 那就是 其他的天骄 比如小宗门的 比如知生谷的 和盗剑门的 他一概不熟悉 但是无垠建宗来的天骄 却多半是真的天骄 前十的少说 来了三个 他想了想 也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不由得咧开嘴 笑了起来 盗剑门的立宗之本 是宗门之下的灵脉 别人是家里有矿 盗剑门 是将宗门建在了灵脉矿上 知生谷的立宗之本 是满满一个山谷的灵土 他们用灵土培养灵药 以灵药炼制丹药 那么 无垠建宗的立宗之本 是什么呢 是他们高深精妙的 剑道功法 是他们流传了 几千年的名剑 但是 他们穷 无垠建宗 是横断山三大宗门中 最穷的宗门 所以这个莫名其妙的 麒麟现世的消息 会引得这么多 无垠建宗的天骄来此 而不会引到剑门 和知生谷的天骄到来 他笑着 带着李安 继续在人群中 窜来窜去 等着那所谓的麒麟在现世 但他们 正欢快地窜着 麒麟没现世 人群中却忽然有了骚动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那边打起来了 浮明像伤剑圣子出手了 嗯 追风停了下来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那个什么伤剑圣子 好像是道剑门的弟子 他想了想 寻到骚动的方向 窜了过去 人群之中 空出了很大一块 中有三个人 两男一女 两个男的正在交手 一个漂亮的女子 嘴角带着一抹浅笑 站在边缘位置 追风到了这边 看了看那个女人 隐约记得 是那个知生谷的妙依仙子 为了女人打起来的 他皱了皱眉 有必要吗 他还是亚成年 浮明是正儿八经的天骄弟子 商剑圣子 只是道剑门一个不知名的 或者说 只有虚名的弟子 谁输谁赢 是一言可知的事情 追风赶到这边前 休息无音剑宗 最正宗的无音剑道的浮明 压着商剑圣子打 他到了这边没议会 商剑圣子就再也支撑不住 被浮明一剑斩飞出去 商剑圣子 栽进雪山里面有杖许 好一会才有力气从中爬出来 但等他刚从雪坑里爬出来 就被一直在坑外 等他的浮明一脚踩在脚下 又有一剑 刺进了他的嘴巴 浮明眼里带有杀意 激笑着问道 妙依仙子世间角色 岂是你这种低剑之人 可以染指的 呜呜 商剑圣子满眼恐惧 惊慌 他明显是想解释什么 但他嘴里塞了一把剑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道剑门多是你这种人 浮明大声道 低劣 卑剑 贪图虚名 不思修行 修为虚服 只想着迎邪之事 如你这等人 不应该存于修行界 他说着 举起剑 与周围看客道 诸位都见了他想对妙依仙子 施行猥琐之事 也见了他这低劣的修为 我今是替天行道 周围人群有少许议论声 但大多数是不以为然 是迷惑 这是什么跟什么 不 不 是 伤剑圣子想解释 但浮明的剑 已经劈下来了 他看着那把剑 离他越来越近 他吓得说不出话了 定 浮明一剑斩下 但却没能杀了伤剑圣子 凭空有剑气袭来 将他的剑打偏了 谁 他大吼一声 急忙顺着剑起来的方向看去 却只看到了一头狼狗大小的 白虎 那应该是白虎吧 是你追风大爷我 那头白虎昂着头 向他自我介绍道 浮明看了他一眼 皱了皱眉 并不理他 继续问道 是谁出了剑 敢做不敢当 还是剑修吗 剑浮明无视自己 追风大气 就是你追风大爷出的剑 你出剑 浮明这才看回追风 问道 你是谁 追风睁大眼睛 拿爪子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连我追风你都不认识 浮明认真的看了看追风 摇头道 不认识 追风深吸一口气 问道 这剑气 你可熟悉 他抬起爪子一指 他背上便有一道紫色星辰剑气 飞向了浮明 嗯 浮明皱眉 他一剑斩飞剑气 疑问道 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这横断山脉并不大 厉害的同辈不多 哼 追风冷哼道 算你有几分见识 他指了指地上的伤剑圣子 那是我倒剑门的人 当由我倒剑门来处理 你如何会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浮明收了剑 出声问道 那你就别管了 追风回道 他眉飞色舞 示意伤剑圣子赶紧跑 又与浮明问道 他做错了什么事 你要赶尽杀绝 浮明向妙依仙子看了看 没有说话 追风 看向妙依仙子 妙依仙子慢慢退进人群 消失不见了 他皱了皱眉 感觉其中有什么问题 而正在这时 人群中忽然又有骚动 又有人打起来了 无鹰剑宗空悬剑仙和道剑门 又是无鹰剑宗和道剑门 追风看了看已经溜了的伤剑圣子 转身钻进人群 向那边跑去 而他一转身 就让浮明看到了 趴在他背上的婴儿 那个浑身缠绕着剑气的婴儿 我被一个婴儿吓退了 浮明脸色有些难看 空悬剑仙也是无鹰剑宗的天骄 比之浮明还要更强 如果横向对比道剑门的话 这空悬剑仙比得上当年的黄飞鱼 也就是宗门内前五的强者 他的空悬剑道 是无鹰剑宗另一种强大的剑道 其讲究的是一个空字和一个玄字 空则未知无 玄则未知其 即使空空然也无处可见 空空如也无处不在 无处可见 无处不在 则其招迭出 一般与他对敌 总会觉得他比自己弱几分 总感觉他招式贫乏 没有进攻力 但其实 休息这种剑道的修士 面对大部分修士 都是自动弱三分 他们习惯让自己陷入弱势 然后以弱胜强 比如此时 那个盗剑门外门弟子 看似一直压着他打 炙热火焰烧的他只能不断退让 但其实 此方天地 他早已布下了无数空悬剑气 只带一个时机 让他反败为胜 一招带走那道剑门弟子 追风跑到这边 一双大大的虎眸 顿时看出了其间凶险 连忙朝那道剑门弟子大喊 喂 那傻小子 别再追了 再追你要死了 那本来正穷追猛打的道剑门弟子 听到他的话 回头看到是他 竟真的放弃了大好优势 急忙停了下来 不再进攻 哎 追风眨了眨眼睛 满脸疑惑 我的话什么时候这么好用啊 怎么他一说 那人就信了 于是他心里不由得有些小得意 看来他追风果然是个厉害人物 空悬剑仙见自己的必杀之局 被追风一口叫破 十分不爽 冷声问道 你是何人 你瞎呀 追风呸了一声 我是胡好吧 我不是人 空悬剑仙 懒得与追风争口舌之辩 他见追风脖子上的身份令牌 知道追风也是道剑门的人 再举起剑 剑上虚幻的空悬剑气 若隐若现 同时 他在空中布置下的空悬剑气 也蓄势待发 对准了追风 追风看得清楚 但他根本没带怕的 下巴点了点那个道剑门弟子 问道 你们又是怎么打起来的 哟 听到追风的问话 那道剑门弟子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察觉到其中的不对劲了 他为什么会和 颇有声明的空悬剑仙打起来 他不知道 那是无鹰剑宗的天骄吗 这位无鹰剑宗的师兄 说我挑衅他 他与追风说道 那你怎么挑衅他的 追风追问 他说我看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杀气 这弟子还没说完 那边的空悬剑仙便先出手了 当现一道空悬剑器 展向了追风 四处潜藏的空悬剑器 有了瞄点 急忙争先恐后地 向追风而去 he too eh 追风不屑地吐了一口唾沫 大喊道 平安砍他 然后他背上凭空 飞出了两道紫色星辰剑器 向空悬剑仙的剑器砍去 怎么才两道啊 追风皱眉 别人布置了半天 几百道剑器飞来 你两道剑器就想拦住 他回头去看 看到他背上的 李安打了个哈欠 然后一头栽下 双手捏着他皮毛 睡觉去了 喂 我们在打架呀 喂 生死关头啊 喂 你就睡了 追风都惊呆了 你怎么能在 关键时候掉链子 但李安只是个宝宝 他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困了就睡觉 这才是他该做的事 看着飞出去的星辰剑器 被空悬剑器瞬间搅碎 满天的空悬剑器 继续向他们这边飞来 追风剑撞 叹息一声 平安你太不靠谱了 不知道指望一个 四个月大的婴儿靠谱 他和李安谁更不靠谱 便见追风四只爪子 有黑暗升起 他背着李安往前一跳 直接跳进飞来的剑器 投射出的影子中去 他又几次转换 在影子之中穿梭交错 不过几次跳跃 他就来到了空悬剑仙身前 他抬起爪子一爪拍下 那空悬剑仙持剑来挡 但空悬剑仙 哪里吃得住他的力量 直接被他连人带剑 一爪拍飞了出去 空悬剑仙在地上 滚出去百余米 受了不少外伤 好大的力气 空悬心下惊骇 他接着一块巨石稳住身形 再借着巨石 燕子翻身 调整姿态 准备再战 但忽然 他眼睛一花 那头白虎已经到了他近前 又是一爪 速度比刚才还快 他根本跟不上 那大爪子按在他身上 将他整个人都按进巨石里面去了 好 那白虎再张嘴 一声咆哮 一股凶煞射魂的狂风 向着他脸面袭来 他顿时神魂震战 手脚发软 宝剑落到地上 在无力战斗 敢向你追风爷爷出手 那白虎胡嘴一歪 不屑道 怕是不想活了 追风松开爪子 却是没要空悬剑仙的性命 他转身 听到四周都是对他的赞叹 他是河虎 竟然将空悬剑仙三招击败 好帅的小老虎 人生有虎 福福何求 他脖子前挂着的牌子 那是盗剑门的灵兽 他的身体顿时轻了好几斤 颠颠地向那个盗剑门弟子跑去 多谢追风师兄的救命之恩 这道剑门弟子向他池里感谢 追风看了看他 问道 你认得我 师弟是外门弟子肖不凡 在盗前叩门考核时见过师兄 也曾在剑风之上见过师兄多次 肖不凡答道 肖不凡 追风有点印象了 好像是个厉害的外门弟子 难怪能跟空悬剑仙正面交手 哦 他又反应过来一件事 你是不是经常跑去找文景 肖不凡笑了笑 师兄还记得我 哎 追风叹了一口气 抬起爪子拍了拍肖不凡的肩膀 颇为老诚地说道 文景跟你不合适 感情这种事情 很难说清的 肖不凡笑着回道 你个老虎 懂个屁的爱情 哎 追风摇了摇头 准备再劝一劝肖不凡 因为以他敏锐的感知觉 他觉得田文景跟肖不凡之间的CP感 远远低于田文景跟李诗英之间的CP感 但他还没有出声 雪山之上就忽然有了动静 半山上忽然想起龙吟 他连忙回头往山上看 看见山上起了有轻微的雪崩 有雪哗哗滚下 而这雪崩没有吸住起他的视线 他的视线被半空中的东西吸住了 雪滚滚滑下 溅起碎玉乱穷 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 七彩光芒中有一只身披灵甲 四足而龙头的兽 昂首挺胸立在空中 他肩高丈许 威严雄伟 神圣圣洁 周身有冰息营绕 麒麟 人群中顿时爆出惊呼声 真有麒麟 修士们各个汹涌 都疯了一般 乘风遇见 迎着雪崩向雪山上冲去 要去抓神兽麒麟 冰麒麟 追风皱眉 他看着空中的麒麟 总感觉不对 这麒麟的气息太弱了 当然了 不管气息是强还是弱 追风还是感知得清楚 空中麒麟散发出来的 确实是神兽的气息 对他有明显的压制效果 所以 他还是想过去看看 万一呢 万一真有一只 嗷嗷待哺的小麒麟呢 养一只小麒麟丸 他想想就觉得兴奋 他与萧不凡说道 有时间去担风丸 现在 我们要去找小麒麟了 不等萧不凡回话 他就带着李安 踩着风冲出去了 师兄 小心无垠见踪 萧不凡急忙提醒到 但他抬眼一看 不过短短时间 追风已经钻进别人影子中 又在影子中几次转换 到了最前面的位置 好恐怖的速度 他心下感叹 但他是不准备冲过去抢机缘了 不管那是不是麒麟 都得有命拿不是 现在他感受到了 来自无垠见踪的杀鸡 他得赶紧溜了 追风的短程爆发速度 根本不是来此地的修士 可以比拟的 就算他先让那些修士 跑了个几百米 他还是比他们先一步 来到麒麟身下的位置 麒麟在半空 他仰头一看 感受到了高阶血脉 对他极其明显的压制力 真是麒麟 他想 便脚下生风 要上去探个究竟 但他刚刚一动 鼻子就忽然闻到了 一股特殊的味道 他急忙停下 鼻子动了动 血腥味 他又抬头看空中的麒麟 隐约明白了什么 他不再往上去空中 而是猛然趴到地上去 仿佛被麒麟的神兽血脉 压制得动弹不得了 跟在他身后的修士 看到他这副样子 都不由得露出了讥讽的笑 畜生就是畜生 始终受限于血脉 浮明速度很快 是跟在追风后面最快的那一批 他在空中蔑视一眼追风 继续往空中的麒麟飞去 所以这天地之主 只可能是人族 这些修士在得意 讥讽之时 并没有注意 当他们往空中飞 飞进麒麟时 他们的影子都投到了地上 影子形成的黑暗 就在追风面前 而在影子形成的一瞬间 追风张嘴一吐 一口黑暗 被他吐到了影子上 黑暗顿时在影子里扩散开来 几个眨眼 雪白的雪地上 顿时出现一大块漆黑的黑暗 呸 傻缺 追风举起爪子 给空中那群向麒麟飞去的家伙们 竖了个终止 而后他带着李安 一头扎进了地面黑暗中 往地下钻了进去 第一批靠近麒麟的修士 他们看着那威严 尊贵 神圣的麒麟 心里始终还是对麒麟这等瑞兽持有敬畏 没有第一时间上前去做不理之事 他们甚至在浮明的带领下 向那麒麟行了一礼 浮明向前一步 与浑身散发着神圣光辉的麒麟说道 前辈 在下陵南狱 无垠见宗浮明 特来觐见神兽大人 然而 麒麟只是熊啾啾气昂昂地站在那里 一脸严肃 看向太阳的方向 浮明在行一礼 道 多有叨扰神兽大人 他说着说着 总算是回过未来了 眼前这麒麟身上 尽管有神兽的神韵和气息 但却毫无生命的气息 这仿佛是一幅画 一个雕像 一个影子 一个极其优秀的艺术品 而不是一只麒麟 它面色沉下来 慢慢走上前 伸手去触摸麒麟的腿上的鳞片 毫无意外地 它的手穿了过去 它在一盏身形 往前一撞 整个人都从神兽身上穿透了过去 果然只是一个投影 影子 人群中爆发议论 不是麒麟 有人道 只是有麒麟的气息而已 但是 是什么制造了这个影子 有聪明者 很快想到这个问题 空中的麒麟 只是个虚影 那是什么东西 制造了这个麒麟虚影吗 浮明意识到什么 急忙低头往地面看去 那只白虎果然不见了 滚滚雪浪之中 凭空有一块漆黑的黑暗 在上面起伏 宝物在地下 它大吼一声 众修士也往地面看去 看到了那块黑暗 聪明如他们 瞬间想明白了前因后果 没有麒麟 但是有麒麟相关的宝物 而现在 已经有人抢了先手 他们一个机灵 连忙往地面飞去 其中飞得快的 眨眼就钻进了地面的黑暗中 然而 速度最快的浮明 却在半空中没有动弹 他眯着眼 冷冷地看着那些 争先恐后 钻进黑暗中的修士 师兄为何不去 有清脆的女子声问他 浮明回头 是知生谷的妙依仙子 他笑了笑 回到 地面的黑暗 是那只白虎的法术 只有那等愚蠢到 不可救药的蠢货 才会毫无防备地 钻进别人的法术之中 那可是麒麟 妙依仙子道 些许危险 值得一貌 浮明摇摇头 我不需要进去 我只需要等在外面 监视着这地面 那白虎得了宝物 必定会回到地面来 守株带兔 何不美灾 师兄大志 妙依仙子赞道 什么可舟求见啊 地底黑暗中 追风在自己的黑暗领域中 肆意遨游 他感知到那股神圣的气息 以狗跑往那边游过去 没多久 他就看到了那件宝物 与上一次施展这门神通一样 灵脉 灵石 都没有被黑暗同化 那件宝物 也没有被黑暗同化 他在黑暗中 散发着七彩的光辉 他像是阳光下的宝石一样 在这黑暗领域中 亮着七彩光 追风痴痴地看着 那道彩色的光辉 狗跑到他身旁 他鼻子动了动 在神圣之中 闻到了那股血腥味 他伸出爪子 触碰到了那七彩光辉 七彩的光消失 显露出他原本的样貌 血 一滴麒麟血 原来这就是那只麒麟幼崽 他喃喃 狐脸在彩色光芒中笑起来 平安 我把麒麟血送给你做见面里好不好 李安抱着他的脖子 睡得正香 追风以爪子握住这滴麒麟血 他想放进乾坤袋里面去 但乾坤袋容不下这滴麒麟血 他只得拿爪子握着 这时 那些修士已经追下来了 他们远远地看到 一只老虎影子 握住了一道七彩光芒 他拿到了宝卧 有人高喊 麒麟 我的麒麟 有人奋力向那边游过去 追风回头 看到那些在黑暗领域中 努力游泳的修士 胡嘴一歪 讥笑道 都是傻憨憨 下一秒 所有的黑暗都以他为中心收缩了过来 一瞬间 黑暗消失 此处变回了原本的泥石地底 所有的修士都被限制在了泥石之中 追风周身裹挟着黑暗 反身冲出了地面 然后 在他冲出地面的一瞬间 一道锋利的剑气迎着他飞了过来 我 追风吓得虎毛 都竖起来了 扎得里安从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好在他跟一般的婴儿不一样 醒了没有哭 反而看到飞来的剑气笑了 追风以他的超级线转向能力 让开了这一道剑气 但这剑气锋利异常 还是让他丢了两根胡须 他顺着剑气来的方向看去 是持剑在空中微笑的浮明 浮明休息的是 无垠剑宗正宗剑法 无垠剑法 无垠剑道 这无垠剑气 具有混沌之意 剑气诡秘 厚重而锋利 单论锋利这一个属性 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远不如无垠剑气 所以 就算是常年跟李诗英的星辰剑气 亲密接触的追风 面对着偷袭而来的无垠剑气 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你可真不是个人啊 他不由得破口大骂 还搞偷袭 他骂着 当即掀起一道狂风 直向浮明冲过去 浮明全程观战空旋与追风的战斗 他知道追风的肉身强的可怕 断不能与之近身 他连忙施展剑法 斩出剑气 又展开身法 拉扯着与追风的距离 遛狗是吧 剑浮明采取的战术 追风不由得冷笑出声 因为他浮明的速度再快 那也不可能快得过李诗英的先品身法 飞仙问道 他这样拉扯距离 还不如近身来战 说不定可以凭借剑气的锋利 获得几分胜算 你以为你是谁 追风问道 他追风大人 岂是随随便便就被人溜达 便见他不断闪避剑气 又以狂风吹偏剑气 再钻进剑气的背影面 不断向浮明近身而去 看着越来越近的追风 浮明陷入困境 如果他再出剑气 追风就会趁着他的剑气近身来 如果他不出剑气 想到追风一找 拍傻空旋剑仙的气力 浮明犹豫了 就在这时 追风忽然一个虎吐猛进 不再依靠剑气阴影 而是直接冲到了浮明身前 当先一记射魂虎吼 浮明对此却有防备 剑法一斩 剑气扑面斩出 劈开了狐吼声 追风也不管 照例是扑过去 劈头盖脸 就是一找 他们老虎若搏战 就那三招 而浮明哪敢应接他的爪子 连忙侧身避让 趁着追风扑起的档口 一个划铲 举剑向虎族最薄弱的腹部划去 但他剑气还未展开 一条虎尾仿佛铁边一样 朝他抽了过来 他急忙剑锋一转 向虎尾而去 虎尾与剑相交 发出当的一声响 虎尾力气太大 直震得他虎口发麻 追风扑过 他急忙起身 但忽然 身体扑过去的追风 尾巴又一甩 直接抽在了他手上 直接把他的剑抽飞了出去 还在想偷袭 还在想划铲 追风冷笑一声 这是你追风大人 给你的挖的坑 这一招回虎尾怎么样 剑修的剑脱手了 那就基本凉凉了 浮明哪里还有话说 追风反身一爪 将他拍飞 又趁着他没有落地 飞上去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把他叼在了嘴里 有了空旋见仙的前车之剑 浮明多坚持了几招 但也就几招而已 他不知道 他跟这只看起来憨憨的小老虎 在实力之上 可能有一点点差距 追风以一个帅气的姿势落地 正巧此时 地面轰轰轰的 仿佛烟花一般 有数百修士从地底飞了出来 他们激起无数的泥土 雪花 冰屑 漫天飞舞 这作为追风落地的背景 让他 看起来更帅了几分 在哪里 空中有修士提着剑 到处找追风的身影 我要杀他 聂畜 有女修破口大骂 竟敢把我困在泥土里 宝卧 他把宝物带走了 有人提醒道 但空中大吵大闹的声音逐渐变小 纷纷扬扬的冰屑之中 追风张嘴吐掉嘴里的浮明 示意背后的李安 平安 剑气 李安便激起一道剑气 按追风的意思 指着地上的浮明 想要宝物 追风站在地上 昂首看着空中的修士们 大喊道 来 下来 跟我打一架 打赢了 就是你们的了 他脚下死狗一样的浮明 实在是太有威慑力了 空中一时之间 无人动胆 快 还有谁 追风在喊道 时间不早了 我赶时间 还要回家吃饭 依然没有人敢动 鉴于此 追风忽然张开大嘴 吼 一声唬响从地上朝空中吼去 仿佛唬山林震慑万寿一般 追风这一声唬响 直叫空中几百修士 无人敢动他 他在唬响声中逐渐变大 变回本来的身量 肩高胀许的样子 一群耸祸 他留下一句 反身踏风而去 空中有修士不愤 想施展法术追上去 但他们 一看追风此时的样子 仿佛看到了刚才在空中的麒麟 身形顿了顿 硬是没有追出去 他们看着那只白虎 驮着一个婴儿 踩着风 慢悠悠地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追风一连跑了半个多小时 才回头去看 那群修士并没有追来 呼 他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很厉害 但是 他不一定打得过那么多修士 特别是在他背上 有个婴儿的情况下 别看李安身负贱气 但他到底是个婴儿 正儿八经的修士战斗 擦着碰着 就有可能伤到他 他不敢冒险 嘿 放松了之后 他又得意了 抬起爪子 抛了抛手里 宝石一般的麒麟鞋 与李安炫耀道 看 你追风哥哥厉不厉害 轻轻松松 就把他们吓住了 这滴麒麟鞋 就是我们的了 李安自然是不会回答他 但有人会回答他 你这是 带着李安去抢宝了 谁 追风吃了一惊 寻声望去 看到李诗英抱着一把剑 站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 诗英 他又得意地笑起来 给李诗英看手里的麒麟鞋 这是我们抢到的 麒麟鞋哦 李诗英白他一眼 飞到他边上 把李安抱过来 出声道 你带着李安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我看你怎么给你爸爸交代 想到爸爸那谨小慎微的性格 追风不由迟疑了 他犹疑道 我们得到了麒麟鞋 也没有受伤 应该不会挨骂吧 你猜呢 李诗英反问道 追风拿爪子挠了挠头 然后把麒麟鞋递向李诗英 道 那我先不回去了 你把麒麟鞋给爸爸 让爸爸用麒麟鞋给李安练颗丹药 强身健体 肯定很补 李诗英不接他的麒麟鞋 上下打亮他一眼 冷笑道 你是打算都不回去了 追风叹了一口气 还是回了丹风 不过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秦燃知道这家伙皮 这种程度 还是没有那么离谱 甚至相对于追风抢到的麒麟鞋 秦燃对追风阻止的无音剑宗弟子 针对道剑门弟子的战斗 更感兴趣 等不了了吗 他喃喃低语 在这古怪的岛竹府里住了两天 秦燃除了有些难受之外 还是没有那么难受的 这破地方除了让人觉得压抑 湿气很重之外 还不喜欢吃饭 一日三餐 根本没有保障 虽然 在修饰的世界 不喜欢吃饭 不吃五谷杂粮 才是正常的 对于秦燃个人来讲 他还是更喜欢保持一点凡人的习性 该吃饭时吃饭 该睡觉时睡觉 除了以上的问题外 秦燃倒也没有遇到什么其他问题 居然都没有本土势力的修饰 来向他挑衅 岛主也没有进他的足 限制他的出行 他在府内府外相当自由 颇有一种 时刻的感觉 当然了 岛主府内其实守卫森严的 有一种外松内景的感觉 很多地方都不是他可以涉足的 比如存放工法 药材 担药 法器 秘密文件等这些东西的地方 他肯定不可以去 他不会找死的 要去这种地方 早上 秦燃收拾一番仪容仪表后 准备出岛主府 到经络城内去逛一逛 他客观 一边体验体验这地方的风土人情 不枉他不远千千 千千里来到这里 一边观察这座城池的地形地貌 方便后面搞事的时候跑路 一边发挥他 工法垃圾佬的技能 逃点天海域本土特色工法来瞧瞧 但他还来得及没出门 就有人先敲响他的房门 要他去叫场见岛主 嗯 所以 是终于有任务要发布了吗 他心下暗道 他在这破岛主府住了几天 除了刚来的时候 见过岛主一面 其余时间 再见过 他都要以为自己就要这样 自由到他 偷偷溜走了 其实秦燃是有些费解的 为什么这个岛主 新招揽了一个人才 不调查一下他的背景 不试探一下他的敌友关系 不摸清他的性格习惯 不掌握他的工作能力 甚至不安排工作 就把他晾在一边 算是什么意思 独特地遇下手段吗 看来 他没法那么轻松溜走了 秦燃开门出去 随着岛主的下属一起 很快到了叫场 岛主依旧在叫场上 叫场周围 依旧有很多带刀护卫守着 他依旧走到叫场边缘位置 谦卑地等着 今天的岛主 没有抛耍石头打凹力气 而是赤裸着上身 一拳一脚地习练着功法 秦燃看不懂 他练得到底是什么功法 只是大约猜得出来 是练体的法子 只见岛主一拳一脚打出 空气随之波动 仿佛有海浪拍击 一肩一靠抖动 踩在地面 地面也随之震动 口鼻呼吸 一吞一吐 又有精明龙效 这练功的动静实在吓人 这就是天海域的练踢者吗 秦燃暗道 他还没有搞到天海域的练体功法 没法仔细研究 但光看此时龙金岛岛主练功的动静 他感觉 单凭肉身力量 不提整个灵难遇 只说仙仪之地 仙仪之地的体修 怕是少有人能比得上这位岛主的 而随着岛主功法演练进程 此地引发的动静越发大了 叫场地面变成了被他拨弄的海浪 随着他一拳一脚打出 地面像波浪一般一拨一拨地颤动出去 幅度很大 叫人几乎站不稳 岛主一呼一吸之间 他仿佛变成了一头几百米长的巨精 鼻尖呼吸 两条龙溪一进一出 有真龙形状 空气之中又不断有龙银惊笑 声声响动 叫人心哲 这骇人的动静持续好久 直到岛主收拾 秦燃看见空中有一头鲸鱼落下 护住他的身体 又有一条真龙盘旋在他身体上 真龙形状 实在可不 真龙巨精持续片刻 而后都归于他体内 空间震荡平息 龙银惊笑脸去 岛主忽然睁开眼睛 眼睛里有蓝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秦燃看过去 仿佛看到了一条金龙向他扑过来 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感 我这一套龙金呼吸法 如何 岛主出声问道 利先生来源于中心七岛之地 见是肯定广博 于某评价一番 呼吸法 莫非天海域的功法 又被称为呼吸法吗 秦燃心里想着 又抱拳行礼 与岛主笑道 岛主的呼吸法 博大精深 精妙无比 威力无穷 龙神精气 大熬肉身 是极好的呼吸法 岛主一听 都是些空泛的词 知道这里先生 要么是不懂练体术 要么是故意装傻 他连连摇头 出声道 看来先生不是很懂呼吸法 也难怪 练神师一向看不起练踢者 练神师不懂呼吸法 秦燃点点头 懂了 练神师修行的功法 不是呼吸法 大约修行呼吸法的 才是练踢者 我这呼吸法 岛主朗生道 以精细温养内服 以龙膝打熬肉身 吸气时有聚精之力 吐气时有真龙之力 我臂膀一斩 便食龙精之力 龙是神兽 如果真有龙的力量 他这龙精呼吸法 说不得是先品功法 情然暗自思索 但可惜 他猜测 这大约只是个形容词 岛主的呼吸法 果然精妙 他笑着拍马屁 这算什么 岛主摇头 七岛之地 有昆蓬呼吸法 阴阳呼吸法 天地呼吸法 无极呼吸法 那些 才是真正精妙的呼吸法 一旦休息 可战天斗地 徒手格杀远古凶兽 也不在话下 哇 牛批牛批 秦燃心里面无表情的喝彩 当然了 他毛都不懂 只沉默着 末了 岛主一边擦汗 一边往秦燃这边走来 说起了正事 今次请先生来 却是有钥匙相伤 秦燃有心理准备 点头微笑道 岛主但说无妨 不瞒先生 我早已在三品巅峰待了许多 四品与我 仿佛触手可及 岛主看着秦燃说道 但是 我迟时没法突破境界到四品去 只因为我所修习的龙金呼吸法 每次突破都需要一颗龙金丹 一品时需要一品龙金丹 二品时需要二品龙金丹 如今静静四品当需四品龙金丹 四品 秦燃稍加推算 如果四品修为相当于灵南玉化神修为的话 那么四品丹药就是化神七才能炼制的丹药 而他如今不过二品修为 也就是金丹七 尽管他凭借对炼丹的独到理解 勉强可以炼制三品丹药 但对于要四品丹药 他也是无法 他想了想 没有直接拒绝 出声问岛主 岛主您需要丹药 为何不去找翟先生 翟先生在丹药意图的造诣 高出我许多 也能为您炼制品质更好的丹药 哈哈 岛主闻言大笑 出声解释道 先生有所不知 正如龙金呼吸法 分为龙锡和锡锡 这龙金丹也分为龙锡丹和锡锡丹 又由于龙锡主外 锡锡主内 所以两颗丹药 还需要两种不同的炼丹手法炼制 也就是说 需要两个不同的炼丹师 分别炼制龙锡丹和锡锡丹 净 如此神气 情然探道 以前 岛上的其他炼丹师 倒也能为我炼制低品龙金丹 但如今 这四品龙金丹 除了翟先生 再无人能炼 岛主探道 信而有先生到来 那天翟先生看了你炼制的三品炼体丹 直言结构精妙 品质其高 你有炼制四品丹药的能力 原来这才是他那般轻易就被留了下来的原因 秦燃恍然 可是 他自家人之自家事 他实在没有能力炼制四品丹药 想了想 他还是要回绝 但岛主似乎知道他要拒绝 反手从身后下属手中拿过一张纸 递向秦燃 说道 先生请看 这是四品龙锡丹的丹药 秦燃张了张嘴 没有出声 与岛主对视一眼 又看向岛主手中的丹药 还是接了过来 然后 他看到了丹药的药材中 有一种名叫龙穴的东西 龙穴 他推演出来的长生丹中 最重要的药材 龙穴 岛主 我需要考虑考虑 他稳了稳心神 把丹药还给了岛主 反正他已经记下了 说道 过两天给你答复 先生尽快 岛主微微一笑 辞别岛主之前 秦燃向岛主提出了一个请求 在下平生最喜看书 昨天在府内闲逛之时 看见岛主藏有整整一高楼的书籍 想必岛主也是爱书之人 不知岛主可否抬爱 让在下有荣幸敬名的藏书阁去看看 岛主有求于他 对这种小小的请求 自是不会拒绝 笑着回道 那些破书买来 就是要人看的 先生若有意 我传一份口语便是 看来可以先拿一份好处 不用出去当垃圾佬了 秦燃与岛主拱手谢道 多谢岛主 秦燃对天海域好奇的景 但他又不能跑去到处问人 于是 书就是他最好的老师 眼下得了岛主的允许 他也不出门了 也不回住处 什么事都不做 静止去了藏书阁 此处藏书阁 占地面积极大 高有三层 是一座巍峨建筑 可以想象 其中藏书必定丰富无比 但是 这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点 龙京岛岛主 一介体修而已 何为体修 莽夫二 一个莽夫 修了这么一栋豪华的藏书阁 来做什么 那当然是用来附庸风雅的 装斯文 伟涵养罢了 所以 这样一栋宽敞豪华的藏书阁里 秦燃一路走过去 愣是没有看到人 至少一楼没有 他是从一楼进的 一路选书过去 找了好一会 终于在书架尽头 找到了一本系统讲解天海域修行体系的书 他拿着 蹲靠在书架边上 翻开来 细细看过去 然后才明白了 天海域的修行体系 到底是怎样的 所谓炼体者 就是以呼吸法 将天地灵气 熔炼进肉身的修饰 他们就是纯粹地增强肉身 相信以利破道 对比灵丹玉的体修 灵丹玉不管是什么职业的修饰 其本质走的都是筑基 金丹 元英 化神 和道 大成这一条路的 就算是体修 也是需要结丹的 不过是偏向于 以金丹链体而已 金丹本来就有链体的作用 而天海域的链体者 则不需要结丹 化阴这些东西 对于他们来说 肉身即金丹 一直提升肉身就完事了 而所谓的链神师 就是通过观想图 将天地灵气 融进灵魂的修饰 他们纯粹地增强灵魂 得到元神之力 同样的 对比灵南域的修饰 有很多职业 比如链丹师 镇法师 傀儡师这些 都很需要元神 但他们走的实质 还是筑基 金丹那一套 他们还是要到化神期 才有元神 而天海域的链神师 他们从一品开始 就有元神 看到这两条路 秦燃很快就能 想通其中的困难 链体者因为没有金丹 会受限于寿命 链神师因为一上来 救灵魂 元神 必然受限于天父 他又想到 丹丰的无名链神口诀 那会不会就是 从天海域传过去的 同时 他到这时才反应过来 丹丰的无名链神口诀 对他的帮助 到底有多大 让他早早地拥有了元神 作用比他想象中还要大